老爷们心善 见不得灾民受苦 于是 洞上翼的金雀城官僚们 将迁移来的灾民们 安排在了远郊 使得整个金雀城的老爷们 站在自家阁楼 举目遥望四周 依旧是河青海燕 一片祥和盛世之景 而在远郊 靠近一条大河的灾民聚集地 因为监察使大人的吩咐 他们倒也算是脱离了苦海 城主府提供了帐篷 粮食以及燃料 还有经验丰富的乡生 过来与灾民里的村老 一起安排灾民生活琐事 别以为这简单 几万人的吃喝拉撒 任意一项 放在信息时代的水澜心上 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季家派出了舞者 帮忙维持秩序 并让仆役帮忙 为灾民熬煮热粥 甚至还有十多个大夫开始坐镇 帮忙解决一些小伤小病 灾民驻地旁边 一处小山坡上 城主府的公子 和几位散修站在上面 眺望着下方的灾民 那位已经半百的 国字脸城主府公子 脸色有些不渝的道 这次的灾民太惨了 都没有油水可榨了 上游那些大城的奸商 太可恶了 一点零碎 都没给这些灾民留下 一个散修 听到公子的感慨 连忙点头附和 是啊 我之前也去打量过 没找到一个合眼缘的小孩 恐怕品质好的 都被上游那些家伙 看中买走了 世家大族培养仆役 除了家生子外 最喜欢的就是 遇到灾民队伍后 买下那些相貌好 或者看起来有潜力的小孩 这样的孩子吃过苦 知道自己活命 靠的是主家 再被主家好好培养 胡萝卜加大棒过几年 通常就能用了 万一碰上的有灵根的 又或者是某些方面有特长的 那就是主家转了 可以增强家族底蕴 如果不是监察使 大人放话 就这些灾民素质 成竹府公子摇了摇头 轻壮无病地打乱后 散去个农庄 其余人全部赶走 不肯得也一起赶走 才是我等情节持家知道啊 成竹府公子 在挥斥方求时候 另一边 极为散修 也聚集在一起碰头 互相表示了不满 他们是受了委托 想要来这儿买下 一些灾民去交差的 却不想在这金雀城碰了碧 以前那些好说话的熟人 听说他们要打灾民的主意后 立即色便连连摇头拒绝 便是他们送出去的美人 也在过夜之后 被送了回来 这地方晦气 极为散修吐了一口痰之后 气氛离开 也有散修还是不甘 开始起了其他坏心思 既然高层关系走不动 那就找下面直接管事得好了 他可不信白花花的银子 那些底下人能够忍得住 而结果也在意料之中 通过买通了几个舞者和一个管事 趁着天黑 三个散修便从一处灾民营地里 连哄带骗拉走了上千人 他们自以为问题不大 不就是牵拔灾民吗 那位监察使大人 拿有精力时间去管这些事 估计也就是随口那么一提 他们把表面功夫做好 大家都不丢面子 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他们却不知道 苏平经历了九夜山方市那一劫之后 就强迫自己 每晚都要梳理一遍 布置在金雀城地界群属的记忆片段 顿时 这些人的小动作 便暴露在了苏平的眼里 苏平对这种转卖人口的行为 因为血迹之术的原因是 非常谨慎的 唉 还真是心善被人欺啊 苏平身形一动 便离开了领月山庄 出现在了郊外 而后不过十多分钟的急迟 换上了一身黑袍 带着银白色面具的苏平 出现在了这支队伍的面前 一人双枪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三位散修感觉到了 出现在官道上黑袍人的危险气息 他们起了退意 不过想到来之前 从主上那边得到的保命服录 为首的修士 撞起了胆子 踏前一步 这位道友 我们乃是归林子先师的记名弟子 还请行一个方便 归林子 苏平快速在记忆里过了一遍 确认了仙门的助击 以及修仙家族的炼器 圆满修士 都没有叫这道号的 啪啪啪 很快啊 那三个伞修 只看到眼前的黑袍修士 快速地挥动了手臂 脑海里刚刚出现强烈的危机感 他们就在听到了响声的同时 脑袋被开了一个洞口 旋即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化作了三具尸体 从始至终 这三位散修都完全反应不过来 甚至到死都没想清楚 发生了什么 而那他们依仗的保命服录 连激活的时间都没有 也就完全失去了作用 呼 苏平举起了双枪 吹了吹并不存在的烟火 他发现 使用了现代化武器的自己 完全当得起 杂鱼收割机这一角色 只要是武感跟不上自己反应速度的练器修饰 都能被自己一枪打中要害 直接带走 先 先使老爷们 这就 死了 被雇佣来办事的武者们 瞪大了眼 看着倒地不起的三个散修 浑身发软 都不等苏平出声呵斥 这些拿钱办事的武者们 就先一步跪倒在地 大声求饶 而灾民们 还猛逼在当场 不知所措 一些机灵点的 隐隐猜测到 他们出来是被骗了 心中充满了惶恐不安 老师回去营地认罚吧 苏平轻贺了一声 目送着这些人 慌忙退走了 这才开始指挥着灵鼠小白小灰 进行摸尸行动 很快 苏平手中多出来了一个储物袋 和三张宛如鬼画符的淡黄色符录 三个人踩一个储物袋 就这还来做生意 这是恶鬼符 能换出一道恶鬼气息 冲刷敌人神石 再练气七这样的符咒攻击手段 要是出其不意 还真有机会让散修翻盘 打赢普通外门弟子 看来这什么归灵子 至少是有点本事的 不过也多不起来 不然多给几张护身符的话 好歹能多费我几枚子弹 我可是已经练成了 闪电五连射的拔枪术了 这次的对手 完全不够我施出全力啊 苏平搜刮了一遍后 把散修尸体 交给了急匆匆赶来的城防骏 不久之后 怒气冲冲的技虎 带着家丁 亲自抵达了灾民营地 不仅把那三个脑洞 大开的散修 吊在了旗杆上 还在他们 身侧立了好几根 稍微短一点的旗杆 而后在那里 挂上了这次事件里 同流合污的管事与污者 这样的暴虐行为 也让底下的人们 清晰认识到了 上面在这起事件的态度上 是认真的 尤其是那位监察史大人 可是真有本事 另想要浑水摸鱼者 付出代价之辈 一夜间 在帮忙收集人口的 各个大小势力口里 金雀城成为了一块鸡肋 而苏平在回去了 领月山庄后 便托人打探了 那位什么龟林子先士的消息 苏平本以为这需要时间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 小金光寺的人员 赶来金雀城提前选址 知道了此事后 竟是就把那先士底细 给全盘告知 小金光寺的来客告知下 苏平知道了 那位龟林子先士的来历 这人竟然和自己一样 也是一位监察史 难怪自己记忆里 没有这位的名号 毕竟 一个自认为修行 无望下凡养老的修士 有谁会在编写名人时候 去记下他的名号 龟林子所在的大城 名为金峰城 离苏平所在金雀城 直线距离 就有五六百公里远 这龟林子当监察史 要比苏平资格老许多 十年前就因为突破炼器后期失败 而心灰意冷 选择了回乡养老 按照小金光寺的说法 这位龟林子道长 喜好美人戏曲 喜好美酒佳肴 前几年 一直窝在金峰城里不出来 这两年却突然变了性子 不仅出了城 选了一座大山修了道观 自称观主 这龟林子 还开始批量培养散修 以及舞者 并募集了大量故农 兼并了大量的农田 搞得不说天怒人怨吧 也算是人增苟厌了 金峰城的豪门大户 更是流出谣言 说什么 这位龟林子道长入冷魔 喜食婴儿喝人血等等 听到这 苏平就知道 为什么小金光寺 会那么主动来打小报告了 嘖嘖嘖 兼并填地 这是和小金光寺业务重叠了呀 同常是冤家这一点 在修仙界也是通用的 至于那些谣言 苏平之前肯定是不置可否的 现在嘛 看对方那么急切 到处派散修搜刮人口 苏平隐约有些怀疑 这位监察使同道 搞不好真入魔了 或者被邪气预检之物 诱惑影响了 现在这些古怪操作 都是在为血迹做准备 五六百公里 说远不远 说近也不算近 如果只是为了血灵精也就罢了 万一是召唤邪碎的献祭法阵 那就灵 我这也会有危险了 苏平打探完了情报 心中已然有了想法 他回去了练功房 动手鼓道了大半天 配置好了一储物袋的 甜火药炸药包后 这才换出了 灵鼠小白小灰 拿出净化灵药 并净化出了两只灵鼠加料 成为了自暴鼠 让小白小灰带着储物袋 带领着自暴鼠和普通群鼠 前去龟灵子所在盗罐寻找机会 看看能不能把它给救赎了 经历了九夜山方试一试 清楚知晓了 在现如今的仙门高层 自己都在乱象评出后 苏平明白 像这种监察史 除非报复目标明确 否则死了也就死了 现在的仙门 没空追究到底 同时 往往人死了 在仙门关系也就淡了 没好处情况下 有仙门中人帮忙出头的概率 更是极小的 更不要说 如果猜测是对的 仙门派人来调查 搞不好越调查 越会发现什么不得了的情报 苏平才不相信 仙门高层 会不知道血迹之法 以及那些邪气欲减的存在 自己只是一个 有点小癖好的钓鱼老 还出了名的心善 更没有作案时间 想来没人会怀疑到自己身上 金风城外一座大山上 屹立着一座金碧辉煌的三重道观 道观名为龟灵观 是龟灵子道长的修炼之地 这一天 许多小道士瑟瑟发抖地跪在正殿外 低着头冲耳不闻殿内的咆哮声与咒骂声 好一会儿 才有两个浑身血痕的散修 慌里慌张地从正殿里爬了出来 这等小事也办不好 一群蠢货 正殿里 干瘦得好似一只老猴子 裹在一身 感觉稍微大一些青色道袍里的龟灵子 血红着眼嘶吼着 和正在壮年的苏平不同 他今年已经九十有五了 考虑到突破失败带来的暗伤 以及积累的单独 龟灵子能感知得到 自己再不想办法 就得老死了 可是他不想死啊 他还想要活着 想要享受更多的美女与美食 想要享受更久 被四周之人恐惧害怕 又极度的目光 还有机会 我一定还可以的 龟灵子喃喃自语着 下意识地拿起了脖子上 当作挂式的御剪 贴在了眉心 数十秒后 龟灵子弯着腰 离开了道观 他打算前往后山挑选人处 通过献祭 获得伟大存在更多的提示 吱吱吱 灵鼠小白小灰 带着群鼠赶到了道观 放出群鼠探查消息 随着老鼠们散开 远在领域山庄看书的苏平 也得以看清了 龟灵子道观的地形 和各种隐秘 有老鼠来到了 道观正殿的地底空间 然后在里面发现了 数不清的 层层叠叠的骷髅骨架 有鸡鸭猪牛的 也有老人和小孩的 借助老鼠眼睛 扫过这地底空间四周 注意到了墙壁上 那些鬼话符一样的血红纹路 苏平确认了 这儿就是一处血迹的祭坛 那龟灵子 大概率是最坏的一种可能 被邪碎诱惑了的邪羞 邪羞 人人得而诛之啊 苏平低语了一声 随着另一波老鼠 发现了正在后山的龟灵子 意识到饥不可思的苏平 一边戴上了斗笠 披上了长袍 拿起了鱼具 前往领月壶锤掉铜石 灵鼠小白小灰顺着鼠道 来到了这正殿地底密室 然后 储物袋里的 被牛皮纸包裹密封好的炸药包 被一包包拿出来 放在了铺满地面的尸骨下方 而后留下了那两只暴鼠 作为导火锁后 快速带着空了的储物袋 退出了道观 整个过程 可以用风驰电掣来形容 带到那位龟灵子道长 从后山回来 癫狂稍稍恢复了一些 灵鼠小白小灰 早就跑到大山外等着了 密室有人 不对 不是人 妖鼠 龟灵子回到了道观 就靠着惊人无感 发现了密室异常 他先是以为 祭坛被高人灵宠发现了 本能地想跑 待在了殿外好几秒后 却又发现并没有多余动静 并且渐渐感觉出来 灵力反应的 似乎是灵力极为微弱的鼠类 龟灵子脑海里 开始挠补出了两头妖鼠 无意中闯进去了密室 然后被祭坛布置 吓住猛逼了的画面 至于那些没有灵气反应的药包 注意力基本在自暴鼠身上的龟灵子 却是压根没有感应到 我这是时来运转了 若是活着了这两头妖鼠 至少能卖上百灵石 有了灵石 就能去买更多所需材料 提前完成祭祀了 想到祭祀 这龟灵子彻底没有了理智 刷一下画出了一道残影 在道观道士们见怪不怪的目光中 喷一下进了大殿 并打开石板 走进了地底密室之中 鱼儿 上钩了 锤钓的苏平双眸一亮 在侍女仆从们的见证下 刷一声钓上来了一条大草鱼 同时 那龟灵子发现了这两只妖鼠 闪耀着妖艳的血红双眸 竟是一点也不惧怕她 这位练器中期修饰 看到自己了 不紧不跑 反倒是发出尖叫声 不退反劲地扑向了自己 龟灵子对此错愕了下 旋即一股强烈的危机感袭来 让她本能的身子一震 便有数张贴在胸口背上的护身符 被激活 碰 妖鼠撞在了护盾上 身子变成了一团烂肉 可是 不等龟灵子看清楚 想明白 妖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两只妖鼠在她面前爆炸了 并瞬间引起了连锁反应 使得她脚下尸骨底下的炸药包 也被紧跟着引爆 哼 地动山摇之间 一朵蘑菇云 从道观正殿地底处炸开 刹那间 便将整座正殿 都给炸了个稀烂 苏平借助着 灵鼠小白小灰的视角 第一时间 遥望到了那道观上 缓缓升起的蘑菇云 虽然这朵蘑菇云 并没有电影里的特效那么夸张 却也彰显出了炸药的威能 那山上道观 几乎在蘑菇云腾空的瞬间 就跟着 化作一片残墙断壁 大量木制建筑 更是燃烧起来 为蘑菇云增添了火光与黑烟 对于蘑菇云的出现 苏平并不意外 只要数量足够多 就算是黑火药 也是能炸出蘑菇云的 更不要说 苏平使用的是 许多民间军事组织们 使用了都说好的填火药了 再加上爆炸地点 还是相对封闭的地底密室 天时地利之下 有这样的效果 也在情理之中 炸药威力 在这修仙界 还是同样很暴力很强大的 这样的破坏力 就算是筑基大修 猝不及防 也要吃大亏吧 不过 就连这炼气中气的龟灵子 也能多少 提前发现异常 我这一招 也就对炼气气的修饰有奇效了 更别说筑基大修 都能神识外放 跟开了透视挂一样 想要他们中服 恐怕要提高 难度才行了 苏平心中 对此 已然想到了 把炸药藏在石像 伪装成花泥等想法 而后 再反复确认了爆炸现场 已经感知不到 那龟灵子的气息后 苏平心中一动 林鼠小白小灰 吱吱吱一叫 留下了在四周的鼠群 继续潜伏 探之后续情报后 他们快速撤回了 领月山庄 山上的爆炸 惊动了金丰城的达官贵人们 数个时辰后 便有大批 城里的舞者和散修 抵达了山上 并在看到了道观惨状之后 呆滞了一大片人 有家眷被侵害的舞者 从外围幸存的道士口中 知道了 龟灵子 就在那爆炸中心 大概率尸骨无存后 更是高呼 此乃天前 城主也紧随其后赶来 看清状况后 汗如雨下 赶紧下令封锁现场 而后动用城主府的法器权限 上报了情况 一城的监察石死了 还是死在了 不可思议的大爆炸之中 这种事 这口锅 是金丰城的凡俗势力 无论如何都背不起的 龟灵子是早上走的 仙舟则是快深夜了才飞来 这次的仙舟甲板上站着的 还是那位背着三把剑 剑眉心目的巡察石 没办法 现在的仙门精英们都在忙 到处都有灭不完的异常 他负责的地界 也就只能一直扩大 嗯 这位巡察使 第一眼就被已经没有了 烟尘的道观遗址所吸引 看着那大坑 他也不由心中暗暗吃惊 见修思维的他 想不到 这是炸药的力量 而是与自己的杀招 默默比较了一番 并最终确信 造成这一破坏痕迹的修士 其修为要么远在自己之上 要么手中有着一件 大威力的法器 这样的修士 不可能是小人物了 怎么会来找这个龟灵子 这人身上 有秘密 巡察使从仙舟上缓缓落地 踩在了大坑里的一瞬间 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 啪 巡察使取出一张符路 让其裂开 放出了万道金光 下一秒 巡察使便如受精的兔子一样 跃起在了半空 邪气 这地方进行过邪碎祭祀 又是一个邪修 巡察使不蠢 通过来时阅读的相关情报 还有后山那边被暂时看管起来的人处 他立即明白过来龟灵子的真实身份 并对那出手之人又多了几分大胆的猜测 或是路见邪修不顺眼 于是随手一击 给予天谴的得到高人 或是邪修之间的内讧 甚至直接就是不同派系邪修之间的火拼 某些邪修怀有自曝秘书 再借助阵法加持 不是不能造成这种爆炸范围 涉及到了邪碎 还有县级 巡察使也不敢继续在现场想下去 查下去了 他回到了仙州 立即上报了相关情况 同时 随着他一声令下 那些追随龟灵子做事 侥幸没死的散修 以及道士们也全被拿下 并开始了严苛审问 不少散修 完全是为了龟灵子的身份地位 和临时许诺而办事的 现在得知了部分情况的他们 无不下了一个半死 一些被抓的散修 甚至感谢那出手之人 让龟灵子计划没能成功 不然 献祭之刻 那些被抓来的凡人逃不了 他们这些散修 又哪里能跑得了 他们在底层混那么久 也不是白混的 多少还是知道 涉及邪碎的献祭 凡人只是天头 是燃料 有灵根的才是贡品 是讨好邪碎的关键 回忆起龟灵子生前的态度 散修们此时一直相信 那就是一个疯子 怕不是他们早就是他计划中的祭品 哼 这时候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还是受害者就能脱开关系 巡查时等待着高层回信同时 也参与了审问 拿着审问结果 早就不是萌新的他 对散修们的供词不置可否 期间 这位巡查使看到了关于金确城监察使苏平的消息 看到这位苏平监察使是一个心善的 不仅救助了灾民 还严厉打击了那些偷运人口的队伍 甚至为此与龟灵子这同道交恶 巡查使眼里闪过一丝欣赏之意 却是一丁点都没去怀疑 这是和苏平有关 实在是正常思维下 苏平就是一个刚刚入了炼器中期 最多脆体入门的平平无奇的小修士 在自家地界打打低阶妖兽 便是能力范围内的极限了 哪有本事对付龟灵子这种老牌协修 更不要说这现场看起来 别说炼器后期了 就是助击出手巡查时也是性的 此外 老实说在他们眼里 几个散修 几千凡人的事也交试 董事的赔礼道歉这事情就算过了 哪有为这点小事 就来灭人老家的 哪怕龟灵子成邪修了 脑子不灵活了 那也是龟灵子先去报复这苏平 才更合理吧 当然 案例巡查使在第二天一早 还是驾驭仙舟去了一趟金雀城 倒不是怀疑苏平了 而是顺道看看 他身上有没有邪气 金雀城会不会也被邪碎渗透了 仙舟朝着金雀城方向移动 苏平这边出于谨慎 这两天也没去水蓝星 并保持着鼠群联系 见此立即唤出湖中洞天 把灵鼠闻鸟都送了进去 然后 苏平和城主 一起迎接了巡查使的来访 并接受了巡查使举起的一面 白玉镜子的检查 这是一面可以分辨大部分邪气的 法器镜子 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 巡查使也松了口气 并再次向苏平画了大饼 恭敬地送走了巡查使 苏平与城主等人告别后 回到了领月山庄 心中却是在回想 那位巡查使对自己的秘语 按照那位至少是内门弟子的巡查使所言 仙门高层要比想象之中 更重视小金光寺的这次法会 并且似乎和一开始猜测的不太一样 磨灭邪碎士官修仙界与邪魔界之争 据闻此次赤渊仙门地界出现空间裂缝 引起的邪气潮 多半是因为这几百年来 邪气不断渗透进来 邪碎增多之后 量变引起质变的缘故 所以 最近一段时间不仅是赤渊仙门 就连其他地域的各大仙门 也同意了大金光寺的提议 开始为磨灭邪碎提供方便 邪碎本源难以消灭 最好办法就是封印后慢慢磨灭 所以大金光寺那边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 在接受了各大仙门提供的援助后 已经搞出了一个功德榜 大小势力都可去大金光寺 领取封印了邪碎的法器 然后通过各种方法磨灭邪碎 上交完成进化的法器来换取功德 从而兑换各种珍贵的修行资源 苏平是没那资格去大金光寺的 却也因此明白了小金光寺为何那么积极了 他们或许并不知道磨灭邪碎有什么用 却能靠着净化的法器去大金光寺那边换取好处 而参与其中的先门各层次修饰 包括苏平自己 想来也是能有机会分润一二的 如果没有钓鱼游戏出现 苏平或许会颇为心动 并积极参与其中 但是现在嘛 苏平其实并不想为了那点资源 就参合此事 只是身份在这 要是完全没有行动 反倒是会特立独行 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好在前期 这浪费不了多少时间 也就是见见那小金光寺的僧人 而后对外表明自己 支持法会的态度 忙完这些苏平眼里的麻烦事后 苏平终于闲了下来 正式开始这一周的钓鱼 领约胡钓鱼点 刷新了五十次 获得三十小青鱼 二十大青鱼 然后回去了水蓝星 因为默认传送点 还是设置在东王冠没有改变 上次从边境小镇离开的苏平 倒是不用原路返回在路上浪费掉时间 苏平静止去了水库 发现这刷新点 又刷出了上限次数七十次后 苏平莫名地心动了下 感觉此次钓鱼必有收获 他不由洗了洗手 又在湖中洞天里 焚香沐浴了一番 这才打好窝 举起鱼具抛头进水库 开始钓鱼 目前钓鱼经验加一 获得清零鱼加一 目前钓鱼经验加一 获得刘文甲龙鱼加一 目前钓鱼等级 三级 三二零一千 目前钓鱼点次数已耗尽 请下次再继续吧 水库钓鱼点 前面六十八次都只是小青鱼 大青鱼 苏平还以为自己的心血来潮是自己在骗自己呢 结果最后两次钓鱼竟然接连出货 先是能家灵器的青鱼鱼出现了 再然后 此地的特色渔货 刘文甲龙鱼也终于给钓出来了 因为赤血红鱼的原因 苏平早就对刘文甲龙鱼非常好奇了 刷完了钓鱼次数 苏平随手把一条小鲫鱼钓了出来 放在了鱼兜里 而后便看向了刘文甲龙鱼的介绍 刘文甲龙鱼 品质 珍稀 肉质僵硬难消化 鱼血可食用 食之可得甲龙血脉 可增加风系与水系清河 受损后可放养于湖中洞天之中 缓慢恢复 并不能增加灵器产出 却能通过提供鱼血 而可持续地提升食用者的血脉天赋 龙者可大可小 可呼风唤雨 增加风和水的清河度 倒也合理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靠着喝血喝出一头真正的蛟龙出来 苏平这样想着 目光看向了水库 他倾笑了下 把钓到的鲫鱼扔回去了水库后 轻声喝道 既然有了灵质 还不速速出来 扑吃 随着苏平话音落下 之前随手选中 而给予了一个机会的大黑鱼 竟是硬声破开了水面 露出了鱼头 这头大黑鱼只吃了一枚气血丹 并没有因此就进击为超凡了 哪怕是少有的具备灵性的鱼类 也只是因此更加通灵 有了一定灵质 在无灵环境下长大的它 单纯灵性方面 还是比不上灵鼠小白小灰的 而小白小灰 当初想要成为超凡灵鼠 也是用了负数的丹药 和净化灵药 才得以成功 这大黑鱼 只是本能的记忆住了 是苏平让它脱胎换骨 从而感觉到了苏平的召唤 以为还有气血丹 可吃的它 赶紧冲了上来 苏平拿出了一枚气血丹 摸出了一张邀请函 打在了大黑鱼的额头 摇晃了下气血丹 苏平发出了邀请 下一秒 眼睛完全盯着气血丹的大黑鱼 便猛地身子一顿 直接被送进去了湖中洞天之中 今日钓到了刘文甲龙鱼 也算是你这条大黑鱼运气 苏平背起鱼具 感慨了一声后才 慢慢离开了水库 再回到了领月山庄 苏平这才重新回去了湖中洞天 看到了平躺在地上 一栋不愿意动的大黑鱼 以及围在它身边的小狗 和小黑猫 小黑猫嗅着鱼腥味 食欲大增的它 好几次想要偷袭 试试大黑鱼的味道 却又总是被这突然能蹦大 好几米高的大黑鱼给吓跑 黑猫想要拉拢小狗 帮忙一起动手 那小狗却是只蹲着看戏 坚决不出手 一看就知道 是一个已经开始懂事的超凡小狗 苏平回来后 先把灵池布置在了 靠近山崖的地段 而后玉物术施展而出 便把大黑鱼 给扔进去了灵池之中 旋即很快发现一个好消息 不属于湖中洞天之物的 大黑鱼 不占用灵池的次数 却也不会享受到灵池加持 不过没有关系 这大黑鱼主要还是苏平 拿来实验刘文甲龙鱼作用的 噗哧 又是几声入水声 却是青灵鱼和刘文甲龙鱼 被放入了灵池 灵池总算迎来了真正的住客 池水冒出淡淡香甜白雾 灵池上空更是出现了小号的彩虹 同时 灵池浓度 因为青灵鱼再度提升 直接达到了50 青灵鱼并非略微可增加灵池 而是增加灵池产出 一条就能增加20点灵池浓度 也算是带给了苏平一个小小惊喜 50点的灵池浓度 直接让湖中洞天 达到了大部分二阶下品灵脉方式 内部城区的程度 感受到这一变化 灵鼠蚊鸟 小猫小狗们 都欢呼了雀跃起来 苏平把目光看向了灵池里的 刘文甲龙鱼和青灵鱼 青灵鱼看起来和大青鱼差不多 约莫三四斤重 成年人一臂长短 就是灵片看起来颇为奇异 又淡淡灵光不断流传 看着就让苏平食欲大动 本能地觉得 此鱼必然是上好的食材 可惜现在就那么一条 连灵池的上限都没达到 自己还不能奢侈一把 而那刘文甲龙鱼 相比青灵鱼大了许多 体型如蟒蛇 通体赤灰色 有近两米多长 尤其是鱼头已然有点类似龙头 额头两侧 甚至长出来了鸡脚 看着倒是不会觉得可口 而是能隐隐从这刘文甲龙鱼的身上 感受到某种远古巨兽的威严 使得苏平那些灵宠们 都本能地远离了灵池 便是对什么都充满好奇的小黑猫 也犹豫再三后 扭头跑去了另一边 那条大黑鱼刚刚没入灵池 还没快活几秒 就因为刘文甲龙鱼的出现 直接沉底在了池底 化作了一条死鱼 苏平扫过池底 轻笑一声之后 便从储物袋里 取出了取血注射道具 然后无视了刘文甲龙鱼的抗议 念头一动 让白鹤童子 抓住了他的身子固定 苏平一边关注着刘文甲龙鱼的状态 一边插入针头慢慢取血 苏平是一个懂大局的 知道可持续性和节则而鱼的区别 大约抽出来20毫升暗红色鱼血的时候 苏平就发现 刘文甲龙鱼的气息 猛地围抿了起来 甚至龙威也变得若有若无 苏平嘴角一抽 那么大一条鱼呢 比大部分人都要长了 居然就贡献20毫升 就快要不行了 这鱼身体不行啊 苏平吐槽了一句 让白鹤童子将刘文甲龙鱼 放回去了灵池 进入灵池之后 刘文甲龙鱼依旧违靡 也不游动了 学着大黑鱼选择沉底 刘文甲龙鱼一沉底 大黑鱼就醒来一样 正打算换位置远离呢 扑吃 白鹤童子右手虚空一抓 就将这头已经一米多长的大黑鱼 取出了水池 契约 成立 苏平既然准备给这大黑鱼基元 自然不会放过契约控制对方 欲授数咒文起效 苏平脑海里多出来了 大黑鱼猛逼的脆弱意识联系 契约成功之后 苏平使用丹药和净化灵药 把大黑鱼 晋级为了超凡灵鱼 之后 稍微让大黑鱼休息了一下 熟悉了暴涨的实力后 苏平将刚刚拿到手的甲龙血 注射到了大黑鱼身上 嗡 超凡的大黑鱼 感到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 它的胡须刷一下 长了许多如同龙须 鱼鳞变得越发坚固 且闪烁黑光 短短几分钟之后 大黑鱼竟是给人一种 此乃隆重的错觉 同时 一股大风凭空出现 卷起水团 包裹住了大黑鱼自身 让它竟是能在半空 也躺在灵池水之中呼吸 龙族血脉 控风控水 看起来很好 只是龙族血脉太霸道了 如果是我使用的话 怕不是也会在外表上显露特征 甚至可能也出现龙危 我又有了十方菌灭体 没必要为此冒险 反正可以拿来培养龙血一种 一样可以增加实力 并且 先门记载里 许多亚龙重鱼类 瘦类之血肉吃了 可是对修饰大补之物 尤其是体修 更是听闻 堪比价值连成的脆体灵物 有空有闲时候 我或许可以造一些龙族一种 妖兽圈养起来 慢慢享用 从而得到刘文甲龙鱼的好处 又不需要承担 其中可能的风险 想到这 苏平目光看了看 已经化作亚种龙鱼的大黑鱼 令大黑鱼浑身一寒 不敢继续显摆 随着白鹤童子松手直接掉回去了灵池之中 四舍五如亚龙鱼也是龙 你就叫做吃吻吧 希望你不要玷污了这个名字 否则 到时候必让你见识下 我那一语九吃之法 懂吗 九种吃法 九种 吃吻乃古老神话里 龙生九子里的地九子 龙头于身 通常能在达官贵人的屋顶上 看到他的雕塑 苏平给对方取了这个名字 也是寄托了一丝 现在看来不切实际期望的 他看着大黑鱼吃吻 听懂了自己的意思 开始自发地在灵池吞吐四周灵气 逐渐壮大自身气息 苏平微微汗手 也回到了赵岳听风阁内冥想休息 同时 也在心中 把寻找妖兽的修炼功法记在了心中 若有机会 能站在修仙界妖兽大佬们的肩膀上 继续钻研学习 无疑要比靠着本能土那要来得快得多 三天后 领月山庄 苏平刚刚从湖中动天回来 就从侍女平儿那里得知 有一个熟人在客房等着自己 云九 苏平听到报上来的名字 想起来了 这位有御寿天赋 不知道 现在还顶不顶得住仙女磨练的小师弟 苏平在茶室见到了云九 第一眼看去 差点没认出对方 上次见面不过数月 这云九已然从脚部有点虚浮的少年郎 变得形容枯狗 如同将死老头 浑身上下有了一丝丝死气缠绕 你这是怎么回事 根基受损 修为下降 这不可是单单男女过度能导致的 苏平皱眉询问 心中闪过一丝愤怒 这仙妙楼的女修 难道也受到最近风气影响 收钱也不按规矩办事了 谢过师兄好业 我这是和洛仙子无关 是我自己没用 似乎是担心苏平怀疑错了对象 云九连忙白手解释 并抖着双手 结果热茶喝了一口后 缓缓说出了前因后果 云九上次离开了云山方式之后 为了早日见到洛仙子 他发奋图强 绘制御寿福禄 这是不知怎么 被那位外门只是师兄知道了 那位师兄很热情地提供了材料 只是有一个要求 要云九绘制一张特殊的御寿福禄 这福禄以云九的修为绘制成功 会大伤元气 但是云九却等不起了 因为他之前收到了来自洛仙子的信件 这位仙子下个月便要跟着楼主 离开云山方式了 云九因此慌了 也急了 便答应了那位外门直视的条件 会置了那张不知名的御寿福禄 他自知不可能为洛仙子赎身 毕竟他没有仙舟 也没有在方式里的洞服 但是他想要送一件好法器给洛仙子 让他与自己分别之后能过得好一点 也能记得自己久一点 望着好像一条快死的流浪狗一样 狼狈的云九 苏平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 舔狗不得好死 想到这云九的出身 苏平却知道这样的行为也是情有可原的 仙门之中外门弟子里 会众美人记得通常是这些底层出来的修士 不是他们本性如此 而是从小的环境导致了他们的见识和精力 让他们更容易陷进去 反观那些世家子弟 别人从小就有陪床丫鬟 不仅照顾衣食住行 还会担任启蒙老师 那些被重点看中的子弟更会从小就被安排娇妻美妾 以此先破对此事的神秘面纱 让他们对此不再好奇 从而方便进行教育 树立起符合豪门世家子的三观 云九显然没这样的命 偏偏又因为天赋被人关注 从而还没怎么习惯自己的身份地位 就给设计献了进去 如许多前辈那样 将见色起义当成了一见钟情 又被强化为了自我感动 你这次去方氏 见到对方了吗 苏萍听完了故事 还是放弃了质问这种 吃力不讨好的事 只是随口附和问话 云九听到这脸色有些尴尬 我直接把礼物交给他的贴身侍女就走了 我现在的样子 还是不见面更好一些 所以说 你最后一面都没见 就把礼物送完 然后到我这里来 和我说这些 苏萍忍住了揉对方脑袋的冲动 继续问道 云九连忙点头道 师兄 我现在状态是不能回去掀门了 只是师兄也盯住我 短时间别回去 我想了想 打算去九夜山的方式待一段时间 这次拜访师兄你 是希望能借一点腰兽肉 离开云山方式后 我现在是一颗零食都没有了 不过我一定会还的 加倍还 我这次虽然元气大伤 却也因此突破了瓶颈 已经可以绘制一阶的符路了 面对云九的请求 苏萍迟疑了下 理清楚头绪的他 明白了大概情况 因为绘制了那张古怪的玉兽符路 这云九元气大伤 形容枯搞不说 还沾染了死气 那位外门直士 显然忌惮这气息 被先门发现 所以严厉下令云九短时间内 别回先门 何方是那种 只要你不是先门登记在册的协修 交了零食 就能进的检测不一样 毕竟云九好歹也是外门弟子 还是有点天赋那种 一旦被其他外门直士 甚至内门弟子发现异常 而后来一波详细的检查 恐怕一些秘密就会暴露出来了 而这便是那位外门 只是不愿意看到的 九夜山方是吗 那儿多是散修 倒是没人敢打你的主意 但是 你需要知道人心险恶 不再先门外门了 务必要多加小心 苏平对云九的请求也不算意外 他 精确成大善人猎杀了多头妖兽的事情 并不是什么秘密 罢了 我会给你三十斤独角牛的牛肉干 还会送你刚刚泡好的一罐狐骨酒 品质不算好 你也知道品质好的也轮不到我来杀 但是该有的效果还是有的 应该对你恢复元气有些帮助 不过说好了 这都是借给你的 等你恢复了 都得折算成你的福禄 苏平故作有点心疼地 从储物袋取出了酒肉 交给了云九 云九连忙感谢点头 并连连朝着苏平行礼感谢 锦上添花的不少 雪中送炭的可不多 云九很感动 只觉得他没看错人 这位苏平师兄 是仅次于洛仙子 和执事师兄 对自己好的大好人啊 以后出去了 一定要好好报案 苏平站在领月山庄高楼 目送云九离开 这云九 算是苏平对仙门弟子的一次投资尝试 毕竟 随着自己修为提升 有些资源 还是得去外门 或者大型方式 才能弄到手 偏偏那些地方 以苏平监察室的身份不太好去 也没必要冒着被发现 真实修为的风险前去 不过 那位外门执事 没有派人来灭口吗 是我想多了 还是 那位外门执事 那么相信这云九人品 想到云九的表现 苏平觉得 大概率是后者 当然 更大可能应该是有其他情况 阻止了对方的行动 让对方放弃了对云九的灭口 不然这云九压根没机会 跑来找自己借妖兽肉 苏平在送走了云九第二天 有些意外地接到了来自那位同妻执事的信件 那位同妻执事说起来 和云九同姓 只不过 云九是农家子 那位云执事 却是出身某座大城的世家之脉 据闻他成为执事之后 之脉便成为了主脉 其父亲也成为了家主 算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炼气修饰版本了 苏平快速浏览了这位云执事的信件 信上说了 对云九痴心的担忧 以及对仙门最近乱象的畏惧 作为一名外门执事 他能知道更多乱象和各地异常 也因此比许多外门弟子 还要对未来充满畏惧 而后比风一转 这位云执事提到了 他最近发现了一处废弃矿山里 藏着一头疑似有麒麟血脉的异兽 这异兽最多炼气后期修为 只是极为狡诈 且行动灵敏 难以捕捉 这位云执事知道了 苏平已经炼气中期 希望苏平能来帮他 并表示 他已经联络了十多位同期的道友 法器符咒都已经准备周全 这次行动成功率很高 苏平如果去了 必有丰厚收获 麒麟血脉的异兽 这可不亚于隆重异兽啊 难怪这位云执事 忍不住要对云九劫则而鱼 这一封信也有意思 先给了危机感 再提出这一出 换成别人不心动 才会奇怪吧 苏平微微摇头 拿出纸笔开始回信 可惜 隆重异兽什么的 我已经能批量生产了呀 此事风险太大 我还是不去参与了 苏平心中已有决断 直接用了自己 在与妖兽交战时候 受了内伤 目前还未养好为由 拒绝了这位云执事的邀请 至于对方不相信 又如何 苏平却是管不着了 反正对方若是真要来偷袭 那就不能怪他 苏平不讲武德 来一个反偷袭了 苏平将信件给了城主府那边 通过他们的渠道 发了出去 然后苏平闭目 通过小白小灰 沟通群属 顿时看到了 在金雀城郊外 一座颇为壮观的法会场地 已然布置完成 随着一个个两米高的佛塔 安置在节点上 整个法会现场成为了一座大阵 小金光寺对法会现场十分重视 监工的散修都派来了五名 武者更是数以百计 苏平有注意到 这些出自小金光寺的武者 都是榜大妖元的光头武僧 干起活来 以异当时 在他们的出力下 这才几天 场地就铺设完成 只剩下了一些边角料工作 交给了普通信徒们去完善 苏平装作感兴趣 前往了法会现场视察 并打听起这地震法作用 他作为金雀城监察使 担心临近地段出现的震法 是很正常之事 苏平出现在了城外 城内城外各大家族 立即闻风而动 也派出了各家的精英前来跟随 搞得现场好似一大波上级 过来视察工作一样 却没想到 小金光寺负责此地的僧人 竟是在解说了一番法会现场后 主动拿出了震图 此乃大金光寺赐予本寺 也是所有正道人士的 金刚伏魔大震 这震法只有吸纳信仰念头 然后磨灭法器之中 斜碎一个作用 所以并不用担心什么外传 相反 无论是大金光寺主持 还是本寺 都希望这震法 可以广泛传播出去 让所有有能力者 都愿意出力消灭邪碎 阿弥陀佛 趁着此次各家都有来人都在 平僧愿意 把这震图分发给大家 好让大家可以早日钻研此图 这位僧人 当着苏平和其他豪门世家代表的面 解说了一番手中震图后 竟是从除物袋里 摸出来了一张又一张震图 苏平也得到了一张震图 轻轻摸了摸 感觉应该是某种灵直炼制而出的皮质 不由对小金光寺的有钱 多了几分认识 这可是要分发给凡间那些豪门世家的 绝对数量可不会小 仙门书房贩卖的 能收零食的杂书时候 也没那么奢侈 用这种皮质啊 僧人分发完毕震图 再次阿弥陀佛了下后道 金刚浮摸阵简单易懂 需求材料品质也要求极低 乃是得到高僧心血之作 只是也因此 能用的信仰念头 需要信徒们心中明确 他们的诚心祈祷 是为了消灭法器之中的邪碎 信徒信念越虔诚 磨灭的效果就越好 这也是 为何我等往往要召开法会 不知那么多 看似华而不实之物 都是为了强化信徒们的虔诚念头 否则 这阵法可就不灵了 只想明确 才能起作用吗 这也正常 就算是大名鼎鼎的十方教 也没听闻过 可以利用杂乱的信仰念头之术 听到这话 几位豪门代表连连点头表示理解 凡人信念 要是真那么容易被利用起来 这片地界 也不至于一个香火神教的大派都没有 无论是大金光寺 还是十方教 对信仰之力的利用 都只是拿来打辅助 高层能起来 靠的还是自身天赋苦修 与门派积累 苏平拿着阵图回去了湖中洞天之中 慢慢研究了会儿后发现 这阵图果然是设计之初 就是为了散修都能看明白的 自己这种看阵法出泄和低能 看高数差不多的资质 竟然也能看着看着 就慢慢悟了 明白了这里面的道理 这让苏平隐约意识到 为什么阵图用料药那么好了 或许是大金光寺的 某种帮助大家理解的秘书 必须得用这种材料 才能够承载 这种秘书拿来读书的话 真是再好不过了 也不知道 以后能不能去大金光寺 请那么几位会这一招的高僧来帮忙 想来 只要诚意构足 他们也不会在意一些小细节吧 苏平理解了阵图 对接下来的法会 也随之充满了期待感 按照小金光寺的步骤 这次大型法会 只是起到了一个 对金确城周边居民大型心理暗示 和信念引导的效果 之后 他们会把一部分封印邪碎的法器 分发给各个大族 让这些人按图所计 在各地布置小型法会 来继续慢慢消磨邪碎 没办法 一直以来封印的邪碎 实在是太多了 磨灭邪碎需要的时间 又太久了 要不是此次邪气潮爆发 恐怕各大先门 还是只会继续嫌麻烦 而选择封印了就好 哪怕是小金光寺 也吃不下上面给的那么多邪碎指标 必须分润下去 才能得到更多的奖赏 而对于凡间的世家豪门来说 只不过是以后一日三餐时候 让族人 雇农们多麻烦一些 对于能换取修仙物资的功德而言 这点麻烦 算不得什么 更不要说 这些麻烦辛苦的是 下面那些人 功德却是老爷们来担 这是比拼各家可控制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吗 苏平看明白后 再看看到手正途 心中起了一丝小心思 大金光寺的功德榜 听起来就是了不得的东西 上面可以兑换的灵物 大半自己估计都没听过 苏平开始写信给先门里的熟人 甚至包括那位云直士 如果这功德榜兑换方法 和正途一样简单易懂的话 说不得自己可以把另一个世界的信徒们 给利用起来了 相信那些知道自己 真的在斩妖除魔的信徒们 一定会发自内心地感恩自己吧 两天后 一个风清气爽的早晨 伴随着温暖的阳光照耀 在了金雀城的城头上 动 法会敲响了青铜钟 声音响彻会场 甚至城内都能清晰耳闻 随后 一位披着华柜袈裟 肥头大尔富贵向的大和尚 从高空腾云落下 这是一位炼气圆满的高僧 只是看上一眼 苏平就感觉到了 对方宛如山岳一样浑厚气息 这位是小金光寺的库房长老 为了举行好法会 小金光寺高层几乎全出动了 那位主持听闻 是去了金峰城那边 因为那边传闻有邪修出没 苏平身边 赶来与会的几位修仙家族修士 窃窃私语 声音虽小却没有秘语 显然也是在故意提醒周边 那些凡人散修来者身份 让他们莫要失礼 大和尚很赶时间 这一天下来他还得赶至少五个场地 所以他在阿弥陀佛了后 马上进入正题 开始如诵经一样 以佛家谚语如同广播一般 把声音灌入到了方圆十里 遇会者的耳里 哪怕不看佛经的人 也能在听上几分钟后明白过来 为了能够消除 带来灾祸的邪碎 需要他们向佛祖祈祷 我佛慈悲 这祈祷必然会得到回应 从而消除掉那些灾祸之源 苏平一边听 一边把大和尚的经文记在心头 他已经寻思好了 有机会就让故乡的高僧也念一念 做不到十里传音没关系 有大型广播帮忙保证传得更远 没有灵气激活阵法也不要紧 灵时可以作为暂时的能源 来激活法阵 邪碎法器更是可以白拿 剩下的就是看看 怎么安全地用这些法器换功德 然后功德换灵物了 从知道了这里是修仙界之后 苏平心中就一直藏着一个天大的野心 他要逍遥长生 甚至可以的话 要如神话那般超脱天地 成为永恒不灭的神圣 但是在这之前 他还需要按部就班的炼器助击结晶丹 而后成员阴入化神 在成仙做祖求得两界长生 钓鱼游戏的到来 让苏平看到了自己这一野心成功的可能 苏平在摸索了这段时间的金手指后 却也明白就目前钓鱼游戏提供的资源 确实让自己有了和其他天交一样 站在同一平台的资格 可是想要求得长生 自己只靠钓鱼游戏和故乡的科技产物 显然是不够的 净化灵药只是让自己有了无数次突破失败 还能重来的机会 无论是注击还是后续的结晶丹 都少不了关键的修行功法 此外 修行上去之后的神通法术 以及各种关系到未来晶丹成就的本命法器的炼制 也是离不开天地灵物和各种秘书加持的 这些都得从修仙界里获取 在其他修士眼里 到了这一步就得去争取抢去与天争命 从而在大限来临之前突破延寿 苏平与他们相比多了一个钓鱼保底 无一可提前获取大量资源以筹备未来之需 有这样的优势 不利用起来不是一个有野心修士所为 狗归狗 能极低风险 甚至无风险拿好处时候 该拿还是要拿 毕竟 目前的钓鱼游戏里 可是并无严寿之物的 苏平求长生 可他现在 还不是长生之躯啊 功德榜到底有多大好处苏平 现在其实并不知道 但是这不影响他未雨绸缪 至少目前情报来看 大金光寺 作为不亚于赤渊仙门的正道大派 还是面对全修仙界的榜单 没点好东西 对得起这波造势 精确成郊外的法会 那位炼气圆满的大和尚 在反复诵经了一小时后 道了一声阿弥陀佛 谢绝了各个修仙家族 代表的邀请 便急匆匆地重新腾云而起 远离了法会现场 没办法 场次太多 时间浪费了下一个场次 可就会迟到了 而在大和尚离开之后 阶梯的僧人水准大将 也就那些信徒们 继续听得如痴如醉 其余大部分人 许多连浅信徒也算不上 多是被主家逼着前来凑数 不过被那篇经文 反复催眠一样 种下心理暗示 只要不是被坑过 心里本能反感佛门的 跟着僧人念咒时候 情不自禁 都会出现磨灭邪碎的信仰念头 而后被正法 吸收转化 并注入到法器之中 苏平也得以看到 那些封印邪碎的法器 款式因为仙门不同有所区别 不过都很精致小巧 小的如同成年人牙齿大小 大的最多也就普通人 小拇指大 邪碎没了邪气后 只会剩下肉眼难见的一点 结晶颗粒物 封印法器造大了 也是浪费材料 并且这些邪碎结晶体颗粒物 到目前为此 还无人发现其作用 否则也不会再意识到 这玩意会引起邪气潮后 那么大大方方 把这些封印法器给放出来了 而有可能的邪修夺取 破坏封印法器的可能性 其实也是极为罕见的 这些结晶颗粒 对修饰无用 对邪修同样没用 邪碎之间从来就不是一体的 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好似互为异端一般 仇恨比异教徒还大 被邪碎潜意识影响的邪修们 能互相克制不去内斗 已是不错了 哪里会去解救竞争对手 至于邪魔界与修仙界之争的大格局 对这些邪修们来说 实在是太遥远了 更不要说 每一件封印法器 都出自金丹大能之手 随时批量产物 却也不是住击之下的存在 能够破坏的 而住击之上嘛 若是因此暴露了人间身份 对修仙界而言 反倒会是一件好事 法会散去 苏平回到了领月山庄 把大和尚的经文 还有僧人引导众人祈祷的套路 全部默写了出来 然后细细看了几遍 越看越发现 这里面很多知识 涉及到了心理学方面内核 这些僧人许多东斜 和故乡的同行们 不能算一模一样吧 只能说十分相似 许多道爷高僧神父们 某种意义上 也算是优秀的心理医生了 甚至可能在面对 虔诚信徒的时候 比心理医生干得更好 更专业 很有参考价值 以后有机会了 可以改得接地气一点后 拿给故乡的高僧们 背诵全文 只要诚意足够 高僧祈福必获法会上 加点驱邪篇章 不过分吧 至于信徒质量 故乡前信徒多了点 可修仙界的信徒质量 也高不到哪里去 加上那些遇到大便之后 往往变得格外虔诚的信徒们 作为核心 质量不够数量凑 理论上应该问题不大 苏平在心中 只是草拟了一个计划 倒不是准备马上就去实验 然后大规模磨灭邪碎了 在苏平看来 这会是一个长远的 细水长流的生意 最好的结果 自然是让其作为 钓鱼游戏的有力补充 让自己可以顺利筑击 并获得功法 领保等支持 并学习到适合自己的神通 水蓝星 东王冠 周璇小道长喝着苦茶 看着苏平 给的修仙记忆书籍 为此他推掉了好几场父母安排的相亲 引起了母亲很大的不满 要不是他前段时间展露出的修行见解 让恩师极为欣赏 主动安抚了父母 只怕周璇的家人 就要肉身杀到此处 扰乱他的清修了 周璇感到了紧迫 越发努力读书 靠着临时供应法力 周璇这段时间 看完了苏平给的书籍 并不断温习其中篇章 并在脑海里进行模拟假想 忽然周璇激动了起来 却是脑海里感觉到了 云来仙境的召唤询问 周璇连忙收好书籍 然后闭目回应了过去 下一瞬间 熟悉的感觉袭来后 感受到比上次还要充沛 灵气浓度的周璇 差一点舒服地呕呼出声 而后周璇睁开眼 发现自己在那极为古雅的庄园后院 只是眼前还是没有道长熟悉身影 而是上次接待自己的那位白鹤童子 浮在半空好奇打量着自己 周璇赶紧朝着白鹤童子行了一礼 炼气入门的他 更能感觉到这位仙童身上的蓬勃气息 如山如海 深不可测 小道长 仙师让我带话问你 你这几日可有看书 仙师在上 弟子不敢乱语 弟子这段时间都在用心读书 已经通读了所有记忆 只是 究竟能不能学以致用 却还未知 周璇赶紧老实回答 然后他发现 眼前的白鹤童子 文言微微点头之后 伸出白膝小手 指向了一个方向道 既如此 那就实地操作试试看 你的天赋如何吧 周璇随着白鹤童子手指方向看去 顿时发现 这前院小桥流水假山旁 多了两块田地 一间小型工房 以及一座炼丹炉 边上还堆着一些材料工具 显然是要现场考察自己所学 湖中洞天的赵月 听风阁后院里 那些事关修仙记忆的场所与材料 自然是苏平提前从修仙界带来 并放置于此的 为了保持逼格和神秘感 苏平继续让白鹤童子出来 与那周璇见面 并安排了相关记忆的考核 考核相关天赋的流程 苏平还是很熟悉的 毕竟没有钓鱼游戏帮助的时候 为了筹集修行资源 他没少在外门为师兄弟们打工 周璇站在原地深呼吸了好一会儿 才咬牙靠近了炼丹炉 忘了忘到自己腰不高的青铜色炼丹炉 周璇尽管在读书时候 就思考过现在这场面 临到考时 还是忍不住心跳加快 手心冒汗 好在他已经是炼气入体的修士 紧张稍微褪去一点后 记忆里的知识便浮现了出来 黑铁草三根 红玉果六枚 不对 按照书中所说 这红玉果应该和灵泉水的比例是1比5 需要加曼陀罗 溶液调和 还有白糖 需按量添加一斤二两三千 周璇手脚麻利的操作者 称重用的是取巧的电子秤 取水也是用的有刻鲁的试管 和玻璃水瓶 这方面 苏平没有为难周璇 他还是很开明 很支持科技与修仙互补路线的 能用 好用 可以用的东西 那就要大力支持 不对 总觉得有些地方 我没想明白 实际操作后 周璇才意识到 书上的东西水有点深 从配置开始 就冒出了不少 没有标准答案参考的问题 毕竟 那些修仙材料 从来就没有一项是和书上写的一模一样的 要考虑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太杂了 守道明远德 神针英太和 智诚宣玉典 中正眼玄科 呼 日道大红 玄宗显妙 周璇默念着修行时候 各派口诀 渐渐地竟是完全定下了心来 伴随着他把法力输入到了驱火旗上 轻贺了一声 火来 碰 驱火旗喷出了火焰 入了炼丹炉底部 点燃了那儿的灵木焦炭 刹那间 一股淡淡的松木香气弥漫了开来 也让周璇精神为之抖擞 一小时后 结束了一轮脆体修炼 正在主人房里喝着糊骨酒 吃着烤牛肉的苏平 听到了一声巨响 他不由猛地转头 看向了后花园方向 炸了 苏平带入到了白鹤童子视角 立即发现变成了黑炭正在咳嗽 不过没什么大碍的周旋 以及炸开了盖子 腰部破开大洞的炼丹炉 等等 这是 成功了小伴吧 苏平仔细看去 发现在破裂炼丹炉的内部 竟是有成型的七八枚废丹 第一次炼丹 炸炉应该是火候问题 并且 这炼丹炉也只是散修们用的便宜货 后续改进会好许多 但是能第一次炼丹就有成果的 哪怕只是最简单的 连一阶单方都算不上的 五股丹里的废丹 那也是极为罕见了 此子 有成为炼丹师之资啊 苏平心中欢喜 暗叹有此天赋 周旋已然让自己收回了之前那点投资 却也没有出面表扬 而是让白鹤童子 吩咐周旋继续考核 并在炼丹方面 给了对方一个勉强及格的评语 以防止对方骄傲 周旋可不知道 大部分入门弟子 第一次炼丹 往往是一无所获告终 想要炸炉 也得先有把炉炸了的本事才行 周旋还以为勉强及格 是白鹤童子看自己努力了 可怜的结果 他来到小溪边 取水稍微清洗了下身子 便开始接下来的考核 福禄一道 周旋用了半个小时 证明了 他在此道上那时 哪怕有一点天赋 也不至于一点天赋都没有啊 便是灵魔 周旋也画不出一道 有神韵的伏笔出来 倒是在制服皮方面 还算能看 起码比苏平当年打工时候 还要快一些 也说明了 周旋在制气方面 或许也有点天赋 只是也不多 支撑不起 他在这条大道上远行 最后的种田这块 好吧 只要不是种植相关特殊灵体 其实在种田方面差别不大 都是照本宣科 按时浇水施肥除虫即可 在这湖中洞天种田 灵气管构 没有害虫影响 只需要按照作物需求 浇水施肥 倒是能更轻松一些 那两块十平方米不到的灵田上 周旋松土挖坑 种下了灵草种子 而后浇水施肥之后 便算是完成了这次考核前期准备 修仙记忆 你在浮禄和制气上不合格 白鹤童子按照苏平传话 绷着正太脸 对着周旋严肃道 所幸 炼丹方面你勉强及格 种田方面更看细心和责任心 等你照顾这两片农田到收获后 我会根据灵田产出 再来给出最终平和 这会需要你待在此地七到十五天 你可同意 周旋文言连忙点头同意 能待在这灵气充沛之地 傻子才会不同意呢 先师吩咐过我 如果遇到要耗时教场考核 可以先将你送回去一趟 以免长期不在 令家人担心 白鹤童子说完 周旋便继续点头认可 确实 一周到两周 他是爽了 让恩师和亲人担心 却是大可不必 而请假理由 他一早就寻思好了 就说是修行遇到心脏了 他准备去游历世界上的大好河山 因为是立心之旅 他不会携带一切通讯工具 联系不到 那是情理之中的事 数小时后 周旋重新回到了湖中洞天之中 旋即看到了炼丹炉 已经换成了新的 同时 白鹤童子为他在田地旁 放置了一座 和帐篷差不多的茅草屋 行了道理 感谢了白鹤童子的茅草屋后 周旋便走进去了屋中 看到了屋里放置的简易稻草床铺 以及生活用品 粮食和水 看似生活艰辛 周旋却是露出满足的笑颜 只要能继续待在这云来仙境混灵气 别说茅草屋 就是睡在桥洞底下喝西北风 那也是极好的 白鹤童子准备离开了 提醒了周旋一声 你还不是正式弟子 切勿离开后院 否则容易引起助手神兽震怒 平时有空 你可以读书 更可以继续尝试炼丹 损坏物品和材料 我会每天过来补充 小道长 你是有炼丹天赋的 莫要辜负了这一恩赐 多谢白鹤先师提醒 周旋 必不忘今日之恩 周旋可不敢喊白鹤童子 他连忙感激地谢过 然后再目送白鹤童子 展翅高飞离开后 收回羡慕目光的周旋小道长 先是不放心地看了看灵田 这才重新来到了炼丹炉面前 开始了人生之中的第二次炼丹 看到周旋小道长那么精神 那么主动地参与到炼丹事业之中去 苏平心中颇为欣慰 随后 在接下来的一轮修炼中 似乎是因为这段时间 心情愉悦的缘故 苏平只觉得体内法力蠢蠢欲动 脑海里冥冥之中 似乎多出来了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感悟 突破契机那么快就到了 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 湖中洞天的灵气浓度 不亚于外门洞府 我还每日补充那么多丹药和妖兽肉 就是内门弟子也没有我这待遇吧 苏平深吸了口气 静下新来后 身上法力运转速度也继续加快了少许 既然是自发契机而非自己抢球 那说明自己在炼气五层上的打磨 已经到达了极限 那就无需继续压着不突破了 哼 苏平不断运转法力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只感觉体内某种阻碍突然间破掉了 浑身一阵间 苏平感受到了体内比之前多了五成的法力上限 随手张开施展欲物术 房间里数十公斤重的盆栽 竟是直接悬浮在了半空 炼气六层不仅仅是法力深厚 施法时候也更如意了许多 在外门弟子里 能达到炼气六层已经超越了其中大部分了 离可以担任外门直视的炼气后期也只差一个小境界 今日值得庆贺一番 嗯 就先来一把十连抽吧 苏平躺在了床上 取出了狐骨酒抿了一口之后 把二十条大青鱼换成了一百钓鱼硬币 旋即开启了上次钓鱼都没舍得抽的十连抽 刷刷刷 这次十连抽八普通二珍锡 倒是比之前的只有宝底一珍锡烧好了一点点 黑槐树 特殊建筑 品质 珍锡 湖中洞天专用 不之后会略微改变周边地形 每七天可供奉一次渔获 换取未知奖励 浮华如梦寺 主体建筑 品质 珍锡 湖中洞天专用 不之后可略微增加灵气产出 主体建筑 那不是暂时没用 这黑槐树看起来和买谷地 就是一个画风的 倒是可以让它们作伴 苏平换出了黑槐树 发现这竟是一棵至少百米高的大树 并且树皮上各个方向都浮现出了一张张巨大苦着脸的老奶奶脸 让苏平强烈怀疑 这特殊建筑的原型就是辽斋里面的树妖老了 也不知道那为之奖励会是什么 可以召唤各种妖鬼的骨灰罐吗 如果是能召唤出强大妖鬼的骨灰罐的话 自己也不是不可以接受 刷 白米高的黑槐树出现在了埋谷地身侧 高大茂盛的树冠遮掩了大半埋谷地土坡 此时此刻 如果站在埋谷地那土坡上 便会看到一片阴气森森的墓地 以及墓地后方 那几乎遮蔽了视野的人脸大槐树 再配合四周的迷雾 还有那些鬼哭狼嚎的鬼火幽灵 这地方完全就是一副大反派老巢的阴冷恐怖画风啊 好在针对这样的画风苏平心中 已经有了对应的马甲 邪派老修行 蜀道人 比起和东王冠有缘 一看就是正派人物的哲仙人 苏平私下以为 一个邪派修行者形象 更能让以后打交道的那些土豪们 自发地懂规矩 知进退 明示力 毕竟 总有人会情不自禁地觉得 君子可以欺之以方 会拿着枪指向老实人 却在面对那些 真的敢不问青红皂白 物理动手打人的恶人时候 选择主动示好 并学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 为他们辩解 苏平戴上了用黑墨 绘制出老鼠图纹的白色面具 激活腰间 幻术玉佩 改变了身影 眨眼间 一个老太龙中 戴着遮住整张脸鼠纹面具 触着拐杖 看似垂垂老矣 却又浑身散发出阴冷凛冽气质 让人望而生畏的鼠道人 诞生在了这赵月听风格的主卧室中 苏平打量了下自己的新形象 修改了一些细节后 微微汗手 幻术玉佩品级低了点 也就忽悠 炼器一二层的散修和凡人 修为更高深一些的 就会发现我在伪装 不过在水澜心上够用了 就是被监控视频 或者卫星拍到了 也认不出我的本体来 他们只会去找一位 看起来快要老死 正在急切寻找传人的邪修鼠道人 结结结 苏平化身鼠道人 试了试反派的招牌邪校后 满意地前去了买谷地 买谷地里积累的能量 已经可以召唤幽灵 苏平好奇地选择了召唤 然后就看到一朵蓝色鬼火 从脚下黑色泥土里 缓缓冒了出来 而后这朵鬼火 不断膨胀变形 并最终化作了一个 类似灯神的 半透明蓝色幽灵 这幽灵看起来像是一个吐着长舌头的吊死鬼 五官模糊分布清性别 上半身穿着兽衣 下半身则是一缕不断翻滚燃烧着的鬼火 力气和普通人差不多 除了卖相 没有其他特殊能力 甚至能被物理攻击打散 也就是 除了当个打杂 就只能当观赏物了 不过毕竟只是珍惜建筑的附送品 代价还那么低 也还能理解 苏平把目光投向了黑槐树 和买古地的附送品比起来 这特殊建筑的赠品更值得期待 不过 他现在没有珍惜鱼货 就算有 也没有奢侈到拿出来换取赠品 所以 还是只能期望 大青鱼能够换点好东西了 等级提升之后 大青鱼出货量明显提升 苏平倒也不会为一两条心疼 黑槐树每次只要一条 苏平没办法靠数量对质量 只好拿出一条大青鱼 扔给了黑槐树 扑吃 黑槐树正中心的人脸微微张嘴 吐出了几根漆黑枝条 卷住了还在半空的大青鱼后 迅速拖回去了嘴中 一阵牙酸的声音发出后 一枚种子被吐了出来 缓缓飞到苏平面前 古怪树种 一次性消耗品 范围10米 使用后无视目标三阶以下防护 直接在目标体内 瞬间生成怪异树藤 树藤随即产生剧毒 吸血 麻痹 三种负面效果 持续到被清除 或目标生命值归零 这东西有意思啊 看完介绍 苏平眼前一亮 配合自己作为体修的战力 如果逼近了对手 哪怕这数种示弱机 也能第一时间打乱对方的节奏吧 生死对决之中 这刹那间的失误 足够一个体修 打上几十拳 或者砍上十几刀了 更不要说 如果遇到某些特殊场景 比如某位大佬 在控制阵法放大招 这时候 给对方来上一课 对面还不立马被大招反噬重创 苏平留下了周旋小道 长在湖中动天继续努力 自己则是先用了一天时间 来往两届 用完了这一周的钓鱼次数 这周两边钓鱼点 一共刷新了120次 获得了80条小青鱼 和40条大青鱼 同时 也让目前钓鱼经验 得到了提升 目前钓鱼等级 三级 4401000 之后 苏平从水库钓鱼点 回到了东王冠稍作休息后 苏平没有着急回去修仙界 而是沿着当初前往边境的路线 又走了一遍 只不过这一次 通过包括群署在内 多种方式收集到的信息 让苏平心中 已然有了下一步计划的人选 并派出了零署小白小灰 带上邀请函 为这些好运的家伙 派发先缘 数小时后 距离榆树市百多公里远的一处县城内 当地最高的酒店顶层 这整个不对外开放 一整层都被打通 改造成了大平层豪华套房的一间浴室内 刚刚起床 习惯了泡一会儿热水澡 在处理工作的黄总 刚刚走进浴室 目光就从已经智能化灌满了热水的浴池水面离开 看向了旁边放着红酒与酒杯的小圆桌 在那淡白色的圆桌上 竟是不知何时多出来了一张黑色的名片 黄总瞳孔微微一缩 他这人越老越谨慎 记忆力也一直极好 脑海里确定晚上离开时候 那名片还不在呢 这是 有人大半夜潜入了进来 放在了那儿 黄总一时间心中闪过了多种猜测 地产起家 产业遍布县城衣食住行的他 也算是县城里的首富之家了 不过他一向为人低调 中老年后更是热衷慈善事业 奢侈享受也都是私底下偷偷用 前段时间更是收缩了事业 主动避免了与人争利 他都这样稳了 还能招惹到狠人 不应该啊 黄总没着急 去看那名片 而是拿起了手机 展开成了平板电脑大小后 他打开了录像 不得不说 这位首富是一个狠人 自家浴室也安装了隐蔽监控 然后 这黄总瞪大眼 看到了让他大半辈子 树立起来的世界观 出现了裂缝的画面 这张黑色名片 竟然是一小时前 缓缓飘浮在地面上 而后顺着小圆桌的凳子角 一路飘浮到了桌面上后 才轻飘飘地落下 这黑色名片是自己飞过来的 现在有这样造型的无人机了 不对 这名片太薄了 没可能是无人机 黄总此刻好似江湖的脑海里 情不自禁冒出了这一个大胆的可能 这名片成精了 黄总目光看向了圆桌上的黑色名片 呼吸急促了起来 他走了上去 拿起了名片 下一瞬间 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这黑色名片 竟是在手指接触的瞬间 便有一段讯息 出现在他的视网膜中 今夜子时 聆听无音 有缘者静 无缘者退 黄总握紧了黑色名片 他心中隐隐有种感觉 此物对他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人到老年 能明显感觉到体力精力不行的时候 在恐惧死亡脚步靠近的同时 往往会在心里寄希望于神秘学 黄总和他的好友们 这些年赚的钱 事实上没少贡献给那些寺庙道观 以求心安 并且 黄总这几年 也学着其他人那样 一对一供养了一位 据说有真本是高僧的一切修行所需 有人听闻了 还劝了他 这是骗局 但是黄总和他的朋友们 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 还能不知道对方九真一假吗 关键不是究竟有没有用吗 每年去几天听课进修 至少他们接下来日子里 吃得香睡得好了 这对他们这些老了的有钱人来说 有这样的效果 便已经值了 只是这一切玄妙 理论上还可以用科学 用潜意识学 心理学来解释 可眼前这如投影没有实感 偏偏又能拿起的黑色名片 却是怎么看都不科学了吧 在黄总心绪起伏不定的时候 另外一座小城市的食品业大亨 物理学毕业 半路转行当了商人的他 则是坐在办公室里 拿着突然间 漂浮在了他面前的黑色名片 喃喃自语 物理学不存在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理 这个世界怎么可能真的存在 这种超凡现象 在这位陆大亨的脑海里 他是相信一些 难以科学解释的神秘现象的 但是那些 都只是难以复制的特例 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或者生命的奇迹 眼前这东西 代表的意义却是完全不同 还有那凌晨的召唤 如果真是自己所想的那样的话 现在去求到会不会被嫌弃年龄大了 苏平带着灵鼠小白小灰 把邀请函做成了黑色名片形状后 分发了出去 邀请函上出现在眼前的讯息 则是苏平的一点上不了台面的小戏法 至于那些人看到了漂浮的名片 不过是因为苏平拍了用隐身符咒 在灵鼠小白小灰身上罢了 不提前展露点神秘 那些被选中的又怎么会认真重视 想到这些被选中者 苏平默默在记忆里 过了一遍他们的资料 他们基本都是小城市 或者县城里的地头蛇 小土豪 掌握了一定生产资料 但是不多 影响力限制在一地 离开家乡 就是一普通有钱人 这让他们哪怕有了小心思 也会因为能力有限而作罢 更不可能靠在物资 现金上计编号等笨办法来追查 因为他们根本没那能量 去追踪自己提供的物资 究竟用到了哪里 然后 他们却又可以在自己的产业说一不二 能直接动用一部分人力物理 而不需要面对各种审批和监督 此外 他们的经历和性格 也让他们做不出那种 把机缘暴露出去的蠢事 算是苏平精挑细选之后 认为是目前的自己 可以掌控的合作对象 想要快速又稳妥地 利用其水蓝星的资源 这一步棋苏平必须去走 只靠周旋小道长 恐怕是连白糖贸易都难以维持 好在有了湖中洞天后 主动权得以掌握在了苏平手中 苏平回到了湖中洞天 化身蜀道人来到了买谷地 等到时间一到 苏平立即动用了湖中洞天的邀请权限 向那些拿着邀请函的目标人物 发出了邀请 顿时 无论是黄总 还是陆大亨 或者其他的几位土豪 都在这一刻倒吸了一口冷气 暗道着 这竟然是真的同时 在厕所 在卧室 在地下密室里 看着时间等着的他们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意 接触神秘 了解神秘 然后借助神秘超凡脱俗 这是这些被选中者们 拒绝不了的诱惑 杀 周旋小道长体会过的 眨眼间 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幻 这六名选中者 也紧跟着体会到了 只不过和周旋看到了 云来先进不同 这六位富贵人 却是出现在了阴气 深深的埋谷地里 第一眼看到的是 好像吊死鬼一样 来接待他们的幽灵 是远方那遮天蔽日的人脸大槐树 并在四周会鬼库狼嚎的鬼火环绕下 瑟瑟发抖地 迈出了在湖中 动天的第一步 这 这环境 怎么和想的不一样 黄总不断擦着额头上冒出的汗珠 目光时不时看向四周 似乎是想要寻找到一条生路 只是四周 除了迷雾丛林 还是迷雾丛林 黄总怀疑 没人领路的话 单靠自己一辈子都赚不出去 另外几人也是同样不堪 跟着幽灵 同时把战战兢兢 表现得淋漓尽致 陆大亨低着头 走在队伍最末位置 他同样心慌不已 并下意识觉得自己是被催眠了 不过 很快他就感觉到 这环境虽然阴气深深 空气却是格外的清爽 呼吸之间 自己本该疲惫不堪的身躯 似乎在恢复活力 买谷地现在还不大 全靠阵法家迷雾 影响这几人的判断力 数分钟后 幽灵带着他们兜了一圈 这才来到了山顶上的简陋农庄 农庄不大 也就三间连排着的茅草屋 然后在屋子前院 摆放着一个石头圆桌 和六个圆凳子 黄总看向那些石凳子 再看看自己等人的人数 隐约猜到了 他们的目的地到了 果然 带路的幽灵朝着那些石凳子一指 发出沙哑难听的声音 去哪 坐 黄总听到这命令 语气有些恍惚 多少年没有听到这样的语气了 自从发家之后 无论是来检查的 还是去见那些高人 大家都是客客气气的 他黄总这辈子还受不 好吧 还是能继续忍受这点委屈的 六位富贵人 对着幽灵露出了谦卑笑容 而后围着石桌子坐在了一起 吱吱吱 屁股刚刚坐好 茅屋四周就传出了响动声 玄吉 黄总 陆大亨等六人 惊恐地看到四面八方 竟是出现了大量的金状老鼠 汇聚在了他们周围 把他们团团围住 好在他们六位都没有密集恐惧症 不然非当场昏迷不成 结结结 在感受了鼠秒的群鼠包围下巨大压力后 忽然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打破了这股压抑 伴随着声音 茅草屋的房门被打开 杵着拐杖 带着鼠纹面具的鼠道人 缓缓走了出来 在六人眼里 地面上密密麻麻的鼠群们 如同潮水退去一般 为这位老修行让开了道路 然后好似众心拱月一样望着他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黄总等人总觉得 这些大老鼠都是通人性的 他们看向那位老修行的眼里 充满了敬畏和一丝狂热的疯狂 看到鼠道人走向了他们 意识到 这大概就是正主的六人 齐齐站起身 弯起了腰 脸上挂着笑 态度要多和蔼 有多和蔼 肃平扫过这六人 握紧拐杖 轻轻敲了敲地面 顿时 清风吹来 吹走了小院的雾气同时 也让鼠群如来石一样 退出了小院外 消失不见 老朽埋谷地鼠道人 见过诸位有缘人 见过仙师 黄总等人 没听过埋谷的名号 不过这不妨碍他们 做出如雷惯耳的表情与动作 同时在心中 暗暗记下了鼠道人说的每一个字 准备有机会回去的话 一定要好好分析研究 此外 配合刚刚到鼠潮 这道号 也令他们多少有些不安 动作也越发局促了起来 鼠道人微微汗手 对着这几位凡人 没有过多客气 挥出衣袖 施展了玉物术 配合储物袋 当场表扬了一番 秀里乾坤的法术 让圆桌出现了一个茶壶 和六个茶杯 而后那茶壶 在玉物术帮助下 漂浮了起来 为六人各道一杯热茶后 坐 鼠道人一声令下 还弯着腰的六人 连忙碍了一声应声坐下 不要怕 老朽也不是什么恶人 这次叫你们这些有缘人来 也只是有些事 想要找人来帮忙罢了 鼠道人说道 这顿了顿 果然 六人里立马有位戴着假发的 开始顺着话道 仙师有事找我们 是我等的荣幸啊 仙师尽管吩咐 就是倾家荡产小黄我眉头 也不眨一下 是啊 我也是这样想的 还请仙师尽管吩咐 其他几位也是人惊 听到有人抢先开口 也连忙附和了起来 生怕慢了 被认为不实抬举 事实上 要不是眼前这位鼠道人 和周边环境 实在是画风不对 还有那高高在上的人脸槐树 无意间看上一眼 都能带给他们极大的心理冲击 其中几位脸皮厚的 怕不是早就一个猛虎下山 以头着地 跪求仙师收徒了 哪怕不是正式弟子 记名的也很好 再不记杂役 也不是不可以接受啊 仙缘面前 脸皮算得了什么 望着六人 那又怕自己 又对自己渴求贪婪的神情 苏平很满意 并对自己这化身 也很满意 蜀道人这马甲很俗气 一听就很不正经 甚至带了点猥琐气 第一印象就不好 可在苏平看来 他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才选了这么一个马甲 就得这么没逼格的马甲 才适合与眼前 这些家伙接触 并方便提出 各种有的没的要求啊 在这些人看来 这样的俗气邪修 才会有求于他们这种 有点实力 但不多的小老板帮忙 并会在遇到了 各种不对劲的要求后 自发为其脑补理由 不然 苏平要是用云莱建仙的身份 与这些贪婪商人接触 然后提出了各种世俗相关的要求 不说画风对不对了 等这些人回去之后 自己也会心中嘀咕 人设崩塌了吧 大魔头也同样如此 什么黑山老妖 那还不得直接占山为王才对 跑去找几个小老板 要人力物力算什么画风 是有反常必有妖啊 并且更重要的是 蜀道人这样逼个地的反派画风 才更容易被潜意识认为心胸狭窄 喜怒无常啊 这等邪修 就是行卑鄙小人之事 不要脸的 去以大欺小报复普通人了 看起来也很合理不是 从而直接在这些有缘人心中 提前就埋下了一根刺 让他们一开始就没那拿枪 指着好人的胆子 无形之中 便能省去了苏平许多麻烦 你们的心意老朽收到了 你们的态度 老朽很满意 先喝茶吧 不是好茶 对你们来说 却也算难得一见的灵茶了 蜀道人等众人复合声落下 才重新开口 而后 黄总等人目光看向了茶杯里的茶水 哪怕隔了一段距离 这茶水闻起来也好香 可是想想 这一路上的经历和蜀道人的形象 他们脑子里首先浮现出的是 慢性毒 蛊虫 下咒等等不好的词汇 只是 黄总瞟了瞟 似乎在阴森森盯着他们 气息越来越冷的蜀道人 一咬牙 第一个举起了茶杯 一饮而尽 旋即 一股热流从腹部流窜而出 令他全身暖洋洋地 说不出的舒服 其余几人也紧随其后喝干了热茶 也都察觉到了这茶水好处 他们却不知道 这些茶水都是金雀城那边散修送来的茶叶墨子泡的 苏平开始钓鱼之后就没喝这种低劣品质的灵茶了 并且就这一壶茶 前面泡的几壶还被小黑猫和小狗先喝了 现在这一壶能起到的恐怕心理效果要远大于实际作用了 不过看起来 对这些第一次接触到了非凡物质的普通人而言 起码短时间里还是有点感觉的 等到他们喝完热茶 眼里出现惊喜色彩后 苏平才继续沉生道 老朽之所以找你们来 也是老朽没几年好活了 所以啊 一些规矩也就管不了我了 听到眼前这超凡老修行没几年好活 黄董等人并不欣喜 反而后背开始发凉 无敌之人可怕 快死了 敢无视规矩的超凡修士 怕不是更可怕 他们连忙站起身 弯腰做席耳恭听状 嗨嗨 老朽不怕死 只是不想买骨地断了传承 所以 一方面 老朽想要你们帮忙找人 另一方面 老朽打算炼丹制器 也需要你们提供部分物理 作为交换 你们都可以作为 我买骨地的寄名弟子 寄名弟子 黄总等人 全都是老奸巨华之辈 哪里还不能从 蜀道人的三言两语里 多少知道对方 其实也是一个窘迫的邪修 搞不好这什么买骨地 就他一个老修行了 其他的不是上不了台面的鬼物 便是那些古怪老鼠 至于那人脸黑槐树 压迫力实在是和蜀道人相差太大 黄总等人 倾向于此处是这买骨地的门派 难以轻用的抵御 甚至只是合作伙伴关系 不然 这蜀道人 何必绕那么大圈子 找他们这些人过来 还直接开出了空头支票 像集了他们 给员工们画大饼时候的做派 他们对自己的本事 还是很有逼数的 在渐渐回味过来之后 已然意识到 能让他们帮忙的修饰 不可能是什么顶天的大能 只是看破不说破 这六人心中明白 若非是如此窘迫的超凡 他们这些不上不下的 恐怕一辈子都不知道世界的真相吧 他们 恐怕还会被那些所谓的高人 拿着各种套路说辞给忽悠呢 记名弟子 不 这是一张万经不换的超凡入场券 黄总等六人 都心照不宣地 朝着蜀道人行礼 并表现得一个比一个感激涕零 苏平心知他们 在想什么 反正 他就那么随口一说 等到这些人真把事情办好办成了 他心情好的时候 或许会给他们一点好处 修仙资源是不可能的 但是精确成苏平用不着的 舞者相关资源 尤其是那些能用金银 买到的资源 倒不是 不能作为胡萝卜 给他们尝尝滋味 这些舞者资源 就算在水蓝星效果不打折扣 除了强身健体外 也就是修炼出一个力能钢顶 气血如虹出来 这样的本事 要是在古代自然能闯出一番事业 在现在这社会 或许能走一走体育明星的路子 至于其他的 就只能说一声 大人 时代变了 苏平开始交代要求 除了要求他们 为自己收集各种珍贵药材 宝石乃至特殊金属来进行实验 大量白糖等交易物 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 最重要的 就是让他们尽可能收集血液样本 以方便自己使用血脉石板 看看 有没有哪位信任 拥有特殊灵体了 苏平还是很希望 能有一位适合种田的灵体打工人来 帮助自己种植灵植的 等以后抽卡抽到了 真正的湖中动天专用灵田 再配合专业种田打工人 自己靠着湖中动天 自己自足的目标就能够又进一步了 当然 对外的借口 自然是买谷地鼠道人 要通过血液样本 寻找到最适合他这一脉的传承者 而在知道了这一点的黄总等人 心中已然决定第一批样本里 自然是自己以及亲朋的优先 毕竟 这可是超凡机会 肥水能不流外人田 最好还是不要留为好 要猜 宝石什么还好 在得知大量白糖 以及某些敏感物之后 黄总壮着胆子提出了建议 希望能够把交易地点 放在东方古国之外 毕竟 随着智能化大数据化的 不断更新换代 这年月 已经连自己挖的黄金都不好出手了 就更不要提那些敏感物资了 越了解这方面管控手段的 越会心惊 以至于听到收获的这边收获那边 就去备案 也会见怪不怪 倒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 直接选择容易模式 比如那邻国尼尔博 就是一处不错的交易地 那一直以来 都有大量东方古国人去投资并居住 他们这些人去那也能很轻松 靠着设厂经商等名义 合规地收购到所需物资 苏平对此自然没有意义 他这马甲又没有距离限制 在商定了下一次聚会的时间后 黄总等人只看到那戴着面具的蜀道人 举起拐杖猛地用力敲了敲地面 刹那间眼前一阵天旋地转 再度回神时候 他们已然离开了那阴气深深的埋谷地 回到了来时的地方 啊 黄总站在地下密室中央 尸声叫了一声 旋即他喘着气 快步拿起了放在一旁的手机 出于谨慎 也怕对方误会 他去的时候 没有带任何科技设备 不过在这地下密室 他却是装满了各种能买到的监控仪器 黄总打开了监控画面 并开始拉动时间条 很快 黄总就看到了 自己突然消失在了密室里的画面 真的 一切都是真的 监控拍下来了 我真的被召唤去了一处秘境 哈哈 那蜀道人是真的 那记名弟子身份也是真的 狂喜 激动 玄机脑子里冒出了一个个大胆的想法 只是回想起买骨的和那蜀道人的画风 再开始怀疑 自己已经下毒的那杯 不知道有没有加料的热茶 黄总打了一个寒颤 飞速抹去了脑海里那些要命的念头 那可是一个没几年好活 还没有亲朋好友牵挂的邪修啊 这样的家伙 自己那点手段再精妙 也没有用的 毕竟好人才会讲规矩 坏人只需要怀疑就可以了 而他们这些人 最怕的 就是这种有力量 还不讲规矩的坏人 在黄总等人看来 这坏人还是一位超凡 简直就是 在对他们进行降维打击 嘟嘟嘟 忽然 黄总注意到手机响了 这是他的私人手机 只有少数几人知道号码 不过 看到打来的电话号码 记忆力惊人的黄总笑了笑 并不意外 是那六人之一的陆大亨打来的 他们一起参与过酒会 多少算是熟人 对方发动人脉 知道自己电话并不算难 只不过在买谷地的时候 他们六人自然是都装作互不认识 黄总接了电话 双方在电话里 只是如同许久不见的老友一样 聊了一下家常 并在确定了明天的见面时间地点后 自然地挂了电话 哪怕还只是记名弟子 黄总他们 已然进入到了角色之中 开始如情报人员街头一样 谨慎了起来 苏平则是在演出完这一场开幕式后 吞去了蜀道人的装扮 为庆祝此次忽悠大成功 又奖励了自己一次十连抽 随着一次次普通划过信息流 终于 一道薄底紫色讯息浮现了出来 苏平只是看了眼 马上闪过一丝喜色 传送符咒 一次性消耗品 使用后 无视距离限制 立即传送到指定的湖中洞天访客身边 看起来 这只是一个游戏里很普通的 传送到好友身边的小道具 可是在现实里 苏平却从无视距离 立即等词汇看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绝佳的逃命道具 湖中洞天有三十秒冷却时间 回程符咒也需要施法时间 并且 他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 回来时候 位置无法改变 一旦运气太糟糕 碰到一个瞎猜出规则的狠人蹲点 那么这两道具 都不够保险 可现在这传送符咒 却是完美解决了这一缺陷 只需要安排凌数小白 或者小灰 提前远离 便让自己有了见识不妙 立即远遁千里 甚至万里的可能 想来 就算是那些助击大修 金丹大能 也做不到抓住 能瞬息千里万里的自己吧 当然了 哪怕有了这保命道具 传送符咒 苏平也没打算 就跑去主动招惹是非 毕竟 这可是修仙界啊 奇奇怪怪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谁知道那些助击大修 或者金丹大能 有没有什么特殊手段针对自己 哪怕苏平对钓鱼系统出品的道具效果非常信任 并早就怀疑 这些道具既不科学 也不修仙 而是涉及到了规则方面的力量了 无论是锁魂困命 还是各种奇毒诅咒 自己也有食狮子和净化药剂 以防万一 可是事关身家性命 自然是能不赌 便不去赌为好 周旋在种田炼丹 买谷地的寄民弟子们正在暗中建立联络会 并开始发动自身力量 为属道人办事 苏平见闲来无事 便也回去了修仙界里 按自己喜欢的节奏来 继续修炼日常 如此三日后 苏平突然收到了一封传讯 打开一看 竟是云家车队 准备停靠金雀城 稍作补给 苏平快步离开了领月山庄 很快就来到了城外观道 看见了一支颇为庞大的车队 除了牛羊马匹外 苏平注意到 有好几头至少四五米高的熊狮 也混迹在车队里 牵引着装满物资的车厢 这些熊狮也都是超凡物种 看他们额头上浮现出来的暗黑色奴纹 应当是被强行奴役的妖兽 这样的奴役妖兽 可比不上苏平在凡寿阶段就契约的零兽 主人再熟练 也只能好似训兽师那样 靠言语或者令牌来驱使 做不到苏平这样的如臂之事 不过除了苏平这样的异类 又有几位修士 肯去契约并培养繁寿 偏偏那些不是繁寿化龄的灵兽 便是从小长大 也会因为超凡本能 而很难再被修士的契约 烙印到心灵深处了 能做到简单的心意相通 就已经疏为不易 道友进来可好 车队里飞出了一位大修士 那位主持了拍卖会的云家大长老云渊 此人当初靠着主动撑开阵法结界 避过了大祸 后来事情了结 他也出来打扫了现场 没发现苏平踪影的他 却也不以为意 只当作苏平运气好 离开九夜山之后 正好和英面修士反方向远行 离开了后续 而来承恶蒙的清扫范围 还好 靠着食用妖兽肉 最近一直颇有感悟 苏平对着云渊行了一礼 看向车队好奇道 大长老 你们这就要搬去海岛了 是啊 族里老人们都有了决断 早走早好 云渊看着苏平 隐约能察觉对方练气中气的修为 和那一身脆体带来的蓬勃生机 这股生机让云渊也为之动容 他开始相信了几分精确成传出来的监察 使有体修天赋 甚至疑似相关灵体的传闻 因此 他还是很希望教好苏平的 也便在客套之余多说了一些真心话 道友或许有些事还不知道 但是我也不能多说 不过 最近一段时间 仙门帝界恐要山雨欲来啊 道友还需早做打算 是不可谓时候窃解 还有我们云渊的大门随时为道友你打开 云渊说到这 奉送上了一枚作为信物的玉佩 苏平拱手感谢 同时让金确成尽可能的为云渊车队提供了便利 云渊要离开 这是早就知道的事 但是他们跑得那么快 时间上那么果断着急 莫非真知道了什么不可说的消息 海岛啊 说起来 苏平还没试过去海钓 他从得到了这钓鱼系统之后 事实上 无论是在故乡 还是在这里 顺路时候 都会去没去过的水源地碰碰运气 只是没有钓鱼罗盘指引 这种虾猫碰上死耗子的运气 苏平一直没能触发 以至于苏平都有些怀疑 其实不是领月胡适钓鱼点 而是自己第一次钓鱼的缘故 将它变成了钓鱼点 至于故乡水库 或许和出生点附近 必定刷新一处钓鱼点有关 否则 又岂能如此巧合 刚好让自己短时间 就有两处钓鱼点积累资源 苏平目送着车队离开 才回到了领月山庄 便得知自己给外门熟人的信件 有了回复 有仙门的仙鹤 前来投递回信 苏平换出了灵鼠小白小灰 确认了信件没有异常气息后 才缓缓打开 打开其中一封 看到的内容 让苏平露出一丝惊讶 这一封信 来自苏平在外门打杂时候 认识的师兄 比苏平大二十岁的他 作为一名正法师 没少找苏平这个干活卖力 还懂事的摇起 一来二去双方便算是熟识了 可惜这是一位死要前 答疑解惑 都是算好了账目的 这次给苏平写信传递消息 也是先收了临时才同意的 好在这位道爷收钱了真肯办事 也算是熟人里面很不错的了 加上他作为一名资深镇法师 消息渠道比许多外门弟子 要灵通不少 通过他的信件 苏平总算知道了 仙门最近发生的大事 成厄门和功过堂又一次闹翻天了 据闻背后的真传弟子 互相结了仇怨 奇怪的是 这次没有长老或其他真传弟子 站出来圆场 然后是最近一段时间 仙门连续发现了十多处 突然爆发现实的遗迹 乃之秘境 有助基大修猜测 或许和协气潮有关 那些地方的空间阵法 本就残破不堪 再被这些气潮一冲 可不就那么恰好的现实了 听起来还算合理 就是探索这些遗迹与秘境的修士 死伤太过惨重 以至于好几处地方 现在已经被仙门派人监管了起来 不再让别人进入了 结果 这反而导致了谣言四起 许多修士都在私下议论 是仙门里有长老或者真传 想要吃毒食 这位师兄写到这 给了苏平一个 他对这些谣言的解读 放屁 看到这 苏平笑了笑 知道这也是师兄 在提醒自己 那些遗迹秘境有坑 低阶修饰去不得 不过这却是师兄多虑了 哪怕秘境就在自己身边洞开 自己也会有多远跑多远 接着看下去 他提到了最近一段时间 仙门急速提升的物价 并隐隐怀疑 上面可能不只是在对付邪气潮 那么简单 最后 对于苏平特别关心的 封印邪碎法器仪式 和大金光丝的功德榜 这位师兄提议 苏平以后有机会的话 可以直接去以下几处大行方式 在那儿有大金光寺驻地庙宇 其内 有与功德榜连通的功德碑 可以直接上交进化完成的 封印法器 兑换功德 并就地换取好处 从而避免了 被小金光寺等小势力 过一道手的损失 大行方式里 有功德碑 可以直接靠功德碑 兑换功德和灵物吗 苏平读完后 只觉得这次的零石花的值 玄机又对那功德榜领宝 产生了一丝敬畏 如果真如信中所说 这件领宝 恐怕也涉及到了空间威能了呀 好在自己这样的小蚂蚁 是入不了能动用 这等领宝的贵人眼里的 至于兑换功德 既然有小金光寺 这样做二道贩子的 那么也不多自己一个 便是稍微多了点 估计也是倾向于 这是哪个有点本事的二道贩子 或者多加合伙的吧 苏平很快便看完了所有来信 并把各信件内容进行对比 来判断其内容可靠程度 这次来信 除了那位师兄提到的功德碑 还有一个熟人提供的消息 让苏平记在了心中 却是那位之前 还邀请了自己同去的 同期外门云直视 竟是独自一人 浑身是伤的回了仙门 按照他的说辞 他们一行人 去了那处藏着异兽的废弃矿脉后 本已经逼出了麒麟血脉异兽 甚至在指付出了三人受伤的代价后 便活捉了对方 整场行动堪称完美 然而 不等云直视等人欢喜声落下帷幕 便遇到了一群杰羞背后偷袭 除了云直视 靠着一见某位看中他的内门弟子 赐下的顿符得以逃走 其余同伴 皆倒在了那些杰羞的法器之下 麒麟血脉异兽 也随之被那些杰羞所获 此事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只是小事 不想后续却被认为是内门弟子之争 有人知道那云直视捕捉麒麟血异兽 是为了某位内门弟子修炼神通 所以派人跟踪故意破坏 再然后更是牵连出了与真传弟子的斗争有关 那两内门弟子分别站队不同的真传 仙门内斗已经公开化 白热化了吗 苏平皱眉低语 是越来越看不懂仙门高层在干嘛了 仙门九大长老可都是赤渊仙人曾经的清传弟子啊 他们就这样看着仙门乱下去 还是说他们其实也下场了 该不会真是一群草台班子 赤渊仙人这定海神针仪不在 就全部原形毕露了吧 回忆着赤渊仙门的历史 苏平有些不安了起来 数千年前 仙门所在忠狱有三十六国 国与国连连征战不休 是赤渊仙人横空出世 手持三尺清风横扫了三十六国 建立起了独霸忠狱的赤渊仙门 仙门之中 从此再无其他大势力可以插足 便是修仙家族也都源于仙门本身 仙门地界所有人族 不分老弱贵贱 也全都可入生仙会检测仙源 只是那位赤渊仙人 千年前就传闻化作仙人飞升了 现在的这位继承了赤渊仙人名号的 是当年那位的大弟子 据闻性格与那位如出一辙 刚烈霸道 说一不二 并且还颇为偏心 传闻九长老才成为清传弟子一百年 就得以从金丹初期成为金丹大元满修士 便是因为得了赤渊仙人偏爱有关 这样的偏爱 在这位大佬实力还在的情况下 自然无所谓 没人敢诋毁不满半句 可是现在 赤渊仙人已经至少五十年没有出关了 具体的更隐秘的消息 恐怕只有那些长老能多知道一些 如果真是赤渊仙人出了问题 当年的偏爱有多少 积累的极度仇怨就有多少 加上对利益资源划分不满的种种矛盾日积月累 赤渊仙人九大清传 怕不是也会有上演父辞自孝的那一天 我或许也该找个海岛搬过去了 苏平是个喜欢墨语稠谬的人 心中有了这个想法 他却不打算去云家那 毕竟真打算去海岛的话 自然是去认识自己的修饰越少越好的地方 正好有传送符咒在 不如先一趟海岛 找一处安全地方把一只蚊鸟封印在那 当作安全传送点 这样一来 哪怕金雀城这边出现了恐怖异变 自己也可以直接传送去海岛继续狗着 甚至等一边过去了 还可以伪装成散修 偷摸着回岭月湖钓鱼 就是希望哪怕地形改变 生灵灭绝了 钓鱼游戏依旧可以正常开启 想到就做 意识到了上面有那么一点概率 不是在下大旗 而是真可能在搞事后 苏平现在是一刻都不想在领月山庄待着了 他要去海边 要去海调 要去找灵气西伯的海岛 设置安全点了 才能舒心 苏平直接招来了侍女平儿和管事的 告知了 他们自己会离开一段时间去海调 虽然有些意外监察使大人 终于不满足在湖泊垂调 而打算去垂调大海了 他们自然不敢多问 只是低头记住了苏平的吩咐后 默默退下去办事 苏平换了一套鱼翁装扮 换出灵鼠小白小灰 藏在了衣袖之中 便身形一动 直接从窗户离开了领月山庄 沿途 苏平注意到了金雀城郊外的法会现场 那大片空地上 挣多了大少立功在那修建大小不一的庙宇 这些庙宇似乎是金雀城大户人家捐赠的 为了赶工 没有那么多散修和舞者的他们 在立功们喝的水里 忍着肉疼多给了几勺粗糖 也只有如此 才能让立功们在大热天加油干活 而不至于顶不住 苏平只是看了眼 脚步不停地沿着关道远离了金雀城 没有车队拖来 苏平发现自己竟是后发先制地 追上了远方的云家车队 迟疑了下 担心被荡城追踪结修的苏平 干脆地选择了绕路换地方走 正好也不用去同一处海域 又减少了被认出的麻烦 一天后 随着砰的一声枪响 伴随着山林里无数飞鸟惊恐飞走 一头一盏超过五米的鸟类妖兽 从空中跌落 砸断了一根根树之后 摔倒在了地上 这是一头通体青色的大鸟 修为大约在炼气二三层左右 仗着会飞 这头大鸟在看到苏平之后 竟然不跑 反而盘旋在了空中盯着苏平 似乎是妖兽本能 察觉到了苏平衣袖里的灵鼠 是她的大补之物 苏平本来只是路过 见到这大鸟那么不识抬举 真以为自己没办法对付她不成 苏平干脆趁着对方稍微降低高度的时候 瞬间一跃踩在了一棵大树的树冠上 成为了一头死鸟 苏平确认了鸟类妖兽没了头 也会死后 才从树上下来 换出灵鼠小白小灰 收拾现场同时 她拿出切割道具和橱带 一边开弓 一边摇头 唉 我真的只是想去试试海调 顺便定各位而已 为什么 你就是要送上门来呢 已经是属手的苏平 三下五除二 便把妖鸟有价值的部分 给分割处理干净 尤其是这一身青色的 带着金属光泽的鸟毛 苏平猜测 卖掉后 至少购买强化俘虏 把其他枪械零部件 也都强化一遍了 说起来 越靠近海岸线 灵气就越稀薄 在这边 这种炼气一二层的妖兽 也能当土霸王了 等去了海岛 灵气更少 恐怕连妖兽都不愿意 在那边待着了吧 外界修行资源几乎断绝 也亏得云家赶下大决心过去 切 深夜 一处群山环绕的深山水潭里 随着钓鱼翁打扮的苏平 轻贺了一声 一条两米长的银色大鱼 被他钓了上来 这大鱼算是一条开了灵质 修为在炼气一层的灵鱼 一直在这灵气稀薄 散修都没几个肯来的深潭里 狗得好好的 能钓的不会来 来的不会钓 却没想到 会遇到苏平这样 到处夜钓的异类 并且 这一类 还有两头天赋点在了探查上的 灵鼠辅助 使得他一下就暴露了出来 并在苏平试了试锤钓 发现还是没有新的钓鱼点之后 便顺势钓了上来 我都钓到鱼鱼了 却还是没有发现钓鱼点 看来一开始的两处钓鱼点 是新手福利的可能性 越来越大了 真正能被认可为钓鱼点的 恐怕真会是有着某些特殊之处的水源地了 苏平看了看被钓鱼献捆的紧紧的鳞鱼 一边想着 一边开始生活 准备烤鱼 他现在不缺低阶的妖兽 鱼类也有了大黑鱼这隆重一寿 数十分钟后 水潭边的苏平 轻轻地打了一个宝格 把没吃完的烤鱼收入了除袋后 苏平这才借着饱腹状态 开始了今夜的脆体锻炼 苏平没有正规的体修绝技练法 只能参考凡间舞者们的练法 再结合自身 创造出一套适合自己的锻炼拳法出来 效果方面 苏平自我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每次锻炼都能感觉到 肉身强度在缓缓上升 脆体结束 靠着练功吐纳当睡眠 天还未完全亮开 苏平便一起身 再次踏上了旅途 嗯 前方就是金剑城了吗 技嘉提供的地图没错的话 看到金剑城离海岸线就不远了吧 苏平走出了深山 终于看到了关道 看到了地平线上的一座雄伟城池 那是一座比金雀城还要大一圈的巨城 城中心插着一把巨大的数百米高的金黄色岩石组成的大剑 金剑城也因此而闻名先门帝剑 根据历史记载 这儿曾经是三十六国里某国的国都 可惜沧海桑田伴随着这片靠近海岸的地界灵气浓度越来越低 这金剑城附近甚至连一个方式都不存在了 城市虽大 在修士眼里地位却是最差的那一档次 便是老修士们也会尽可能地不来这些地方当监察使 这片地界以前也是有灵脉存在的 不然也当不了国都 可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竟会颓废到如此地步 苏平好奇地打量着城池方向 正在靠近的苏平忽然心中一震 在他衣袖里的灵鼠小白小灰提供的预警感之下 随着距离拉近 苏平隐约感应到了这凡人城池里 竟是藏着好几位至少是炼气中期的修士 炼气初期的外门弟子都不愿意待的地方 炼气中期竟然跑来了 苏平心中闪过好几个猜测 却是停止了靠近这金剑城 他本来还想在那岩石大剑下方合照 然后看看有没有水井或者喷泉锤掉 试试看有没有奇迹发生呢 既然有那么多同道仙来了 他 大善人苏平自然是不会去打搅别人性质的 下次再来好了 苏平再次动了起来 却是直接朝着海岸线方向奔去 沿途 苏平又看到了几处城镇 好在这些地方并没有修士出现 苏平顺路在这些地方的地头蛇那 买了地图和消息 根据这些地头蛇的消息 最近一段时间 时不时就有庞大的车队经过 甚至停靠补给 这和云家的动作很像啊 看来不只是云家 其他修仙家族也在这段时间 迁移族人到沿海地区 我那些外门的熟人看来还不够熟啊 这种消息一个个都装作不知 苏平吐槽了声 然后看向了自己耗时三天三夜 才抵达的港口小镇 修仙界的大海比水蓝星的要危险得多 不仅仅是那诡诀多变的恶劣天气 出海的渔船还需要担心来自大海深处的海兽 不过这片地界或许是因为灵气太稀薄的缘故 近海地区连海兽都不愿意过来 使得近海捕鱼业得以发展 从而在这段沿海地区出现了一处处捕鱼为生的港口城镇 苏平换出了纹衣 躲在了林子里 将它当作了一个以防万一的临时传送点 这才有了底气 去了港口城镇 找了一艘可以出海去目的地海岛的渔船 再拿出了一枚金子后 本打算凑够人在出海的渔翁 马上丢下了手中的鱼兜 开始吆喝着都是一家人的儿女们 升帆划船 慢慢离开了港口 在这些港口城镇 一家人全靠着一艘渔船吃住 是很平常的事 数小时后 在渔船甲板垂钓的苏平 已经看不到港口那模糊的身影了 船舱里 负责端茶倒水做饭的渔翁小女儿 趁着忙完活的闲工夫 偷看着垂钓的苏平 这人真是奇怪 他那样也能钓到鱼吗 哼 这种人耳料都不放 在这片海域 能有鱼上钩才奇怪了 我看 就是隔壁老鱼家 遇到的那种公子鸽 最后肯定是从我们手里 买一条大鱼 然后上岸 就说是自己钓的 我觉得不一样 小女儿 听到了背后大哥 带着极度的声音 轻轻摇了摇头 有什么不一样 不知道 但就是不一样 至少他垂钓的时候好看啊 鱼翁的大儿子忽然沉没了 确实 眼前这位豪客的气质模样 不是那些公子哥能比的 有点像是说书人口中的仙师 不过 这怎么可能呢 那些高高在上的仙师们 都有自己的船队 都是坐的高楼大船 哪里是他们能接触到的 苏平垂钓着大海 对耳边传来的那些咸语 淡然出之 心中更关注的 还是钓鱼点 他试过在海岸边垂钓 没有反应 于是他选择了 在动起来的渔船上垂钓 从而时时变动着垂钓位置 只是 钓鱼点显然不是 玩这点小技巧 就会冒出来的 哎 罢了 等到目的地海岛了 去那岛中 天池看看就知道了 那可是上古仙门留下的遗迹 正好还是一处水源地 如果钓鱼点和天时地利方面有关 那么那儿 或许能给我一个惊喜 苏平要去的海岛 名为玄规岛 是一座占地近百平方公里的岛屿 在海外群岛里 属于面积中上的大岛了 这座岛屿上 住着一个渔村 大约两百多人 在苏平能找到的记载里 这玄规岛 曾经是上古仙门玄武门的总部所在 玄武门最盛时候 传闻里也是出过仙人 接受过万派朝贡的顶尖大派 只是 时过境迁 随着玄武门一代不如一代 并最终因为反抗 赤渊仙人的暴政 而被灭门 据文也是在那一战 这玄规岛的灵脉被抽出 玄武门的遗迹 也被一箭抹去 从此 修仙界再也没有了玄武门的传承 徒留下这岛内深坑 连通了外海后 形成了一处内海天池 在默默告诉着外人 这里曾经有着一个上古仙门存在过 渔船载着苏平到了玄规岛的一处简陋港口 还未停稳 苏平便再次拿出了一枚金子给了渔翁 让他等自己一天后 轻轻一跃便越过了木桥 没入到了岛屿深处 看得渔翁身后儿女 目瞪口呆 仙 仙尸 他竟然真是仙尸 羽翁大儿子吓得面如土色 脑子化作了江湖 苏平则是一路急迟 短短数分钟就站在了天池边 在这儿 苏平注意到附近有不少年久失修倒塌的毛武瓦房 传闻玄规岛因为玄武门的名气 步伐由散修乃至求机缘的外门弟子跑来碰运气 这其中就有人干脆定居在了天池边 只是随着海外群岛的灵气逐渐稀薄 哪怕是散修也忍不了选择了放弃 此时此刻 偌大的玄规岛天池 除了苏平已然没有了他人 钓鱼老大神保佑 苏平从储物袋取出了钓具 深吸了口气后 高高地抛出了鱼钩 扑吃 但是随着鱼钩没入了天池里的海水 让苏平激动万分的信息条终于跳了出来 让苏平差点没激动地松开鱼具 以激活新的钓鱼点 目前钓鱼等级三级4401000 目前钓鱼点评价 二阶下品 目前钓鱼点已累计可钓鱼次数 200200 可垂钓鱼种 小刘文鱼 大刘文鱼 刘文金龙鱼 幼年玄规 竟然是二阶钓鱼点 二阶的钓鱼点 可以累计200次钓鱼次数 并且前面三种鱼货也换了 第四种幼年玄规 应当就是此地的特产鱼货了 玄规啊 这算是神兽范畴了吧 没想到这也钓出来 我钓鱼老威武啊 苏平按下心中喜悦 盘息而坐开始垂钓 二阶下品的钓鱼点 每次钓鱼消耗的时间 也随之增加 200次 苏平直接从正午 钓到了凌晨一两点 才算干完了这些次数 当苏平看到了 目前钓鱼点次数已耗尽 下次再来的提示 结束了垂钓 钓鱼经验已然增加到 目前钓鱼等级 三级 6401000 同时 钓鱼仓库里 也多出来了120条小刘文鱼 和80条大刘文鱼 小刘文鱼和大青鱼 价值相当 可以兑换5枚钓鱼硬币 大刘文鱼 则是直接翻倍 达到了10枚钓鱼硬币 苏平分别拿出了 一条小刘文鱼 和一条大刘文鱼 看起来 大小刘文鱼是一种身上有着银色奇异纹路的长线条形状鱼 小的约莫半斤 大的也不会超过两斤重 吃过大小青鱼的苏平也不客气 趁着叶色就进行了简单的料理后 便享用了起来 刘文鱼的肉质 吃起来有点像三文鱼 做成鱼生味道最佳 吃下后 先是觉得冰凉凉的 随着这股冰凉之意进入腹部 便猛地化作了一股精纯的灵液 流淌全身 令苏平差点没舒服地撕出声来 这感觉有点像仙门的脆木灵液啊 不仅可以快速恢复损失的法力 还能起到培员单那样增加修为的作用 价格和上品培员单差不了多少 并且需要功勋为兑换前提条件 要是这鱼能卖 算了 算了 这样的鱼鱼我敢卖 怕不是助击大修都会眼红下场 苏平很快摇了摇头 很从心地放弃了 刚刚兴奋过头后冒出来的想法 不过哪怕不能卖 也是可以自己吃 以及兑换钓鱼硬币的 边磕单边吃刘文铃鱼 苏平觉得自己一年内助击的小目标 越来越有可能成功了 就是这钓鱼点 变成二阶之后 刷新时间也随之变久了 一阶的钓鱼点 每周都会刷新 每次50至70次 上限为100次 两周必会刷满 二阶的钓鱼点 刷新时间 变为了每隔两周刷新 每次50至100次 上限为200次 想要刷满最少四周 最长八周 不过这也在情理之中 游戏总是如此 等级越高 升级越困难越卡时间 以后如果遇到三阶 四阶的钓鱼点 恐怕刷新时间 还会更久 好在提供的 鱼货价值 也会越来越大 这处玄规岛钓鱼点 不急的话 以后每个月来一次即可 更关键是 这次钓鱼点的开启 说明我之前猜测 有大概率是对的 除了新手福利赠送的 领月湖和水库 钓鱼老游戏 认可的钓鱼点 或许至少也得 是和上古先门驻地 扯上关系的洞天福地 按照这个为线索来寻找的话 就简 简单个鬼啊 这些地方 除非如玄规岛这样 灵脉没了 宗门遗迹也没了 不然 哪个不是大势力的境地 就是那些忽然现实的上古秘境 等到危险清除 也会被各大势力给盯上吧 终究还是实力太弱了 上不了棋盘 掀不了棋盘 苏平微微摇头 平复了心静后 他把文三召唤了出来 让他停留在了此地 作为一个备用传送点 然后 苏平又放出了一部分受控的老鼠 分布在了全岛 作为监控之用 做完布置 苏平才进入了湖中洞天之中 借着浓郁的灵力 开始今夜地萃体 本市泡温泉的水池里 放了整整15包 萃体药包 在苏平的法力催动下 这些药包都在一夜间 被榨干了药粒 而后这些药粒 又被苏平吸收 并与气血单肺单药粒聚集在一起 疯狂冲刷苏平身体 每一寸身体组织 待到天明 苏平睁开双目 感觉到了身体深处某种躁动 意识这是突破 契机的苏平 明白自己现在最需要什么的他 马上取出了净化药剂 并滴了一毫升在舌尖 下一秒 随着苏平身子一震 皮肤一出滚烫黑气 苏平整个人气势猛地 飞速提升 膨胀 小半个水池的药水 被寄得腾空而起 形成了水帘瀑布 所有药包全部炸裂 粉末溢出的同时 水屋下的苏平 吐出了一口长长的浊气 双眸炯炯有神 身上肌肤 隐隐散发出 银白色的光泽 脆体五层 成了 脆体五层之后 我竟然可以自发回气了 苏平很快就发现了身体的异常 呼吸之间 体内十方强体功法 竟是自发运转 不断产生了一股股热流 这些热流 随时可以化作能量 增强爆发力 或者补充体力 简直像是开挂 多出来了一条 能快速恢复的体力条一样 也有一点水兰星小说里 内力的感觉了 但是这在修仙界的五折里 可是没有的 它们也就是气血强大 身体更有韧性耐力高 爆发力更强罢了 大概率又是我那十分之一 十方剧灭体在起作用 圣体的作用 还真是霸道好用啊 我这还只是十分之一罢了 难怪真正的十方剧灭体 可以直接成为十方教的圣子 只要不夭折 未来必成原因老祖 我现在单靠 脆体五层带来的体质 便已经有信心 和练七六层的自己 一战并战而胜之了 或许 可以提前找点体秀的 密集练法来学习了 慢慢适应了脆体五层 带来的身体变化和惊喜之后 苏平换上一套干净的道袍 便离开了湖中洞天 而后原路返回了渔船 这期间 有村子里的渔民 也看到了苏平 虽然好奇 却也见怪不怪 有玄规岛天池在 这些高去高来的 道士和尚 以及男女少侠 过几年 总会有那么一两波的 只不过每一波 都是来得快 回去得也快 玄规岛天池 在让修士失望这方面 可是一点也不让人失望啊 当然 钓鱼老苏平例外 一路风平浪静 没有海兽或者海盗船 跑出来找苏平麻烦 道士在靠船时候 苏平发现 城镇里多了一支 规模不小的车队 更有十多艘 七八十米长的楼船 停在了外海 似乎在等待着车队人马 靠着小船接送过去 先去收回了去海岛时候 留下的蚊鸟 苏平登高看到了楼船 和小镇里车队的旗帜 东黎 那座在白宝坊市 培养女修开会员店 赚零食的东黎家族 这家族的势力 可是比九夜山云家大得多 苏平警觉了起来 目光移开 急速离开了现场 一艘大型楼船甲板上 一位衣着精致长袍 正观察着手中一面铜镜的练器 圆满大修士 轻轻移了一声 身侧立即有两位练器后期的老者 靠拢了过来 族长可是发现了什么不妥 无事 只是观察到了一个路过的 脆体中期体修 不过 这人的气血之旺盛 颇为罕见啊 如果不是实际不对 我必定亲自拜访 如果对方未婚我 必以嫡孙女嫁之 嫁嫡孙女 两位老者并不意外 族长嫁孙女 他们东黎一族 能发展到如今地位 女婿功劳至少得占一半 剩下一半 则是族长英明神武 能令各房进服 他们好奇的是 那铜镜里的体修 也不知道具体会有多高的天赋 可惜了 现在是关键时刻 不宜添加变数 东黎族长微微摇头 重新把重心放在了港口内 等着上船的车队上 那些车队之物 才是东黎家 万一真有事后 能否东山再起的依仗 轰隆隆 苏平行到了半途 突然间风雨大作 下起了雷暴雨 雷暴天气下 苏平望着那一道道 发出可怕危能的雷霆 心中却猛然闪过一抹渴望 似乎自己的身躯 渴望得到雷霆的洗礼锻炼 来加快成长 苏平停顿了会儿 发现这应该就是普通的雷霆 并不是传闻里那些加料的天雷 苏平不由松了口气 则 这可不能冲动 冲动还怎么搞下去 雷霆炼体那是有完整圣体的天骄才干的事 我猜十分之一 万一只能保住十分之一部位完好 可就亏大了 并且不就是普通的雷电吗 知道脆体五层之后 可以雷霆炼体 我完全能回去水蓝星后 弄一套发电设备来慢慢炼 到那时候还能自己控制电压 科学炼体可是要比蟒雷霆安全多了 也方便多了 可以自己创造出天时地利条件 目光收回 正准备继续赶路的苏平 忽然靠着灵鼠小白小灰 察觉到了不远处的密林里 正有追杀声传来 苏平本是不打算理会的 现在的仙门地界越来越乱了 谁也越来越深 他能保护好金雀城就善莫大焉了 只是很快苏平就发现 被追杀的竟是季家的散修 追杀他们的也只是几个散修 和一群舞者 看起来问题不大 散修舞者的争斗 又是在这凡尘俗事 还能让炼器后期 乃至筑机大修下场不成 苏平身形一动 眨眼间就化作了残影 离开了原地 密林内 季家的散修季魁浑身是写的 快速逃跑着 他本是奉命带着商队 与这边的某豪门交易 双方也合作愉快了几十年了 看到开门的是熟人 季魁也就没有防备 却没想到 他们这支商队 刚刚进了那豪门 在城外的庄园内院 就发现 里面全是拿着武器的陌生人 四周更是由散修 占据了制高点 拿着特制弓箭 瞄准了他们中的高手 意识到不妙的季魁 连忙撤离 结果就是被对方一路追杀到野外密林 到了现在 季魁感觉自己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便在他暗骂了一声 打算闭目等死时候 刺耳的破空声忽然间传来 暴雨声下夹杂了一连串惨叫声 在身后密林里响起 在季魁迷惑不解的目光下 不过数十秒而已 身后竟然就安静了下来 只剩下沙沙沙的雨声 忽然 灌木丛与树枝被玉物树拨开 让出了一条路 苏平双手各踢着一个如同死狗的散修 走到了季魁面前 暴雨虽大 雨水却因为倒袍的避水咒 避开了苏平 不断滴打在其手中散修头上 好久不见 季魁道长 兼 兼查史大人 季魁看到苏平 立即明白了过来 激动地立马跪倒在了地上行礼 多谢大人救命 此恩忌魁永生难忘啊 行了 告诉我前因后果吧 苏平摆了摆手 扔出一瓶疗伤药后 询问了起来 忌魁不敢隐瞒 喝下疗伤药后 把遭遇说了出来 并给出了自己猜测 他怀疑 是由散修组成的强盗集团 提前袭击了和他们交好的豪门庄园 然后知道了 他们伤对计划后 提前在那设服 忌魁说道 这后悔不已 要不是大意了 这次也不会输得那么惨 实在是愧对计家信赖 愧对监察使大人的栽培 你是说 这次运去的 还有不少封印法器 苏平掠过了对方自责 直接问到了 引起自己关心的问题 是的 金剑城这边数个大城 并没有举行小金光寺的法会 但是他们这里的贵人们 也想为驱邪大业办事 他们也愿意贡献一份力量 所以在询问了小金光寺的僧人后 我们这边还有其他地方 都打算送一部分封印法器过去 正好我们技嘉有商队要来这边 便顺路运了过来 却不想 忌魁文言连忙解答 听到有封印法器 数量或许还不少 苏平也不由心动了 在听到有功德杯方便兑换后 他之前就在打封印法器的主意了 还有考虑过 怎么从各处渠道拿取封印法器 没想到现在就有了机会 并且还是难以被外人 估计出具体数目的封印法器 在刚刚的接触中 苏平已经发现了 炼器六层加脆体五层 还具备了十分之一圣体加持的自己 在这片灵气稀薄的地区 就好似最强王者 误入了青铜区 不得不憋着笑去炸鱼的超级高手 这片地方就连散修 都要比金雀城那差一点 自己只要做好探查工作 仅剩一些完全可以一人之力 横扫了此片地界土著 消灭邪碎 人人有责 我虽然只是金雀城的监察使 却也有一颗为消灭邪碎出力的心 你先回去 告知记虎带人过来 至于那些连封印法器 都感激的劫修和强盗们 既然被我遇到了 那就不可放过 同道修行面前 苏平自然可唯唯诺诺 散修武者面前 苏平选择要重拳出击 洛家庄是方圆百里最大的一处庄子了 庄园里的粮仓堆满了粮食 地下密库里更有大量的轿藏老酒 也因此成为了狠下心干大事的散修们 聚拢了周边山林的强盗窝之后 选择的第一个目标 连带着坑了技嘉商队 这次领头的散修名叫牛武 本来在金峰城那边当地主老爷 混得一般却也舒心 结果先是说什么 有上古遗迹出世 来了一大堆修士 吓得牛武瑟瑟发抖躲去了乡里 然后那片地界又是地震又是暴雨 后来还窜出来了一群妖兽 肆虐乡间 牛武大半辈子的身家 在这场劫难下 一夜间就全没了 好在他是底层混上来的地主 知道怎么把梅得赚回来 明白家乡已经混不下来的牛武 带着几个类似遭遇和想法的散修 便远离金峰城 来到了这沿海地区后 牛武猛然发现 此地外门修士踪迹极少 甚至好多城市连监察室都多年空缺 这片地界 他牛武大有可为啊 驾轻就熟的牛武 很快就在这片地界越做越强 并最终纠结起了上百武者 十多散修组成了精英团队 并胆子越来越大 在把周边抢到基本收编后 把目光盯在了当地的豪族身上 牛武准备抢一把大的之后 就转移去另一座大城地界继续收编 争取在仙门忙不过来这段时间 坐大坐墙 然后等仙门回神过来前 就赶紧找一个大腿 送上大半身家后 继续当自己的地主老爷 牛武人间清醒 对手下也显得格外豪爽 酒肉任吃 各种金银珠宝也是按公分发 不过 此时此刻 看着屋外的下不停地雷暴雨 牛武眼里闪过一丝阴玉 他是主张抢完就走的 但是那么大雨 加上庄子里的人不是死了 就是被控制住了 落网之余只是一个普通散修 最坏结果跑掉了 从城里调兵过来 最快也得等明天了吧 那时候 他们早跑没赢了 他也就不好阻止兄弟们 就地吃喝玩乐等雨停的要求 老七去了快半个多时辰了吧 怎么还没人回来 我不是交代过了吗 短时间追不到 也要记得按时派人回来传信吗 这些人 是又忘记了规矩 还是出了意外 牛武想到这 身子一惊 旋即摇头 觉得不太可能 他来时 就发现了 这片沿海地区 也就大城市 或许有修士踪影 其他地方 连散修都不一定能找到 他又不在大城市闹市 甚至连官道都没敢去 那些修士老爷们 就算恰好在城里 也没理由劳累自己四处巡逻 就为了对付自己等人吧 还是有些不对劲 不管了 再等半个时辰 还没消息回来 我就带着老兄弟先回去 牛武这样谨慎地想着 忽然瞧见了 院子里有一只老鼠探出头来 有灵性的反鼠 牛武看到这大老鼠 不禁反喜 这种苏评 用来探查消息的大老鼠 没有灵气波动 在牛武等人看来 就不可能是正规修士契约的灵兽 这肯定是上天的恩赐 抓住了好歹能换点修行资源 这点资源 那些可以练气中期的修士老爷们看不上 他们散修 却得争破头 牛武宁笑向着那大老鼠冲了过去 吱吱吱 大老鼠受惊 缩回去了土洞里 你跑不掉的 牛武双手膨胀了一圈 后发先至 就要铺中大老鼠地洞时候 碰 庄园大门突然被砸飞了出去 在半空轮舞了好几圈后 才砸在了地上 四分五裂 这巨像 别说 就在前院的牛武 庄子里吃肉喝酒庆祝的强盗们 也齐齐被惊动 慌忙跑了出来 然后 这些人看到了一个 戴着银白色面具 头戴道官 身穿青色道袍的修士 赤手空拳地慢慢走了进来 苏平步入了庄子 扫了眼四周露出笑意 他在进入庄子之前 就派出了群署侦查情报 确认了这批强盗 全在庄子里吃喝玩乐 连望风的都躲在墙角 避雨喝酒 并且最强的 就一个炼气二层的头领 其他散修 更是只有炼气一层 苏平这才选择了大大方方 走进了这处幼儿园等级的战场 暴雨下 一道雷霆劈过天空 雷光照耀了大地 也让强盗们 彻底看清了眼前修士打扮 是仙门的外门弟子 怎么会有外门弟子 来这种乡下地方 庄子里出来的散修们 看清后酒 马上醒了 牛武在听到巨响之后 便悄悄后撤 此时更是躲在了众人身后 再大吼了一声 不要怕 就他一个外门弟子 一起上 别给他回气的机会 他一个练气中期 在这片地界一样 会法力不够 牛武吼完 也不理会兄弟们信不信 身形就开始急退 准备从庄子后院离开 前方 大部分强盗 确实被鼓舞动了 趁着酒精 嗷嗷叫着 冲向了苏平 这些人在这片地界待久了 早就不记得 真正修士的恐怖了 加上人多壮胆 竟然胆敢发起反击 苏平 都不屑动用火气 而是想要亲手 试试自己的体修本事 他双手轻轻活动了下手指 砰砰砰 下一瞬间 苏平犹如猛虎杀入羊群一样 一人与百人对撞的瞬间 便让那百人里的小半成员 带着因为痛苦而扭曲着的脸孔 飞上了半空 没有秘籍 没有打法 只是纯粹的力量 纯粹的速度 第二道惊雷 劈开了天空时候 雷光下 院子里已然没有了一个 还能站起身的强盗 最后一个顽抗的散修也被一脚踢飞 越过了牛屋尔侧后 身子陷入到了后院城墙上 牛屋也在那一刻停下了后撤 一屁股坐在了雨水流淌的泥地里 呆呆地望着向他走来的苏平 强大 太强大了 这样的体修怪物 不该是去和大型妖兽过招 和强大的邪修厮杀吗 他牛屋何德何能 何德何能啊 怎么需要这样的怪物来追捕 如此恐怖的实战体修 牛屋在见到其出手之后 就连逃跑的斗志都给熄灭了 他只能苦着脸 不等对方出手 献一个猛虎落地势 跪倒在地道 道爷饶命啊 老牛我以前也是给金丰城监察使 当过护院打过砸的 这次实在是鬼迷了心窍 求道爷开恩啊 苏平没有当场打死牛屋 而是将他与散修里修为最高的几人 打断了双腿后 分开进行审问 有不一样的 便把两人提出来对峙 而后一拳送说谎者提前上路 这庄子的地库里 塞满了这些强盗截杀的 庄子里的男女尸骸 大厅里还活着的 多是好看的凡人 只是这些强盗 可不会怜香惜玉 这些凡人无不是奄奄一息 痛不欲生 苏平对送这些强盗上路 可谓是毫无心理负担 铁拳之下 牛舞团队的那点小秘密 基本被掏空 或许牛舞作为领头 能带团队混得那么风生水起 本人还藏着什么隐秘 比如有河地投舌勾结 又或者有外门弟子 甚至直视默许之类 苏平却对此不感兴趣 他只需要知道这些强盗 抢来的东西都存在哪里变形了 所以 当牛舞自作聪明 发现苏平神色不善看向自己 马上大喊 自己有从现实的上古遗迹 发现了隐秘的时候 苏平直接不给对方 把话讲完的机会 一脚踢碎了牛舞的喉咙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并轻哼做出了流言 区区一个散修 也能知道上古遗迹隐秘 为求活命 也不变一个靠谱点的理由 苏平收回了脚 扫过地面上那些 失去了行动力等死的强盗 他没打算留下来浪费时间 而是拿出了储物袋 把他们抢夺的一部分财货 以及大部分封印法器 放进袋子后 便直接离开了庄子 静止前往了审问出来的 几处强盗据点 这些强盗据点 都在深山老林之中 有强弓禁弩 有滚木落石 却是拦不住 已经脆体五层的苏平 雷暴雨下 苏平一人一夜 横扫了牛武留下的六处巢穴 在里面同样发现了 不少封印法器 显然他们之前洗劫的大户人家 这段时间也在收购封印法器 想要为灭邪大业 贡献一份力量 这些强盗果然该死 他们不知道 这是在阻碍修仙界 与邪魔界的战争吗 这是妥妥的人间行为啊 唉 为了弥补他们影响的进度 就让我来接收这些封印法器 并把他们进化之后 再送回去功德碑吧 苏平含泪 分出了一个储物袋 专门存放封印法器 而后直接原路返回金雀城 因为有了玄规岛钓鱼点的判断 沿路苏平没在时不时 跑去山沟里钓鱼壮大运 加上修为提升 倒是比去世后又快了许多 在苏平离开之后第二天 雨过天晴之后 才有从逃出来倖存者口中 知道了消息的附近城镇的舞者 前来查看现场 带到从那洞开的门洞 走进庄子 看着因为打斗 而造成的残垣断壁 舞者们全都倒吸了口冷气 在这片地界 他们这些新生代舞者 就没见过这样暴力的场景 更不要说随后他们就发现 躺着的那些 每一个都是实力 不在他们之下的舞者了 甚至还有人发现了 散修这种大人物的尸骸 更是只觉得 大热天的身子骨 却是一阵阵凉意袭来 等到技虎的人马 急匆匆赶来处理此事首尾 已经是一周以后了 也是这时候 金剑城那边的贵人们 才算是明白过来 原来是金雀城的监察使 恰好路过 然后路见不平帮着他们 剿灭了一支强盗团 没见过牛舞的那些贵人们 对此不以为意 只是客套感谢了几声 当然 他们也没去问强盗们 抢夺的财货去哪里了 能传话的 没人愿意为了那些财货 去讨一位仙门修士的不喜 至于那些损失有点大 挺在乎的大户人家 他们没传话的渠道 也没人理会他们 至于封印法器 这些人也不在意 没有那就继续找渠道 申请好了 只要他们 还合理合法掌握着大量人口 不愁没有想要功德的 二道贩子送来 至于小金光寺 其他有灵脉 灵气充沛的大城市 才是他们关注重点 最近他们人手严重不足 也早就忙不过来了 否则也不至于主动放弃了 在沿海地带开法会 封印法器由他们提供 只要回收的时候 某片区域不会差太离谱 也就不会去理会 精确成 苏平回到了领月山庄之后 这才回到了湖中洞天 开始清点此行收获 发现二阶下品钓鱼点 自然是最大的收获 然后是途中打下来的那只大鸟 作为琴类妖兽 一身羽毛 还是很有价值的 或许能换不少零食 之后就是自己 挣一只举后 得到的一点点小小收获了 数百两黄金 几千金白银 以及各种珠宝首饰 这些凡尘财物除了黄金留下 其他倒是可以交给管事处理了 自己的脆体药包 消耗有一点快了 要是府库见底了 老去找别人 药也不太好 最后便是封印法器了 苏平把收集到的封印法器 都清点了一遍 一共有315枚 这个数量 苏平也有打听过 不算太多 他完全可以全部吃下 并且从目前各地反馈来看 磨灭封印法器里的邪碎 哪怕借助了信徒信念帮忙 也是一个长期水磨功夫 加上信徒与信徒的不一样 各家掌握的势力也不一样 没有一两年的功夫 不会有太多进化成功的封印法器 流入市场 也就是说 哪怕苏平吃下的封印法器数量多了 也要一年后 才有概率引起小金光寺这样的二道贩子 察觉到异常 取出了一枚封印法器 把玩了画 苏平注意到 湖中洞天的辟邪成恶石狮子 在看到封印法器时候 明显转头看了过来 并闷哼了下 露出不屑的表情 重新趴下 从反应来看 自己这石狮子 明显是能克制邪碎的 他给的辟邪祝福 应该也能对修仙界的邪碎起效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 至少自己面对邪碎 或者邪修时候 又多了一个保命底牌 接下来苏平在领月山庄修整了两天 补充了脆体所需要包 然后还去了一趟九夜山方市 随着云家大部分人搬迁离开 九夜山方市也换了主人 现在的九夜山方市 据闻是一位先门的内门弟子接手 此地管事也换成了那位内门弟子的心腹 或许那内门弟子也是一位懂细水长流的主 九夜山方市没有设置入城废 甚至请了散修广而告知 方市里原来的云家居住区都能出租给散修居住 并且只要是在方市里打工摆摊的 前三个月免租 这一下就吸引了不少 散修隔了老远 也跑来这九夜山方市 毕竟这方市再差 那也是有一条灵脉的福地啊 放在以前多少散修求着还拿不到居住名额 顿时 散修们无不感谢这九夜山方市的新主人 也顺带着让方市范围扩大了一圈 人流量至少比苏平上次来的时候多了一倍 让散修免租三个月 这九夜山方市是会做生意的 不过 也可能有别的阴谋在里面 好在我不贪图这些小便宜 坑不了我 苏平来到了方市内 先逛了一圈摆摊的地方 收购了散修们手中的一些杂七杂八的材料后 苏平想着 顺路还去看了看那小师弟云九 发现他气色还是很差 好在身上那股死气没了 看来算是挺过这一劫的 苏平这才来到了熟悉的云宝楼 可惜 新人换旧人之后 门扁也换了 现在看去 云宝楼变成了万宝楼 管市也变成了一位 留着八字胡 带着白色头冠的中年书生 苏平看了过去 这位书生立即露出了笑容 赢了上来 可是苏坚查史 嗯 你是 笔人顾莫知 本是一介书生 信得恩师体点 也算是成了一个修士 能够在这万宝楼做事 报答恩师 苏坚查史莫怪 其实我们当初 接下这门面时候 云家交接人 便与我们谈论过道长 请放心 当初云家给的什么价 现在也是什么价 苏平一听就明白了 意想这也正常 算是双方交接了销售渠道 保证了客户与接手的双重利益 白糖苏平现在没多少 不过以后会有的 并且会有很多 那几位记名弟子 提供物资的能力 只会是周旋小道长的 十倍百倍不止 尤其是随着合作加深 自己指甲凤里 稍微漏点舞者资源 他们在世俗地位 也会水涨船高之后 苏平也随之露出了真诚的笑容 与这万宝楼管事 达成了初步交易一项 而后苏平拿出了那只妖鸟 折算成了零食后 便又全部用在了万宝楼 买了各种丹药 福禄以及记忆所需材料 把可能需要的也都买了后 苏平才装作不经意 询问起那书生 关于体修秘书的消息 体修秘书 体修方面的秘书 往往伤人先伤己 不是有急切目标 追求杀伤力的话 一般都是脆体后期 才会选修 中年书生看向了苏平 以他的修为 哪怕近距离 也只能知道 这位监察使练气中期了 然后气血旺盛如炉 脆体至少也小成了 他虽然成为了 内门弟子的一条狗 靠着见多识广的他 倒也养成了 不敢仗势欺人的好习惯 当然这也和大腿 还不够粗有一定关系 他给出了建议 见到苏平点头 表示知道了 但是还是想要后 他只好摸出一件法器 联系起了恩师 数十分钟后 中年书生恭敬地 对着苏平拱了拱手 恩师那边有道长需要的秘境 但是 恩师需要五百零食 或者等价物品 苏平已经猜到 那位恩师 就是盘下了这九叶山方式的 内门弟子 五百零食 当初买的能当传家宝的血脉石板 也不过是两百五十零食罢了 不过这和一般来说 脆体后期才能修炼的秘技比起来 又算是便宜了 要是去供果堂兑换 不仅要零食 更要供勋 而供勋这东西 现在这环境 可是烫手的紧啊 能花钱就办到的事 那就花点好了 花点 这不寒沉 见到苏平点头 中年书生也露出了喜悦笑容 显然谈成了这一单生意 对他也有不小好处 苏平给了定金 约好了交易时间后 苏平离开了九叶山方式 重新回去了领月山庄之中 正好又到了钓鱼点 刷新的时间点了 苏平当即把这次的一百次 钓鱼次数刷完 钓鱼经验随之增加 目前钓鱼等级 三级 7401000 同时 在水库钓鱼点 又是一条青鲫鱼 被苏平成功钓了出来 望着这意外之喜 苏平考虑会儿 还是觉得 提升湖中洞天的等级更重要 青鲫鱼被扔进去了 灵光鱼池之中 然后湖中洞天的灵气浓度 再次开始提升 达到了70 苏平只能猜测 现在的灵气浓度应该接近 二阶中品 灵脉核心区所在了 反正 就体感来看 苏平还没享受过 如此浓郁的灵气 苏平打了一会儿拳 舒展了下身体 然后好奇 看向了赵月听风阁的后院 在那儿 周旋小道长 正在尝试着第15次炼丹 值得一提的是 此时后院除了周旋外 还有一只可以人力而起 表现的颇为聪慧的暗黄色梨猫 在欢快地帮着周旋 添砖加瓦 这是苏平之前抽到的伙伴卡 通灵梨猫 因为是普通品质 与其他装饰品一样 没特殊描述 苏平没怎么在意 后期也没布置 周旋小道长开始忙碌起来之后 苏平忽然想起了这伙伴卡 好歹有通灵二字 还是湖中 动天出品 打砸应该能行吧 于是 苏平就将通灵梨猫召唤了出来 发现这是一头约莫半岁小孩大小 喜欢人力而起跳舞拍手 颇为乐天派的土黄色梨猫 不会说人话 但是能听懂 很聪明 也可以帮忙做一些简单的事 另外也很好养活 苏平发现 只要给点来自水蓝星的炸花生 薯片等零食 就能让这通灵梨猫的好感度 刷刷刷 提升到90以上 苏平将他打发给了周璇那边担任帮手 同时也让周璇不用那么寂寞 比起目着脸的白鹤童子 通灵梨猫更懂得活跃气氛 开 周璇熄了火 闷了十多分钟后 他挥舞一把小旗子 口吐咒语 嗡 炼丹炉的盖子响了一声 刚刚一开半分 便有大量白色蒸汽冲了出来 让盖子一下滑落 周璇眼急手快 赶紧双手接住了盖子 避免了申请更换的尴尬 好香啊 周璇忽然发现 这次炼丹不仅成功了 还是大成功 他似乎炼出了书籍里提及的上品丹 苏平踩在赵月听风格的屋顶上 抿着虎骨酒 看着炼丹炉 提升了的五感 让苏平无视了蒸汽 看清楚了炼丹炉的丹药 八费一种一上品 这就是上品丹吗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 上品丹的承担过程吧 可惜了 这是一炉一阶丹药 都算不上的五股丹 就算是上品 也值不了多少零食 但是 能炼出上品丹 就是一大喜事啊 以后废品拿来自己吃 中品拿去卖 一二阶的上品 我直接拿去兑换功勋 或许铸鸡前 就能凑够兑换神通秘法的资源了 呼 苏平一口喝干了手中的虎骨酒 砸拌了下嘴后 脑海里回忆着 周旋丹成那一刻炼丹炉的异动 为了养成不被偷袭的良好习惯 他能开 就会开着灵鼠小白小灰的视野 也因此 他现在回忆起来 就发出了丹成时候的异常 似乎上品丹出现时候 那颗丹药上 溢出了一丝邪气 并附加到了其他废丹上 这让苏平眼神微动 并想到了 先门关于灵药有毒 不可生吃的提醒 以及精英弟子 几乎只吃上品丹 还想起了 在跟着后勤师兄打杂事后 有听闻过 那些从小被长老们 选中培养的那门弟子 在吃食上除了灵米 灵茶灵米酒外 几乎不吃其他灵物 他们服用的丹药 自然也只会是上品丹 结合承丹意象 苏平张了张嘴 脑海里 已然浮现出一个可怕的猜测 修仙界 怕不是早就 被邪气污染过一回了 丹毒那么可怕的原因 不只是丹药本身有毒 更是因为 废品和中品丹 本就是在炼丹树下 为上品丹进化邪气的药渣 并且 恐怕不只是灵药有问题 就是妖兽肉和灵气食材 也多少沾染了邪气 只是相比起来 没有那么多 而灵米或许就是经过无数大能研究改良后的仙门口中 那为数不多无害的灵质之一 仙道艰难 处处都是坑了 难怪 仙门那么重视炼丹树 那么追捧上品丹 好在 我有净化灵药 苏萍想到这 心中大定 心情平复了后 苏萍决定 先来一波十连抽 犒劳自解 今天能碰到上品丹成功 说明是一个好日子 十连抽 启动 喷喷喷 苏萍眼前出现了一道道白光 垃圾桶 桂式垃圾桶 照月时 听风松 八次普通后 终于来了两个紫色 一个是已经得到过 但是不会嫌弃多的传送符咒 一个则是一艘 只能在湖中动天专用的非洲 天兵一号非洲 再具 品质 珍惜 湖中动天专用 可载人可短距离瞬移 我这也算是有仙舟一族了吧 加上湖中动天 也是修仙界里 有州有房的高品质修舍了 苏萍换出了刚刚到手的 天兵一号非洲 眨眼间 天空中出现了一艘 大约十二米长 三米宽 整体呈现流线型的银白色非洲 非洲外表极为华丽 仔细看去 又能发现 每一寸的华丽 都是因为鸣刻了极多的法阵 与神秘名文 只是第一眼的感觉 苏萍就觉得自己 这非洲小归小 却要比那位巡查史大人的仙舟 高出一个大境界 发生交通事故的话 一定是对方的仙舟传毁人亡 可惜了 又是湖中洞天专用 不过 真是通用的话 我也抽不到了 拿来装装逼 以及等以后 湖中洞天地图大了 拿来当载具 还是可以用的 未来可切 今天果然是好日子 竟然不止是保底 苏萍登上了非洲 双脚踩在甲板上 就马上感应到了操控方法 稍微熟悉了下 苏萍便稳稳地驾驭着非洲 抵达了埋谷地 黑槐树已经可以再次供奉了 这一次 苏萍选择了大流文鱼 怪异树种 一次性消耗品 范为白米 使用后快速生长出一棵怪异母树 怪异母树的树藤 会布满周围白米 树藤随即产生剧毒 吸血 麻痹三种负面效果 持续时间 一小时 这是可以对群的召唤物啊 看起来比古怪树种要强一些 但是想要偷袭的话 还是古怪树种更能出其不意 苏萍收好了 这怪异树种 离开了湖中洞天之后 化身为了蜀道人的苏萍 开始从东王冠出发 靠着隐身皱纹 一路翻山越岭 直接越过了那些关卡 轻松进入到了尼尔伯国内 尼尔伯的一处贸易起家的小城市 加德市里 此时 这座小城的市长 正一脸喜色地 为一家新开的酒店剪彩 他也不知道 最近是怎么了 突然来了好几家有钱的邻国土豪 跑来投资 不仅投资力度不小 是可以拉动本地就业的正经生意不说 最关键的是 对方给钱爽快啊 不像那些咖喱人 嘴巴一张 就是十个亿的大生意 谈了几个月 最后落地只有十万 让人心里落差极大 当初接待的前市长听说 就是因此提前发病 回去了故乡修养 眼前这酒店便是一位豪爽的东方投资者盘下来的 通过模板化装修 快速让这酒店大变样后 立马投入营业 并招收了上百当地年轻人打工 让得这位市长也被惊动 一大早就跑来参与活动 对外显示了他们与这些投资公司的友好 酒店的投资人黄总此时却不在现场 只是委托了一位新妇参与了剪彩仪式 他和其余五位被尼尔博人视为财神爷的投资人一起 在一处位于城市郊外工业区的大厂房里 为了数到人的到来而进行着准备 他们在的这片工业区说起来还挺大的 几十年前 这儿曾是东方古国一家大型医疗集团 用来生产医疗设备的基地 只是随着二十年前那医疗集团转移了生产基地 这里就开始破败了起来 接下来周边各国也有看中了此地便宜 和县城设施的商人前来投资生产 可惜都做不长久 到了黄总他们过来时候 偌大工业区只剩下小猫两三只还在死撑 便是工业区里的食堂也早就关门了 黄总他们一合计 干脆盘下了一个小区块的所有厂房 作为他们的临时仓库和涉及那一位的集散点 在六位大老板的催促下 总算在定下的时间表内 各路车队将他们的物资运到了一处厂房 并安置妥当 而后黄总等六人目视着厂房大门关闭 这才一起来到了办公室里 吹着空调喝着茶互相恭维 在有了买骨的记名弟子这个纽带之后 他们六人就结为了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准备强强联合一起走上那康庄大道 首先就是资源互换 并在一起琢磨谈论之后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那就是以他们这些天对外试探后的结果 结合人生经验判断 至少只比他们高一圈的有钱人 也是没资格接触到真正的超凡圈子的 他们合理怀疑超凡圈子会更高级 也更小 极可能只有真正的大佬才能接触 这让他们莫名兴奋 有种站在了更高山峰 得以俯视下方愚人的优越感 这让他们更加珍惜眼前的机会 这次来尼尔博能把事情办那么快 便和他们下了血本有关 终于随着时钟抵达晚上七点 黄总等六人不约而同地放下了手中茶杯 背紧了没离身的旅行包 露出了笑意 来了 终于又到这地方了 第二次进入买谷地 黄总等六人心情复杂了许多 也没有之前那么害怕了 同样的迷雾 同样的带路幽灵 不过这一次 黄总六人还多了一些闲心观察四周 被那些会鬼哭狼嚎的鬼火 突然间从泥土里窜出来 虽然还是会被惊吓一下 却也有了心理准备 不至于心脏那么难受了 就是那一颗人脸大槐树 他们还是没那胆子直视 黄总觉得 那就是凡人不可直视之物 哪怕对方不在意 也会让自己等人噩梦连连 来到了熟悉的小院 黄总等人期待地看向了石桌 却遗憾地发现 并没有灵察等着他们 不过随着枝鸭声传来 他们六人赶紧排好了队 背好了旅行带 一脸殷勤地望着 从屋子里缓缓走来的蜀道人 蜀道人模样还是那么邪性 小反派气质十足 陆大亨第一个放下了旅行带 把收集到了的第一批血液标本取了出来 这也是提前订好的 大宗物资 他们安排好地点存好就行 血液标本和珍贵的药材古董宝石 则是来买古地运会时候顺手带来 有人带头 其他人也紧跟着打开旅行带 拿出了血液标本和收集到的药材宝物 时间太短的缘故 他们并没有收集到多少好东西 在水蓝星放出要好东西的消息之后 黄总等人看到的最多的是 上周出土宝石或者前天染色的药材 让他们暗骂那些熟人 是把他们当成了附庸风雅 人傻钱多的肥羊了 蜀道人扫了眼他们带来的东西 微微汗手 随着蜀道人举起拐杖 轻轻敲了下地面 刷 炼器六层的玉物术施展了出来 一下子就让装满了血液标本的标本盒 飞在了半空 然后蜀道人在黄总他们热切的目光下 拿出了血脉石板 而后从标本里的每一个蜜蜂 盒里取出了一滴血液 凑齐了一百人份后 放入血脉石板之中 数分钟后 蜀道人把六人带来的血液标本 都检测了一次 血脉石板毫无反应 蜀道人露出一丝失落语气叹气道 你们这次收集的人 没有一人能继承我的传承 罢了 竟然是听天命吧 我希望你们可以用心做事 否则 买谷地若后继无人 也就庇护不了任何人了 蜀道人阴森森的声音很轻 很低沉 却让黄总等人浑身都冰凉了下来 只觉得骨髓都被冻得疼了起来 嗯 这其实不是他们的幻觉 而是苏平悄悄启动了小寒冰镇 确确实实降低了黄总六人所在区域的温度 道长请放心 我们一定全力为埋谷地找到真正的传人 是啊 我们必不会让道长后继无人 寒意让黄总等人着急了 连忙跪下大叫了起来 他们这次来也是存了私心了 血液标本基本来自自己身边人 所以他们格外关注这次测试 发现没有一人入选后 要说不失望 那是不可能的 而现在被蜀道人一提醒 他们忽然再次意识到 他们做记名弟子 也算是上了买谷的这条贼船了 要是蜀道人哪天真没了 买谷地又没有新的晴天白玉主 别的超凡会不会插手其中 然后他们会不会认 他们这些蜀道人 随口给的记名弟子身份 又或者更糟糕的一点 如果有仇家找来了 发现买谷地没超凡了 于是顺手碾死他们几个虫子 宣布自己灭了买谷的一脉 又怎么办 算功劳的时候 记名弟子也是弟子 仙缘真要便宜 别人也没办法了 黄总六人心中定下了计划 回去就把血液样本条件放宽 蜀道人看他们知道错了 心中默念咒语 停下了阵法 而后挥手间 茶杯茶壶出现 黄总六人 又得以喝到了一杯热乎乎的灵茶 第二次喝灵茶的黄总 只觉得这茶水格外的甘甜啊 身上寒意也马上被驱散了 实在是神奇 他相信这是只有最顶层的大玩家 才够资格喝的灵茶 喝完茶的黄总 那么一瞬间 觉得自己也成为了大玩家 可惜就只有一杯 黄总的幻觉很快就破了 接下来定下了后续细节之后 黄总等人被蜀道人挥手间 请出去了湖中洞天 苏平送走了黄总六人 这才看向旅行带其他材料 对于血液样本 苏平其实早有预料 连被誉为如果在古代 能够在稻册流明的周旋小道 长这样的修道种子都没有灵体 可见灵体这东西 在水蓝星也不是什么大白菜 苏平也就是当作大海捞针试一试 万一遇到了呢 那不是一个优秀的 潜力高的湖中洞天打工人 并且按照先门弟子写的那些小说来参考 一些灵体可是有加快修行 甚至严寿等妙用的 不然也不会每一个灵体被确认 都会引来内门弟子 乃至长老们的重视了 苏平相信自己 虽然现在不了解 但是以后总有机会了解其中秘密的 我看看灵芝 人参还有冬虫下草 嗯 这白白胖胖的是肉灵芝吧 还好确实是真货 而不是硅胶做的 然后是这些珠宝和古董 果然 没有灵气轻染 哪怕和修仙界一些天才地宝类似 也只是形似罢了 或许能如白糖一样 当作低阶丹药 或者器材辅料 却永远当不了主菜 苏平又找到了一具预观音 看起来有点历史了 并且一直受到祭祀 只是 哪怕是这样的家传宝物身上 苏平只能感觉到 一丁点杂乱的信仰念头 残渣留存 证明了水蓝星的环境下 人们一样可以挥发各种各样的念头 只是没有灵气 也就没有灵物的情况下 被寄托之物 接不住这些念头 只能白白浪费 不过没有关系 接我回来了 这样的问题 也就可以解决了 苏平清点完后 化作蜀道人 离开了湖中洞天 而后心中 回忆起黄总等人提供的详细地点 他拍了一张隐身符咒 靠着林鼠小白小灰视野开路 短短时间 就越过了几座大山 来到了嘉德市郊外的厂区 观察一下后 苏平轻轻一跃 就从厂房的屋顶烟囱 进入了厂房内 心念一动 让小白小灰出手破坏了厂房的所有监控之后 苏平这才拿起储物袋 通过分批次搬运的方式 把厂房里堆积的大宗物资 运到了湖中洞天之中 黄总等人回来之后不久 听说监控坏了的消息 不由对视了一眼 旋即摇头 阻止了安全人员们下一步措施 等到第二天一早 黄总等人才结伴一起来到厂房 下令开门后 他们尽管早有准备 还是目睹空荡荡的厂房后 激动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怎么可能 旁边 不知道事情真相的厂区保安队长 激动地挥舞着双手 张大嘴巴喊道 昨天运完货物后 就没有一辆车出厂区 厂区外的监控 也一直没有拍到人员活动 厂子里的东西 怎么都不见了 这不科学 科学 什么科学 这分明就是无鬼搬运法呀 黄总望着空空如也的厂房 想到那些用电动叉车 都运了许久的大宗物资 就这样全消失了 心中立马想到的 不是什么秀李乾坤 而是左道旁门里偷东西时候 比较出名的无鬼搬运术 没办法 鼠道人的画风就这样 哪怕是在黄总等记民弟子眼里 这逼格也高不起来 不是和老鼠 就是和小鬼在一起 也就配无鬼搬运这样的邪门歪到了 行了 别喊那么大声 这是我们知道了 陆大亨发话 阻止了大喊大叫的保安队长 对方也是他们带来的自家人 刚刚大叫 主要还是怕背锅 一听这话 马上老实了起来 不过心底里 这位队长还有一些 跟着黄总六人的心腹们 看着黄总 他们的背影 纷纷觉得他们高深莫测了起来 而这一份神秘感 其实也是黄总六人 故意营造出来的 欲人之树之虎甲虎威 他们可是老熟了 起家之路上 这一招 他们不知道用了多少次 更何况 现在的他们怎么说 也是买骨的唯一继承人 认证了的寄名弟子 也不算完全是骗了 确定了蜀道人 用他们不知道的超凡能力 带走了物资后 黄总六人定下了心来 开始按照商量好的计划 继续投资这家德市 一个个涉及相关物资的 贸易公司被注册 加德市那位参加了 剪彩的市长 察觉到了那么一丝不对劲 不过捏了捏 刚刚收下的 后市信封里的现金 他又露出了 朴实无华的笑容 在文件同意一栏上 签下了签名 肯来尼尔博这鸟不拉屎 地方投资的 多多少少不就是看中了 他们这里各方势力 犬牙交割 谁也不管谁吗 在这位市长看来 这些贸易公司 只要没涉及那些 非法精神药物和军火 只是运了点药材木料 以及大宗物资什么的 那就已经是难得的 奋公守节的好公司了 那还管那么多干嘛 把他们赶跑了 等着被反对派 借此撕咬下台吗 当然了 这位市长也就保证 自己这边的 不会对这些东方投资人出手 如果有其他势力 来要他们的资料 只要价格合适 市长也是照卖不误的 苏平带着满满的物资 回到了修仙界 然后才过了两天清静日子 苏平就收到了 来自仙门的紧急传讯 要他们加强 辖区的戒备和巡视 尤其是要注意 邪修踪迹 一旦发现立即上报 即可得到奖赏 苏平敏锐意识到 这是邪修又干出什么大事了 果然 下午来自仙门师兄的 加急信件 就到了苏平手中 打开一看 竟是苏平去海岛时候 顺路经过的金剑城出大事了 那金剑城里 本来是得到消息之后 一位内门的小师叔 带着几位外门的精英弟子 前去那埋伏邪修 却没想到 他们在金剑城 反而被邪修给伏击了 一场大战后 邪修扶珠 却也让内门小师叔重伤 外门弟子全数战死 金剑城听闻 有大半城区被毁 死伤者不计其数 如今 好几位听闻此事的大慈悲者 正在急忙赶去那 似要举办什么 抚慰人心的法会 还真是人祸啊 我上次感应到的异常 或许就是那位内门小师叔 与他的弟子 不过这样一闹 金剑城估计一两年 都恢复不了元气了 苏平微微摇头 为对方不幸遗憾同时 也庆幸自己靠着谨慎 又度过了一截 苏平写好了感谢师兄的回信 并在信封里 包好了这次加急的感谢费用 而后苏平 没了修炼的兴致 便干脆放了自己半天假 换上了便装 前往了金雀城 金雀城的城内外 此时最浓郁的便是香火味了 大户人家都请了封印法器 回家日夜祭祀 豪门贵族更是直接修庙语 让家丁雇农们朝拜 现在正是法会过后的痴迷期 香炉熏香 大家用起来暂时不会心疼 使得人们走在街道上 都能闻到那淡淡的熏香 逛了一会儿 苏平发现 接触回故乡的信息网络后 这古代城市的新鲜感 正在快速退去 便是勾拦听取 也吸引不了自己了 除非是那些修炼 有奇门艺术的女修来表演 不然便是看现场 在苏平看来 还比不过在故乡玩游戏能解压 苏平跑去了城主府 把仙门给自己的警讯通知了城主 将这重担交给了她来负责之后 感觉无趣的苏平 干脆回去了湖中洞天 正式开始了仲田大业 湖中洞天内 苏平作为总指挥站 在石狮子旁边 进行着最重要的指挥作业 白鹤童子作为工作人员 按照苏平要求 开垦出了一亩地 而后又细分出大小不一的区块 苏平掏出了橱物袋 把从九叶山方市那边 借来的领土倒了出来 而后苏平把黄总六人 供奉的药材 小心翼翼地取出来后 不放心白鹤童子的苏平 亲自动手 把各种药材 都选了一些卖向好的 有可能养活地重新栽培了回去 挥手取出灵水喷洒 并撕破了一张 价值两个零食的万木回春符 给这些药材后 才算完成这一次实验 同时 苏平又在另外一片空地上 种植起了零米 和周旋小道长那边的步骤类似 最大区别却是 这次苏平用上了来自故乡的 核心农业科技 化肥 农业生产 有化肥和没化肥 完全是两种结果 苏平不知道 这对修仙界的零米作物 能不能起效 反正试了不会亏 想到了零米 就想到了上次考核 让周旋小道长耕种的灵草 心中一动 苏平便让白鹤童子 展开翅膀飞了过去 此时周旋小道长 一个人 一只狸猫 待在这赵月听风阁的后院 也有十来天了 不得不说 这周旋是一个修道种子 每日炼丹浇水施肥 然后就是一日三餐与三次功课 筑茅草屋 只能吃干粮喝凉水 他竟是怡然自得 丝毫不绝日子苦闷 这是个懂修道的 苏平心中吐槽了下 而后目光看向了那茅屋旁边的两片农田 此时 农田上的林草长势颇为喜人 苏平对照了下记忆里的林草 以及相关书籍介绍 看起来这批林草并没有长歪 反而因为湖中洞天灵气浓度 已经没有病虫害的关系 不管是质量还是亩产量上 都要比普通方式外的高出两三成 苏平满意点头 玉物树一栋 两小袋林里种子交给了白鹤童子 苏平准备让周玄小道长收割林草之后 顺便把林里给种了 也算是让自己有一个对照组 看看化肥到底有没有用 而周玄小道长 自然是不会拒绝白鹤童子交代的这一任务的 在他看来 这就是云来先进哲仙人给自己的又一个考验 只要可以继续休闲 类似的考验再多周玄也不会怕 对他来说 在云来先进种田炼丹的每一天 都是他人生最快乐的日子 林草被收割打包好之后 由白鹤童子提着送到了苏平手中 苏平想了想 舌了一个指仙鹤 施展了一个小戏法 让仙鹤慢吞吞地飞到了后院周玄小道长那儿 以云来见仙的身份语气 表扬了一下周玄这段时间表现不差 同时 仙鹤背上还背着几卷轻薄卷书也交给了他 这些书籍里有种植灵米时候可能会用到的几种仙树系法 以及一卷名为混元仪气绝的武道神功 这武功只知武道大宗师境界 凡人如果练到大成 可在气血方面媲美脆体一层体修 哪怕是在修仙界 这也是一门值得凡尘世家 放在家族藏书楼当底蕴的功法了 也是苏平手上看起来最有价值的基本武道功法之一 苏平打算让周玄先练练看 比起体修 这些武道功法门槛更低 更容易入门 靠着湖中洞天的二阶中品灵脉环境 应该能在不吃药的情况下 撑得起血舞的消耗 武道也能让这位周玄小道长 更快感觉到修仙带来的变化和好处 从而保持住种田炼丹的热情 周玄可不知道这些 得到仙术神功的他 激动万分 当即朝着仙鹤飞来的方向行了一个大礼 而后忍住了先去看书的诱惑 而是把灵田照料好了 这才回到茅草屋里慢慢阅读 苏平种种田 炼炼功 心念动了 便回去故乡吃喝玩乐 体验信息时代的好处 这样的日子过得倒也轻松 很快便又是一周过去了 苏平再次刷完了这一周 刷出来的120次钓鱼次数 这次没有钓到珍稀鱼货 却也让钓鱼经验提升到了 目前钓鱼等级 三级 860-1000 运气好的话 下一周就可以升级了 虽说钓鱼商城是基数级 才更新新的商品 这种有盼头能看到进度的日子 还是让苏平很满足了 多少人因为看不到进度条 而放弃在即将成功那一刻 至于寻找新的钓鱼点 故乡那边 苏平去了极有名的几处名胜古迹 却是一无所获 修仙界这边 上古遗迹所在地 现在乱成一锅粥 苏平打算等他们打完了 再去看看 反正玄规岛连林脉都没了一样 能当钓鱼点 苏平不太担心 迟点去钓鱼点就会没有了 苏平和万宝楼的约定时间已经到了 便做好准备后 再次前往了九叶山方式 只是相隔一周 苏平发现 这九叶山方式的镇法迷雾淡了许多 山脚更是直接没有了迷雾 反而是多了不少人口聚集 其中步伐有凡人们聚集而居 正围绕着山脚 修建寨墙和木屋 他们之中步伐舞者 甚至见或能看到 有散修在监工 这些人正在不破坏法阵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开辟空地修建房屋 并开垦农田 这是准备把九叶山筑为山城 九叶山方式有着镇法庇护 凡人在这附近居住的话 倒是比在其他凡人城池 要安全一些 这是那些终于嗅着味道 了却没胆子远离的凡尘世家豪门们 在做准备了 注意到布局 还有那些舞者们身上衣服的标识 来自不同的豪门世家 苏平心中 盈盈闪过一些猜测 他走进了山脚 马上有认出苏平修士身份的舞者们 吆喝着开道 让出了通往方式的道路 几位散修 再看到了苏平后 马上恭敬的低头行李 散修这样在其他人 看来是大人物们的举动 也让那些立功们 意识到了什么 一下子敬畏起来 一时间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待到苏平身影快速消失 这片区域才好似从暂停状态之中解除 吆喝声再次响起 直接来到了万宝楼 苏平看到了那位八字胡中年书生顾莫之 这位书生见到苏平前来 连忙迎接了上来 而后 领着苏平进入到了一间密室之中 书生告辞离去 只留下苏平一人 密室里有着一面铜镜 在书生关上门之后 铜镜出现了波纹 玄机一位看起来三十多岁年纪 气质古典 容貌不算漂亮 但就是有一股由内刀外 令人看得舒服有韵味的女修 出现在了铜镜里 苏平看到人影心中一动 却也不算意外 林根不分男女 赤渊先门的功法 也不限制性别 内门甚至真传弟子里的女修 并不算少 这位女修看起来三十多 但是修士马看起来都会年轻一些 苏平恭敬了起来 好在对方也不是一个仗着身份看人低的修士 简单介绍了后 双方开始定下交易细则 苏平也得知了这位内门师姐和自己同性 不过别人来自大名鼎鼎的水云山苏甲 是先门众多修仙家族里的领头羊之一 他提供了三种体修秘术给苏平选择 苏平很想说小孩子才做选择 他全都要 只是苏平终究没敢这样做 而是在权衡了一番后 选择了看起来最实用的北斗拳法残片 这体修秘技残片 名为北斗贪狼拳 贪狼一出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虽然苏平不太信这脆体 就能练得秘技的开篇语 却在看了简介后觉得 这是目前最适合自己的体修秘技了 因为这北斗贪狼拳秘技 是可以靠着压榨自己身体潜力 甚至透支造成难以恢复的伤势 来强化接下来那涉及权益的一拳秘技 对其他人来说 这就是练成了 也只能以命换命的搏命禁术 可这对于有生命药剂 和进化药剂的苏平而言 这不就是消耗生命值 不停增加攻击力的招数吗 这种技能他挺熟的 苏平在看完介绍之后 脑海里已经开始出现 自己一边喝药一边不断蓄力 再配何十方剧灭体加成 只要蓄力不被打断 就能让自己这一拳的功力 可以不停叠加 直到超过自身本来实力的十倍 甚至百倍上限 并且别人可能打那么一拳就废了 自己却可以靠着药剂 只要能打出一拳 就能接着一拳接一拳的重拳出击 打对面一个措手不及 北斗拳法残篇 这门体修秘籍残篇 来自上古宗门 唯我独尊宗 是其无上秘点之一 北斗驻死经理 贪狼 破军 七杀篇中贪狼篇的体修秘籍 只是相应的北斗炼体篇 早已遗失了 你强行修炼 勉强入门便已经是极限了 这千年来还无人可以小成 作为内门弟子 女修提醒了苏平一句话 便不再多言 这对她来说 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苏平点了点头 感谢了一声继续道 师姐提醒得对 不过我也没奢望 学得正好适合自己的上古秘法 我只是看中了这门北斗拳法 那可以拼死一击的法门 现在先门不太平 而我又实力低微 如果不能掌握一二搏命底牌 岂不是任人宰割 如此倒是可以理解 女修文言仔细打量起了苏平 隔着同镜 她也能看出苏平应该是脆体小成了 北斗拳法残篇 只是入门的话应该是有机会的 然后靠着那一门搏命密集 只要不是高一个大境界的对手 在知道对方有着底牌后 大概率会掂量一下 值不值得和对方一换一吧 能想到这样做 并且肯付出行动承受代价的低阶修士 现在的先门力可不多了 她不免有些心动 起了一丝招揽之意 但想到接下来的大堆烦心事 又暂且压下了这一冲动 双方达成了交易协议 在苏平发了心魔誓言 不会外传今天的交易内容后 咔哒一声 密室里一座石台升了上来 上面放着的拳头大小木盒子里 便放着那北斗拳法贪狼篇的传宫玉检 苏平谢过了师姐 拿起了玉检贴在了额头上 很快就看到了玉检里一个个难以记忆 好在可以重复观看的先闻 确认无误 发现这密集内容和自己猜测的差不多 忍着心中涌动而来的激动喜悦 苏平再次谢过同镜里的女修 快步退出了密室 苏平和那书生结账用的 除了一部分腰兽材料抵扣 还有小半适用的白糖 在修仙界 白糖的作用是能用来做低阶单药的辅料 不过消耗最大的还是拿来做 对修饰来说算是零嘴的甜食原料 尤其是各大先门的炼器后期以上弟子 喜欢甜食也能余下零食购买的不少 苏平以前还有些疑惑 内门以上弟子怎么也那么喜欢吃甜食 现在看来 如果他们提前知道了 邪气污染了零物一事 使得他们不敢 或者尽量少吃零书零果 以及腰兽肉 那可选的量大馆宝的凡尘食物里 同重量下营养价值高 又好吃的 好像还就是含大量糖分的各种甜食了 苏平运来了大量价廉物美的白糖 虽然比不上南荒那边 在林田种植出来的糖品之高 却也起到了稳定了部分鲜门白糖市场 让一部分修饰能更廉价吃糖的作用 说一声功德无量过了 提一嘴甜食爱好者们的大善人 却是没有丝毫问题 当然 也因为白糖作用有限 并非什么必需品 苏平最开始想的运上几万吨来清销什么的 也就不实际了 肯花零食买零食的修饰数量 相对来说还是太少了 这部分市场并不算太大 一个月几千万把筋还好说 一旦苏平这边每月交易的白糖量更多起来 是很容易引起整个赤渊仙门地界 白糖市场剧烈波动的 并令那些背后有修仙家族的商会 注意到这一军突起的货源 到时候被吃干抹尽的就得换成苏平了 毕竟 仙门修饰就那么多 一个月分润几百零食的生意 考虑到你能拿货背后必有的幕后大佬 大家还能默许你分润一二 一个月抢占几万零食的生意 别说了 赶紧把幕后大佬叫出来看看 能不能顶得住吧 顶不住 那就别怪大家不客气了 苏平回去领月山庄的路上 通过林鼠小白小灰控制的群鼠 发现似乎四面八方的官道上 都有移民队伍在赶来 一部分大户人家的车队目的地 应该是九夜山方式这样的 有阵法的地方 更多的平民百姓 甚至难民的队伍目的地 恐怕就只有精确成了 人事越来越多了 得和城主还有记忽他们商量一下 做好准备才行 封印法器需要人口祭祀 只要利润分配公平 让大户们出力问题不大 以我目前的人设来看 也能让他们相信 我能保证得了这公平 苏平想着这时候 忽然靠着林鼠小白 发现一支大户队伍车队 经过的附近山坡上 鬼鬼祟祟地 出现了一支彪悍的马匪 就在苏平以为 要发生一场截杀的戏码时候 却见这支马匪突然停了动作 几个马匪直指点点着前方官道上的牌子 似乎再说 再过去 就是精确成的地界了 与此同时 官道上有几个武者组成的骑兵小队 举着旗帜巡逻经过 放在以前 就这点骑兵 人数占据优势的马匪们 是绝不会怕的 但是现在 这支马匪在激烈讨论了一番后 竟然选择了目送车队离开 我名声那么大了 竟然能让这些强盗土匪 不敢在我的地界搞事了 苏平收回了观察那边的注意力 颇有些惊讶 他却不知道 作为极少见 甚至是这百年来 唯一的真肯带队剿匪 和打杀妖兽的监察史 他的名气在底层 可谓是越来越广的同时 也越来越被神化了 在那些说书人的口中 英明神武 仁义无双 极恶如仇 悲天悯人的 金雀城监察史大人 打杀的劫修 变成了要泄计全城 召唤邪魔降临的邪修 狩猎的妖兽 更是化作了高百米 长百米的上古巨兽 那些作恶的肖小们 哪怕不全信 也多少受影响性了一点 把苏平的实力 往他们想象的极限上 又高估了一些 结果就造成了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 金雀城监察史的旗帜 特别好用 这片地界安全系数 直线提升 在苏平今生没被捅破之前 有得选的情况下 没人肯招惹一个 愿意为底层人出头的 掀门修饰 苏平回到了领月山庄 处理了一些杂事之后 苏平来到了药房 得知了这一批的药包 数量少了许多 却是制作脆体药包 需要的一些药材 短缺严重 听闻那些药师们说 是千里之外盛产药材的 牧原城遭了灾 遇到了千年一遇的 庚金大风 大量药员 被含有庚金器的 大风摧毁 药材实不存一 各家药商们 知道这消息之后 现在都在囤货齐居 现如今拿着钱 也买不到足够的量了 庚金大风 千年一遇 苏平敏锐地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阴谋 说不得和高层次大能的斗争有关 自己这事又被大能们下棋的风波给波及了 好在自己上次聚会 已经和记名弟子们提及过了 下次就能把一套发电机 带到湖中洞天 尝试如何科学的雷霆炼体了 脆体药包先将就着用吧 苏平想了想 加大了对脆体药包的经费支持 打算多花点钱 能买多少买多少 修仙界凡尘通用的白银 全打幼儿园的时候 苏平就得到了不少 并且 要是消耗得太快 他还可以从水蓝星 直接买白银 哪怕水蓝星 因为智能化发展 导致黄金白银等重要金属价格飞涨 相比起修仙界来 还是显得非常便宜 且量大的 湖中洞天之中 苏平用了一天一夜 将北斗拳法的北斗贪狼拳 密集入了门 只是入门 就让苏平气血亏空的 不比在云山方式见到的云酒要差 赶紧喝了生命灵药 加进化灵药 双重呵护下才恢复了过来 这还亏得苏平有 十分之一的圣体加持 气血强度 身体纯净无碍伤程度 远超过同境界的体修 这发现 令苏平暗暗吐槽 这门槛太高了吧 这也能是翠体七 就可以修炼的秘籍啊 翠体七都那么难 这唯我独尊宗的各种神功 该不会全是给有体制 相关灵体的弟子准备的吧 不过仔细想想 还真有可能 苏平从记载上古传闻的杂书里 找到了这唯我独尊宗的部分记载 发现这宗门 而是数千年前一等一的仙门 宗门两大顶级功法 分别是体修为主的 北斗柱死经 和术法为主的南斗柱生功 而北斗柱死经里 分为贪狼 破军 七杀三篇体修功法 苏平现在这残篇 只是贪狼篇 脆体七部分的秘籍 来头如此之大 也难怪门槛那么高 使得没有灵体加成的体修 哪怕好不容易入门了 也会因为负担不起 变成了只能用来薄命的底牌 轻易不可施展 再加上没有相应链体偏 小成都不可得 不过仔细想想 若非如此 自己又凭什么 能够买得到 这种大威能的秘籍 没那么多后患 哪怕雀灵石那位女修 也不可能将其卖给外人 拳法入门之后 苏平吃饱喝足 养好精神 然后又选了一个吉时 这才站在 埋谷地山顶那茅草屋前 面对着人脸大槐树 默默握紧了拳头 准备试试这背景 来头极大的 北斗贪狼拳秘籍 随着苏平缓缓吐纳出浊气 右手轻轻弯曲在了肩膀位置 心中默念 北斗贪狼拳口诀的苏平 脑海里回想起了 学习时候的 一个个仿佛有灵的纤纹 苏平身上冒出了淡淡白气 而后这些白气 缠绕在了苏平的右手拳头上 苏平心中 随之涌出了一股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的豪情出来 并随着这股情绪波动 每一寸肌肉 每一个内脏器官 都在拼命压榨着自己的潜力 产生出白气 供应到了拳头上 整个过程说慢十块 眨眼间 苏平的拳头就被白气包裹 凝聚权益成功 接下来 那就是试试看 能不能靠着生命灵药 不停增加这一拳的威力了 苏平心中一动 生命灵药被兑换了出来 并立即使用 一瓶生命灵药 能让苏平立即恢复100生命力 并在接下来的30秒内 不断恢复生命力 之前培养灵药时候已经发现 生命灵药的持续恢复效果和时间 都不会叠加 而只喝十分之一 那就只有十分之一恢复效果 并不能如净化灵药那样取巧 随着灵药起效 生命力不断恢复 又不断化作白气 叠加在了拳头上 隐隐约约间 苏平身后浮现出了一具 四五米高的 看不清具体模样的 白色恶狼虚影 拳头上的拳意 也随之不断增强 白气恶狼微微张嘴 隐隐绽放出了一丝吞噬天地 肃杀万物的冷意 影响到了埋谷地里的鬼火和幽灵们 让它们如同受到惊吓一样 齐齐缩回去了泥土深处 正在石狮子头上 玩耍的小黑和小奶狗 也猛地顿住身形 浑身毛发如过了垫一样 树立而起 三十秒后 生命灵药持续效果消耗完毕 这一拳的威力 已然比苏平刚刚凝聚好的时候 强了至少三倍 一瓶生命灵药 加三十秒恢复时间 能让我北斗贪狼拳的威力 增强三倍 如果我用三百秒 喝十瓶生命灵药 岂不是能增强至少三十倍的威力 只是这叠加时间略微久了点 当然如果我钓鱼硬币够多 直接靠生命灵药的 立即恢复效果 而舍弃那三十秒的持续恢复状态 也不是不能做到立即增强生命力 并快速叠加权益 然后轰出去 让对面大喊 这不可能 就是这样一来 就太好生命灵药了 我可是 还想继续十连抽的 通过刚刚那一瓶生命灵药的效果 来估计 每一百点 生命值能增强一倍威能 三十秒持续能恢复二百点生命值 一起作用下 才能把威力提升三倍 可惜以前测试过 生命灵药的持续恢复效果 不能叠加起来同时生效 否则复数使用 只是多蓄力三十秒的话 也不是不能接受 现在 想要短时间 取得同样的效果 我需要同时消耗三瓶生命灵药 才能抵得住 如今这一瓶的功效 这不是科命 而是科钓鱼硬币的大招啊 心中有了抵的苏瓶 没有继续蓄力 而是深吸了口气后 猛地对着天空轰出了右拳 哦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苏平轰出这一拳的时候 似乎听到了一头巨狼的咆哮声 在虚空之中炸响 碰 白气凝聚的贪狼虚影 张大嘴扑向了高空 并在下一个瞬间 化作横扫四面八方的爆炸气流 气爆的瞬间 形成了对外的飓风 带着轰鸣声 扑向更远的四周 人脸大槐树 巨大的树冠 在飓风下哗哗作响 巨大人脸闭目躲在了心生的树皮下 而在气爆范围内 苏平所在的四周地面 突然间好似受到了什么重压一般 石桌石凳 还有那三间茅草屋 竟然同时间齐齐破损倒塌 便是埋谷地的山顶 也同时凹了下去 以苏平站立位置为圆点 形成了一道半径超过50米的圆形浅坑 这一拳气爆产生的气流 几乎覆盖了整个云来仙境上空 虽然现在的云来仙境地方也不大 却也可以显露出这一臂杀的强大了 就是那辟邪成鳄石狮子 也在埋谷地山顶出现气爆的那一瞬间 忽然睁开眼看了过去 并微不可查地露出了一丝海形的眼神肯定后 这才重新缓缓闭幕 正在仲田的周璇小道长也听到了巨响 不过他视野被阵法遮蔽 连大槐树都看不到 只以为是哪位仙师所为 既然没人来找他 那就说明和他这个外门弟子无关 他只需要继续按部就班快乐修行即可 埋谷地山顶 苏平也震惊于自己这一拳的破坏力 超出了他的预料 他缓缓收拳同时 眼神瞟见了四周都已然满目疮痍 不过苏平没时间关注更多情况 施展北斗贪狼拳的后遗症 突然间如洪水一般袭来 感觉自己浑身都好似被火烧被刀砍 并且每一节骨头都快散架的苏平 顾不得其他 赶紧服用了生命灵药和净化灵药 靠着灵药 那疑似涉及规则之力的不可思议力量 这才在数秒后 彻底脱离了刚刚那种难受至极的虚脱状态 然后 清醒过来的苏平 一边深呼吸 一边渐渐察觉到了自身的一些奇异变化 普通的脆体中期体修打出一拳后 只怕是有死无生啊 不过 感觉有些奇怪 打出那一拳后 我记忆里关于北斗贪狼拳的先文 似乎更生动了一些 我对这密技的理解能力 也多了一点新的理解 这感觉 让我有种多了技能熟练度面板的错觉 可惜呼唤不出面板来 果然就是错觉 那么就是这密技本身就是要求如此修炼了 死 如果真是这样的练法 不是专门的圣体 谁能把这拳法练到大成 克 实在是太坑了 等等 好像我也可以靠着克要练下去 那没事了 苏平嘴上吐槽着 心里却是颇为高兴 这功法坑归坑 限制也多 可这威力也确实配得上他的不凡来历 并且够强大 够有潜力 还能随着自己体修境界提升 而不断提升 苏平回忆着刚刚的那一拳 他确信 就算是炼气后期的那些师兄师姐们 动用了法器之后 也没可能打出那样的声势 并且 除了纯粹的力量 纯粹的破坏力外 贪狼权益之下 似乎带了一丝 自己还不了解的神奇力量在里面 正是这股力量的加持下 买谷地山顶才会那么惨 直接出现了一圈浅坑 也让毛屋石桌这些忽悠用品 提前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 需要更新换代了 不过 更重要的是 现在这样超越炼气后期 动用法器 权力一击的一拳 这并不是苏平的极限 只要灵药管够 打出十倍 百倍威力的北斗贪狼拳 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 助击之下我无敌 助击之上 目前还不清楚 助击大修士们的手段 和保命底牌 倒是不好评价 苏平在仙门苦修二十年 见过内门弟子之间的比武 也见过炼气大圆满修士 全力施展法术斗法的场合 助击大修却离他太遥远了 除了知道助击修士具备神识 武感更强 还能驱使多剑法器 甚至付出一定代价 暂时使用灵器外 便没了更多了解 北斗贪狼拳 把助击的护体器罩打破防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毕竟仙门里 经常有炼气后妻配合助击 给对面助击造成影响 以至于决定胜负的故事 仙门的家们可没有信息时代的作者们 脑洞大爱乱编 炼气后妻要是房都破不了 他们便不可能这样写 那是真要被仙门弟子们 线下带打的 就是如何保证 自己能打中助击本体 是一个问题 至于说出其不易偷袭 偷袭炼气后妻修士的例子 时不时会发生 偷袭一位助击 却极为少见 嘿 想那么远做什么 我现在的身份地位 能惹来一位练气后妻 就是运气不好了 真那么倒霉 碰到不可力敌的敌人 大不了一跑了痣 传颂符文可是存了两个了 先去玄归岛 再回去水蓝星 待上一年半载 再回来修仙剑 如果这样都能被蹲点 那我也就认命了 苏平李清了思绪 念头通达之后 苏平接着修炼发现 自己修炼速度 也随之提升了少许 接下来 苏平开始 每天打出一击 北斗贪狼拳 并进行了实验 看看一倍 三倍 多倍威力的这一拳 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好消息是 只要能成功出拳 并恢复状态 就可以加快 这密技的熟练度 并得到某些密技 相关启示 坏消息是 吃灵药叠加了之后 也是那么多 苏平想要把这密技小城 甚至大城 只能老老实实出拳练习 索性和钓鱼游戏一样 能真切感受到修行进度 付出了就有回报 如此 就在钓鱼点 又要刷新的时候 苏平回到了领月山庄 赵立将管事收购的 粹体药包 放入了储物袋 顺便看看书信时候 一头仙鹤 把来自仙门的急报送了过来 苏平打开急报 看到了工过堂的 紧急通报内容 竟是前线出了纰漏 疑似有数量不明 最多不会超过三位数 实力不会超过 炼气大员满气的 成年妖兽四散开来 流窜到了防线后方 后方 已有好几座城池 被这些妖兽肆虐 凡人死伤惨重 很明显 这批妖兽是有备而来的 会主动袭击凡人们的聚集地 并以杀戮为乐 苏平所在金雀城 便在这些倒霉城池的后方 有一定可能成为下一批 被妖兽肆虐的城市 所以公过堂紧急发来了急报 要求各地监察使 务必联合当地城主府 守住各自地界的大型城市 严防死守 以待巡察使们救援 还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又是天灾人祸下 又是有妖兽要过来 不过 看说明巡察使能对付的妖兽 现在的我也可以对付了吧 嗯 考虑到大部分成年妖兽堪比 脆体后期体修 并且更加皮糙肉厚 我也该回去故乡 换点威力更大的武器来打猎了 回水蓝星之前 苏平先去了城主府 把急报内容告知了过去 算是履行自己身为 金雀城监察使的责任 这消息一出 立即就让正在和城内大户 开会救灾的城主 和祭湖等贵人给吓妈了 尤其是知道了 前方已经有前车之鉴了 更是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苏平注意到 会议上好几个世家的家主 眼神都开始飘移 大概率是在寻思其他退路了 苏平猜测就他们的水平 大概率退路 就是周边地区的几个方式 比起目标明显的大城市 方市有着镇法庇护 无疑更加安全 这些大户背景厚一点的去大方市 差的就只能去九叶山方市 这种地方 自己修寨子了 在这全城开始混乱起来的时候 苏平却是镇定自若地 出现在了领月湖 又一次开始了垂调 当金雀城的大人物们 从管世家谱口中得知了 那位监察使大人 竟然在知道了那么糟糕的消息之后 又去了垂调 不知怎么的 这些人忽然间心安了起来 几个准备全家迁移的大户 也在知道此事后 由于再三决定 只把三房迁走 算是以防万一 其余族人 则是被安排在等等看 毕竟他们这位监察使大人 都这时候了还去垂调 零大势而不及 必然是胸有成竹啊 或许这次妖兽动乱 他们精确成 依旧可以幸免于难 苏平可不知道 自己这一垂调 影响了那么多人的决断 他只是看着钓鱼次数刷新了 那就赶紧钓了好回去故乡 领月湖钓鱼点 此次刷新了七十次 属于刷新上线了 这令苏平心中涌起了一种 今天自己能出货的念头 久久挥之不去 获得钓鱼经验加一 获得赤血红鲤加一 苏平注意到信息流闪过的提示 身子微微一震 心中暗道 等等 还真是钓出来好东西了 赤血红鲤 可以略微增加湖中洞天灵气 或者改善体质的赤血红鲤 完全不需要犹豫 十方剧灭体的效果 已经证明价值了 这条鱼也必须吃掉 苏平脸上浮现出了喜色 倒是没有马上起身 而是忍住赤鱼的诱惑 把接下来的钓鱼次数全刷完 让钓鱼经验提升到了 目前钓鱼等级3 9301000 如果水库钓鱼点也能刷出70 今天就可以升级了 至于玄瑰岛那钓鱼点 相对而言太远了一些 苏平是打算每隔四周 再去一趟钓鱼的 反正就算这周提升等级了 其实也没什么新商品出现 这次结束锤钓 想试试龙血鱼味道的苏平 选择了直接动用法力 连钓了五条大草鱼 扔进了鱼兜 这才起身回到了领月山庄 准备吃鱼的苏平记得 这赤血红鲤是有异象的 他选择了回到湖中洞天 再享用这条红鲤 湖中洞天之中 苏平在灵光鱼池旁边空地 鲨鱼烤鱼一气喝成 而后把赤血红鲤放入口中咬碎吞咽 一分钟内便一点渣子都不留下 这一幕看在了灵光鱼池里 那有了灵智的大黑鱼眼里 看得这大黑鱼身子一紧 好不容易鼓起地浮出水面的胆子 又给吓破 咕噜噜选择继续沉底 苏平在吃完了赤血红鲤后 马上盘膝打坐 这次比上次要快 不过数分钟 苏平就感受到了改善进度 从十分之一变成了十分之二 现在起 苏平就是五分之一的十方军灭体了 呼 借助赤血红鲤的帮助 感觉只差一点脆体五层 就能突破到六层了 苏平睁开了眼 起身后便来到了灵光鱼池 目光看向了在池底瑟瑟发抖的大黑 吃吻 该为甲龙血了 大黑鱼听到了苏平喊自己名字 哪怕再害怕 也不敢违抗命令 选择了乖乖地扶上来 苏平让白鹤童子帮忙 又一次把那刘文甲龙鱼给捞了起来 而后这一次抽取的二十毫升甲龙血 苏平只给了大黑鱼吃吻十毫升 吃吻得了甲龙血 身上的龙微浓郁了一些 龙须也又长了几寸 体型没怎么变 不过额头上出现了两个骨包 或许等到它修到炼气后期 这骨包可以变成鸡脚 剩下的甲龙血 苏平分给了五条 从领月湖钓上来的大草鱼 然后将它们放在灵光鱼池里 先养了起来 虽然不符合灵光鱼池规矩 得不到加成 却也能靠着灵气浓度和大量食物 快速适应那甲龙血 并快速成长起来 苏平准备等这些草鱼吸收完龙血 就把它们做成九道菜肴 好好享受一番 希望甲龙血把它们变成龙鱼后 味道也能得以改良吧 为此 苏平从储物袋里 掏出了几十斤零米 交给了小黑猫 让它有空就抛洒零米喂鱼 而后又警告了大黑吃稳 如果它敢偷吃 那就代替这些草鱼来当主菜 之后 苏平才神清气爽地启动 回程浮咒 回到了水澜星 东王冠随着周旋小道长宣布远游 此时道门紧闭 冠内空无一人 只有野猫野狗 会悄悄出现在道观附近游荡 苏平引伸过来看了眼 确认没有什么异常 或者小概率事件之后 这才化作老鱼翁 前往水库继续钓鱼 这次水库钓鱼点 刷出了五十次 一看这次属苏平就知道 运气在领月湖耗光了 果然 接下来全是大小轻鱼 只是让钓鱼经验提升到了 目前钓鱼等级 三级 9801000 我需要的装备 还是先从记名弟子身上找吧 至于理由嘛 蜀盗人本就是小反派画风一个 还快要老死断传承了 自然不需要讲什么超凡规矩 打算利用现代武器来对付仇家 听起来也是挺合理嘛 苏平深知 只要自己先没有了逼格 自然就可以不要脸面 苏平戴上了面具 靠着灵鼠小白小灰 提供大范围探测 提前避开行人与监控 沿着上次已经规划好的道路 朝着尼尔伯山林挤齿而去 尼尔伯国 加德市 对于这座内貌小城而言 最重要的沿河港口 此时几艘货船正摇摇晃晃靠岸 随着龙门调 把一个个货箱吊起来放到卸货区 各色人等驾驶着 从两个轮子到五个轮子的运输车辆 蜂拥了过来 开始帮忙搬货运货 一个褐色皮肤 有点秃顶的大鼻子中年人 站在办公楼的天台顶上 咬着口香糖 眯着眼打亮着货船 最近几天来的船 有点多了吧 大鼻子中年人 看起来漫不经意地询问着 身边一个肥头大耳的墨镜男 连忙带着笑道 都是那些东方投资商贸易公司定的货 小弟们都查过了 除了少量电器设备 都是一些不值钱的 还是没有原木 也没有宝石原料和其他东西 大鼻子中年人摸了摸自己的秃顶 皱眉起来 他是这内核港口的安全负责人 同时也是在这迦德市 代表了某一方势力利益的代言人 他手中最赚钱的生意 并非港口区的保费 而是对原木进行在加工的特别费用 这也是迦德市在工业区凋零之后 利润最大的买卖了 肯来这设贸易公司的 多半都会经手这一贸易 并在把原木运来之后 由这位大鼻子中年人手下的公司 随便在原木上割上那么一刀 别小看这一刀 没割那就是走私原木 在尼尔博以及周边各地区 都是非法的 割了那就是出口木制品 是立国立民的正规贸易 只不过这割易刀如何收费 怎么收费 那就大有可计较的地方了 这位安全负责人 一开始听说 迦德市遇到来自东方的大肥羊时候 可是兴奋了好几天的 甚至提前和一批兄弟们 去了首府最豪华的酒店 开心了一天一夜 做梦的时候 他都已经寻思好了 要用多少种手段 来盘剥这批肥羊了 甚至准备着调查出 对方背景不够厚的话 直接收钱不办事 等他们出口原木时候 再狠狠坑一笔 至于会不会杀鸡取卵 哼 这关他这位依法办事 过两年就要换岗的 正义安全官员什么事 再说了 他要不是不杀 也会有其他人 看中机会动手 那时候 他就只有喝汤的份了 当然 如果对方背景够大 并且真能细水长流 那么几年 让大家都能赚钱的话 大家也不会做绝 只是这种情况极少发生 有着能耐的更好选择多的是 没必要跑来加德市 可是 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你跑尼尔伯加德市 这样的鸟不拉屎地方 不去搞原木 去搞各种擦边的生意 你拼命进口一堆生活物资 算什么拐 还真打算在这地方投资开工啊 天下哪有这样的大善人 不赔死才怪 阴谋 这些来自东方的投资客 肯定藏着天大的阴谋 大鼻子中年人 恶狠狠吐出了口香糖 靠着屁股思考 第一时间做出了判断 他看着港口忙碌的场景 却赚不到钱 这让他比亏钱了还难受 联系一下土狼帮 他们不是一直想来 加德市港口去开店吗 帮了忙我就同意了 老板 土狼帮最近一直有 和那些乱匪接触 加上还是年轻人为主 我有点担心失控 中年人身侧 墨镜难弯下腰 有些犹豫 他口中的乱匪 指的是尼尔伯那些 一直活跃在各地 有几十到几百 甚至上千非法武装分子 组成的暴力武装集团 这些暴力集团 口号一个比一个古怪响亮 深挖的话背后 基本上有一家 甚至多家不同的内外势力 在支持 有的占地为王 如同国中之国 有的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为尼尔伯目前的乱象 也算是天砖加瓦的一大助力了 呵呵 我当然知道 大鼻子中年人抱着凶道 你装作我默许他们来加德市 燃指河道就行了 至于年轻人做事冲动失控 失控了不是更好吗 不出大事 我这港口区的安全官 怎么去邦市郊区肥阳的忙 今早首府来了电话 觉得该打击那些犯罪团伙的 嚣张气焰了 我们加德市这边也到杀鸡锦猴的时候了 听到这话 墨静男明白了过来 这次土狼帮只要动了对方的人 要是失控死了人 闹大了 我们正好事出有名的 缴了对方当点刑 那些东方肥羊被我们宰了 还得感谢我们 钱 功劳还有名声 我们这一次全都能拿 老板英明啊 加德市郊区工业原理 黄总等人通过接收县城的工厂 快速搞好了贸易公司和生产基地的同时 他们也察觉到了一些危险气息 来之前 黄总六人就很清楚 尼尔博这片地区的混乱与危险 只是当初选定了此地 不就是看中了这地方的三部管 以及它在各大势力犬牙交错下 达成的某种平衡吗 黄总等人以前开道 发动人脉同时 也加急找到了信誉高的保安公司 负责工厂安全 然后 这段时间 黄总他们确实没事发声 甚至连加德市本地公司 家常便饭的恐吓敲诈都极少 看来 哪怕是在尼尔博 也没有歹徒胆子大盗会去招惹 明显守卫森严的安全区 但是这天傍晚 黄总他们却得知了 他们一辆运本地员工的客车 在来这里的时候 给劫持了 黄总等人 对此并不太慌乱 甚至有种 呕呼 终于等到了的放松感 因为这种劫持人质 然后逼迫外来公司谈判的情况 在尼尔博并不稀奇 不遇到几次 你都不好意思 跟别人提你有在尼尔博开过公司 他们来时候找到的专业人士 就有给出过这种情况的预案 一般来说 对方目的还是求财为主 说白了 就是你这头肥羊过劲了 地盘上的恶狼们 都想吃上一口 却又存了一丝细水长流幻想 以及担心反噬的担忧 所以会不断试探肥羊的底线 不断尝试看能不能再吃一口肥肉 找人谈吧 谈不拢再看 是继续找人 还是给前后开打吧 陆大亨这时候开了口 眼神里带着一丝兴奋 有了这事件 我们给保安队弄点擦边的武器 也就合情合理了吧 咱们之前不就想好了吗 要在这做大做强 也搞一个同行们 在约翰内斯堡亮的蓝区 武器装备训练的 比当地正规军还要好 你倒是想得挺远的 还想要话去而至 真以为这样的事情 那么好办成啊 那些例子 无不是借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作用 黄总笑了笑 开始打起了卫星电话 很快 这位黄总表情严肃了起来 这次搞事的不是本土势力 是一群外来的亡命徒组成的帮会 土狼帮 有点麻烦了 这帮会包括主事的 大多数是年轻人 什么钱都敢吃 据闻最近还和一些 非法武装团伙有联系 不仅贩卖非法药品 还疑似参与了非法军火 另外 市长那边提醒我们 那位负责港口区域安全的安全官 对我们颇有意见 那一位 陆大亨回忆起了资料 他不是把持原木生意为主吗 怎么 看到我们没有进出口 原木着急了 我们还真是他们眼里的大肥羊了呀 说到这 陆大亨设身处地一想 发现要不是知道自己身后 有那么一位属道人 目的也不是真的为了商业利润 在这里投资设厂 他们可不就是肥羊做派吗 怎么办 聚会时间要到了 要报告 不用 这点小事都要求住 很可能被道长认为是我们无用 要是 要是被看成是我们再试探道长本事 那就更不妙了 黄总连连摇头 一想到蜀道人的画风 以及那人脸大槐树 他就不敢去做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事 反派做事 很多时候是不用讲证据的 只需要怀疑就可以了呀 所以 只要能够自己解决的 那就先尝试着自己解决好了 哪怕苦点累点 花点钱呢 花点 安全第一呀 陆大亨等人也是民事里的 纷纷点头同意了黄总的想法 然后他们开始安排人接触对方 准备靠自己摆平此事 夜晚降临 黄总六人再次感应到了蜀道人的召唤 进入到了埋谷地之中 一来到埋谷地 黄总六人就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地方 迷雾还是那么浓郁 不过迷雾里的树木黑影是不是稍微散乱了一些 还有那些听多了竟然感觉一丝亲切地发出鬼哭狼嚎的鬼火们 好像也没上一次来时候响亮有力了 好在过来迎接的幽灵看起来并无大碍 黄总六人也就放下心继续跟着前进 不一会儿 他们来到了埋谷地山顶 看到了让他们眼皮一跳的画面 本该在前方的茅草屋 还有那他们曾经坐过的石凳 曾经放茶杯的石桌 竟是全都化作了废墟 并且 随着目光看到地面 发现了那一圈浅坑 黄总六人纷纷止步 心中惊慌不已 直到看到了从废墟之中迷雾里缓缓走了出来 露出了身形的蜀道人 黄总等人才好似看到了主心谷一样 长松了口气 这是遇到了超凡斗法了 看起来买谷地还在 他们也还能继续被接引过来 蜀道人应该是没输 就是老巢都被打成这样 这位道爷 似乎是注意到黄总等人的担忧 蜀道人握紧拐杖敲了敲地面 发出了结结结的怪笑 不用惊慌 只是有萧小学了点不入留本事 就想来试探 已经都被老朽送上黄泉路了 就是这次 你们得席地而坐了 蜀道人说完话 来到了赶紧弯腰恭贺自己的黄总六人面前 首先还是血脉石板检测血液 这一次的血液标本要多上不少 按黄总解释 他们在尼尔博办厂 招了不少有东方血统的员工 然后他们以健康检查为由 安排了自己人插手其中环节 自然而然得到大量的标本 可惜人是够多 这一批样本依旧没有让血脉石板发光的存在 苏平对此也不太失望 得知无幸失之我命 并且 灵体越是稀少难出 不越显示出自己的圣体牛逼吗 检测结束 苏平给了热腾腾的灵茶 安抚了黄总六人的小心脏后 他们开始汇报这段时间的经历 并提交了准备转交给买谷地的货物清单 蜀道人施展玉物树 让那份清单脱离了重力束缚 轻飘飘地飞到了眼前 看着上面列出的具体树木 苏平心中微微点头 所画蜀道人却用出似笑非笑的语气道 你们啊 还有些事情没有汇报吧 听到这话 黄总六人背后汗毛竖起 纷纷第一时间就跪在了地上 在跪地的同时 黄总心中闪过了各种猜测 其中最可能的不是他们六人里出现了叛徒 而是黄总有些惶恐地担忧起来 买谷地其实不只是他们六个记名弟子 这位蜀道人很可能还有着其他记名弟子为其效力 甚至就在那家德市提供了情报支持 上位者从多方渠道获得情报来互相对比 以免偏听偏信 这是应有之意 蜀道人这样做 黄总等人不觉得意外 他们边磕头求饶 一边把唯一遗漏的是 那涉及了土狼帮的消息 不分具细说了出来 苏平默默听着 他自然没那功夫 告别的记名弟子 他只是习惯性地 让林鼠小白小灰 控制了一批加德市的本土大老鼠 然后每次过来时候 都会提前探测一番 并读取一下大老鼠们的记忆片段罢了 加上这次劫持事件 就发生在工业园区周边 做得很糙 做的人就没想过隐藏身份这回事 而这片区域 也是大老鼠们严防的地区 苏平能够注意到 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 甚至在黄总他们过来买骨的时候 已经有老鼠找到了那些劫持者们 和人质们的藏身地了 看来 你们本意 还是在为买骨的用心做事的 这很好 但是下次不准再隐瞒了 你们是真心还是有小心思 分辨的办法有的是 懂了吗 蜀道人说道 这顿了顿 身上忽然冒出了滚滚黑气 四周 一阵冷意袭来 黄总等人 只觉得自己等人陷入了冰天雪地一样 在看向变得鬼气森森的蜀道人 他们扶至心来 赶紧赌咒发誓 从此不再有任何欺骗行为 苏平对此 自然是不大幸的 不过给了大棒 也该多少 给点胡萝卜了 心中一动 制造严寒和恐惧气氛的阵法 先暂停让他们缓一缓 苏平口中念出了修仙界五道功法 养生宫的入门篇 这养生宫入门简单 对资质门槛要求极低 在修仙界颇受广大大户人家喜欢 多少练一练 至少强身健体是没有问题的 对水蓝星的人而言 这功法和其他五道功法一样 最重要的麻烦就是 入门也好 小境界突破也好 要么在灵气环境下苦修 要么就靠单药来提供缺的灵力 没有这些关键点配合 养生宫在水蓝星的作用 可能还不如科学健身 至少科学健身 是真的按照本土环境 和人类身体状况来制定的 黄总等人 听到蜀道人的传法 心中狂喜 尽管蜀道人就念了一遍 黄总他们却并不担心 他们这边 可是有陆大亨这样过目不忘的 学霸人才的 悄悄瞟了眼 发现陆大亨微微汗手 表情自然 黄总他们也就放下心来 只等着回去了 就找这位学霸好好学习 他们却听到 蜀道人继续开口 你们身体太虚了 刚刚那是给你们打基础的功法 等会你们可以在这打坐修炼 尽快借助地力入门 至于老朽 哼 老朽都快死了 还要被人找上门来欺负 那还管什么江湖规矩 你们啊 也是太年轻了 别以为动手那些都是凡人 就只是针对你们了 他们身后可不只是凡人啊 明面上是动你们 暗地里也在试探老朽 不过不用担心 就是一群旁门左道都不是的跳梁小丑罢了 迟早做一场 那就选择今夜此时好了 立足先立威 今夜 老朽替买古地 再次立威 蜀道人处着拐杖 消失在了山顶 四周迷雾浓郁了起来 只空出了山顶一小圈地方 又跪在地上等了会儿 觉得蜀道人肯定走远了 黄总等人才慢慢站起身 难怪道长说 我们太年轻了 是啊 没有想到啊 我们竟然还涉及到了超凡势力间的碰撞 不过我们那道长看起来胸有成竹 此次立威必定大获全胜啊 黄总不断抚摸着胸口 并开口为他们打气 从刚刚的对话里 这些老奸巨华之徒都明白了过来 傍晚那劫持事件不简单 不仅是本土势力对他们这些外来商人的试探 也是本土超凡对买古地的一次试探 而蜀道人现在便打算要出手 以雷霆之势强行破局 这也是过江强龙对地头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了 作为寄名弟子 黄总他们已经没得选了 只能期望与蜀道人可以成功 同时感应到了危机感的他们 也开始专心致志地和陆大亨一起学习其养生功起来 在湖中洞天的二阶中品灵脉加持下 哪怕没有服用丹药 他们这些人也能明显感觉到身体在发热 丹田渐渐出现了热流 如果只是自己一人有这意想 那跟着大师学过的他们很清楚 这就是身体幻觉 是必须克服的修行灭障 但是现在 他们六人都有了一样的感觉 那就不是错觉 而是真功夫带来的真感觉 这才是真功啊 黄总感慨万千 只觉得这段时间的操劳和付出 全他马的值了 那些比自己虔诚 比自己花得多的求仙问道的同行大佬们 哪一个能学到这样的真功 虽然只是入门 黄总却觉得自己应该年轻了十岁 当然 这只是错觉 养生功还做不到返老还童 不过接触到五道功夫 又在修炼过程吸入了少许灵气 心态上确实有可能年轻一些 气色也会短时间里得到很大改善 百病全消 肯定是没那么夸张的 但是大部分慢性病被压制住 从而缓解痛苦 还是没有问题的 加德市郊外 一片孤零零立于道路边山坡上的小型破败厂房里 几十个只穿了短裤的年轻人 正聚集在里面吃着烧烤喝着酒 说着婚笑话 干着自己的事 浑然不觉得今天得罪了那些东方投资客之后 会遇到什么麻烦 在他们看来 那些安保公司不可能为了救人来和他们这些亡命图搏命 至于当地官方武力 默许了他们的 就是掌握当地合法武力最大的那一位 他们虽然年轻气盛 也知道这其实是被荡枪势了 不过这些人并不在乎 胆子大的他们 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捞钱的机会 他们都穷怕了 现在只想着拼命赚钱 以后的是等赚够钱了再去考虑 土狼们的领头 是一位人不可貌相 看起来好似高中生的圆脸眼镜男 此时 他忽然站起了身 抓住了身边亲信脖子 扯了过来 叮嘱了几句 随后那亲信连连点头 招呼了两人 提着水桶 打了一大桶水 向着厂房的储藏室走去 人质基本都被关在了那里 这几人准备随便喂点水了事 也没人专门盯着那些俘虏 说实话 迦德市本地人 作为人质死亡率还是比较低的 他们只是谈判借口 筹码 要泄愤 也是先杀抓来的外来管理 轮不到这些辛苦打工养家的本地平民 所以 人质们也很听话 极少有真跑路的 过了一会儿 圆脸眼镜男 听到外面的汽车声音后 摸了摸腰带上的手枪 站起身和另外几个心腹 走到了厂房门口 在那儿 他张开双手 亲切拥抱了一个 下了汉马车的迷彩服中年男子 几个迷彩服的手下从车子里提着手提箱下来 今晚 是一个月黑风高夜 没有月光的双方借着车头灯的灯光 在厂房外完成了清点 而后那土狼老大 喊了几声土话 两边土堆上 站起来了几个埋伏的枪手 朝着他们晃了晃手电筒 再跟着 一辆叉车从厂房里开了出来 运来了一个大箱子 看到这大箱子 迷彩男两眼发光 不停称赞其土狼帮 似乎很佩服他们 可以弄到箱子里的东西 支支支 车子灯光下 有黑影在快速穿过 更有老鼠鸣叫声传来 结合四周黑漆漆的山林阴影与黑夜 刚刚交易完 坐上了副驾驶位的迷彩男 忽然莫名地有些心计 他皱了皱眉 压下心中不安的同时 低声催促驾驶员返航 并加快速度 支 汉马车刚刚顺着山路 冲上了公路 突然 一道笼罩了公路的阴影 正面袭击了过来 瞬间就淹没了灯光 也淹没了车体 就连声音 似乎也在那瞬间给吞噬了 正在厂房门口 又数了一遍花旗刀的土狼老大 无意间 抬头正好看到了 汉马车消失在阴影的一幕 他心中莫名咯噔了一声 对眼前本该熟悉的 黑夜和山林 竟然从心底涌出了 一阵阵寒意和恐惧 吱吱吱 这位土狼老大 再次听到了老鼠声音 并惊讶发现 四周不知何时 竟然都有一团团黑影 在快速耸动着 虽然觉得自己 可能是想多了 土狼老大 一边后退回厂房时候 一边心中默念起 小时候听过的保佑经文 啊 土狼老大刚刚后退 回了在灯光下 如同白昼的厂房 还来不及放松下来 就听到了兄弟们 发出了惊恐惨叫声 他猛地回头看去 赫然发现 厂房的下水道 通气口还有天花板上 如同下雨一样 冲出了大小不一的老鼠 这些老鼠发疯一样 扑向了人类 不断撕咬啃食 他的那些兄弟 当场就吓蒙了好几个 直接被老鼠们扑了一身 被咬得血肉模糊 有人反应快 第一时间就站起来乱跑 却还是随着老鼠越来越多 而被咬伤了小腿 跌倒在地 老鼠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老鼠 土狼老大和身后亲信们 吓了一跳 第一时间没打算救人 而是想要向外跑 刚刚回身出门 这些人猛地定住了身子 却是看到了厂房前院 不知何时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 一片又一片老鼠 这些老鼠围住了门口 血红双眸 盯得它们偏体声寒 两旁土坡上 埋伏家放哨的枪手 所在位置 也已经布满了老鼠 它们显然已经凶多吉少 谁 到底是谁 阿主保佑 阿佛救我 饶命啊 我们投降 投降还不行吗 土狼老大身边几个心腹 在眼前这超乎理解的超凡现象面前 也已经吓得双腿发软 开始本能地向神明祈求 只可惜 在这没有灵力 信念之力 也无法保存的世界 就算真能有神明存在 那位神明的创造者 也只会是苏平 土狼老大咬破了嘴唇 让疼痛令自己强行镇定 肯定是用了什么新科技手段 装神弄鬼 我告诉你们 我要是死了 你们谁也别想知道那个秘密了 秘密 弱者的秘密 老朽可不感兴趣啊 忽然 土狼老大听到了黑夜下 传来了一个苍老声音 他心中一喜 还以为炸出对面谈判人的时候 这些已经开始杀戮取了的年轻人 突然瞪大眼 满脸不可思议地望见了 让他们三观颠覆的一幕 黑夜下 大片群鼠如同潮水遇到礁石一样散开 让开了道路 另一位戴着鼠纹面具 身穿黑袍的老者 处着拐杖缓缓走来 这老者浑身上下鬼气森森 群鼠坏绕之下 显得格外的妖异 邪恶与强大 是的 强大 被数不清的群鼠围困住的这些人 他们只觉得自己等人在这老者面前 前所未有的弱小 并且 更诡异的是 随着他们看到这老者面具 他们明明没有听到说话声 却感觉到了 这老者阴侧侧的邪笑声下 他们似乎听到了 这老者在缓缓告知他们 月黑风高夜 群鼠是人时 老小鼠道人 来送诸位上路了 不要 土狼老大等人 齐齐师声大叫 却挡不住四面八方群鼠涌了上去 这前院的惨叫声 顿时和厂房里的连成了一片 伴随着有人最后挣扎的几声枪响 整个厂房区 重新陷入了宁静 完成任务的鼠群 开始如来时 那样退去 甚至在零鼠小白指挥下打扫战场 把死去和受伤的老鼠也带走 而后苏平拿出了储物袋 从汗马车到武器装备 再到能用的物资能打包的 全都打包带走 并在最后 看了眼全是人知的储藏室后 敲了敲拐杖 撕破了一张清洁服 扫除了自己在厂房可能留下的所有痕迹 至于监控 这帮会在这临时住点 就没装这玩意 原来留下的都基本坏了 就这以防意外 苏平还是提前让老鼠们去破坏了一遍 确保了不可能有影像资料流传下来 苏平没有去释放人质 在扫清痕迹后 他便启动了隐身服 又一次隐没到了阴影之中 深夜 加德氏大大小小的官员 忽然被电话铃声吵醒了 而后他们目瞪口呆地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傍晚劫持了那些东方肥扬的土狼帮 就在不久前灰飞烟灭 全都消失不见了 还是去谈判的人发现不对 去解救了受害者们 这才发现了异常紧急上报的 同时 更另一部分官员惊愕 甚至感觉到了后怕的 是包括市长 以及港口区安全官员在内的 十多名加德氏的实权人物 他们在被吵醒得知之事 准备起床办公的时候 无不注意到了 放在他们房间显眼位置的 一张黑色卡片 这卡片只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确令他们再也不敢 对那些东方投资客们 起轻视之心 因为卡片上面 只用东方古国语写了一句话 物为言之不欲 尼尔伯加德氏 在外人看起来依旧如常 土狼帮的消失 也只是水面上稍纵即逝的 一朵小小水花 可是在内部 在尼尔伯加德氏的 上层官场里 确实已经引起了一场大地震 收到了黑色名片的官员 没有人主动暴露自己被警告了 却也通过惊人的官场嗅觉 察觉到了同僚们的变化 从而猜测到了某些事实 加德市港口区 一大早作为重要助手的墨敬南 还有那些等待着捞一笔的官员们 颇为惊讶地收到了老板员计划取消的通知 等具体消息传了过来 知道土狼帮一夜间消失了后 墨敬南恍然大悟 并暗暗猜测 那些人来头或许极大 以至于老板也被上面给警告了 而等到墨敬南通过自己人脉 从现场调查的安全人员 那看到了人质们的口述后 他瞪大了眼 第一反应是 这不可能 但是看了那么多描述内容 因为精神状态差别有点大 但是关键内容 几乎没有区别的口供 还有现场那干净的一看 就不科学的录像和照片 接下来 作为一名世代在此的 尼尔伯加德世人 墨敬南朴素的信仰 让他情不自禁 倾向于相信了人质们的口供 是由鬼神在暗中帮助东方人 鬼神驱动了老鼠 袭击了土狼帮的那些亡命徒 并带走了一切不解之物 这很符合此地鬼神一说 他们藏在密林里的原始宗教里 不乏有驱使老鼠 蟑螂 各种毒虫和毒蛇的鬼神 甚至有寨子受到了 来自遥远北方那边 黑妈妈等教派的影响 崇拜起了 雕像是猫狗老鼠等模样的鬼神 而随着人质们口供越来越多 当地的安全人员 也压根藏不住秘密 不到一个早上 加德世至少三分之一的人 就都知道了这起奇异事件 并很快在兴致勃勃的讨论中 达成了共识 那些东方人惹不得 他们是受到了鬼神保佑的 于是 黄总六人在一大早依不舍 还想多修炼一会儿 却被被蜀道人无情踢出来之后 他们很快 察觉到了 本地人对自己的态度变化 似乎少了极度与不甘 多了敬畏和讨好 黄总等人一开始还有些不解 等到收集了资料 慢慢回味过来之后 他们六人纷纷拍板 决定帮助蜀道人把这口锅背起来 明面上 他们是绝对不会承认什么鬼神之说的 人质得救更是和他们毫无关系 是有好人看不惯坏蛋 所以行侠仗义 什么驱使老鼠的鬼神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暗地里吗 则是表现的能多高深莫测 就多么高深莫测 坚决当好谜语人 让那些官员和商人们自己去猜测 去脑补吧 想好对策的黄总等人心中大定 而后开始讨论 如何完成蜀道人交给他们的另一个重任 购买军火 并且最好是威力够大的单兵重火力武器 理由也是振振有词 他蜀道人已经快要老死了 已经不怕丢脸了 用点现代化武器武装自己 这很合理 并且在蜀道人看来 这些武器在他们超凡手中 才能发挥出本身潜力 做到常人所不及的战绩 比如这次蜀道人顺手拿到的自动步枪 在他手中 轻易就做到了百发百中 只是买少量轻重武器 其实不难 尼尔伯周边 有的是非法军火商 他们连坦克大炮都敢卖 卖我们这点不难 甚至单买那些 本该安装在车辆上的重机枪 甚至机炮 肯加钱也不难 不过交一点不能放在这边 或许得请道长去接货 武器好办 弹药才是难点 还好这次道长不用我们购买炸药 只需要定制各种起爆器等零配件 否则 我们恐怕要被尼尔伯官方 给当成恐怖组织了 被这次事件吓住了 买点枪炮来保卫自己场区 大家都能理解 甚至只要钱给够 能容许 你把机枪架在自家楼顶 反正这点武器加那点激数弹药 也挡不住正规军的坦克和直升飞机 可是 你要是囤上几吨几十吨炸药 那就得怀疑 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了 湖中洞天 苏平送走了黄总六人之后 开始清点此行收获 他也就是在尼尔伯加德市这样的地方 敢这样行动了 这里没有天眼 没有智能化大数据 甚至连合格的调查员都没有 更是各种势力犬牙交割 真有人感兴趣了 也会发现 想要深入收集点有用资料 那是千难万难 那点调查经费 估计还不够中介们层层瓜分的 那些人质口供里 也只能描述出 突然间外面就乱了起来 然后就是枪声 惨叫声各种东西被打碎 倒地声夹杂而起 最多加上几声咒骂里传出了老鼠 好多老鼠等词汇 人质们也就听不出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了 没有监控 没有现场 只靠人质口供去还原现场 实在是有点为难当地的相关人员了 最后这件事 大概率就是 文件抵达了上面的保险柜后 就此安静地和同辈 一起躺倒进碎纸机的一天 才能重见光明 当然 各个大势力的情报人员 也会留意到这件事 并把它当作 又一件奇人意识汇报上去 然后 然后也就没有然后了 你要说几十年前有热度有钱拿的时候 情报人员们还有点兴趣 现在 现在这种案子 已经骗不了经费了 没好处的是 情报人员也是一样会摸鱼的 甚至某种意义上 这一领域的摸鱼率 要远高于其他地方 再万一 真被重视被发现了 背锅的 也是反派画风的蜀道人 是一看就没逼格地买古地 关苏平和云莱剑仙什么事 苏平先把武器弹药清点了一遍 不得不说 现在的年轻人 就是猛啊 这批亡命徒长短枪加起来 有七十多支 子弹上千发 更有自制的手榴弹十多枚 炸药包五包 可惜这些东西 在没准备好的时候 面对鼠群的突袭 压根没发挥出作用 主人们就先倒下了 这也是普通人面对熟悉现代武器 火力超凡的尴尬 超凡面前 普通人的短板太明显了 除了武器 还有几箱子现金 里面除了花旗刀 最多的就是东方古国的钱币 这些也是在尼尔博等周边地区 都最认可的通用币了 不过这些在苏平眼里 还没黄金好使 苏平打算东方古国的留着零用 其他的到时候扔给寄名弟子们 最后苏平目光看向了得到的那个箱子 沐浴更衣 用刘文甲龙鱼泡过的池水烧热了 洗了洗手 苏平这才打开了这个意外奖品 嗯哼 这是 苏平打开箱子 看到里面的大量金属配件 他脑海里马上回忆起了 最近一段时间 在网络上恶补的各种新式单兵武器 很快找到了这款武器的记忆 咔嚓 咔嚓 数十秒的组装后 苏平手中出现了一把造型类似巴雷特反器材狙击枪 却还要大一圈的新型号重型狙击步枪 这把狙击枪应该是从战场逃换下来的二手装备 不过保养得很好 没有能目视的缺损 作为新款式 配合作战单位单兵辅助设备来使用的这把狙击枪 重量高达三十公斤 是老款式的两倍还多 不过随着重量提升 无论是威力 还是子弹出速度 还是装弹量 也比老款式要强了许多 而重量这一点别人眼里的缺陷 苏平只用单手 就轻松把这件狙击枪提了起来 并随手把玩 好似那三十公斤的重量不存在一般 可惜只有一把 不然一只手一把重拘 背上再背一把火箭筒 才是体修的浪漫 苏平看了看子弹 发现只有五十发普通弹和十二发穿甲弹 至于穿甲燃烧弹并没发现 看来 那土狼的老大可能真有秘密 不然 这种算是近十年才装备的单兵武器 他可没机会接触 甚至可以转卖 不过 无非就是找到了渠道 和某些花旗国驻外的黑或者白手套有了联系 别人或许在意 我又岂会在乎这些 苏平尝试着是射了几发狙击枪 三发之后就找到了感觉 轻松命中了千米之外的靶子 不过考虑到修仙剑那些修士们 惊人的无感 最好还是在百米距离内进行射击 误求不给对方反应的时间 把现代火力偷袭的作用尽可能放大 对手中的武器心理有底之后 苏平拿出来了发电机 开始以电流进行链体 死 用电流链体竟然真有效果 在灵气充沛环境下 感觉不比沐浴脆体药包时候要差 下次我抛药包同时用电流链体 是不是就有双倍的修行速度了 再加上可以吃甲龙穴草鱼 我感觉到我这体修之路或许会后发先制 更快铸鸡啊 三天后 领月山庄 苏平从湖中动天之中回来 已然靠着吃掉那五条草鱼做的鱼鱼宴 毫无波折地踏入到了脆体六层境界 脆体六层还是五分之一的十方巨灭体 再配合北斗贪狼拳法 现在的苏平自我感觉颇为良好 已然自信能靠拳头活活打死那些成年妖兽 当然 真遇到了 能远程解决的苏平还是会选择远程解决 金丰城遇到了妖兽 一天后 苏平接到了金丰城的警报 有五头成年妖兽突袭了这座金雀城的邻居 攻破城墙后 肆虐了一个多时辰才逃离 那边怀疑 这些妖兽正在有计划的杀戮凡人 并疑似朝着金雀城方向而来 金雀城随之敲响了警钟 黑云压城城欲催 随着警钟敲响 金雀城的城墙上 大批武者和城防军正在把尽可能多的弩炮扳了上去 几处城墙上的大型平台上 更是有大型投尸机正在现场组装 这些体积巨大的战争机器保养困难 为了省钱 一直是遇到麻烦了在现场布置组装重要部件 随着战争兵器越来越密集 望着他们的官兵们眼里多了一些自信 不过苏平却知道这些战争兵器 也就是给城里的凡人们一点心理安慰了 如果对面真是相当于炼气后期的成年妖兽 无论是弩剑还是投石都实在是太慢了 如果跟不上对方的速度 那威力大也等于无用 正常情况下 正到了妖兽攻城的时候 只能靠散修与武者们组成的战阵 拼死一搏 眼前所有的布置 都只是为了到时候 给大户以上人家们 争取到拖延藏身的时间 这些妖兽们 不可能在一地长久停留 如果及时跑进地窖这些地方 还是有概率保得一命的 这些妖兽为什么要过来呢 明明我从不主动来招惹你们 为仙门立功什么的 现在的我并不需要 可是 为什么 你们还是要来打扰我的钓鱼大业呢 苏平视察了城防 只是出现就极大鼓舞了士气明星 他表面上风轻云淡 心里却因为石刻链接着的 灵鼠小白小灰 而提前发现了那些妖兽们的动静 这些穿梭在山林河流之中的妖兽 竟是已经步入了金雀城地界 并且从散开的老鼠们 发现他们踪影的节点来推算 这些分开为了三路并进的妖兽 他们的目标不是九夜山方式 而是这金雀城 是金雀城郊外的林月山庄 苏平一方面心中恼怒 这些妖兽欺软怕硬 不去动修是更多的方式 而是先来找自己这个凡间的监察室 明摆着欺负自己一个孤寡修士 实在是不讲妖德 另一边他有些庆幸自己 契约了灵鼠小白小灰 靠着他们的天赋神通控制了群鼠 从而做到了 助击大修都不一定能做到的 对周边区域的情报收集能力 不仅是因为 老鼠在大部分地区都有不会显眼 足够普通足够多 可以广泛撒网 靠数量弥补个体能力的不足 更重要的是 这些受控制的老鼠们受到的是 灵鼠小白小灰的心灵控制 它们本身是没有灵气波动的 这一点让它们在修士和妖兽们的眼里 近乎隐形 便是那可以飞上天空的零秒 也是比不上这一优点的 尤其是入侵的妖兽们 它们对妖气更加敏感 一旦发现天空出现零秒 它们便会第一意识到 自己被发现了 哪里会像现在这般 哪怕不小心才死了一两只受控制的老鼠 也浑然不知 自己的踪迹早就暴露在了别人的眼里 不能在领月山庄附近爆发战斗 如果领月胡因此遭了损坏 然后钓鱼点就此失效 那就得不偿失了 虽说我也不知道 形成钓鱼点之后 地形受到破坏 会不会跟着出问题 但是稳妥起见 这个危险不能冒 哪怕以后好奇这个问题 也得等钓鱼点多了 找那些特产鱼 或没啥用的钓鱼点进行实验 嗜血红脸 可是关系到我的圣体 不容有事 苏平不再浪费时间 鼓舞完士气后 便静止朝着妖兽其中 一路迎了过去 以防万一 苏平兑换出了生命灵药 净化灵药 衣袖里也藏着了传送符文 和怪异术种 古怪术种 苏平自信 就算是铸鸡大修青睐 也不可能不给自己逃命机会 毕竟哪个铸鸡大修 能想到自己这个练气中期 有那么多保命东西 从而提前应对 轰隆 离关道约莫千米远的山林里 伴随着天空 响起了闷雷声 一头六米高的长臂巨猿 突然身子一顿 胸口爆开一朵雪花的 他从月起的高空 一下子跌落了下来 好 这头巨猿落地 瞬间就重新弹起 却还是被命中了左腿 粗壮的腿部肌肉 赫然一下子出现了 碗口状的伤口 卑鄙的人族 巨猿低吼出声 吼声里充满了委屈和恼怒 作为一头练气后 七妖兽里的佼佼者 这头巨猿 其实是发现了 苏平躲在树棺里的 感觉到苏平气血旺盛的巨猿 第一时间觉得 这是一个不弱于自己的人族体修 内心深处 早就厌倦了屠杀那些弱小蝼蚁的巨猿 不由热血沸腾了起来 他一厢情愿地觉得 对方作为一个 体修肯一个人过来等着自己 肯定是要和自己来一场 体修之间的一对一的 酣畅淋漓的对决啊 却不想 这卑鄙的人族修士 竟然趁着他拉近了距离 高高跃起在空中 无处借力的空挡 使用了古怪的武器偷袭 这他码的 不可能是他期望的 体修间的生死对决啊 面对巨猿的愤怒 苏平不问不答 只是举着重型狙击步枪 在百米距离 一刻不停地扣动扳机 瞄准开火 巨猿腿部受窗 面对着四倍音速的子弹 和不弱于他无感的苏平 根本没机会躲开 没几秒就头部 胸口多处重弹 不甘心地倒在了地上 似乎没有了气息 苏平望着倒地不起的巨猿 只是迟疑了半秒 就再次开火 让趴地上露出了 大脑袋头顶的巨猿 脑洞大开 发现脑洞大开的巨猿 浑身都抽动了一下 再慢慢地停止了颤动 苏平这才松了口气 果然 就算是最冲动的 妖兽种族之一 也是狡诈多变的 并且 这些妖兽的生命力 简直不可思议 我刚刚那几枪 至少把心脏都打烂了吧 苏平心中低语 却还是没有放下狙击枪 衣袖里灵鼠小白小灰 发出微不可查滋滋声 山林里 几头大老鼠从土里钻出来 冲到了这头巨猿尸体上 啃咬不动皮毛的它们 开始遵循建议 寻找其薄弱处 苏平等了一分钟 这才百分百 确认了脑洞大开的 这头长臂巨猿 应当是死透了 他这才快步走了过去 把巨猿简单切割保存 放入了几个储物袋之后 把一块妖兽肉干 放入嘴里 简单咬了几下 便吞下恢复体力 旋即闭目通过群鼠 观察了下其他妖兽路线后 苏平快步出发 朝着另外一路妖兽奔去 第二路妖兽有两头 在路过了山里的村子时候 他们就顺手在那村子里 解决了一下伙食问题 等苏平赶到 这两头妖兽正好解了馋 并同时发现了对方 这是两头狼妖都有三米多高 七八米长 不过气血强度也好 灵力波动也好 都比之前那独行的长臂 巨猿弱不少 苏平怀疑 那巨猿可能就是这次 来袭妖兽里最强的那一头 不过这不会让苏平放下戒心 苏平本打算顾忌重施 等妖狼跃起 瞬间开枪 却发现对面也不讲武德 张嘴就喷出了锋刃 苏平喝了一声 急退入了密林 锋刃打在地上 划出了几道沟渠才消散 五分之一胜体的苏平 逃跑的速度 令两头准备追击的妖狼 猛地顿住了脚步 好快 这人足体秀不简单 密林有问题 不可深入 妖狼精益之余 竟是默契地准备后撤 苏平见到这两妖狼不肯进来 只好叹气了一声 双手各举起了一把自动步枪 以为不进密林就没事了 哼 天真了 事实上在我现身那一刻 你们就已经在热武器射程之内了 密林里响起了哒哒哒声 妖狼感应到了危机 汗毛竖起同时猛地跃起 却不想苏平等的就是他们跃起 枪口不断开火连射 随着伸手反应 跟上了妖狼 可以穿透5毫米钢板的权威粒子 但打在了这些妖狼的腹部 小腿上 虽然弱弱不深 终究破防带来了伤口 使得这两妖狼嗷乌叫着跌倒在地 而后被更多子弹打中 苏平打完了子弹 直接双手一松 让自动步枪自由落地 地面上零鼠小白小灰人立而起 第一时间接住了没弹药的自动步枪 而后就在妖狼们恶狠狠地看着苏平 以为这家伙奇怪的武器 应该是打完了的时候 他们目瞪口呆 看见那可恶体羞 竟然逃出来了 一把一看就更粗大的 黑漆漆的金属棍子出来 对准了他们 一阵寒气冒出的妖狼 不顾伤势严重 便想要逃走 碰 重型狙击枪的声音响起 碰 碰 一声 又一声 如同桑中 奏响了妖狼为身后遇难的村子陪葬声 脑洞大开 然后斩首 最后收入储物袋荡材料 苏平收敛了妖狼尸骸之后 看了看已经没有生气的村庄 微微摇头 记住这地方后离开 他现在能做的 只剩下回程时候 把地点给精确成的城主府 然后让他们安排人过来 处理后事了 希望一物这些妖狼没兴趣的 可以统计起来 交给他们的后人吧 与练气后期 妖狩的二次交锋 虽然靠着一点点武器上的帮助 取了巧 苏平还是敏锐意识到现在的自己 身体各方面素质 甚至比这些妖狩要快 要强 这也是他可以发挥出武器优势的一大原因 原来我已经那么强了吗 这些闹得凡尘叫苦不已 让巡查使奔波不停地练起后期妖狩 我竟会觉得他们不过如此 苏平及时来到了一条小河旁边 而后 他化作了一个渔翁 打好窝之后 开始锤掉 用的还是无耳的鱼钩 重型狙击枪靠着他的肩膀 显得人畜无害 河水里 这次入侵金雀城的最后一路妖兽 两头山霄正在逆流而上 山霄类似全身雪白体型大的猴子 不过体型稍微瘦长一些 脸和鼻子却颇大 咬人时候可以张嘴 直接吞下成年人的人头 他们自以为行踪诡异 还起了一点小聪明 靠着能避气 想要潜水来偷袭 却不知道 在上游入水的时候 就已经被一旁啃着果子的大老鼠发现了 判断出他们目标分明 就是自己所在领月湖泊的苏平 干脆跑回领月湖的上游河岸 化作了一个钓鱼老 开始钓鱼 领月湖上游山林里 一段人际罕至的河道上 一个钓鱼翁正独自一人 坐在岸边垂钓 虽然这钓鱼翁身上 佩戴了隐蔽气息的法器 在水底慢慢前行的 两头山霄 还是在看到了对方身形之后 就靠着惊人无感 确认了 这是一个炼气中期的修饰 山霄们笑了 虽然此行是以杀伤凡人为主要目标 可要是能猎杀一二炼气修饰 而没什么代价 他们也不会拒绝 恰好 他们不觉得 一个炼气中期 能发现想到了潜水 这个好点子的他们 毕竟 他们可是后期妖兽 侦察能力更是远超同修为人类 只要把握好距离 还是在水底有地里 提前被发现什么的 绝无可能 偷袭 二打一 还是后期修为 对中期修为 优势如此之大 这还怎么说 直线距离不到百米后 担心再靠近 就会被察觉的山霄们 猛地顿住身形 而后两头山霄心有默契的微微弯腿 玄机猛地蹬地把河底踩出大坑的同时 身子如同前射导弹一样 破开了四周水流冲向了河岸 一出手 山霄们便被用了全力 他们可不打算让那钓鱼翁提前发现了踪影 从而逃走 却不知他们停下时候 苏平也靠着灵鼠小白小灰的探测天赋 帮忙探测到了他们 哗啦 震耳欲聋的破水声从河面上炸开 两头身高超过三米的山霄突然冲出水面 出现在了钓鱼翁面前 这一瞬间 体型稍大一些的山霄却猛地意识到了不对 那钓鱼翁没有惊慌 灵力波动没有乱 反倒是用他们的眼力都快要跟不上的动作 操起了那黑色的大铁棍 刷一下洞口 对准了小一号山霄破来的脑袋 碰 苏平单手持枪开火 把离自己枪口 只有不到半米的小号山霄当场爆头 同时间 苏平另一只手上 一袖一抖 已然扔出了十多枚雷火珠 轰轰轰 大一号的山霄本能地卷缩手脚 挡在了脸前 只觉得浑身被炸得疼痛无比 不过好在只是皮毛受损 正觉得不过如此的他 忽然发现了一具熟悉的身躯 倒飞了出去 落在了水中 还在半空的这头山霄诧异地回头 便看到了 已经没有了脑袋的同伴身躯 正落在了河面 砸出了新的水化 不 意识到了不好 山霄张嘴怒吼 眼中闪过了强烈的求生欲 正打算激活体内血脉秘法的瞬间 剧痛伴随着响声出现 山霄看到自己挡在面前的双臂 被一枚硬物硬生生贯穿 打断 而后这硬物撕裂了自己的胸口硬皮 大量肌肉组织后 撞断了自己的一根胸骨 才算失去了动力停了下来 Pull 大量鲜血从山霄口鼻翼出 被打断的秘法令他出现了严重的反噬 他已然没有了反抗的余地 却还是又被一枪打中 爆头之后 那钓鱼翁才吹了吹枪管 停止了攻击 虽然有点遗憾 没能试试拳拳到肉 不过这样也好 能轻松解决的 就选择轻松的办法好了 苏平换出了零鼠小白小灰 还有黑猫小狗 四大灵兽一起出力 配合苏平的鱼具鱼线捆绑 用了几十秒 才算是把两无头山销给吊了上来 而后这次省下了斩首时间 直接分割打包带走 苏平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不留下半点鸣合力的悠然自得 回去了领月山庄 苏平没有告知任何人 妖兽问题已经解决了 只是找到城主府那边 告知了他们自己巡查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被妖兽肆虐的村庄 又是引起了他们的一阵骚动 不过半天 便又多了几支车队 离开了金雀城 道士技家似乎认定了 苏平这位监察使大人 苏平不开口 他们除了最早一批的分家离开的 便没有安排更多人撤离 对季家的效忠 苏平也不会没有表示 收下了对方的数十家族子弟 在领月山庄办事本身 就告诉了其他人 他对季家的庇护态度 也让季家在苏平名望水涨船高的同时 跟着得到了不少名语力 苏平默默低调发育 继续之前的流程 巡视城防 鼓舞士气 甚至微操了下城墙上弩炮的位置 还让投石车向左侧一亿米之内 对了 这种战场微操 其实并不是什么不科学的东西 爵士名将 不乏有直接指挥到前方某个班的 甚至会关心某一段壕沟怎么布置 只不过 有的是微操高手 预判了敌人的预判 有的却是又菜又爱玩 便在苏平悄悄处理了 妖兽的第三天正午 正当苏平处理完了 管事那边递来的杂事 打算回去湖中动天修炼时候 苏平忽然感觉到了 天空传来了剧烈的灵气波动 苏平微微一震 立即闪身离开了领月山庄 很快就来到了附近最高的一处山峰顶上 居高望去远方 苏平看到云海里 一艘金光闪闪的仙舟 正摇摇晃晃飞向了东北方向 在那仙舟身后 十多头青色巨鸟不断飞舞在四周 并发出一道道青光打在仙舟上 就这样缠斗了几个呼吸间后 突然 仙舟上飞出了数十道金色飞舰 刹那间就和青色大鸟们撞在了一起 十多头大鸟们身上青光刹那间破碎 从空中跌落时候的悲鸣声 甚至传到了苏平这边山顶上空 仙舟爆发出一波金色飞舰之后 并未再接再厉 而是猛地加速 趁此机会冲进了云海里 消失不见 青色大鸟们也没有继续追击 而是冲了下去 抓住了受伤或者死去的同伴后 反方向离开 刚刚那艘仙舟 好像就是那位背着三把剑的 那门弟子的巡查史仙舟吧 看起来 这是追击妖兽 反而被妖兽给追击了 总感觉 前线不是漏网了那么简单啊 苏平看着青色大鸟们离开 没有找四周凡人泄愤 他松开了放着狙击枪的储物袋 这些青色大鸟 基本上是炼器后期里 也很厉害的飞禽类妖兽 个头大一圈的几头 更是炼器大圆满修为的妖兽 且从他们口吐的清光能 打的仙舟 摇晃来看 应该是一种威力颇大的天赋神通 神通啊 比起法术可以顺发 威力大还消耗少 更是关系到了后续筑基 以及之后的道路 修成了神通的炼器大圆满 和没神通的炼器大圆满 是两回事 我要不了多久 也能炼器脆体双后期了 以十方巨灭体的加持 后期的 我也可以准备一下看看 学什么神通为好了 仙门这边 可以提供给外门弟子的神通并不多 或许是他们眼里吃中品单的我等 筑基希望渺茫 不值得给好东西吧 所以我想要得到好神通的话 可以从大金光四功德碑那边想办法 苏平最近有时间时候 也会去金雀城周边的寺庙 观察那些封印法器 甚至检查那些 祈祷许久的信徒们的状态 到时都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似乎这真就是修仙界 为了对抗邪气朝达成的 不求短时间好处的某种共识 苏平回了金雀城 大声高呼仙门巡查史神威盖世 驾驭仙周 大破了飞禽妖兽 顿时金雀城恢复了活力 许多人尤其是平民百姓们 露出了真心实意的笑容 然后又过了几天 待到苏平都完成了又一波钓鱼次数 钓鱼经验等级顺利得到了提升 目前钓鱼等级四级 一百斜杠两千 赤渊仙门那边才又传来了通报 大致意思就是 经过仙门修士的共同努力和牺牲 流窜到了凡尘地区的妖兽们 已经基本被歼灭 不过所有监察史还是必须提高警惕 尤其注意妖兽肆虐过的地区 有长老担心会有邪修与妖兽河流 利用妖兽造成的混乱 趁机布置某些邪恶布局 长老们想得很周到 问题是人呢 这段时间我收到的消息却是 这片地区十多个大城 一艘仙舟都没来过 出任务的外门师兄弟也是一个不见 没正经的修士领队 难道靠着那些被妖兽 吓破胆的散修和舞者 去寻找邪修踪迹 苏平看完通报 只觉得越来越不靠谱了 他更担心这里面的深意 知道了却还是做事 这到底是有意为之 还是仙门上面真的派不出人力物力来处理了 上次那艘仙舟与飞禽妖兽的大战 搞不好就是这段时间 仙门能给这片凡尘地界最大的助力了 乱吧 大乱特乱之后 也许对我这样的信任也是好事 大乱之下 仙闻无数 分崩离裂之后 再无人关注外门弟子 也就没人再会注意到我的异常 甚至异军突起之后 还会被怀疑是某位内门或者真传 甚至影视高人出世弟子的马甲吧 毕竟 比起这个可能 一个二十年苦修炼器三层的弟子 得到机缘短短时间 便可以助击 看起来更加不可信吧 苏平从领月湖起身 把装满了草鱼的鱼兜 挂在了背上开始回去 郊外 越来越多的车队 在朝着金雀城集中 那是金雀城周边乡镇 乃至更远处其他城市乡镇的平民们 在经历夭兽肆虐 盗匪横行 乃至斜碎出没后 只是想要求活的他们 想起了说书先生口里 那位慈悲仙师所在的城市 他们开始收拾行装 带好最重要的口粮 朝着金雀城进发 以至于接到了报告的城主 头皮发麻 头发都要愁白了 苏平对此表示 可以给予除了修行 资源外的其他支持 而后 苏平回到了湖中洞天之中 沐浴更衣热水洗手之后 苏平看了看这次钓鱼 得到的七十条小青鱼 和五十条大青鱼 心中一动 选择兑换 苏平得到了三百二十枚钓鱼硬币 忍了那么久 这次三十连抽 就算是吃保底 也该出金光了吧 湖中洞天 赵月听风格 装饰大气之中 透着典雅的大厅内 苏平喝了一口好茶 平复了下心情后 这才兑换了卡包 开启了十连抽 第一次十连 给我出来吧 金色传说 刷刷刷 第一次十连 指出了一道紫光 苏平看了眼 发现竟然是一张新的伙伴卡 不由暗道一声 开局不错 见习湖面巫女 伙伴 品质 珍惜 湖中洞天专用 可升级 苏平已经有了湖中洞天 并有了主体建筑提供客房 便在这大厅 把这新伙伴召唤了出来 随着一道紫色光芒 在前方空地闪过 一位约莫一米六 身穿白红相见巫女服 戴着狐狸面具 气质柔弱的巫女 出现在了地板上 洞天主大人安好 湖面巫女双手合十 朝着苏平行了一礼 玄机自我介绍 我乃侍奉 狐神玉姬勉下的 见习巫女 应 我擅长达理庭院 照顾花草树木 并为他人向玉姬勉下祈福 赐下恩赐 恩赐 可以现在给我赐福吗 苏平听到这话起了兴趣 比起湖中洞天专用 拿不出去的狐面巫女鹰 这赐福似乎更加有效 狐面巫女鹰文言点了点头 只见她狐狸面具 随着她左右跳动摇摆了起来 而后在狐面巫女 带着特定节奏的咒语歌声中 苏平看到她的身后 隐隐浮现出了一头 极有威严和神秘感的紫色九尾狐虚影 这九尾狐双眸发出刺目的雷光 看向了苏平 苏平眉心一热 出现了一道紫色的狐尾印记 下一瞬 九尾狐的虚影突然消失 狐面巫女则是哀黑一声 趴在地上急促喘气 似乎累得不轻 苏平感觉到自己确实被强化了 身体轻快了许多 她赶紧打了一套拳 并运转灵力 施展了几个小法术 身体的力量 反应力和速度都加快了 大约在两成左右 另外 法力运转没区别 但是我感觉自己 获得了一道雷霆法术 可以随我心意动用 苏平看了看四周 对准了绘制了春夏秋冬的金丝 翠绿屏风 打出了法术 顿时一道壁粗细的紫色雷电 从苏平眉心印记射出 轰击在了屏风上 轰的一声 这放在水蓝星绝对是西式珍宝的屏风 就被炸了个粉碎 并有大量紫色电流四散开来 覆盖在了四五米范围空间 好几秒之后 才消散在了空气之中 这一招威力不比炼气后期的火球术 悬兵术要差了 关键是可以交手时候出其不易 且这雷电能附带麻痹作用 这样的话 哪怕遇到伸手快的对手 我也可以先麻痹对方 再用狙击枪让他脑洞大开 哎 怎么我那么多底牌 大部分都是这样 有利于偷袭的招数 果然 偷袭才是实战的真理 体会了湖面巫女 湖神刺服状态的好处 苏平表情温和 看向了地面上的湖面巫女 刚刚的赐服能带出去湖中动天 也很实用 苏平不担心 很满意 苏平认可了这位伙伴的实力 并意识到 这还是一个有成长潜力的伙伴 现在只是见习 就有那么好用的赐服了 等他被培养成为大公司的时候 还不直接能召唤狐神化身出来 帮忙咬人 就是不知道 后续升级条件是什么 不会是要召唤出 同样的湖面巫女来升星巴 那样的话 又是对钓鱼硬币的 一大考验了 至于欧气 恩义苏平对这游戏理解 以及之前抽卡出了 那么多同样的垃圾 乃至连出珍惜品质的传送符文 苏平有理由怀疑 只要抽出来过的东西 自己再获得同样的概率 就会大增 当然 如主体建筑特殊建筑这些 大概率是唯一品的除外 玩游戏时候 自然对此咬牙切齿 但是现在嘛 能快点得到一个强力伙伴辅助 还是很不错的 苏平赶紧上前 扶起了湖面巫女 并拿出了好茶 然后发现 这湖面巫女的好感 并没增加 不过问题不大 有水蓝星做后盾的苏平 在讨好别人方面 有的是底牌 安排了一间客房 给湖面巫女居住后 苏平送上了一大箱子 零食礼包 以及数百本各种类型的小说 湖面巫女保持矜持 连说不用不用 不过拒绝只保持在嘴上 在苏平离开房间后 这位见习巫女 便悄悄掀开面具一角 露出了小巧嘴唇 开始品尝富含科技的零食 并发出了惊喜的一一一声音 苏平眼前 湖面巫女的好感度 随之不断提升 不一会儿 好感度达到了90 才勉强停滞不前 90好感度的湖面巫女 已经不用担心 让她每天给一次祝福后 会掉好感度了 苏平重新另心进气 在大厅进行了第二次十连抽 又是只有保底的紫光 来的是保命 用不嫌多的传送符咒 苏平收好之后 不带半点犹豫 进行了今天最后一次十连抽 她有预感 这次是大保底 刷 终于 抽了那么多次十连的苏平 又一次看到了熟悉的金色光芒 这一刻 她差点想要吼一声 快看 是金色传说 古老神秘存在的记忆权杖 唯一 特殊法器 品质 稀有 可记忆壶中动天专用万物后 创造记忆幻象 可升级 注意 当前等级下 记忆幻象仅为真实虚影 不可攻击 无防御和特殊能力加持 可单独召唤 保留本体记忆与气息幻象 对象为伙伴卡或人偶卡时 也可选择玩家扮演 扮演后保留记忆本体气息 持续时间4小时 冷却时间12小时 注意 当前等级下 同时只可记忆任意一项目标 每次记忆后 冷却时间24小时 看到这金光物品 苏平倒吸了口冷气 自己的第二次金光 竟然是抽到了 这把特殊法器 法器描述里的那位古老神秘 存在事实上 是一位古神级大能 这把法器升级到顶级后 解开最终封印 是可以成为最顶尖的 绝世神兵之一的 成为绝世神兵之前 这其实就是一把改变 拍照环境和变装的玩具 是乐子人玩家们的最爱 成为绝世神兵之后 便成为了所有召唤 流玩家必备的神器 也是钓鱼游戏能出的 为数不多能用的法器之一 也是许多玩家 明明不喜欢钓鱼小游戏 捏着鼻子 也来玩的罪魁祸首之一 不过现在嘛 自己拿着它最大的作用 或许就是 借助这真实虚影的权柄力量 装神弄鬼 以小博大了 不对 还可以化身超凡狸猫 白鹤童子 或者狐面巫女 以这涉及规则力量的权杖来施展 苏平相信在这片仙门地界 应该没人能发现 自己伪装的破绽才对 毕竟与主神对应的修仙者 至少也该是 化神之上的仙人了吧 而在这片修仙界 化神已经不知道 隐世不出多少年了 那些大型仙门的太上长老们 也都只是原因期的老怪 至于仙人 更是连传闻都难以寻觅了 唯一遗憾的就是 扮演时候 无法出手攻击 一旦遇到不要命的杰修 要么跑路 要么就得露出真身 借助外物 也是攻击行为 漏洞并不存在 不过 只要不是遇到有神识的筑击 自己可以先伪装 再套这层马甲皮套 如此 即便幻象破了 也只是丢了第一层马甲 便是不小心有漏网之鱼 也不用担心 就被寻找到自己跟脚 精光之后 剩下的一紫八白苏平 都有些索然无味起来 只是看了看紫色的 发现又是一件 暂时无用的主体建筑 双寒宫殿后 苏平迫不及待地 拿着记忆权杖 找到了白鹤童子 而后目标 对准了这位白鹤童子后 启动了法器 顿时 此时此刻状态的白鹤童子 被记忆在了记忆权杖之中 苏平摸了摸下巴 黑黑一笑的下一秒 竟是也化作了白鹤童子 顿时 在这赵月听风格的前院里 出现了两位身穿道袍的 白鹤童子 大眼对小眼 呵 苏平舒展了下双手双脚 而后感觉到 翅膀有些不妥 没得到特殊能力的她 并不能靠着这对翅膀 飞起来装逼 当然强行飞也不是不行 借助阵法还是可以的 但是要伪装身份 去那些大型方式的话 这翅膀就太显眼了 偏偏这说 到底只是幻想 自己哪怕砍背上一刀 也不会把翅膀砍断 好在对别人狠这点 苏平一向很果断 她已经想好了 下次记忆全杖冷却之后 就先让白鹤童子 把翅膀摘下来再记忆 记忆好了 再安回去即可 这样 自己就可以化作 没有翅膀的白鹤童子 用一个全新修饰身份 去那些大型方式了 本来苏平没那么着急的 可是这仙门帝界 接二连三发生的事 让苏平 隐隐有了风雨 欲来山满楼的感觉 她不求大乱之下 到处去抢仙源 却也希望尽可能 保住自己的地盘和钓鱼点 退回去 水蓝星慢慢钓鱼的选择 终究是最后的无奈之举 同样是有着变数存在的 苏平还是希望能够助击 结金丹 然后求长生的 钓鱼游戏里 并没有严授密钥 或者相关渔获 长生终究还是要靠修仙 而修仙 无论点击 还是传闻都有提醒 自然是越早助击越好 只是寄希望于 未来能有钓鱼点 有特定作用的 鱼或解决太晚铸鸡 可能带来的后续影响 这种事乃智者所不为 两天后 通往镇法师兄 信件提到的 最近一处有 大金光寺驻地庙宇的 大型方式关道上 苏平闪身 从附近的密林钻了出来 他看了看远方 关道上的驿站名字 打开地图 确认了标的物没有错后 回到密林摇身一变 已然化作了 没有翅膀的白鹤童子模样 朝着驿站慢慢走去 白鹤童子的修为气息 达到了练气后期 加上堪比巨兽的肉身强度 单靠眼力判断 极可能怀疑 是提法兼修 并都达到后期的 内门精英弟子 在这片仙门的 外门弟子层次里 已经属于 不可招惹的那一档次 毕竟 就是外门弟子里 拔出来的高个 最好的几位 也不过是刚刚炼气后期 然后被当作了典型的 外门直视罢了 金云山方式 是赤渊仙门对外开放的 数个大型官方方式之一 这处方式 背靠着一条 至少二阶上品的林脉 并在林脉附近发现了 多处有开采价值的 林矿矿脉 因此 仙门对此地颇为重视 依托这条林脉 仙门镇法师们 布置了一套 多重配合的 尾三阶大镇 在有助击大能助手 加启动灵气为阵眼的情况下 就算是有金丹大能前来 也只会杀鱼而归 苏平化作白鹤童子 走到了金云山的山脚下时候 他发现 山脚下竟是修了好几座 一看就是新建的小型城镇 城镇里多以二三层木制楼房为主 居民至少也是衣着不俗的舞者 散修也不少见 苏平来到一处小城门口 轻轻招手 立即有眼力好的散修小跑了过来 一脸谦卑地询问仙师 有何需求 苏平给了一枚气血单 从这位看门的散修口里 知道了金云山方式的变化 最近仙门地界不太平 金云山方式的筑基大修 忽然传出了消息 只要每月供奉一定量零食 就容许非仙门 或者已经退休的修士 带一定量族人 在山脚边筑城居住 有些修仙家族 听闻此事后 就把一部分旁系的家族成员 安排来了这大型方式旁边 消息传开 步伐有散修 嗅到了危险 果断放弃了 在乡下当土财主 携家带口 跑来投靠这些修仙家族 使得山脚下的这些小城 高质量人口越来越多 也渐渐有了繁华趋势 他们所在的小城 虽然得不到金云山方式的庇护 却也被容许了 万一生变 可以进水楼台先得月地 进入金云山方式里 避难的口头沉默 然后 在金云山方式阵法庇护内 最近一段时间 也按照内外之别 扩建了不少级别不一的 可以出租的小型洞府 外来修士乃至散修 只要出得起零时 就可以带着家人进去租住 享受阵法庇护 得到更好的安全保证 随着漏网之鱼的妖兽 越来越频繁地 出现在了繁尘地界 这些洞府的生意 也越发兴隆了起来 散修提到这时候 眼里充满了羡慕与渴求 他也是想要带着老婆孩子 一起去住洞府的 苏平了解了这些消息后 暗叹了一声 这金云山方式的管事 看来也是一个会赚零食的 不过就目前一路看到的情况 来分析 这金云山方式还算平和 至少周围的秩序 还是可以保证的 那位住机看起来 也是讲规矩的 这很重要 四周也没有什么远古遗迹出事 某城市被血迹了 等妖蛾子事件发生 苏平满意地又赏赐了一枚 汽血丹给那散修 在对方感谢的恭维 和其他人敬畏羡慕的目光下 离开了山脚 向着方式阵法入口而去 阵法入口处 是一道高百米的巨石大门 门边上用鲜文写着 金云山方式五个大字 淡白色的光木 从石门两侧不断延伸 包围了整座大山 天空中仙气飘飘 看起来没有异常 却阻挡了包括神石在内的探测 一旦有人想要直接飞进去 更是立即就会受到阵法攻击 死无葬身之地 没见过的修士 嗯 是提法兼修的炼器后期大修士 看门的小头领 是刚刚炼器四层的外门弟子 靠着一件铜镜法器担任重任 一开始他还漫不经心 第一眼看不出修为在这并不稀奇 多的是修士身上有遮掩修为的法器 可是通过铜镜 发现了眼前这看起来像一个白袍道童的修士 真正修为后 这外门弟子倒吸一口冷气 赶紧露出了真诚笑言 主动迎接了上去 道号白鹤道人 来自西末深处的仙鹤赵月听风官 外门弟子亲自为苏平 办理着进入方式的登记证明 虽然心中不太相信 眼前这位一看就是天骄的年轻修士 真的来自西末 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门小派 在测试了灵力印记 确认了眼前这位并非仙门 通缉的那些邪修和叛徒后 外门弟子念出口诀 配合铜镜法器 打出了一道蓝光在木牌上 而后恭敬地将木牌递给了苏平 白鹤道友请收好 这是入金云山方式的临时名牌 有效期24个时辰 还请在时辰道前离开 或者重新延长时间 苏平连忙卸过了对方 并在支付了入门费用后 踏入了石门 刷 一入石门 苏平才得以看清了 金云山方式的庐山真面目 这金云山方式 不愧是仙门有数地对外开放的大型方式 说是方式 还不如说是一座衣山而修建的山城 仙城 九叶山的布局和这里比起来 只能算一处窝棚 看向山顶 苏平还能看到 占地超过了数万平方米的椭圆形浮空平台 只和山顶建筑有着数条木质通道相连 平台上停靠了一艘艘来自中域 甚至更远地方造型各异的仙舟 不时会有数十米 甚至上百米长的仙舟腾空而起 突破了一道金色光膜之后 消失在云海之中 沿山路而行 来往的最差都是散修 开店做生意的 更是以修仙家族修士为主 不过苏平还是发现 自己扮演的白鹤童子 在其中依旧有点鹤立鸡群 恋气后期 同时翠体也是后期的他 只要被看出 修为马上就会换来对方的敬畏 乃至害怕目光 苏平也第一次遇到了 走在路上 能被仙庙楼阁楼上的女修 主动吆喝上来玩 并且不需要临时 就是那位看起来一脸单纯 好似凌家 温柔大姐姐的女修 才吆喝了几句呢 就被另外一个女修一下 扯了回去 有了圣体加持的苏平 耳力不差 能隐隐听见 阁楼里传出一位女修的呵斥声 你不要命了 别被那模样骗了 那男修法体兼修 都是后期 不是那门精英弟子 就是别处门派的真传 这种故意一脸无害 走在街上的天骄 最有可能性格喜怒无常 你这点功夫 被吸干了 楼主可不会为你出头的 苏平身子微微一顿 很快恢复正常步骤 只是心中却在吐槽 长得脸嫩一点 无害一点 在修仙界也是错吗 不过苏平也明白 要是自己在大街上 遇到白鹤童子这样的修士 在震惊对方年轻同时 恐怕也会提上 十二分的小心吧 好在进入到了山腰处后 苏平很快就发现了 大金光寺在此地的筑地 一座香火还不错的丹门独院 考虑到这儿 可是金云山方式 待遇可谓不差了 苏平走了进去 浇了一斤零米的香火钱之后 苏平谢绝了 芝克森推销的辟邪法器 这些法器好是好 就是太贵了 最便宜的都要十五枚零食 苏平记得以前 还在掀门时候 类似品质的辟邪法器 最多只要七八枚零食就能买到 看来大金光寺也是懂市场规律的 苏平说出了理由后 被引进到了寺庙后院 看到了一块三米多高的石碑 就立在了那儿 这石碑上 一道道金色金纹 不断如瀑布一样落下 苏平认得几道 发现都是蕴含大道理的佛经故事 也就不感兴趣 而是前去接触石碑 查看功德榜的具体奖赏 对苏平的请求 芝克森并不意外 自从封印法器 一批批分发出去 就有各个外来门派精英 乃至仙门这边大家族的管事 过来查看 对此 芝克森还是很欢迎的 当然了 如果他们 还能捐献一点香火钱 买点开光宝物 那就更好了 苏平心神沉浸到了功德碑之中 接触功德碑瞬间 苏平感觉自己 就好似戴上了虚拟现实头盔一样 眼前出现了大量分门别类的 可兑换物品页面 苏平一目十行 飞速浏览着功德碑 可以直接兑换的物品 这里面的物品包罗万象 小到零米零食 大到零气神功 乃至某处灵脉所有权 只要功德够 大金光四都愿意拿出来 奖赏给有功之人 各方看来都是出了血的 哪怕各方重视之下 他们拿出来的大部分资源 应该都能被他们各自 收回去不少 这剩下的资源 也是无数底层修士们 极大的先缘了 也是我的机会啊 苏平很快就看到了 几样适合自己的物品 这其中 有北斗驻死金贪狼篇里 筑基相关残篇 有可以从炼器 一直修到筑基大圆满 然后突破金丹的炼器功法 还有上千种神通模板 提供选择 也是在这苏平才知道 神通不是看看书就能学会的 每一套神通都需要特定的环境 辅助阵法 以及最关键的神通种子 才有大概率学成 此外 还有一些神通条件苛刻 对体质 血脉 甚至从小成长环境 都有特别的要求 大金光四还算厚道 没有把这些东西拆开来卖 介绍时候 也会飙红提醒 苏平看完了所有可兑换的神通 思考了下后 目光看向了神通榜里 需要功劳第三多的神通模板 千手万臂大字 在原神法相神通 这是来自大金光四的神通底蕴之一 修成的得道高僧 可以凝聚我佛如来法相 介绿僧 可凝聚阿修罗法相 在西末名声极大 苏平在看完了这神通说明 就觉得这很适合自己的作战风格 千手万臂 都是念力凝聚而成 熟练后可以做到如指壁时 有诸多妙用 练器大圆满下着神通 便可以凝聚出 近百臂念力之手 苏平只要想到 以后自己可以不懈地斜眼看向敌人 口念一声 喳喳 背后就能虚空浮现出 成百上千大小不一念力之手 握着从自动步枪到加特林机枪 从火箭筒到速射火神炮等 武器的枪炮口对准对方 苏平就知道了 此神通与我有缘啊 这神通绝对未来可期 注击之后 就能做到表述的那样上千手了 金丹可达到万臂 并且随着自己心境形成元神法相 我应该是成不了我佛如来法相 和阿修罗法相的了 不过化身大慈大悲 每秒三万六千传菩萨法相 可能也不差 用到的武器 也可以越来越大 甚至可以把战列舰的主炮 乃至列车炮也借来一用 并且 因为是神通缘故 念力手臂速度与我修为相关 是可以跟得上同境界修饰速度的 近距离顶着对方肉身开火 就不幸 这也能被躲开 苏平心中很兴奋 直到看了眼价格 才被那好几个灵给降火安静了下来 好东西价格也会越贵啊 哪怕只是提供神通模板和入门辅助 后续一概不管也要许多功德了 还好我有一整个世界支持 也没人和我分润功德 慢慢存总能存够功德的 苏平有些激动地深呼吸了几下 脱离了功德碑 满意地离开了寺庙 知客僧送走了苏平后退回了厢房 数分钟后 唯妙唯孝的白鹤童子人物画 就被这僧人会置了出来 并交给了主持 老主持看了看这画像 微微皱眉 这片地界不曾见过这样的天骄 如果见过我等 一定不会忘记 伪装的话 功德碑应该会有反应 所以 真是那仙鹤赵月听风观的弟子 奇怪 能培养出这等年轻修士的地方 我怎么没听过 唉 是我老了 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堵塞了吗 老主持陷入了自我反思 苏平则是扮演着白鹤童子 仗着这身份 不怕被识破 开始抛售自己上次猎杀的五头妖兽 这次的妖兽 可不是靠废单催动的废柴 拿去酒楼 都只能当作打折的特价菜来卖 不管是山霄还是妖狼 都很受金云山方式的 豪客富商们喜欢 尤其是那头脑洞大开的巨猿 更是一头卖出了其他四头的价格 苏平也不怕被发现端倪 这些妖兽 都是被切割好收拾好的 买家最多看出 妖兽某些部位 受到了距离重击 类似的法器 甚至飞剑 飞锤什么的不多 却还是有的 至于秘书秘法什么的 就更多了 大家买去是要赚钱的 没谁会突然发疯 要去研究这妖兽是怎么死的 真有着研究精神投的 也不该在这 而是要么被关在了家里 要么在仙门的囚道院 五头炼气后期的妖兽 卖出去后 苏平身上的零食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也亏的是 金云山方式这样的大方式 不然 放在九夜山方式 估计一头炼气后期妖兽 就能榨干那 万宝楼的流动资金了 苏平第一次进到了 装饰华美大气的方式酒楼 然后并未在此地用餐 而是选择了打包各种吃食 以及灵酒 灵酒以不同种类 灵米酒为主 或许也和灵米是少有 被改良后 没有污染的作物有关 能来得起这种地方消费的豪客 想来也多少知道 一二其中隐秘 苏平出了酒楼 转头又去了其他铺子 继续大采购 远方 几位来自同一个修仙家族的青年男女 正盯着白鹤童子的背影 犹豫不定 老哥 查到了是外来的修士 不过 我听小师弟说 这修士好像是法体兼修 还都有后期修为 一个脸蛋红扑扑的小孩 模样男修如同猴子一样 快步跑来 告知了领头的男修 那剑客打扮的男修文言 错愕了下 立即摇头 招呼着手下们散了 这种法体兼修的都是怪物 他们小门小户的惹不起 和这青年男修类似 那些买了白鹤童子 妖兽材料的商家 或许没有歹心 但是下面的那些人 却有些眼红了 只不过随着他们打听到了 这位看起来人畜无害的道童 真正本事后 他们才恍然大悟 怎么会感觉不出 这道士的具体修为 当时还以为是 伪装法术或者法器 却不想竟然真是一个高手 还是看起来那么年轻的高手 惹不起 真的惹不起 有钱了的苏平 还买了大量炼丹 炼器 还有制服的书籍和材料 倒是没有顺带着去买废丹 有了周璇小道长 这位一心求道的打工人 苏平相信 废丹什么的 自己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了 而后苏平特地找到了药铺 发现此地 也没有了脆体药包出售 不过他们这里有卖一种更好的脆体 辅助药物 脆体灵液 和凡间能提供的脆体药包不同 这种特质的脆体灵液 只能用零食买 而效果们一分钱一分货 只要体修自己承受得住 一瓶脆体灵液 比得上十包脆体药包 在脆体早期时候起到的作用 关键随着脆体修为提升 效果越来越弱的脆体药包不同 脆体灵液 至少能用到脆体大圆满 也不会明显地察觉到 效果减弱 苏平对这种 能增强自身伟丽的一项大方 储物袋拿了出来 导出了大量还没午热的零食 从一脸惊恶的药师手中 换走了他们店 所有的脆体灵液存货 让这位药师直呼 终于遇到豪客了 大采购结束 苏平出了金云山方式的山门之后 苏平换出零鼠小白小灰之后 微微皱眉 他表现得那么豪爽大方了 怎么跟踪自己的视线 反而越来越少了 唉 看来自己是遇不到出路 回家后 顺便反手反打一个劫了 不过也无妨 这次卖了妖兽材料之后的大采购 已经令他买购了 大量的修行资源和相关材料 就算再得到一些节修的东西 也不过是天头罢了 苏平开始原路返回 并在进入了一片密林之后 兜兜转转了几圈后 从另一边山林冒出来的苏平 这才恢复了伪装过的真身 向着金雀城方向 及时赶路 而在金云山方式 苏平带来的影响 也渐渐消失不见 也就在傍晚时候 驻守此地的柱姬大修 在结束打坐之后 随意地扫了眼下面人 递上来的简报 在白鹤二字停留了那么一瞬后 标注了有趣二字 便就此放过 身为柱姬 还是正经的仙门中人 他不至于为了一点材料就出手 并且 在他看来 能培养出这样弟子的门派 再小 也应该是有一位柱姬撑腰的 现在是多事之秋 同道之间 还是不要闹僵了为好 苏平还算平安地 回去了领月山庄 也就是回去路上 遇到了不少千仪车队 还看到了金峰城外 有数万人 在集体祭拜 被妖兽破城后死难的亲人 送葬队伍走了十里 途中不断有人推着棺材 加入其中 苏平还碰见了一处小镇 有一丝马匪之人 被挂在了棋杆上 晒成了风干肉 另外 苏平在关道驿站上 见到了最新的通缉令上面 多出来了不少罪恶滔天的 劫修和邪修 让苏平关注的 却是新出的邪修里 赫然有一位炼器大圆满修士 这是一个小家族的组长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成为了邪修 本来只是炼器后期 却击杀了家族里 炼器大圆满的太上长老 并血迹了全族后逃离现场 通缉榜上 对着族长邪修的评价 已然达到了 对标炼器大圆满 此外 苏平在一处山谷 发现了邪碎 邪碎无形无质 又有可以附体 在修仙界万物上 形成怪异 氢染四周环境特性 那处山谷内的邪碎 附体在了一棵阔叶树上 已经污染了周边百米范围的草木 苏平看到对方时候 便感觉到 有一丝邪气袭击了过来 让他身上辟邪法器 开始发热警告 苏平虽然有猜测 湖中洞天的辟邪成恶石狮子 可以克制邪碎 却也没打算 现在就实验一番 于是苏平急退离开 然后找了一位散修 让他将情报 传递给当地的城主府 邪碎之事 还是得先门专业人士前来处理 最为妥当 从金云山方式一个来回 很快又是钓鱼点 刷新的时间断了 苏平也开始准备 再次启程 前往玄规岛 在之前 苏平想到了路上看到的 种种惨剧 准备去之前 检查一番金雀城的隐患 苏平换出了灵鼠小白小灰 闭目联系上了 散布在金雀城地界的老鼠们 默默读取他们的记忆片段 并和城主府 还有技嘉报上来的讯息 互相对应 不一会儿 一出异常就被苏平给察觉到了 现在哪怕是金雀城 也是乡村的去镇子里 镇子里来金雀城 大家都在迁移 便是舍不得田地的小地主们 也会把二房三房之类的 赶来金雀城做工也好 种田好 当乞丐都好 反正是要好好地待在城里面 以防万一之事发生后 可以为家族留下一条血脉 可是苏平却发现 有处庄子那么久了 竟然一个人都没迁出去 甚至这几天有进无出 已经称得上反常了 最好别是邪随 苏平都路出生 开始顺路前往了那名为白家庄的地方 白家庄靠近关道 周边有着属于庄主的上千亩田地 此外 白家庄还有一处伐木厂和木材加工厂 在金雀城的资料里 这位白家庄的庄主 也算是一个被他们认可的乡身了 倒是从苏平担任监察室以来 这白家庄的庄主 就再也没有来过金雀城 并对外推诿 为了得了重病 苏平回想着这些资料 登上附近山坡 遥望着庄子 发现在林鼠小白小灰视野下 并没有邪气 他不由松了口气 不是邪碎 那么就好办了 以自己现在的本事 对付这凡尘地界的敌人 怎么也该够了吧 想归这样想 苏平还是察觉到更多的不对劲 偌大的庄子 此时一点人气都没有 田地没有人 林子里没有人 庄子里似乎也空无一人 苏平想了想 稳妥起见 取出了记忆权杖 十二小时的冷却时间 早就已经冷却好了 随着苏平举起记忆权杖 向着前方轻轻一晃 没有选择自己来扮演 没有翅膀的白鹤童子的记忆幻想 出现在了苏平面前 并如湖中洞天一样 双眸无神地看向了苏平 苏平感觉到了真实幻想 和自己的联系 尝试着操控后 果然好似玩第一视角游戏那样 令白鹤童子幻想动了起来 朝着白家庄的大门走了过去 白鹤童子来到了紧闭的大门 伸出双手 直接就推开了大门 支呀呀 大门没有上锁 被缓缓打开 白鹤童子作为幻想 在苏平操控下 没有半点畏惧地 大步走了进去 一进去就发现 庄子正堂的大门也打开着 并且隐约能听到 里面还传来了女子唱戏曲的声音 似乎有主人家正在里面 悠然自得地看着戏 白鹤童子 毫不畏惧地步入了正堂 马上感觉到了身子一阵 有着白鹤童子视野的苏平 马上意识到 这大堂布置了一个 至少有伪装能力的法阵 大堂内 数十个娇媚的女戏子 在左右两旁布置着的小戏台上 咿咿呀呀地唱着哀伤的戏曲 正中主位上 一位白面无虚的中年男子 正带着一丝恶意地 盯着走进来的白鹤童子 你是那位金雀城监察时 请来的救兵吧 那家伙会让你这样 我看不出修为地修饰过来 看来是 发现我的小技巧了 不过也无所谓了 这具身体也快坏到了 我也准备换一具皮囊了 倒是你那么大胆地就过来了 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本以为还要上演一点戏目 才能让你进来呢 似乎就是白家庄的 庄主的中年男子 缓缓起身 同一时间 两旁的女戏子们 也齐齐停止了动作和吟唱 气氛变得沉闷诡异起来 下一秒 不见不入陷阱的白鹤童子 有半点畏惧 或者冲动的中年男子 冷哼了一声 顿时 两边的女戏子 竟是从头部裂开 人皮脱离后 出现了完全由纸组成的纸人 这些纸人 靠着披上人皮 竟是可以伪装得 如同活人一般 苏平也瞬间明白了 那中年男子是什么了 修炼了指人术和包皮人勇术的旁门左道散修 不对 这家伙修为远超一般散修 恐怕也有接触了其他邪修之术 整个白家庄 恐怕其他人都已经被这家伙悄悄血迹了 苏平明白了前因后果 第一时间取出了重型狙击枪 对准了前方白家庄 对付邪魔外道 不需要讲什么江湖规矩 苏平扣动了扳机 狙击枪的枪口 顿时喷出了火焰 射出了一枚又一枚穿甲弹 白家庄内 中年男子看到指人齐齐出动 围住了白鹤童子 好几个更是刷地抓住了对方的手脚 他只觉得 这一次可以包掉一个先门的外门弟子的皮的时候 他听到了击破了窗户的刺耳声 并在同时间 发现自己的半个身子 随着喷的巨响离自己而去 外面有修士偷袭 这中年男子明白了过来 正迷惑那修士 既然有人接应 怎么会傻乎乎过来 没有其他动作时候 他突然发现 指人们围住的那个修士 竟然不见了 他还想要想其他 剩下的身子和脑袋 也随之破碎了一地 不过没有鲜血流出 除了碎裂的人皮外 地面上剩下的 只剩下一片片细细的纸墨 这家伙是一个狠人啊 把自己也变成了指人 要不是遇到我谨慎了 专门来看一下 这家伙说不得 真能跑去其他地界 然后继续逍遥自在了 不对 这家伙破绽是故意露出来的 好家伙 这是打主意在我身上了 这次要是派散修过来 就是给对方送离别离了吧 苏平用重型狙击枪 打碎了庄子外墙的时候 也就破了阵法 可以通过狙击镜头 和冲进去的老鼠们的视野 看到现场 他发现 那些纸人在失去了中年男子后 全都定住在了现场 便是老鼠们 啃咬也不见反应 苏平让林鼠小白小灰 查探了一番 在找到了应该是那 左道修士的一个储物袋之后 再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庄子里原本有的人 似乎也早就失踪不见了 苏平也就不纠结了 直接选择了放火 让火焰把纸人 还有那些碎末 全部燃烧干净 火焰下 苏平听到了一阵阵哀怨声 从火焰里传出 而后 一个浑身出现血色纹路的纸人 突然从火焰里窜出 朝着一直在千米外 就没下场的苏平 跪倒在地 道爷饶命啊 我有纸人秘书 可得极乐长生啊 碰 苏平听不得极乐 长生这些邪修关键词 直接一枪 把纸人脑袋打碎 令那纸人晃动了一下 似乎变成了普通纸人 跌在了地上 苏平微微皱眉 这些艺术不一定强大 但是够古怪 够顽强 他叹了口气 取出了几个燃烧瓶 用力一扔 轰的一声 燃烧瓶炸裂开来 加了料的火焰 把地上 还有火场里的纸人彻底点燃 这一次 纸人们真的变成了灰 而后 苏平望着堆起来的灰烬 心念一动 让老鼠们 把灰烬全部扔进去外面小溪之后 苏平这才放下心 转身前往玄规岛 数天后 玄规岛迎来了他忠实的锤钓人 岛民们又看到了 仙师带着残影 进入到了岛中心 目前钓鱼点已累计可钓鱼次数 140200 苏平钓鱼翁打扮坐在了天湖边 看到了钓鱼次数的他 微微汗手 没有刷满 也没有只刷新一半 这个结果还算可以接受 随着苏平打好窝 取出了0米9 这次锤钓正式开始 二阶钓鱼点 需要耗费更多的锤钓时间 待到天明 苏平站起身来看向钓鱼仓库 这次他得到了80条小刘温鱼和60条大刘温鱼 没能得到特产 有些遗憾 苏平还是很好奇 幼年玄规是什么样的 成长起来后 能不能当船载着自己 在大海上航行 能用神兽玄规当坐骑 谁还会去坐船呢 获得钓鱼经验加1 获得大青鱼加1 获得钓鱼经验加1 获得青铃鱼加1 目前钓鱼等级4级3402000 目前钓鱼点可钓鱼次数已耗尽 请下次再继续吧 水蓝星 鱼树式水库钓鱼点 苏平带着一丝意外之喜地 顺手钓起了一头水库里的大鲤鱼 把大鲤鱼扔进鱼都同时 苏平心中低语 这次从玄规岛回来钓鱼后 领域湖钓鱼点和这里 都只刷新出了最低次数 本以为是因为抽出了记忆权杖之后 会度过一段时间的幸运低谷期 没想到却能有意外之喜 再次抽到了青鱼鱼 加上这一条青鱼鱼 我就有三条鱼鱼了 苏平对此很开心 离开了水库后 便进去了湖中洞天 随着第三条青鱼鱼 被放了出来 进入灵光鱼池 嗡 湖中洞天内的灵气浓度 又一次提升 目前湖中洞天等级 一级90100 苏平深深地吸了口气 感觉现在的灵气浓度 已经无限接近 金云山方室内城区洞府 给自己的感觉了 那可是在二阶上品的灵脉上 布置了阵法形成的修行洞府 价格只会比外门的洞府 贵上不少 现在只要在湖中洞天 就能无限制地享受到这灵气环境 苏平扫过那些被放养在这里的灵宠们 觉得他们能被自己看中 实在是三生有幸 赵月听风格后院 随着苏平从金云山方式那边 成功大采购回来 周璇小道长也得以有了更多课程 除了新的更复杂的炼丹相关书籍 还有金云山方式最新出品地 记录了炼丹师初解的传音玉佩 只要给传音玉佩灌入法力 玉佩里就会传出一位语气苍老的炼丹师声音 以他过来人的身份为求学者上课 这模式有点像水蓝星的听书 不过玉佩记录下的丹师声音 自然不会那么简单 只要宁心尽气 在对方讲解声里 自然而然就可以在脑海里 浮现出一幅浮炼丹相关画面 这方式比起看书 能少耗费一点精气神 苏平也检查过多遍 确认没有引起周璇小道长误会的内容之后 才发了下去 周璇最近也开始尝试着 用水蓝星本土药材 研制各种药包 不求百分百替代 能尽可能换掉一成的辅料 便已经极为不错了 苏平恢复第一次去东王冠的哲仙人模样 在阵法配合下 好似从云海之中缓缓走下来一般 来到了周璇小道长的面前 在接受了小道长的大礼之后 缓缓道 作为一个外门弟子 这段时间你表现不错 保持现在的态度表现下去 未来不是 没有成为内门弟子的可能 苏平给了甜枣后 继续画大饼 感觉到超凡好处的周璇 自然是对此深信不疑 而后苏平画风一转 拍了拍周璇的肩膀道 但是修行意图也该劳逸结合 你该好好休息几天了 回去看看家人吧 那些灵里灵田 我也会找人替你照顾 周璇听到这错愕了下 本想脱口出我不类 只是想到这可是 与自己有先缘的云来 先进道长的建议 道长对自己那么看好 一定是不会害自己的吧 周璇拱手行礼 点头同意了苏平的建议 于是苏平叮嘱了一番 云来先进外门弟子 不可对外展露法术 最多以五道自保 不可持强凌弱等等规矩后 挥了挥手 便将周璇小道长 送出去了湖中洞天 周璇小道长 回到了榆树市东王冠 看着熟悉又陌生的道观 周璇眼神有些恍惚 一种难科一梦的错觉袭来 令他脑海里猛地闪过一个疑问 我真的休闲了 该不会只是一场大梦吧 周璇心中一惊 却又想起了道长的叮嘱 忍住了在凡尘施展法术 他感觉了下体内充沛的气血 选择了快步来到了院子角落 并单手就提起了放在那吃灰许久的失所 看着以前费力两只手 才勉强的失所 被自己单手轻易提起 周璇相信了 体内的力量并非幻觉 他真的去了云莱仙境 并有了那么一丝得到成仙的机会 周璇欢喜了几分钟才 重新宁心静气了下来 他想起了父母还有恩师 走进厢房找到了关机的手机 准备联系他们 在这红尘里好好练心 周璇相信 休息什么的都是假的 锻炼心境才是目的 也是云莱仙境对自己的又一次考验 同时间 湖中洞天 看向茅草屋和林田的苏平稍作思考 便心中一动 先让赵岳听风格消失在了眼前 然后 把有着林田茅草屋的地块 移动到了云莱仙境山顶平台的边缘地段 之后 苏平调出了另一张主体建筑卡 浮华如梦寺主体建筑 品质 珍惜 湖中洞天专用 布之后可略微增加灵气产出 据像画质后 苏平发现 这座寺庙修建在五十多米高的白灰色山体之上 寺庙本身也修建得宏伟大器 从山门到庙门的山路上 更是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精致石雕 守门的六牙石像也是栩栩如生 自有威严加深 寺庙正殿内 供奉着诸天佛陀内置浮华如梦阵法 可拷问人心 能略微加快冥想速度 总体而言 这浮华如梦寺占地面积 只比西游级的赵月听风阁小了一些 不过如果配合迷雾阵法 和调试一下周边环境光线的话 站在这浮华如梦寺的正面 可是比在赵月听风阁面前 要震撼得多了 从山门到庙门的上山路 也是神秘感十足 毕竟一个注重的还是奢靡享受 一个则是 本就充满了神秘暗示 自带威严的场所 布置好了新的场景 进入到了浮华如梦寺 内部正殿的苏平 把一枚封印法器掏了出来 他研究了这些封印了邪碎的法器 有一定时间了 法器本身极为坚硬 并且被破坏了 有可能引起修仙界大能注意 在修仙界没多少人 做这种吃力不讨好之事 苏平却是仗着 在不在一个世界 在水蓝星的时候 便借机寻了一处地方 试图破坏一个封印法器 看看邪碎在无灵环境 是不是可以自行消失 可惜费了老大劲 让一头老鼠踩着机关 通过持续不断的电焊 花费了一整夜功夫 还多亏了无灵环境下 这封印法器 吸取不了周边灵气 来自我循环恢复的符 这才终于打开了 封印法器的一条列文 从而取出了在封印法器里的 邪碎粉末后 看着不怕火烧 不怕电焊 就好像真的只是 石头粉末的邪碎粉末 苏平不得不意识到 这玩意可能真的 只能靠精神方面 念头来消磨 水蓝星的无灵环境 对它们也没有多于作用 其实 仔细想想也是 如果只是无灵 就可以解决 邪碎遗留问题 修仙界大能那么多 强行画出一片无灵禁区 应该问题不大才对 可是它们依旧 只能选择这样的笨办法 想来就知道 这邪碎遗留 是多么难缠了 也难怪在没有确定这些东西 可能会影响邪气潮时候 各大仙门都选择封印了事 好在苏平 一直在做两手准备 在尼尔伯的时候 也没有忘记 收集各地大型 信仰场所 相关情报 在这次回来钓鱼 并且按照约定 又和黄总六人进行了交易 化作蜀道人打扮的苏平 稍微指点了一番 黄总他们养生功方面的错漏之后 蜀道人取出了一本苏平自己写的 记载了相关阵法的卷博 放在了黄总六人面前 寻一处尼尔伯当地的庙宇 让他们的法王 按照这上面的要求 开始布置法会仪式 可有什么问题 黄总看了看卷博上的复杂要求 摇了摇头道 道长放心 这在加德市没有什么问题 要是要求在首府那边和土王差不多的法王 这事可能不好说 但是在加德市里那几位 我们来之前就请公司调查过了 就没有是真传承下来的 都是这几十年被外面人扶持起来占位置的 只要钱给足他们搬出去 让我们拍一个乐戏都没问题 黄总还有句话没说 那就是经过上次的月黑风高夜后 加德市的中高阶层都对他们礼遇有加 甚至中层加收的小费 都主动按照第一档次的收 那些掌握了寺庙 人口和大片土地的法王们 更是对于可能真有鬼神相助的他们 多了敬畏乃至恐惧 苏平对此也多少有点了解 不过并不关注 尼尔伯这边这一操作 只是提前落子 算是一个后背保底的计划 真要早点进化封印法器 最好的自然是借助那些 即将召开超大型法会 有人力物力和大量信徒参与的势力 然后便是来忽悠 嗨嗨 给他们一个斩妖除魔 维护人间正义的机会了 南海朱棣一直保留着广泛的 纯粹向善求平安的信仰 很多人都算是按需求按时间节点 不同而对向不同的各派遣信徒 也有绝对数量上并不少的真信徒 乃至虔诚的有狂热倾向的善信 南海朱棣的大慈大悲寺 便是这几十年里的佼佼者 或许此寺不是当地最大最宏伟的寺庙 却一定是当地最有人气 也最有名气的古叉 作为当地的重点旅游圣地 这座古老寺庙 最知名的便是进行各种大型法会的名声与经验了 祈福法会 驱灾法会 每次都会有无数善信从各地前来参与 并慷慨解囊 为法会后续的专项慈善项目 添砖加瓦 在苏平偷偷坐船 跟着渡轮抵达寺庙所在大岛的时候 大慈大悲寺 正在筹备着三年一度的大型祈福法会 因为三年前的大获成功 这一次不仅仅是大慈大悲寺本身 就是官方也有不少人对此颇为重视 更有传闻 许多来自其他国的富豪信徒 也会来参与这次法会 其中几位巨父 还以私下许诺 可以在接下来的慈善项目里 提供一定人力物力支持 同时 许多有身份的也会借助此次法会 将其作为一个互相认识的平台 进行更多项目的深入合作 某种意义上 大慈大悲寺 正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加持下 蒸蒸日上 由于预定要与会的信徒们 实在是太多了 在周边酒店旅社都欢欢喜喜地 赶紧上涨了一波 不对 是恢复了原价之后 大慈大悲寺的最新通报里 宣布了临时封山 法会期间 不再接待为预约旅客的通知 好在让酒店方放心的是 靠着之前预约的那些信徒们 他们也没有多余的房间 可以预定出去了 大慈大悲寺内 红光满面 身材壮实有力 一看就是得到高僧的微胖主持 正在和负负责操办的僧人 以及策划公司负责人开会 他虽然年过七十 却是声音洪亮 中气十足 只看皮肤和听声音 最多会觉得 这僧人也就五十来岁 不会超过六十 只能苦一苦那些来帮忙的了 把后山的那些屋子 打扫一下 住在那边吧 这次来的善性有点多 还有其他同道的友人 要前来观理学习 客房必须优先安排给他们 不过待遇不能落下了 这次大家辛苦了 记得多给一点 直接给到每一个人手上 还有这次一日三餐的斋饭 原空失地这方面 你要多费心了 上次掌勺的那位大师傅就不错 这次继续请他来吧 稳妥一点好 大慈大悲似的主持思路十分清晰 喋喋不休地说着话 说是开会 倒不如说是他的一言堂 只是他事无巨细 全部安排妥当 令得其他人无不幸福 这便是为何 他能把大慈大悲似 带到如今高度的一大原因了 要不是他成为了僧人 还是主持 就凭这分析和管理能力 不管在哪一个行业 都会有他发光的地方 开完会 沉思了下 觉得暂时没有其他缺失了 主持挥了挥手 宣布了散会 顿时其余人 恭敬起身行礼后 退出了房间 开始按照他的吩咐 处理事务起来 大慈大悲似的主持 被称作原慈大师 就在他看到四周无人 起身活动了下身体 准备读会佛经 就入睡的时候 主持 大慈大悲似的主持 我能进来了吗 一个可怜兮兮兮的声音 突然传到了这位 原慈大师的耳畔 令原慈大师一米七的身子 一下子僵硬了下 第一时间 原慈大师怀疑自己这段时间 练进攻出了岔子 出现了幻听 他开始考虑 是不是要找老朋友 看看时候 忽然 声音再次清晰无比地传出 微微一正之后 感觉幻听不可能那么倾斜 这一次 原慈大师猛然转身 看向了再次出声的方向 那是一面只有壁画的墙壁 并没有暗格这些东西存在 在外面便是千米高空了 难道自己遇到了 什么高科技恶作剧 原慈大师修行之余 没有忘记接触网络信息 他知道 有些网红为了流量 什么恶作剧都敢做 他心中忍住了怒意 准备好了 随时暗洞藏在手里 警报按钮的他 开口道了一声 想进来就进来吧 顿时 在那壁画墙壁上 原慈大师看到了一个苍白色的幽灵 竟是就那么直接穿墙而来 正面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这幽灵只穿了上半身 看到了原慈大师之后 就停了下来 脸上露出了一丝迟疑和害怕表情 作为买骨的这段时间出品的 新一代幽灵 这次执行任务的幽灵 属于长相最和蔼可亲的一位了 虽然还是一脸死相 至少只看上半身的话 还能看出来他在做什么表情的 你 就是大慈大悲思的主持 幽灵表情迷惑 语气也有些迟疑 原慈大师嘴巴微张地 看着穿墙幽灵 这一瞬间 原慈大师觉得自己身子僵硬的 好似一块石头 更有一股寒意冒起 顺着脊椎骨 直达了他的天灵盖 这辈子 在当上了大慈大悲思的主持之后 他还是第一次那么失态 好在好歹修行了那么久 看了那么多相关书籍 也算是神秘行业专业人士的他 加上那幽灵 只是迷惑盯着他 看没有其他动作 迟疑几秒后 原慈大师感觉到 自己又活过来了 他也回想起了对方的询问 咬了咬牙行李 点头道 阿弥陀佛 平僧原慈 正是此地的主持 大慈大悲思的 主持 听到回话 幽灵再度带着迷惑神色 又问了一声 听到这语气 原慈大师脸色有些微变 同时脑子里忍不住 想到了一些不好的联想 他还是点头再次承认 平僧担任大慈大悲思的主持 到如今已有二十余年了 幽灵似乎听清了这话 表情不再迷惑 而是带上了惊讶 不可能 你们大慈大悲思 怎么可能是你当主持啊 堂堂主持 竟然一点修为都没有 这绝不可能 你一个大慈大悲思的主持 怎么可以是一个凡人啊 哈 原慈大师听清了幽灵的惊呼 一脸的猛逼 什么情况 难道凡人不能当主持吗 每家寺庙道观 有着规矩了 可是他已经好好地 当了二十余年 并让大慈大悲思 人气名声蒸蒸日上了呀 幽灵幽怨地看了看 原慈大师似乎认清了现实道 如果你真是此地主持 当有资格上仙舟 入浮华如梦似听令 不过如果你连信物也没有的话 大慈大悲思 今日起便算是没落了 幽灵微微摇头 便准备离开 似乎不乐意和一个凡人打交道 请稍等 原慈大师听得满脑子都充满了疑惑 看到幽灵要走也不怕了 直接冲了过去 却见那幽灵轻笑一声 嘴巴微张吹出了冷风 顿时 原慈大师感觉到一股狂风吹来 竟然将他那么大一个人 直接吹得退后了好几步 哗啦 哐当 身后的花瓶书架等物 也被狂风吹得东倒西歪 发出了一阵响动 幽灵吹完风 就彻底消失在了壁画墙壁上 留下原慈大师 独自站在房间里 看了看壁画 又回头看了看那些 滚落在地上的花瓶 以及书本古董 他忽然失声笑了起来 刚刚的奇遇 竟然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呀 大慈大悲思的原慈大师 在短暂的失态之后 随着门外传来急促脚步声 他连忙调整了呼吸 让自己快速地平静了下来 原慈大师 用于平常没什么变化的语气 让僧人进来了房间 打扫了房间 并重新整理好了书架等物 这些听到一想跑来的僧人们 都涉于主持的威严 没敢询问原因 只当作或许是主持 不小心碰到了花瓶 然后连累着撞到了书架 只要主持不主动说 他们自然也不敢去问 甚至对外谈论此事 原慈大师 目送走了打扫完的僧人 表情这才重新凝重了起来 并盘膝坐在了壁画前方的座榻上 开始努力回忆自己 与那神秘幽灵对话的每一个词句 乃至对方的另一个表情细节 浮华若梦寺 听起来似乎是我寺庙一脉里的圣地 为何我从未听过 这等古寺的名字 是我这大慈大悲寺的主持 依旧不够资格吗 不 大慈大悲寺也有千年历史 是南海诸地的知名古刹了 论远远流长怎么也不该不够资格吧 那古怪存在会来找我 并如此惊讶 我的普通应当就是名正 如此想来 问题是出在我大慈大悲寺自己身上了 莫不是中途传承出了问题 原慈大师想到这 脸色微变 这也是他最担心的事实 不可能 我那些同道 还有那些协会道友 他们之中 莫非真有具备了神通的实修 只不过一直在瞒着我 原慈大师脑海里 出现了一张张 或温和谦让 或慈悲 或故作神秘的脸庞 很快摇了摇头 否决掉这个荒唐念头 那些同道 全都是自己多年 便惊吓的手下败将 真有本事 怎么可能 还说不赢自己 原慈大师想到这来了自信 更倾向于那些地位挺高的道友们 也和自己之前一模一样 身为凡人而不自知 对了 信物 那古怪来客 有提到传承信物 莫非是师父 或者祖师爷留下的某件传承信物 因为意外 而没有被后人所重视 原慈大师熟读经典 对本门的典故记载 更是能倒背如流 他记得 大慈大悲似还算幸运 一直没遇到 大的足以灭似的天灾人祸 传承大致是有序可查的 不过也确实经历过几次劫难 甚至于在三百年前还遇到了一次瘟疫 包括当时的主持在内 有大半高层僧人病亡 也是经历了那次打击后 大慈大悲似陷入了低谷期 直到在原慈大师的手上 再又渐渐有了再造巅峰的趋势 已经年满七十周岁的他 想到了这点之后 竟是激动得再无半点睡意 他隐隐觉得 自己是一个凡人主持的原因 就和三百年前的劫难有关 是那劫难让大慈大悲似 断了自家超凡传承 并且顺着这条线深思的话 更是细思极恐 只怕那三百年前的瘟疫 不只是瘟疫那么简单 或许 人世间之所以可以如此宁静安好 是因为有人在为他们背负着黑暗 原慈大师虽然老了 内心深处 却还是有着那么一个修得神通 庇护一方平安的大慈悲者梦的 原慈大师有些等不及了 也不管门外已经天黑 也快要到了他作息时间 他有些急匆匆地走出了房门 前往了寺里的藏经阁 说是藏经阁 事实上除了第一层 有随意游客观看的佛门小故事书 第二层是各种各样的典藏经文 第三层第四层 除了千年来收集的诸多高僧注释外 更多的还是大慈大悲寺 本身包括主持在内的高僧遗物 遗物又以文书记载为主 并且有一点必须要说明的是 大部分文书都不是原本了 或者说就寺庙的保存条件和人手 面对那么大量的遗物 根本就无力全部保护 大部分维护的办法是 安排僧人抄路 并就此当作原作 原慈大师目标明确 他想要从三百年前的主持 和高僧留下的遗物里 寻找机缘 哪怕找不到 他也不会放弃 得见了世界真相的原慈大师 已然下定了决心 他这辈子 为大慈大悲寺付出的够多了 余生他要用来寻找 那浮华如梦似的真相 寻找属于自己真正的佛缘 他 原慈大师 也想要修成佛门的现实真大慈悲者啊 原慈大师在僧人们诧异的目光中 敲开了藏金阁的大门 并吩咐了一声不得打扰之后 静止上了第四层 跟随的僧人们一脸猛逼 倒是有一个机灵的悄悄嘀咕 或许是主持对接下来的法会 还是有些不满意 想要去找祖师遗物 寻找灵感 顿时 引来一阵点头附和 他们是跟着原慈大师不少年的老人了 都敏锐感觉到了 主持的一丝急切 这让他们莫名不安 也因此马上接受了这一解释 来让自己心安 藏金阁第四层 经过现代化改造之后 这儿灯火通明 空气良好 不过只在出入口处布置了监控 毕竟能来这里的 只有寺庙内部人员 预防一二就行了 也因此 监控室的安全人员们 一直不知道 在一小时前 有两亿白亿灰的老鼠 悄悄地跑了进来 并悄悄加塞了东西 原慈大师来到了祖师爷遗物区 对着一个个木柜子 恭敬了行礼念咒 以表敬意 之后便靠近了柜子 先隔着玻璃查看了起来 寻着以前曾经看过的一部分记忆 原慈大师找到了那位病死的主持 带着一丝悸动 打开了柜子细细查看 这一次 原慈大师看着记载里提到的 诸多以前觉得是自吹自擂的修行故事 比如祖师爷记载 自己某年某月修炼心有所感 便去了某处桃林 吸取木之精华 结果引来了桃林里的桃木仙不满 祖师爷选择了赔礼道歉 来解决此事 又有故事是 祖师爷某年某月 和道友月下木亭吃饭 对方举起水壶 挥手就借来了热乎乎的 上好龙井茶水 祖师爷便拿出鱼钩 直接调来了南海某座寺庙的斋菜 如此种种 步伐有出现在记载里 原慈大师看着这些 却不再像以前那样觉得 这只是祖师爷在吹牛 因为他们这些同道一起喝茶时候 也是这样吹的 现在原慈大师却是渐渐觉得 或许这些记载都是真的呢 只是他们这些不孝后人 失去了祖师们的超凡传承 终究没落了 成为了凡俗 没有 没有 还是没有 原慈大师看完了那位主持和同辈 好几位高僧的文献 却是找不到一丁点 与浮华若梦寺有关的暗示 传承 遗物 对了 遗物 找不到有用信息 原慈大师把希望放在了遗物上 他希望祖师爷可怜他们 没有把信物带到阴间民土之中去 他打开了存放着食物的柜子 掠过了那些后人修补过的 原慈大师目光看向了一个木盒子 那是三百年前某位高僧的遗物 里面他记得放着一本对方亲自注视的经书 这是一本难得的保存完好的原作真迹 加上那位高僧是大慈大悲寺 千年来也数得上的僧人 这经书得以单独存放 原慈大师曾经翻阅过这本经书 跨越时间体悟了祖师的思想 现在 想到这本经书记载里被那位高僧爱不释手 原慈大师心中存了一丝渴望 打开了盒子 戴上手套后再次小心翼翼 用工具翻开了纸张 藏经阁里无比安静 一时间只剩下轻微的刷刷翻书声 原慈大师看着经文的注视 依旧没看到他想要看到的内容 直到翻到了经文的最后一页 原慈大师才身子猛的一阵 看到了经文的最后一页 赫然出现了一个淡红色的范文 原慈大师很确认自己之前翻阅没见过 有这范文出现 以前的每年简报上也不曾提到过 而如此明显的印记 要是之前就有的话 管理此地的僧人不可能不上报 应该是最近才出现的 或许和那浮华如梦似的召唤有关 我大慈大悲似是需要去听令的 原慈大师看了看范文 发现没有什么变化 也看不出更多东西 念出几篇经典经文后 还是毫无反应 想到了什么的 原慈大师脱掉了右手的手套 尝试着触碰这范文 刚一触摸 原慈大师就身子一紧 眼前多出来了一道信息 阿弥陀佛 原慈多谢祖师爷解惑 收回了手指 原慈大师朝着那经书 双手合十行了大礼 就在刚刚 他又一次感受到了神秘之力 还是自己祖师爷 留给自己的神秘之力 给自己的提示 原慈大师虽然在那刹那 也有闪过那么一个念头 或许这是一个局 不过很快 他就直接否掉了这个念头 这里可是他的大慈大悲似 他接触到的 更是这辈子前所未见的 超凡脱俗之事 这怎么可能是局 真是局他也要去 甚至恨不得这个局 可以早几十年来 原慈大师闭幕了会儿 收拾好了心情 这才转身 静止前往了梵文提示之处 他却不知道 类似梵文灵鼠门 设置了多处以确保 总有一处能被发现 他一走 灵鼠出动 赶紧善后处理痕迹 月明星息 借助着月光 原慈大师 拒绝了僧人们的跟随 走进了正殿 在朝着正殿 供奉的佛陀行礼之后 他来到了佛陀连台 下方的石板砖上 按照梵文提示 双手轻轻一按 发现这石板 竟是真有机关 里面立即出现了空洞 并出现了一个 看起来仿佛不是食物的木牌 原慈大师 颤抖着双手拿起了木牌 一拿起就察觉到 这木牌 竟然轻薄如同无物 并且薄得好似不存在一样 原慈大师赶紧把木牌 贴身放好 而后赶紧恢复了石砖 如果这时候 原慈大师找来专家鉴定 肯定可以发现 这石砖机关痕迹 明显是新东西 不过自认为 发现了大慈大悲似 最大秘密的原慈大师 又哪里可能会想到这些 他一直相信着 找到信物 全靠了他自己的努力 和祖师们的眷顾 他在拿到木牌时候 已然感应了新的讯息 坚信了 这就是祖师爷 留给自己信物的原慈大师 已然把木牌 看作了自己最大的秘密 远方寻找着钓鱼点 碰运气的苏平 感应到了原慈大师上钩了 他笑了笑 却没有着急找紧跟着 就召唤那主持 前去湖中动天 苏平故意等到了天明 才派出了幽灵 再次出现在了 那原慈大师的卧室内 你竟然有了信物 再次从墙壁上 冒出半个身子的幽灵 这一次没下注原慈大师 他看着幽灵微汗手 然后双手合十 想要请教 却见到幽灵不耐烦地 直接摇头拒绝 并说道 行了 行了 有信物就行 等今晚听令吧 对了 有信物的凡人 只有你一个 看来此次听令 或许你得独自一个人去了 毕竟每批前去听令的 可是以修为来安排任务的 幽灵说完这些话后 也不做多解释 直接消失在了墙壁里 原慈大师这次有了经验 没敢阻止这幽灵使者离开 想到今夜 或许就是改变自己余生最重要的日子 原慈大师拒绝了一切商谈和邀请 除了一日三餐和必备功课没有落下 剩余时间 原慈大师都让自己进入到一种微妙的休息状态 恢复自己的精气神 终于 半梦半醒之间的原慈大师忽然睁开了眼睛 感应到了某种呼唤的他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同意 于是 眨眼间 本该还在卧室里打坐的原慈大师 出现在了一片金灿灿的云海仙舟之中 这是真的飞在了空中 这是真的 仙舟 原慈大师激动地连忙站起身 好奇地望着四周一切 他能感觉到道风在吹拂着自己的脸颊 能感觉到脚下的仙舟在急速飞行 还能隐约看到阳光下的翻滚云海里 不时能看到高耸的悬浮山峰 以及带着一声清脆鸣叫之后 从仙舟侧翼飞过的青鸟和仙鹤 原慈大师走到了甲板边缘 忽然身后浮现出了 那通知他的幽灵使者叫住了他 你也不想被突然出现的大风吹下仙舟吧 凡人主持 大风 文言原慈大师连忙听话地退到了甲板中间 并朝着幽灵使者问号 原慈大师也第一次看到了幽灵使者的下半身 发现竟是一团燃烧着的蓝色火焰 幽灵使者是一个不喜欢交流的鬼物 原慈大师也就闭上嘴 只是不断环顾四周 似乎一点也看不腻 仙舟在阵法帮助下 在云海上空绕了一圈又一圈 苏平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才心中一动 仙舟开始缓缓降低了高度 前方迷雾随之淡开了一些 伴随着阳光透过云海突然出现的圆环照落下来 洒在了浮华若梦寺上 一切都如此的神圣与威严 阿弥陀佛 原慈大师站在已经落地的仙舟甲板上 望着巍峨的浮华如梦寺 竟是一下子失态 双手合十行了大礼后 闭目流泪不止 我佛慈悲 让我尽能 得见如来 满含热泪跪下来的原慈大师 并非作秀 而是在看到了浮华若梦式的正面全貌之后 便受到了这座主体建筑的神秘暗示 还没进入正殿呢 就受到了影响 配合着苏平照射的光线加持 令这原慈大师看到了他心中的 如来法相针的屹立在那寺庙之上 默默注视着他 于是一时激动 失态流泪 这样的以建筑或者图画 配合天时地利 进行暗示的传教小技巧 原慈大师本该并不陌生 在封建时代 就有不乏明白其中关键的 以此博得了豪门世家 乃至皇帝的青睐 从而大兴土木 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只是原慈大师这一天一夜 经历了种种神秘事件 加上现在又是仙舟 又是浮华如梦似神秘暗示的 不断冲击 他的内心防御 早就给击穿了 不知道多少次了 凡人主持 醒一醒 是时候去正殿了 幽灵使者飘了过来 靠近了原慈大师提醒出声 也是随着这声音 打断了原慈大师的自我暗示 他眼前金光闪闪的如来法香 逐渐回归了正常的云海金光美景 这美景结合宏伟寺庙 依旧震撼人心 但是冲击力 却已经没有了刚刚那么强烈了 原慈大师点了点头 用衣袖擦了擦眼泪同时 原慈大师忽然发现 此地的空气 不仅格外地干净清新 自己每呼吸一口 似乎都在让自己精神好上来一些 此地定然是我佛真修的圣地啊 就如同那些道观提到的洞天福地一样 就是不知道 我们圣地还在 他们的福地又是不是也还存在 越是靠近真正的神秘 原慈大师越发意识到 之前认识的那些同道们 别管身份地位多么高 一对比起来 就全部都是一群假修 以前原慈大师还会考虑 对方的身份地位 还有修行感悟来综合判断 现在嘛 只要是没超凡本事的 那就全部都是没入门的凡人 原慈大师微微弯着腰 从仙舟上下来后 便随着领路的幽灵使者 一起来到了山门 而后踏上了蜿蜒的石体 阶梯两旁的山体上 雕刻着许许多多的石雕 每一组石雕 都蕴含了一个佛经小故事 或者某一个哲理 原慈大师恨不得驻足在这里 一天一夜 把所有的石雕 全部记在心里 只可惜 现在的他没有时间 更是从来不曾想过 能不能用科技设备 来记录下这份奇景 尽管从进入这片圣地之后 没人告诉原慈大师 这儿竟用智能设备 原慈大师却是本能的 潜意识地不去想 这种大不尽的行为 山不高 蜿蜒阶梯 也不会超过百米 尽管如此 原慈大师在登上了山体 看到了让他身体 止不住颤动的浮华若梦伺候 还是有些惊异 他居然没有半点疲惫感袭来 别看他在大慈大悲寺 挥斥方求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他也是一个七十多的老僧了 这样脚步不停地爬山 能够气不喘 腰不疼的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这定然 又是圣地在起作用吧 这便是修行里的 天时地利里面的地利了吧 原慈大师看到了 庙门两旁的六牙石像 隐约间 他似乎看到了栩栩如生的石像 突然眼睛一动看向了他 原慈大师 不由连忙和时 低头默念告罪 幽灵使者 飘到了他的身侧叹气道 进去吧 你得了信物 不用担心这些守护神像的攻击 能通过浮华如梦似的考验 你便有了听令的资格 多谢使者 原慈大师点了点头 听到考验二字的他 深深呼吸了口气后 回想着这辈子的苦难与喜悦 原慈大师挺直了腰板 单手竖起 在胸前大不留心 走向了庙门 哗 沉重的红木流金大门 无风自动地缓缓打开了 原慈大师感觉到 自己似乎听到了 一阵阵窃窃私语声 从门里传来 只是迟疑了半秒钟不到 原慈大师便毅然决然踏入了门槛 顿时 原慈大师发现 这正殿一下子明亮了许多 四周全部金碧辉煌 并且有菩萨罗汉腾云 而起在半空 正带着温和脸容看着自己 更有眼熟的菩萨 对着他微微汗手 似乎是在暗中 支持他的到来 除了这些人形尊者 大殿四周 还有大部分身形 隐藏在云雾里的神龙 巨像 雄狮满雄等灵兽 在表情各异地盯着自己 而在这些菩萨罗汉 神龙巨像环绕的中间 最尊贵位置上 赫然一尊至少数十米高 头快要顶到屋顶 金灿灿的如来法香 端坐在莲花台上 这法香看似雕像 又像是真人 完美符合着原慈大师心中 对佛祖的心理形象 平僧原慈 见过浮华如梦似的诸位尊者 原慈大师不敢看周边的诸天神佛 快步来到了门口的蒲团前 对着那如来法香行礼 行礼完毕 却没有继续跪拜 极见如来 为何不跪 如来法香未曾开口 一头神龙降低了龙头高度 凶恶的大嘴 逼近了原慈大师不到十米处 发出了呵斥声 口水与腥风 甚至直接打在了原慈大师的身上 原慈大师准备下跪 却又忽然顿住 在这一刻 他这辈子的精力和感悟 在脑海里飞速划过 少年 成年 老年时的自己模样 一一浮现了出来 原慈大师一下子顿悟了 他面对神龙的呵斥 充耳不闻 反倒是抬起头 直视着如来法香道 平僧从小求道 中年求不得后 又来求佛 求来求去 虽指得心安 却也学会了 不贵心中佛 阿弥陀佛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易如电 应坐如事官 原慈大师双手胸前结印 默念金刚般若 波罗秘精 四周诸天神魔 纷纷露出了恶像 发出刺耳的窃窃私语 更有神龙巨像 雄狮满雄张嘴咆哮 靠近了原慈大师 似乎下一秒 就能一口吞下他的身体 四周金光闪烁的云雾 更是沸腾如热油 一阵阵雷鸣声 在其中炸开 对原慈大师这凡人来说 哪怕他心中已明雾了 这就是考验 就是一场泡影 是他心中 曾经执念的投影 也还是在这风暴中心 坚持了数秒之后 依旧感觉到 自己这把老骨头 快到了要撑不住的时候 善 终于 腿已经开始弯了的 原慈大师 听到了一道如中鸣的 天籁之音响起 刹那间 浮华如梦似正殿里的阵法 停止了运转 原慈大师 心境映射而出的 如来与诸天神魔 皆都一下子消失无踪 空荡荡的正殿 出现在了原慈大师的眼前 只有灯火与各色神像 与原慈大师相伴 望着那正殿守卫的 流经的佛陀今生 这一次 原慈大师毫不犹豫地 跪在了葡团上 恭敬地朝着 这没有半点神秘力量的 泥台叩头 已是对佛的崇敬 苏平盘西在天空云海处 关注着原慈大师的 一举一动 看到他竟然 那么快就脱离了自己 一辈子执念形成的幻境 他感觉 这在意料之外 却又在情理之中 原慈大师 虽然经营着童秀之事 却也是水蓝星正经的修行者 正如他所言 他少年求道 终年转入佛门 然后老年成为了大慈大悲寺 最有权威的主持 此人要是在修仙界 定然会被佛修们 说是一生是一个有慧根的 只要有灵根 哪怕只是下品 也一定会被收入内门细心培养 哪怕未来修为上成就不高 也是可以送进求佛院 进行术法相关基础研究 乃至改进的 修仙界的技术进步 离不开这些 有悟性有慧根的修士们的默默付出 你手中 拿的是大慈大悲寺的信物 正殿里 回荡起了一个 语气有些萧瑟的男低音 听到这声音 本打算起身的原慈大师 选择了维持叩手动作不动 并连忙出声 表明了身份 一介凡人 能找得到信物 得到认可 来着浮华如梦寺 这三百年来 你是第一位 大慈大悲寺这条法脉 和该有缘法续下去 听到这 原慈大师心中不由稳了大半 同时暗暗寻思三百年来第一位 莫非三百年前 也有类似自己这样的僧人 通过信物找到了这里 也为自己门派续了佛院 这瞬间 原慈大师脑海里想到了 古书记载里 三百年前才正式出现的 那些神仙罗汉 还有菩萨们 还有那些妖魔鬼怪们 甚至思维发展 想到了塞外之地的那些 已经被定位了正道的名门大派 他甚至有那么瞬间怀疑 或许更高圈子 早就知道了某些人是真修 才会认了那些画风奇怪的派系 也是名门正派 苏平并不知道自己那么随口一说 原慈大师就开始挠补了前因后果 甚至自动补充了细节 形成了一个还很模糊 但是逻辑自洽的神秘界世界观 只是 你终究只是凡人 浮华如梦寺的任务 对你来说 并非心智坚定 有求佛之心就可办到的 南低音说到这 顿了顿 不过 你终究通过了考验 确实与浮华如梦寺有了缘分 退去吧 外有使者会给你需要之物 也会交给你该做之事 说完这话 南低音不再出现 原慈大师开始还有些惶恐 那是不被需要的恐惧 好在听到后面的声音 原慈大师感激得再次行礼 这才弯着腰倒退着离开了正殿 哄 大殿的木门 再次无风自动地关闭 原慈大师看到了 等在身边的幽灵使者 他发现 不过是进出了一次正殿 这位幽灵使者 对自己的态度 竟是大变 那死人脸上 居然在朝着自己肌肉扭曲地笑着 还真是 鬼物 也讲人情事故啊 不过也对 既然神秘是存在的 老祖宗的传说是真的 那么他们的记载里 那些老奸巨华的神仙妖鬼 也一样讲人情事故 又有什么不对 有钱能使鬼推磨 看来在神秘世界也是通用了 就是不知道 在这个世界的钱是什么 原慈大师作为实权主持 心中本能闪过了诸多念头 脸上却保持着和蔼表情 与那幽灵使者问好感谢 原慈大师 你们大慈大悲似 这次可是有福了 幽灵使者僵硬地笑着发声道 尊者们很看重缘分 大师 你又通过了问心考验 证明了 你是一个有慧根的 接下来只要按部就班 办好了下发来的事物 尊者重新恩赐下法器与功法传承 不过是应有之意 小的再次先恭贺大师了 双方又是客套了一番 幽灵使者这才领着原慈大师 回到了仙州 指向了甲板上 多出来了几卷卷博 以及一个手提箱大小的木箱子 大师请看 这些卷博里描绘的是 斩妖除魔驱邪大阵的具体布置示意图 还有这一张是祈福驱邪经文 是配合大阵的咒文 还有这箱子里都是封印了邪碎的法器 需要大师安置在法阵关键位置 原慈大师一边查看一边点头 并时不时询问疑惑 这一次 幽灵使者展现出了极好的耐心 几乎做到了有问必答 而对方这样的反应 也令原慈大师吃了一个定心丸 觉得自己的机缘应该是大半稳了 不然这鬼物不可能变化得那么大 通过幽灵使者的回答 原慈大师也渐渐明白了 浮华如梦寺 乃有大伟丽的尊者们 合力修建起来的一处圣地 同时也是一处静殿 寺庙之下十万米深处 镇压着这成千上万年来 从域外而来的万千邪碎 这些邪碎几乎不死不灭 哪怕尊者也难以短时间消灭 只能先封印 以免其霍乱人间 只是邪碎们越来越多 千年时光也无法磨灭的也不少 无奈之下 每隔一段时间或十年或百年 便会广妖同道前来出力加固封印 或者下大力气磨灭掉 其中比较反常有变数的 幽灵使者隐晦地提出猜测 或许有些知脉断了传承 一方面和凡间大环境恶化有关 另外一方面也可能就是磨灭 邪碎时候出了意外 原慈大师也因此想到了 大慈大悲寺三百年前死难的主持和高僧们 尽管没有证据 他还是倾向于相信 祖师爷们都是为了斩妖除魔而牺牲的 同时 原慈大师也悄悄松了口气 知道自己负责的是没有危险的善后工作 木箱子里的封印法器里的 全是如同石头粉末的邪碎遗骸 他只需要利用好自己的老本行 开好法会 念好经文 把邪碎遗骸最后一点邪气 也给驱散即可 在了解了自己要做的事情大概之后 原慈大师再次谢过了幽灵使者 而后在对方同样弯腰拱手相送之下 一时间眼花缭乱 眼睛再次看清了前屋时候 原慈大师发现自己赫然回到了打坐的卧室中 屋子里的熏香还依旧残留在空气里 只是或许是有了圣地的对比 原慈大师突然感觉到 这自己喜欢的熏香也不过如此了 还不如在圣地随口呼吸的清新空气 让自己身心愉悦疲惫尽消 原慈大师看向了自己双手提着的木箱子 和卷博 这些从那如梦似幻之地带来的实物 令他坚定了一切都是真实的这一想法 同时 在又一次细细看了卷博阵图内容 体会了这阵图给人神奇的感悟加成之后 原慈大师脑海里 确实曾经闪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马上就要开大型法会了 于是就遇到了这一连串的神秘事件 不过很快的他又摇头把这想法抛出脑后 那神秘莫测的圣地 那能在云海翱翔的仙周 那巍峨壮观能拷问人心的浮华如梦似 这等伟大存在贪图自己搞出来的法会 就为了加塞一点东西 呵 原慈啊 原慈啊 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这是不可能的 绝对是不可能的 原慈大师把此事做了心魔 彻底锁住 忘却 然后 原慈大师走出了卧室 当即开始招呼了师弟 以及那些策划部门负责人连夜进行开会 各处布置都要改 还有许多位置 也要重新规划 经费可以加 事情得办好 时间不够就加强加人手 原慈大师在此事上 发挥出了一贯雷厉风行的风格 尽管加重了各方的任务 也让他们更加安心了 那么多次成功的法会威望积累下来 所有人都相信了 听原慈大师的话 一定没错这一贯性思维 几个策划活动的与会者 听到可以加钱之后 自然也不会给出反对意见 好在法会本就遵循着一定的风水学问 与阵法道理也有几分暗和 加上现代工具的使用 以及驱邪用的金刚服魔法阵 本就是为了凡人也能普及 而下大力气改进的简易法阵 忙碌了一天一夜之后 总算是赶在要召开之前 一切布置妥当 原慈大师还不放心 不时拿出神奇的阵图观看 冥想 而后跑到现场进行确认 并如此往复 令僧人们无不暗暗称奇 这期间苏平也没闲着 哦 不对 是灵鼠小白小灰们 也没闲着 他们挖通了法会现场的地底通道 在关键位置 埋进去了灵石和小型距林法阵 来保证这个最重要的阵法 可以起效 尤其是正殿 考虑到后续的细水长流 苏平还拿出了 在金云山方市那边 买来的一套金瓶法阵 布置在了那边的地底 灵石也提前放好了 十多枚保证供应 从而好让法会结束 那原词大师开放大殿 接受后续信徒旅客们祭拜后 也能继续收集念头 磨灭封印法器里面的邪碎 苏平是期待着 自己这一实验可以成功 并且没有什么后患的 只要能成功 并通过考察没有后患 那就可以进入批量复制 并让自己进入 快速积累功德的阶段了 到时候 这些高僧大德们 有了奋斗希望 信徒们为斩妖除魔 贡献了一份心力 有了成就感 自己则是可以拿去兑换神通 以及各种买不到的珍稀材料 这 就是妥妥的三营啊 南海朱棣 大慈大悲似的此次法会 从一开始 就颇受各方重视 不仅有大量 有身份的善性 赶来参会 就是其他派系 乃至非东方文化圈的教派 也有 派人过来观礼 一部分高工备份资历 甚至在原词大师之上 原词大师在一大早时候 更是从电话里得知了 有两位身份很重要的客人 改变了行程 或许会在法会正式召开时候 前来观礼 这算是对大慈大悲似 这些年的努力的肯定和支持了 在之前 原词大师或许还会为此激动 兴奋一阵 但是现在嘛 面对这些繁俗的诱惑 原词大师却已经感觉到 索然无味了 也就是一些实在是推不掉的 拜访原词大师不得不去接待 其余的都是能推就推 或者干脆让师弟代替自己去接待 大慈大悲似的正殿前方广场 天还没完全亮开呢 就已经人满为患 贵宾台上也来了大部分客人 广场外 哪怕看不到法会现场 依旧有信徒们踊跃赶来 似乎越靠近法会 就越能显示自己虔诚 以后也可以越容易得到保佑一样 哪怕大慈大悲似的人员 早就跑来多次说明了 法会的内容会同步到网上 以及周边广播上 大家都能第一时间听到 不需要动气 不要急 动 伴随着钟声响起 法会在专业的寺庙金乐团的演奏下 正式开始了 现场早就已经坐无虚席 边上过道也站满了人 原词大师沐浴更衣 在众多僧人陪伴下 完成了接下来一系列的繁琐仪式 这才正式出现在了广场上 得见数万人的目光直视 原词大师坦然接受了这些关注 他看了看天空 万里无云 风高气爽 是一个开法会的好天谴 原词大师酝酿了下感情 开始主持法会 一开始倒还正常 大家也只是 澄清在这法会的气氛 而没有多想 可是 在最开始的消灾祈福一事结束后 原词大师忽然开口 跳过了策划文案上接下来的节目 直接就到了曲鞋上 策划公司的负责人们猛逼了 他们和大慈大悲寺庙 合作那么多次了 老伙伴了 这样的情况 还是第一次发生 僧人群体 也有了那么一丝骚动 不过碍于原词大师的权威 加上现场的场合 那么多人看着 没人敢去问一句为什么 域外有邪魔 若而为邪碎 能迷惑人心 毁人心智 更会污染万物 是生灵不得坠入轮回 乃人间大害 信得有无上伟力之尊者 原词大师声音洪亮 加上广播加成 整个大慈大悲似的与会者 还有那些信徒游客 都听到了这开篇语 有信徒连连出声 阿弥陀佛 真信了这个世界 有邪碎这种人间大害 也有游客觉得新鲜 这是他之前参加的 那些法会所没有的 全新版本 而在法会现场 贵宾们还没怎么样 几位辈分 资历不比原词大师低的同道 脸色刷一下就黑起来了 他们眼里 这原词大师 是老糊涂了不成 竟然开始妖言祸众了 就算想搞出一个 人间祸害邪碎出来 吸引热度 也该先给他们通通风 让他们把把关 然后从经书里找点背景出来 背书才对啊 碍于之前几十年的交情了 便是听到了不对劲 这些同道对视了几眼后 倒是没人甩手离开 砸了这法会的场 他们只是互相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 准备修会的时候 就去找原词大师问清楚 忽然 原词大师在解释了 为何要进行祭祀 以及此次法会 便是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去斩妖除魔 消灭邪碎之后 一篇听起来好有道理 却又感觉哪里不对 似是而非的经文 从原词大师的口中念出 广播也同步传出了 原词大师的经文声 这声音随着苏平出手 催动了阵法配合之后 尤其是在原词大师大和尚 在念经的同时 苏平也运转了法力 同步念出了 夹杂进原声里的经文声 参与大慈大悲思的 与会者们 第一次遇上了 蕴含了超凡力量的吟唱 不懂的人只觉得 这位原词大师 说得真好 真有道理 他们也应该为 人间和平与善良 得以存续而祈福 并向消灭邪碎 供奉出自己的一点 微不足道的信念 本就有修行经验的老修行们 立即察觉到了 这些言语里 不正常的心理暗示作用 他们没有法力 做不到同样的事 但是他们 好歹能感觉到异常 并明白 其中蕴含了什么 这 可是能大唐广众之下 起笑的真法呀 他们那些靠着小黑乌家 长时间心理暗示的技法 与之一比 简直就是晨星和太阳的区别 阿弥陀佛 此乃省事景言 一位同样七八十岁的大和尚 邓大眼 目光炯炯地盯着原慈大师 满脸震惊之余 更有了一丝渴求 几位老道士 也是握紧了手中的浮尘 连连低语 这怎么可能 在他们看来 原慈大师念出的这段经文 已然运用到了 他们只在古籍里 讲过的传法神通 苏平感觉时候到了 更是加了一把火 在经文最后一段时候 扩音法术全力运转 并加大了音量 使得原慈大师最后一段经文声 好似有了天地共鸣一样 轰隆隆 想在了寺庙内外人耳中 而击打在了人心之中 令无数信徒 无不头皮发麻 只觉得 这是上天给的启示 随着一篇经文念完 广播开始重复 没了法力配合 效果一下子减弱了许多 不过法会现场 却是越发庄严了起来 有着之前的效果配合 加上人本就是从众的群体动物 整座大慈大悲似 都陷入到了某种 充满了肃穆气氛的状态之中 不乏有人跟着广播 念出了经文 再常人看不到 甚至修饰也看不到 只能靠着金刚伏魔阵法 稍微感应一二的 充满了杂乱念头的世界 随着驱邪阵法运转 只要是在阵法影响范围内的 成千上万信徒的驱邪信念 都被收集了起来 形成了一道道符文 砸在了封印法器里的 斜碎遗骸里 苏平感受着这一变化 不由松了口气 还好 只要提供零食 这一大型阵法 在水蓝星一样 可以运转良好 并且没有什么古怪发生 苏平看向了袁慈大师 在中午休息后 他就被一群同道给围住了 这时候就轮到袁慈大师 开始熟练地当起了谜语人 只说不需要那么大惊小怪 这只是大慈大悲似的 千年底蕴之所在罢了 他相信 这在其他远远流长的门派里 应当也是同样底蕴存在的 到了傍晚的法会结束 再次休息 大慈大悲似的驱邪法会 开始发酵了 越来越多人知道了 有一位叫袁慈大师的大和尚 搞了一个法会 要借助大家的力量 消灭邪碎残骸 有人怀疑 这大和尚看小说看多了 也有人觉得 这本意是好的 看起来 还是在劝人向善的 也有人查到了 袁慈大师的底子 然后引起了一阵佩服 和这是假的吧跟铁 还有人搞出了懒人包 乃至各种沙雕图 倒是又起到了一波推广作用 袁慈大师的那篇经文和开篇语 也慢慢地被越来越多人知道 虽然现在这些人的信念 苏平收集不到 不过 这就是一个影子 一个提前打的预防针 只要听闻了此事 看了新闻或者讨论 心里便已经有了 关于邪碎大致状况的种子 从无到有 往往是最难的 到了深夜 寺庙的法会 本该散场等明日继续 正殿外却是排着长队 等待着一批批的进去后 祈祷帮助驱邪 而后获得原慈大师的祝福 另一部分僧人们有些惊讶的是 他们发现 这里面不只是那些善性 很多与会道友 竟然也参与了其中 他们不由自豪了起来 看来经历了此次法会之后 大慈大悲似的名声 又能更上一层楼了吧 正殿对信念的吸取运转 同样顺利 稍微看了会儿 苏平在寺庙所在山峰四周 留下了一部分新控制的群属后 便不再继续关注下去 转身离去了这片功德田 他相信 原慈大师是个能干事 干好事的 一定能照顾好这片功德田 为自己 也为他的未来佛缘 而拼搏出一个大好未来 同一时间 在尼尔伯的黄总等人 也用钱和附带的神秘感开道 和一位有着寺庙 和大片土地的当地法王 打好了交道 这位法王属于半路出家的那种 主要是被拿来占位置的 他名下有许多土地 但是土地出产 早就被大公司包了 他本人拿到的部分 在旁人看来足够多了 但是在见多识广之后 这位法王自然还想要更多 只是加德氏的信徒们 都实在是太穷了 榨不出油水了 他胆子又小 只好作罢 现在得知能用那些信徒 换到大把大把的外快 这位法王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只是让他稍稍有些郁闷的是 他那些信徒们得知了 是要祭拜那些东方人的鬼神 竟然表现得比他还要兴奋 积极 不过想想也是 对方的鬼神 可是真正显胜了 灭掉了一个武装团伙的存在啊 他们这些法王 哪一个能拍着胸脯 保证自己祭拜的那位 能做到同样的事 别看信徒们表现得笨 除了极少数陷进去了 沉默成本太大的 谁心中还没点有着自己的小心色 这个世界最朴素 最普及一个事实 不就是谁更灵 就信谁吗 不错 不错 两条道路都在顺利进行着 接下来就是慢慢积累功德 积累修炼资源的时候了 苏平通过老鼠们的探测 确认了尼尔伯那边也一样顺利之后 再无担忧 选择了回去修仙界 修仙界 领月山庄 苏平这次离开的稍微有一点点久 再去说服原词大师的时候 苏平选择了直接在湖中 冻天的浮华如梦寺里 冥想过夜 也算是体会了一把 这主体建筑的效果 修为提升感觉 自然是不如稀有级别的 赵月听风格的 不过这浮华如梦寺的 问心阵法 有点意思 苏平第一次遇到了 诸天万界的妖魔鬼怪 后来这些妖魔鬼怪里 又出现了一些 苏平小时候做噩梦 才出现的不可名状物 苏平只撑了半个时辰 就不得不主动关掉 后来看多了 心境慢慢稳固 到现在已经可以坚持一个时辰 而不动摇了 苏平觉得 这对自己以后抵抗某些诅咒 灵魂方面的术法 会有很大的帮助 领月山庄管事 看到苏平回来 如同找到了主心骨 连忙把这些天积累的文件 交给了苏平 苏平挥退了旁人 在书房里慢慢看了起来 这才几天 仙门又出现了 漏网妖兽 肆虐凡尘地界的消息 当然 好消息是 这次的妖兽 没出现在他的金雀城方向 而是另外一片地方 坏消息 则是更多难民 跑来了金雀城 城主府和记家都来报告 继续这样收容下去 他们的粮食要撑不住了 修仙界地大物博 粮食产量也有保证 加上武者们体力充沛 每一个都是种田好手 正常情况下 是很难发生大规模饥荒的 但是那是指的正常情况 仙门不是今年开始出问题了 只不过最近一年 才集中爆发 加快了恶化程度 一处上古遗迹的出现 带来的可不只是修士们齐聚 附近的农庄 基本上会被放弃 更有大量人力 会被抽掉来开挖河道 砍伐山林 再加上频繁的天灾打击 和妖兽们来添一把火 粮食还够纳 才是违反常识 毕竟 修仙者们大部分都高高在上 资源他们自己还嫌不够 怎么也不可能浪费宝贵的时间 出力未明 轰隆 金雀成忽然下起了大雨 苏平一开始 并不在意这一场大雨 直到这场大雨 连续下了三天三夜 越来越多信息 也随之传递了过来 苏平才意识到了 这场大雨的不正常 随着大雨而来的信件里 有来自海外群岛云家的回信 再意识到流民太多 粮食不足之后 苏平就开始做粮手准备 一方面派人去四周 尤其是去受灾比较轻的沿海地区购粮 并向云家发信询问海外群岛环境 以及粮食是否充沛 另一方面 苏平打算在水兰星 也存备一批粮食 在现在的水兰星 粮食相对而言 还是比较充足的 尤其是那些大型产粮区 不需要运费的话 价格会更加的低廉 苏平需要考虑的 反而是怎么把这批粮食 在那么多人眼里 合乎情理地拿出来 而不被多想 如果能对外购粮成功 自然就有的是办法加塞进去 不过这些事情 对苏平来说 其实都只是随手能帮一帮 就帮一下的小事 对苏平而言 唯有钓鱼修仙长生 才是此时 自己最不可少的人生大事 接到了云家派出的飞禽 送来的信件时候 苏平正在领月湖泊 用迎着暴雨垂钓 靠着避水法袍 无视了四周的风雨 获得钓鱼经验加一 获得大钦鱼加一 目前钓鱼等级四级 4602000 把这次钓到的大草鱼 扔进鱼兜 结束了这周两个钓鱼点 一共120次钓鱼次数的垂钓后 苏平口中念出小臂水咒戏法 撑开了一个水罩 挡住了暴雨 之后 苏平才心中一动 看向了飞在了半空的信件 云家大部分族人 都已经移居到了一座小岛上 然后靠着更大更好的海船 以及比渔民们身体素质高得多的 云家舞者帮助 云家的捕鱼业 取得了很大成果 尤其是捕捉沿海的渔民们 不赶的大鱼方面 靠着几个散修 配合战争兵器出手 也有了不小收获 信件里提到 他们抓到了体长十多米的青色大鱼 这种大鱼的鱼肉 可以熬鱼肉粥 很是顶宝 只是用来给流民调命用的话 每天一斤鱼肉 搭配十斤水熬煮 就可以让数十人 不至于饿死了 鱼油 鱼骨也各有妙用 云家的智者们 还在研究开发之中 云家这边已经商议着 对岛外贩卖这些特产了 精确成如果需要 完全是可以商议的 在说完了这些涉及凡人的小事后 云家画风一转 提到了这场绵延了 小半个赤渊仙门地界的暴雨 按照云家所言 这场暴雨乃是人为 是仙门的多位长老 为了打开一处上古遗迹结界 而举行的大型阵法 带来的后遗症之一 同时 那位云家在凡尘选出来的新组长 在信里再次给出了橄榄枝 看完云家的信件 苏平缓缓起身 看着继续下不停的暴雨 他心中暗暗星际 如果这场雨一直这样下去 恐怕又是一场大洪灾 要席卷这片地界了 只是 他一个小小监察使 又能干预什么 想要打开上古遗迹的长老们 又岂会听自己的意见 并且 这所谓的上古遗迹 说不得 也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现在仙门的乱象频频 谁知道长老们心中 真正盘算着的是什么 那位久久没有出现的当代赤渊仙人 苏平一直担心 这会是仙门的一个大变数 这也是修仙界的历史常态了 一个强势仙门的新盛衰败 往往细于一人之手 顶级战力一旦出了问题 便会是一场席卷各地域的大洗牌爆发前奏 回到了领月山庄 进入了湖中洞天的浮华如梦似正殿 再次面对诸天神魔幻象压力的苏平 忽然心有所感地 喝下了一瓶又一瓶脆体灵液 而后在浑身滚烫 灼热之气充斥全身的刹那间 苏平挥动右拳 没有嗑药只靠着本身体质 凝聚白气和拳意 对准前方施展出了北斗贪狼拳 白气虚影之下 贪狼的咆哮声顿时响彻了大殿 拳意之下 正殿空气都为之一顿 所有幻象也都随之震散消失 心魔试炼 竟是被苏平一拳轰平 倒是让苏平找到了 另一个关闭阵法的没用小技巧 这一拳轰完瞬间 苏平咬碎了后遭牙上的胶囊 里面存放着提前放置好的 十分之一分量的净化灵药 胶囊被咬碎 蹦出液体同时 灵药瞬间起效 修复了苏平因为挥拳 产生的后遗症同时 也修复了短时间服用 脆体灵液带来的身体暗伤 焕然一新的苏平 竟是顺着这股仿佛新生的感觉 一下子好似捅破了 某一层薄膜的极限一样 一瞬间 只觉得自己与四周环境的感悟 加深了许多 对身体的控制入微程度 也深入了许多 脑海里 苏平感觉到 自己身体的每一寸经脉 每一处稍大一些的细胞组织 都浮现了出来 并与自己意识产生了 某种不可言说的联系 缓缓闭幕 甚至能隐约感觉到 四周存在物体的 大致形状和方位 尽管还是模糊 有点像打了马赛克的 超低画质画面 苏平有些明雾地 再度举起拳头 轻轻挥拳肩 一丝白气 加持在了拳头上 使得这一拳打出了巨响 五感大增 至少是之前三成 并且还在慢慢提升 脆体后期之后 感觉神魂方面 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果然脆体练气殊途同归 到了后期 都会加强神魂 这也正常 毕竟助击一大特征 就是神魂强大 质变后的神石 身体反应也在快速提升 并且北斗贪狼拳的感悟 似乎也突破到一个小境界了 除了威力提升 我也可以控制产生白气的量了 不用像之前那样 每一拳都得要命 不然就要嗑药恢复 只是 不出全力施展 似乎不会触动贪狼偏熟练度提升 不过 我应该算是练得比较快了吧 毕竟练气器的 天交体修的体质再厉害 也没我不断嗑药恢复快吧 苏平舒展着 变得更加洁白 有力地修长双臂 只觉得踏入到了 脆体后期的自己 苏平觉得自己 只靠拳头 已经有百分百的把握 打死那头练气后期的巨猿了 苏平能感觉得到同样失恋气后期 那头巨猿能一个打几头妖狼 或者山肖 而自己现在又能打死巨猿 也就是说 刚刚脆体七层 进入后期的自己 已经可以对标那些脆体八层 甚至九层的体修了 不 考虑到妖兽体质普通 强于一般体修 自己或许比猜测的还要强一些 拥有圣体 真是太棒了 这对苏平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比起同境界修饰 更快的反应速度 更快的身体力量 能让它更充分地发挥出 现代化武器的作用 只要它比对面更快 就不怕子弹打不中对方 此外 脆体后期带来的身体素质 和对神魂方面的加强 也是学习神通的前提条件 而神通是通往筑基的康庄大道 时间一天天过去 就在苏平完全适应了 脆体后期的种种神奇变化后 苏平接到了仙门的又一通报 赫然是仙门向个地狱发了招募令 理由也正大光明 便是邪气朝大背景下 仙门地界天灾人祸不断 为了遏制这种情况继续恶化 所以仙门愿意招募天下 所有愿意为驱邪大业效力的散修 进入外门成为寄民弟子 仙门会为寄民弟子提供配套的功法 基本资源并开放多处二阶灵脉之地 供散修门修炼 并开放了供过堂外人 兑换助基丹以及相关功法的权限 相对应的 寄民弟子们需要接替原外门弟子 为仙门干活 甚至部分斗战能力强的 可变为驱邪营上阵杀敌 这时 第一阶炮灰不够用了 开始找其他门派的修饰 来填充阵地了 苏平看完这招募令之后 第一想法便是如此 并且他还清楚 招募令看起来 对象是散修 事实上 那些列灵根的散修 真去了外门 也就是冲树的天头 仙门的目标 估计是那些 如自己这样半退修了 却又后悔了 还想要进步的家族 或者底层修士 以及仙门之外 其余地域的那些 大大小小的修仙家族 与门派弟子 甚至这些修士 才是重点目标 他们之中 步伐有练器中期 甚至后期的存在 却又因为竞争失败 缺乏资源或者功法 正在历练积累期 仙门待遇足够高的话 这些修士想来 是不会介意 客串一把散修 跑去校里的 苏平在看到招募令时候 还收到了九夜山方式那边 管事发来的消息 那位九夜山方式背后的主人 对自己似乎还挺看好 暗示了苏平 如果打算重回仙门 他是可以帮上一点忙 让苏平顺利恢复身份地位 并被编入其麾下小队的 对此 苏平觉得 那位内门师姐 应当是想多了 他 苏平 怎么也不可能再回去 仙门当炮灰 一个内门师姐当大腿 呵呵 就现在这局势 内门弟子 也只是大号炮灰罢了 虽然打定主意 是不去响应那招募令的 仙门这一连串动作 还是让苏平感觉到了紧迫感 于是苏平选择了在湖中动天 先把浮华如梦寺 换回去了照月听风格 利用好这稀有建筑的加持效果 好让自己能快点 练气后期 从而成为法体兼修双后期的 外门大高手之鱼 苏平看着仓库里 鱼下的这段时间 积累的鱼货 想了想 预留了一部分 留着吃 或换成零药喝后 苏平一口气 将其他鱼货 换成了钓鱼硬币 开始了抽卡模式 十连抽 出了一个传送符咒 和九个普通 又是十连抽 这次还是只有一子 不过却是一个 用得着的特殊建筑 辟邪成厄石圣像 特殊建筑 品质 珍惜 湖中动天专用 布置可略微增加 动天灵气产出 总算来了一个 可以用的特殊建筑 加上这特殊建筑 湖中动天 总算可以升级了 苏平心中一喜 暂停了抽卡 先把这辟邪成厄石 圣像换了出来 进行布置 顿时 一头比那辟邪成厄石狮子 稍微高一头的紫色 石头巨像 出现在了半空 随着苏平调动 这头辟邪成厄石圣像 和石狮子 一起出现在了 赵月听风阁大门两旁 如同两座 看门守护神兽 湖中动天 忽然想起了一阵 月耳的仙月 伴随着四周云海翻滚 苏平发现 左前方的一处 不亚于现在这座浮空山的悬浮山峰虚空之中浮现了出来 从虚幻之中实体化 成为了苏平新的可以布置建筑的地块 苏平连忙把浮华如梦寺 埋谷地 以及人脸大槐树牵了过去 顿时主风这边重新掀气飘飘 画风又一次得到了统一 实在是可喜可贺 同时随着新的主体建筑出现 灵气再度增加 湖中动天的灵气浓度已经超过了苏平的见识 只能大致猜测 应该不会比那些内门弟子使用的核心洞府要差了 甚至一些外派驻基大能呆的修炼居所 或许也没有自己的湖中动天要好 同时 湖中动天经验也有了变化 湖中动天 云来仙境 目前湖中动天等级 二级 十二百 可升级任务 旅行商铺已出现 还好 一级升二级 还不需要格外要求 或者任务才能获得新的实际使用面积 并且还出现了升级任务旅行商铺 旅行商铺会不定时刷新出奇奇怪怪的旅行商人 可以把抽卡得到的垃圾 卖给他回收一部分硬币 另外 他们有时候也会卖一些有用的东西 可以通过花费钓鱼硬币买下来 这是一个早得早享受的功能啊 这任务必须做 必须优先做了 苏平打开了任务界面查看说明 发现想要开启旅行商铺 除了需要一百条小鲸鱼 五十条大鲸鱼外 还需要去五十处名胜古迹之地 使用旅行相机打卡 游戏里的名胜古迹 大多数是风景优美的自然风光 或者历史悠久人文建筑 并且有历史神话传说的地方 这些地方在修仙界的凡尘地界可不多 非凡尘地界却又多有点危险 不过在水澜星的话 还是有不少疑似地点的 先去水澜星试试看 能不能提供完成度吧 苏平思考了下 便做好了规划 选择了接下任务后 任务道具 一个小巧的咖啡色相机 从虚空浮现了出来 落在了苏平手中 苏平回到了领月山庄 举起相机 看向了领月湖 便发现领月湖并不被相机认可 不过这也不例外 领月湖的知名度 也就这金雀城周边 有点名声罢了 水澜星 东方古国某处以湖泊和亭台楼阁 而闻名之所 周璇小道长 跟着父母千里迢迢来到了此地 旅游放松之余 顺带着准备相亲 尽管周璇回家之后 表现得十分正常 并施展灵活双手 运转体内血气之力 调理了父母身子 让两位老人明显觉得舒服了许多 事实面前 他们都对周璇的修行 有了新的认识 也就没提让周璇小道长还俗一事 可是 相亲还是要相亲的 哪怕再是修行种子 那也得相亲 在一望无际的湖泊岸边 昂贵出名的湖景餐厅里 周璇见到了相亲对象 对方不算漂亮 但是一太大方 看起来从小就很有修养 也难怪会被介绍过来 只可惜周璇已经找到了心中大道 已经无心在这些俗事上了 就算真要有异性结缘人 也该是和自己一样入了门的修行者 虽然还没在现实里 见过其他同道 周璇还是坚信 世界的暗面存在着一个神秘世界 除了自己 还是有不少相对稀少 但是绝对数量不会太低的修行者的 并且最近刷到的大慈大悲似的新闻 也让周璇更加坚信了这一想法 他越看那些信徒的采访 越觉得 或许那座千年古寺 与云来仙境一样 保留着神秘传承 周璇已经开始寻思着 作为超凡门派的外门弟子 自己适不适合去大慈大悲似了 看起来 大家都是名门大派 自己应该不会被当作踢馆的吧 还是 等着入了内门之后 再被师父带着 去见见世面 周璇的心不在焉 很快就被女方察觉 而后就在女方打算体面地结束 这次看起来没啥希望的相亲时候 胡锦酒店这一层的客人 忽然有人呕呼出声 紧跟着 越来越多客人站起身 发出了惊叹 周璇微微一震 旋即察觉到什么的她 身影一动 已然出现在了落地窗旁 目光炯炯有神地望着窗外 那片文明于世的清澈湖泊上空 出现了罕见的龙溪水现象 明明是无风无雨的大晴天 这片湖泊中央 却突然间出现了 仿佛连接上了天空的龙卷风 湖水顺着龙卷风飞上了天空 形成了龙溪水的奇景同时 更令四周游客还有工作人员们 头皮发麻的事 龙溪水的上空 出现了一团厚实的白云组成的云海 云海翻滚 有雷鸣声响起 而后 晴天霹雳下 竟然好似有金色神龙虚影 从云层里窜出幼影墨 并发出了龙鸣声 整片湖泊的水族 也仿佛受到了呼唤一样 齐刷刷冒出了水面 好似在欢呼在迎接他们的王 这片大湖泊的龙君王者归来 岸边 亭子外 拍了隐身咒 带了幻术玉佩 还改变了体型 进行了化妆了苏平 也在拍摄了这一奇景之后 忍不住嘴角抽了抽 他就知道 湖中洞天的系统出品物品 总会在不经意间 给自己一点点洞天震撼 上次的赤血红礼如此 这次的旅行相机也是如此 拿到这相机时候 苏平就注意到 他的品质有点超标了 旅行相机 道具 品质 稀有 升级任务专用 可拍摄符合条件 打卡的传说奇景 当时 还奇怪 就这相机 凭什么是稀有品质 看到眼前的龙溪水 苏平就明白过来为什么了 好家伙 感情是拍摄时候 会制造出打卡地的传说奇景 从而顺利完成打卡拍摄 好在自己够谨慎 基本没真身 出现在摄像头面前 并且 除非上面有人开了上帝视角 知道前因后果 不然怎么也可能把在场几十万旅客 都当作这等神秘事件的嫌疑人来 全面调查所有痕迹 从而发现某个看不见的人吧 而且 让苏平松了口气的是 随着旅行 相机显示发现奇景 咔嚓一声拍摄成功 湖泊的龙溪水奇景 顿时如出现时候一样 飞速退去 龙卷风消失 大量水团跌落在湖泊中央炸开 天空中的云海也一下散开 就仿佛刚刚的一切都没存在过一样 周旋小道长 痴痴地盯着湖泊 和其他人不一样 感受过神秘的周旋 确信刚刚的龙鸣和神龙虚影 一定是真实存在的 没想到他活了那么大 竟然还可以在道长之外 遇到这样的奇迹 莫非自己也开始先渊深厚了 周旋小道长浑然不知道 他这一次的奇遇 依旧和那位云莱道长有关 并且他的举动 使得这场相亲彻底没救了 等待着他的 又会是一场 父母亲密配合的灵魂责问 苏平默默离开了这片是非之地 旅行相机的功能 让他小吃了一惊 不过就这样的副作用 是挡不住他继续使用 凑够升级任务所需相片决心的 只不过 一些准备显然要做好 新的地点也得选好 而且 一定要快 要在上面没反应过来 并且发现了相关性之前 完成这一系列拍摄任务 苏平开始行动 这片湖泊在舆论发酵之后 引来了专家组进行调查 不过影响力还不如榆树式的红光 因为龙溪水这东西 确实是自然景观 云海神龙虚影等等 都可以科学解释 并且那么多年来 确实发生了多次类似奇景 然后大家调查 来调查去 也没真见到什么神龙 只能推导为 又一起大自然的鬼斧神功产生的杰作 只是在龙溪水发生的当天傍晚 人们在大报恩寺的报恩塔上 看到了有诸天菩萨的虚影 在报恩塔的上空凌空出现 并一闪而过 清晨 紧急跑去了报恩寺查看的专家们 又愕然得知 人们在长河出海口附近河段 看到了有万千里鱼月龙门 并且有一头鲤鱼 迎着出生的昭阳 一跃化龙飞腾而去 专家们看着视频和文字报告 沉默了 网络上反倒是大量的人 不幸这些奇景是真实发生的 毕竟哪有接而连三 那么巧合之事 肯定是有什么电影或者游戏 要正式官宣了 于是宣传片的片段 开始到处播放引流了 这套路老归老 偏偏就是挺有效的 理由们也是现成的 看看那些拍摄视频吧 一个比一个模糊不清 这都多少年了 可以拍清楚现场的手机摄像头 和智能辅助 早就更新换代 不知道多少代了吧 他们却不知道 这旅行相机搞出来的奇景 除了旅行相机外 其余一切记录仪器 都只能拍出模糊的虚异 这倒不是旅行相机 能影响拍摄规则 而是它搞出来的奇景 本就只有这一清晰度 在肉眼下 就是那么模糊不清 只不过 它拍摄的时候 会进行自我美化 打卡出一张 旷式奇景相片罢了 苏平顺着长河 一路奔向南海方向 沿途专门寻找那些 现在人气一般 但是历史悠久 有传说沉淀的旅游点打卡 尤其是那些已经封山 不给旅客们上去的 更是打卡重点 于是 从某道门祖庭 出现了金蛇狂舞 金雷洗神殿开始 不少明山大川的 明圣古迹之地 神异之景象频频出现 一部分明山大川 更是有出现 紫气东来意象 不过 这其中有的选择了上报 引来专家查看 然后不明所以 有的却是藏在心里 只是祭拜祖师爷的香火多了 礼节也周到了 待的时间也久了一些 苏平在大河南北 打卡三十多处地方 之后 他想起了照顾功德田的 原辞大师 这位原辞大师的曲邪法会 已经圆满结束 前往正殿祭拜 愿意为曲邪大业 供奉一点信仰的信徒 可谓是络绎不绝 这位原辞大师 也是一个有头脑的 更是联合了师弟们 连夜开逛了一批曲邪经书和小物品 作为纪念物 送给了那些愿意来祭拜的信徒们 希望他们有空再来 并且严格把控了 大慈大悲似的吃相 所有祭拜信徒 都只需要三根细香竹即可 并且这些 由寺庙免费提供 绝不收取任何费用 原辞大师这几天 才靠着谜语人 应付了又一批 跑来取经的同伴 忽然听到了师弟们的惊呼声 他皱眉阻止了 大家的大惊小怪之后 才从他们口中得知 最近南海驻地 许多名胜古迹 竟然也出现了匪夷所思的奇景 这里面又以一些古寺最为玄乎 比如某号称是飞来寺的 居然在月色下 真出现了飞在天空的寺庙虚影 而几处存放高僧舍里 而闻名的塔林里 也有出现佛陀虚影 以及诵经声响起的海市蜃楼 原辞大师一开始是不相信的 只当作是同道们 科技含量有点高的仿座 后来看了视频 又打电话询问了一些道友 这大和尚心中信了大半 却是因为之前神秘事件的印象 让他误会了 以为这些神意 都是各门派得到真修 在出手磨灭邪碎一事 不得不显露异象有关 于是在面对新一批同道 尤其是那些事发地道友的询问时候 表现出的高深莫测 使得他们总觉得 这大词大悲似的原辞大师 和他们的画风不太一样 总觉得知道一些什么 以至于有专家组 注意到了这一场 开始了调查 只是原辞大师的身份也好 形式也好 本就是活在阳光之下 土生土长的东方古国人 越调查 他们只能越发现 这位原辞大师身份清白 这辈子都形式光明磊落 是一个真正的劝人向善的 得到高僧 尼尔博 黄总等人 开始照着葫芦画瓢的 进行着法会 他们一开始打算 高薪聘请一些董的法师 来举行祭祀 没想到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 别说嘉德市的周边了 就连首府区有名的法师们 都主动跑来 愿意免费为黄总他们干活 最后 由一位四十多岁的大法师 倒贴了一大笔钱 成功获得了主持位置 而副主持则是掏出来 钱少一点的两位资深法师 来担任 其余那些掏钱不多 或者资历不够的 即便掏钱了 黄总他们也怕搞砸了不敢要 选择把这些法师 全部打发去当了打砸的帮手 这样的待遇 这些法师们 没有谁表示不满 反而都十分逆来顺受 无比谦卑 黄总等人 对此心中有数 确确实实有着超凡荡靠山的他们 表现出的态度也显得无懈可击 也令那些老油条法师们 一个个越发相信 这些东方人的鬼神是有真东西的 而不是他们这样玩毒药玩寄生虫 靠着这些东西 蛊惑那些信徒们信他们 更怕他们的假货 夜晚 加德市郊外的一座寺庙内 举行完第三场法会的法师们 用完了油水还算足的晚餐后 他们躲在了一间密室里 一起观看着网络上 东方古国那边的视频 尤其是南海诸地 更是这些法师们重点关注的地方 信息时代 哪怕是在尼尔伯这样的偏僻之地 有钱的法师们也是会上网的 他们在得到了方案之后 就敏锐发现 这和南海那边某个寺庙搞出来的法会 似乎颇为相似 尤其是那篇经文被他们找出来之后 他们更是猛然猜到了一些真相 比如南海那边法会 与他们这边法会的背后 很可能是同一个神秘力量在起作用 也因此 他们越发敬畏有加 而这几天 南海那边寺庙不断出现异象 他们开始迷惑 甚至怀疑 东方才是真正神秘兴旺之地 他们这些法师 或许该选择让继承人们前往东方 去那南海诸地求学 法师们感慨着时候 忽然有人惊呼了出声 吸引了大家注意之后 这位首先惊呼的法师 展开了手机屏幕 用激动语气喊道 我们也有神迹发声了 我佛显胜了 法师们看去 看到了屏幕里直播的画面里 是他们熟悉的 位于尼尔伯首府的古老寺庙 独树庙 这是首府最重要的寺庙之一 在这座被誉为寺庙之城的城市里 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座古寺 现在 这座独树庙的上空 竟然浮现出了一棵参天大树的虚影 这让他们忍不住联想到了 这座独树庙的神话传说 传闻 这独树庙 就是源自一棵可化为人的神树 那神树受制于一位伟大的法师 不得不送来巨树 将其化作了独树庙 现在这巨树意象 莫非就是独树庙的原生 他们这样想的时候 忽然 直播现场收录到了 那古老寺庙里 传来了对法师们而言熟悉的诵经声 这是他们这段时间 每天都有念诵的经文 自然不可能听错 法师们纷纷色变 似乎是没想到 自家中心出现异象的独树庙 似乎也在为驱邪仪式贡献一份力量 他们将这看作了 尼尔博本地超凡力量 对东方外来者入住的正式认可 尽管他们从未见过 但是 在意识到东方鬼神为真之后 他们一厢情愿地相信着 尼尔博也有那么多远远流长的神话传说之地 怎么可能会没有自己的超凡神秘存在 只不过如历史地图上一样 大国在神秘方面也是大国罢了 现在独树庙的意象 证明了他们自己也有神秘的猜测 算是解开了他们的一个心结 经文的出现 也让他们意识到或许他们这法会的开篇语 并非什么夸大之词 而是各地神秘势力都在携手合作的一场神秘世界的超凡盛事 他们这些只是凡人的法师 能够有机会参与此次盛事 实在是三生有幸啊 观众朋友们好 这里就是传言里出现了鲤鱼月龙门的现场河道 我们可以看到 岸边今天来了不少游客 看来大家都对这是十分好奇 究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还是有人故意为之的魔术表演 又或者真是神秘复苏 神话归来 接下来我们有请 咔嚓 一处专家组的办公室 身为领队的中年男子 推开办公室的大门进来之后 便顺手关掉了让他烦心的电视机 坐了下来 中年领队有些气恼的拍了拍桌面 胡闹 实在是太胡闹了 这不是给我们加大任务量吗 这位中年领队很是愤怒 然后看了看工作专用平板电脑上 那不断冒出的新红点提示 心情越来越差 旁边的助手们都低着头 不敢触怒这位中年领队的怒火 心中他们却也理解 自从各地神秘异象 继而连三地出现 上面有人立即意识到了一丝不对劲 于是从各个专家组里面 抽掉了金兵强将组成了现在这个专家组 主要就是调查各地意象究竟是什么原理 然后给出研究报告会不会对现在社会产生影响等等 本来昨天能收集到的出现意象之地也就十多二十起 并且一半以上并不在人口稠密区 而是那些名山大川深处 他们的人手还算充足能忙得过来 只是从今天起 随着舆论信息发酵开来 各处名胜古迹 知名的寺庙道观 越来越多人报告自己这边出现了意象或者神迹 有人说看到了道尊佛陀 讲课讲得天花乱坠 有人拍胸蒲发誓 真看到有些人在山崖上飞升了 还有牧民在镜头面前哭着大喊 自己真的看到一条龙坠落在某某地段的谷底了 还有人拿出了比网上还要模糊粗糙的图片 或者视频说这是他们刚刚拍到的神秘意象 这些报告如同雨后春笋出现 眨眼间就超过了三位数 并向着四位数稳步进发 这些当然不可能是苏平搞出来的 而是许多景区 还有各个借了历史渊源的景点之人 或主动或默许 让下面人也浑水摸鱼跟着搞出来的 一方面自然是混热度 能混一点算一点 另一方面 一些寺庙道观的管事们也有些担心 毕竟大家都是名胜古迹 有着远远流长的历史 凭什么你们那儿冒出来意象了 我们这里却什么都没有 难不成 你们才是真的 我们却是假的 这绝无可能 虽然这其中不乏 真有这几十年才见名冒出来 甚至绘图转生的 但是承认 那是万万不可能承认的 所以 意象什么的 神话故事什么的 他们也得有 也必须得有 湖中洞天 苏平握着旅行相机 回到了这里 看了看旅行相机上装满了的相片 苏平摸了摸眉头 稍作休息了会儿 奔波了差不多一天一夜 最后甚至跑去了尼尔博 苏平才算完成了这一升级任务 好在这任务看起来声势浩大 似乎大有引导神秘复苏的趋势 事实上也就那么一会儿 在信息时代那么多事件短时间冒出 反而会引来更多怀疑 只要上面不想闹大 又没有确实影响到了多数人的神秘事件继续发生 热度下降的也会更快 并且 苏平回来之前已经察觉到了 有不甘寂寞的小事里开始浑水摸鱼了 这种粗烈模仿者到时候被曝光几个 恐怕连在现场的观众们也会怀疑自己等人 当时是不是看错了 或者受到了专家给出的群体性幻觉之类的记忆骗局影响吧 升级任务去旅行打卡吧 已完成 恭喜旅行商铺已出现 现在起 旅行商人将随机出现在旅行商铺之中 苏平休息好后 选择了完成升级任务 很快 一阵云雾飘来又散去 在主峰的边缘 一座占地不到三平方米的青瓦白墙的商铺 出现在了苏平眼里 苏平快步赶了过去 便看到这青瓦房 正对照乐厅风格的方向没有墙壁窗户 完全打开摆放着一个塞满了房间的木制柜台 一头紫色小猫正趴在柜台上 一脸的无精打采 看到苏平靠近 这小猫才口吐人言 猫 欢迎光临猫屋的小店 想看什么打开册子自己看吧 紫色小猫说完又继续趴了回去 并微微眯起了眼睛 苏平忍住了撸对方脑袋的冲动 她拿起了卷博制作的册子 顿时发现 这东西好似平板电脑一样 浮现出了一幅幅道具图画和文字说明 此外还有回收价格说明 就是有点坑 普通只给一掉余硬币 珍稀十硬币 稀有也才一百硬币 除非真的缺得厉害 情况紧急 苏平就连垃圾也不想给对方回收 说不得什么时候 自己抽到的各色垃圾桶 就可以组成某个布设套装 然后出现意想不到的作用了 嗯?这是开启旅行商铺的新手福利了吧 苏平浏览着册子 越过大部分没有实际用处的装饰品之后 很快就发现了一个让她猛得心跳极快的商品 万能升级券消耗品品质 稀有可以立即提升任意可升级的湖中洞添出品物 兑换所需一百钓鱼硬币 一百钓鱼硬币就能买到 百分百是非重复可得的新手福利了 苏平已经有了充足的钓鱼抽卡经验 差不多明白这钓鱼游戏的套路了 就是先给点甜头 让你入坑再杀的成熟套路 新手福利啊 早拿早享受 并且我能拿来升级的 也就稀有级的记忆权杖 和珍稀级的剑西湖面巫女 至于拿来升级哪一个 玩游戏的话还需要考虑一下 现在嘛自然是更稀有难处的优先了 苏平直接兑换了万能升级券 而后拿出了记忆权杖选择了使用 顿时记忆权杖的五个微不可查的孔洞上 其中一枚出现了暗蓝色的宝石 古老神秘存在的记忆权杖加一星 可继续升级 随着提示讯息划过 苏平感受到了记忆权杖生星之后产生的改变 那就是玩家扮演人形记忆幻象时候 从不可攻击变成了可攻击 但是依旧不继承记忆原体属性和特殊能力 只能靠着苏平自己的本事出手 不过记忆气息不会因此改变 依旧是记忆对象的气息特征 倒是让苏平以后套着马甲之后 能干的事情更多了 也不用担心被埋伏后本能出手 而有暴露原本身份的微小可能 此外 随着升星施展技能时候 持续时间从四小时提升为了六小时 冷却时间也从十二小时减少为了八小时 苏平对这效果提升还算满意 能用到现实帮助到自己对现在的他来说最为重要 然后苏平施展技艺权杖能力 让自己化为了白鹤童子 这一次苏平套着白鹤童子身形 开始在湖中动天练体 打拳 很快就熟练了白鹤童子 与本体身高体重方面的差别 从而顺利打出了北斗贪狼拳 脆体后期的苏平有点膨胀了 他招呼来了正版白鹤童子 下令让他与自己对练 苏平看来自己已经脆体后期 白鹤童子看起来也是脆体后期战力 双方对练 应该能很好地增加自己的实战经验才对 一分钟之后 苏平化作一道残影 撞破了赵月听风格的青瓦院墙 没入了进去 撞断了一座木制小桥 摧毁了两座假山 这才嗨嗨喘着气 从碎石堆里爬了起来 看向了正飞在半空的白鹤童子 同样是脆体后期 我还有圣体加持 怎么还是会被一个人偶压着打 不过比起之前 根本不敢想和对方过招 我已经很有进步了 并且也就是疼了一点 皮都没有破 问题不大 苏平有点狼狈地爬了出来 解除了身上幻影 而后白鹤童子 也缓缓靠近了苏平 等待新的命令 继续 苏平深吸了口气 心中一动 隔空下令让正在磕着瓜子 看着小说的剑西湖面巫女 给了自己一个赐福后 再次下令与白鹤童子对练 有了赐福 苏平跟上了白鹤童子的动作 也不再让战斗在短时间里 奋出了胜负 也就是赵岳听风格 受到了二者交战肆虐 好好的停台楼阁 被破坏的七零八落 好在这主体建筑有回复能力 可以慢慢恢复如初 若非如此 苏平也不会选择在这里作战 来提前适应复杂环境 激战了一整天 到了深夜 苏平才算是满足了 放过了白鹤童子 开始吃起了隆重异于的全鱼业 大口吃鱼肉零米 喝零酒 冥想前 嘴里还塞上了一把赔源丹 一夜之后 心有所感的苏平 猛然睁开双目 只觉得一道金光 破开了眼前玄妙薄膜 使得自己视力不入崭新境界 随意一眼看去窗外 可看到远方围墙青瓦上的细细纹路 直觉又一次增长 闭目状态下 周边各物 已经有了不同颜色与大致形状 颇有点游戏里 热感雷达探查模式的感觉 练气七层 我居然就这样修炼一夜 便成为了练气后气秀室 苏平没想到 和白鹤童子打一架 心情畅快大吃大喝之后 就这样突破到练气后期 他还以为自己会遇到瓶颈的 毕竟 外门弟子里 可以进入练气后期的 可是极为稀少 与苏平同期 修了二十年的同道理 也就那位师兄成为了执事 并因此得到了先门表扬 被拿来当作了激励外门弟子们 努力做事的表率 而在先门外门里 到了练气后期 就算是正式进入先门下层 算自家人了 外门直视 旷迈坚守 普通方式里的洞府管事 多为练气后期弟子担任 一部分被看中的 比如那背着三把剑的内门弟子 更是能够驾驭仙舟 成为巡察使 而这也是练气后期被看中 并且和前面境界待遇差距 那么大的一个原因 练气后期 五感大幅提升 神魂勉强算强大了 可以驾驭仙舟 仙甲等修士所用再聚了 在上面眼里 就算还是打工的 那也是技术工了 练气脆体 双后期 终于抵达这个境界了 就是 金雀诚监察使这个身份 得更低调一些了 比我修为低的 只能看出我很强 具体多强 他们不清楚 碰到境界不在我之下的 我的境界就藏不住了 这可不利于我低调发展的计划 苏平叹了口气 却也没有更好办法 只能保证 有事尽量让白鹤童子 这样的马甲先上 自己本体形象 则是尽量少接触修士圈 好在最近多事之秋 只要精确成不出 惊天动地的大事 没人跑来找自己 这样的半退修小透明 尤其是在功过堂 成恶蒙这样的 仙门大型组织里 这段时间如果有更新 那自己也就是 练气四层的小虾米 要是没更新 更是苦修二十年 还是练气三层的废物 能当好监察使 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为了尽量不让上面注意到我 那就必须让精确成 没有神秘相关大事发生 为此 我还是得尽量防患未然啊 苏平回去了领月山庄 立即换出灵鼠小白小灰 闭目联系群鼠 很快苏平发现 练气后期之后 随着神魂再度增加 他翻看记忆片段的速度 加快了许多 并且许多以前会不注意的细节 浮现了出来 短短几分钟 苏平就结束了这次联系 并找到了之前没注意到的古怪地方 暴雨减弱了一些 却还是在下着 在一座没剩下多少居民的小镇上 镇子里的一处独门独院里 一男一女两个邪修 死不瞑目地躺在了院落里 血水顺着他们硕大的脑洞 流淌在了快形成水潭的地面上 吱吱吱 一只灰毛铃鼠从女修的衣袖里 悄悄跑了出来 冒着雨水企图逃走 却被一道白影拦住 并直接撕咬着 按在了院墙角落 瑟瑟发抖 苏平等了好一会儿 确认并无异常 才维持着白鹤童子记忆幻象 并戴着面具踏入了院落 这两邪修是苏平靠着细节发现的 隐藏在凡尘的邪修 他们也是有点机缘 得了一只灵鼠 然后靠着这灵鼠的帮助 多次犯案都恰好避开了巡逻队伍 好几次城主府人马 乃至外门弟子经过 也没有发现他们踪迹 可惜还是夜路走多了 终遇鬼 那么多次犯案后 被找到了痕迹 而后就被苏平连夜找来 送了他们上路 苏平看了看被灵鼠小白控制住的灵鼠 对其并没多大兴趣 这种本就超凡的灵兽 修饰再怎么契约控制 也不可能如自己现在这样 对小白小灰这样如必之时 心灵相通 他们总会出现阻碍 最多将其当作预警 探测的法器替代瓶使用 雨夜下 苏平指挥着灵兽们 开始收拾现场 并把两些修的东西 全打包带走后 尸体也废物利用 扔给了埋谷地 至于这一男一女 挟修在屋子后院 埋下的那些遇害者尸骨 苏平选择了放一把火 将它们烧干净了 免得还被坏人利用 而后 这对挟修身上 灵鼠的处理方法 苏平思考了下 选择了带他回去 湖中洞天 当一头奴隶鼠 至于带出来外界 那是不可能带出来的 已经超凡的灵鼠 还是半途契约的 很难说 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 微小可能反水 反正自己并不缺灵鼠使用 真需要扩充规模了 水兰新有的是 有灵性的各色老鼠 等着自己挑选 不过 这些邪修什么来历 也配合自己用一样的灵鼠 灵鼠对于这些 加不了先门的散修们来说 可不是便宜活 苏平回到了湖中洞天之中 才打开了储物袋 进行深入的检查 通过对方遗留下来的预检 以及通过灵鼠小白 控制读取对方 随身灵鼠记忆片段 就发现 这两邪修 竟是属于一个 崇拜邪神的小型邪修组织 这组织一共七人 一开始 他们只是一节金兰 抱团取暖的散修组织 靠着团结对外 之前几十年都混得还行 家里也多了许多田地和雇农 只是随着邪气潮爆发 这七人的家乡 碰到了天灾人祸 他们不肯被城主府招募 干脆结伴逃了出来 然后随着他们的老大 得了一个预检 开始神神叨叨起来后 没多久 这七人就都成为了 邪神的信徒 他们四处隐藏平凡作案 便是为了收割人族内脏 来供奉那位不知名的邪神 没想到 竟然还是团伙作案 背后更牵扯出了邪神 不好 这次杀了对方两员得力干将 对方肯定会跑来 我精确成复仇 以邪修的风格 找不到我留下的白鹤童子 说不得就会闹出一二件大事 万一他们还有什么隐秘手段 怀疑到了我的身上 然后想要设计我 苏平微微皱眉 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放下预见 苏平站起身 回去了修仙界 而后身影一闪 便趁着夜色继续冒雨 向着黑暗深处挤齿而去 苏平准备防范于未然 先出手 让对面无手可出 离京阙城外 数百公里的一座山中老村内 成群结队的乌鸦 停留在老村的屋檐和围墙上 他们不说话 也不挥舞翅膀 只是不时用目光盯着村子里最大的木屋 带着一丝渴望 村子地面上早就画满了暗红色的法阵 法阵中央的木屋内 做和尚打扮的光头大汉 正在用腐臭的内脏 祭祀一个木头雕像 忽然这光头大汉 感觉到了心口一疼 再疼 他哇的一声 嘴里吐出了两团发黑的血肉 血肉落地 就成为了一男一女两个小人 哇哇大哭着说 一些意义不明的杂乱词汇 光头大汉听了一会儿 脸色涨红道 二弟 三妹 你们放心 大哥一定会为你们报仇 光头大汉说完 继续口中念念有词 忽然 光头大汉脸色微变 却是通过邪术 感应到了两个同伙 最后死时的感受 他们 竟是在迅雷不及掩耳之时 连对方灵力波动和人影 都没感觉到就死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还让自己怎么报仇 除了死亡的点他一无所知啊 并且最关键的是 这位光头大哥脑门有些冒汗的觉得就着手段的修饰 他好像也不是对手啊 他虽然也是邪修 但是能当邪修的老大 在面对邪神以外的事物 他还是有那么一些判断力和智商的 所以他看向两个血色小人 默念道 只是现在正是祭祀 伟大存在的关键时刻 老大我还走不开 不过你们放心去吧 等祭祀成功了 一定让伟大存在吃了你们的仇家 让他们生生世世 永坠苦海 说完这光头大哥 停止了念咒 没有了法力支持的血色小人 也就彻底化作了血水 情况有变 得马上召唤其他兄弟姐妹回来才行 光头大哥思考了话 下了决定 他刚刚开始焚香祷告 碰 碰 碰 山村外出现了巨响 光头大哥微微一震 马上感觉到胸口疼痛袭来 他立即意识到 应该是在送货回来的四地五地遇袭了 只是 怎么回事 这处隐蔽据点是怎么被发现的 这儿可是灵气稀薄的凡尘地界啊 而这老山村早就封闭多年了 连当地城主府都没有了他的档案 这也是他们选择此地的一大原因 光头大哥见识不对 正要快步离开时候 碰 他再次听到了巨响 然后 这人便已经半个脑袋消失 整个人软啪啪地倒在了祭坛上 与此同时 山村里的乌鸦们 齐齐暴动了起来 哗啦啦升上了天空 哇哇哇 乌鸦们化作了黑云 扑向了山村外的小山坡处 在那儿 隔着千米远的地面上 素平所画的白鹤童子 正松开了重型狙击步枪 抬头看向了乌鸦群 超强的武感 搭配重型狙击枪打这些 胜在邪法诡异 素质却只有练气初期的邪修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至于这些被邪气感染的乌鸦 苏平不屑一笑 把狙击枪放回去之后 很快啊 就那么一闪 就猛地转身 跑进去了密林里 等到乌鸦们冲到山坡上 苏平早跑到更远的地方了 乌鸦们哇哇叫着 不断追逐苏平 却是完全跟不上苏平的速度 反而随着体力衰竭 在癫狂之中 跌落在地上后失去了生命 苏平绕了山村 跑了一圈又一圈 便直接累死了 跟着他跑的乌鸦们 少数漏网之余 也被直接开枪打死 有始至终 苏平都没触碰这些 感染过邪气的物体或生灵 对于这些尸体 他也是颇为谨慎 只是驱使大老鼠们 去收敛尸体 堆成小山之后 再放火烧掉 这一过程 苏平默默服用丹药 靠着药力 修炼等待 并不着急 带到火焰烧光了乌鸦尸体 才派出老鼠进入了山村 把那一看就知道 是领头的光头大汉的储物袋 给带了过来 苏平完全没有踏入 那个山村想法 得到了储物袋 苏平开始让老鼠们 朝着那老山村 仍然烧平 随着举起枪 隔着老远了 开枪点火 山村化作了一片火海 火海之中 那木屋地面 突然间破裂了开来 一头体长超过了 三十多米的树腰 形状虚影 突然间破土而出 阳天发出了痛苦嚎叫 这就是这些邪修们 供奉的邪物了吗 只是虚影 这种程度的投影 只要破坏了祭祀根基 就能驱除 苏平想到这 再次拿出了重型狙击枪 守株待兔 果然没有多久 七人里剩下的两人 感应到了体内血肉的沸腾 哪怕知道可能有危险 他们依旧挡不住邪物的催促 不得不发狂一样 冒着大雨奔了过来 而后 还不等他们完成跑出山林 看到那冒着火焰与烟雾的老山村呢 这两邪修便也被远程狙击 成为了无头尸体 至此 这次意外遇到的邪修团伙 算是被苏平给一夜团灭 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 苏平望着那虚影没有了信徒 也没有了祭祀地基 逐渐消失在了雨水里 他不由松了口气 他这次 也算是提前解决了一次 未来的危机了吧 打扫完战场 并再次浏览了一片 这段时间 金雀城地界群属记忆片段 确认了细节里 没有古怪东西出现后 苏平这才回到领月山庄 继续当自己的监察使 或许是因为 仙门的招募令 有了一定效果 随着两天后 大雨彻底停了 仙门地界 似乎又重新恢复了 生气与和平 多了生力军的仙门 稳住了与妖兽的防线 一部分冒头的邪碎 也被大能抽出手打灭 然后封印了起来 杰修们也被巡察使的仙舟 重点打掉了几个团队后 静若寒缠了下来 一些大户家里的老人 又展开笑颜高呼 好日子又要回来了 不过苏平看着那些 继续跑去方式 或者海外的车队 依旧络绎不绝 却是心中明白 眼前只是暴风雨 来临前的平静罢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苏平也难得地度过一段 平静的悠闲钓鱼日子 这期间 领月湖和东区水库的钓鱼次数 刷新了三次 玄规岛也积累够了两次的钓鱼次数后 被苏平一口气刷完 让苏平获得了520点钓鱼经验 目前钓鱼等级 4级 980-2000 这几次钓鱼 苏平也进行了几次十连抽 都只是出了一些暂时用不上的物品 倒是旅行商铺的猫屋 在两周后突然离开 换成了一个胖嘟嘟的猪头人行商 苏平也随之发现了 旅行商铺里更新出来了 伙伴可用的经验之书 使用这些经验之书 可以提升伙伴卡的修为 不过只涉及修为 除非升星 不然伙伴卡哪怕提升到助击 经单阶段修为 也不会有新的能力出现 苏平尝试着 花了十钓鱼硬币 买了一瓶给那通灵狸猫 发现通灵狸猫体型 随之变大了一点点 也跑得更快了 可惜白鹤童子只是人偶 吃不了经验药水 只能靠身心来进行全面提升 至于见习湖面巫女 她在苏平眼里 暂时还只是一个 合格的赐福工具人 此外 虽然没在一阶钓鱼点 得到珍稀鱼获 却在玄规岛上有了惊喜 获得了这个二阶钓鱼点的 珍稀鱼获 刘文金龙鱼 刘文金龙鱼 品质 珍稀 肉质 极其美味 可食用 食之可略微提升神魂天赋 可放养于湖中洞天 略微增加灵气产出 湖中洞天里 苏平看着刘文金龙鱼 有些犹豫 略微增加灵气产出 苏平已经知道了 只是加食 对于湖中洞天来说 这一程度已经不算明显了 想要升级也不会太高 而提升神魂天赋方面 苏平从赤血红礼身上 已经知道 这略微提升天赋 有多么爽了 最终苏平还是决定 吃了强化自身更重要 选择了 吃掉这刘文金龙鱼 刘文金龙鱼 被苏平召唤出来之后 却是颇为小巧 只有小手指大小 若非全身金光闪闪 并且头上有鸡脚 鱼腹长着龙鱼 很难相信 这鱼货能配得上一个龙子 一口吞下 苏平立即明白 极其美味的评价 一点都没有说错了 入口即化 不甜不逆下 偏偏让浑身每一个细胞 甚至灵魂都得到了极大满足 哄 苏平感觉到 自己的神魂在壮大 在蜕变 而后猛烈化作了神石 使得他一下子对周边十米 包括天空还是地底 都了如指掌 对白米之外 也有一定感应能力 看起来比不上助击大修 苏平还是炼气七层啊 炼气七层的修士 能有神石 这放在仙门的历史上 简直闻所未闻 外门弟子们谁不知道 神石的是炼气大圆满 突破到筑基时候 神魂得到升华了 才得以突破的 苏平现在却是靠着 吊上来了一条流纹金龙鱼 然后吃掉 便具备了神石 并且 苏平能感觉到 这神石会随着自己神魂强大 跟着增强 等到自己助击 还会跟着暴涨一波 也就是自己的神石 会一直比同境界 没机缘的那些修士 强上不少 这是一个极好消息 苏平有神石之后便发现了 这神石 除了用来探测了如指掌外 还可以用来 遮蔽自己法力波动和气息 只要不是神石比自己强的 一般察觉 不出自己的伪装 这样一来 只是和仙舟巡查史那一级的内门弟子们打交道的话 哪怕没有记忆 幻象帮忙 自己也可以伪装气息 不怕被发现 修为早就突飞猛进的事实了 这一下 还真是注击之下 我无敌了 苏平感悟着 刘文金龙鱼 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好处 等到完成 熟悉了神石妙用 这才从湖中洞天 回到了修仙界 苏平从玄规岛 回到了金雀城之后 拖这段时间 仙门地界安稳了一点的福气 来自海外群岛 和沿海地界城市的粮食 得以大批量安全运输了过来 极大的缓解了金雀城的粮食危机 倒是省下了苏平 去水兰新那边 运粮过来救急的功夫 只是管事那边反映 每段时间能买到的脆体药包 又少了 按照那些药师的说法 这一个月里 盛产脆体药材的几个城市 全都失去了联系 他们派去打探的人员 一去就探无音讯 加上仙门对此并无半点表示 他们除了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焦急等待外 只能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还好苏平 现在已经是脆体后期的体修了 脆体药包作用 变得极为微弱 他现在都是使用脆体灵液 或者强体高等品质 更好的药材产物 来辅助修炼 并且随着炼气脆体 双后期 苏平渐渐发现 修炼进度也慢了下来 靠自己 在动天里的修行 才加快的进度 已经要比丹药带来的帮助要大了 当然这也是因为 苏平没有更好的丹药有关 炼气脆体后期的辅助材料 哪怕是肺丹 也极少流出到外面 苏平没渠道得到 也不可能拜托别人 收购这种高级肺丹 气血丹可以说 培养五折猛兽 炼气后期才能使用的丹药 哪怕是肺丹 也太引人注意了 好在苏平也不差这点功夫 等周旋小道长炼丹 数点够了 一切都会有的 苏平还在继续收购 普通脆体药包收 更多用途 便成了交给周旋小道长 进行替换研究 以方便培养 近名弟子之鱼 也是苏平想要看看 能不能靠数量来堆质量 苏平在完成了 湖中洞天的旅行商铺 升级任务后的第二周 就让自以为 完成了第一阶段 红尘练心任务的周旋小道长 回去了赵岳听风格 继续种田练丹 和父母接触 又不小心 亲眼目睹了 神秘意向的周旋 回来之后 浑身充满了干劲 尤其是在发现 小伙伴通灵狸猫 也变强了之后 更是一刻不停地 利用着灵气充沛环境 一秒都不浪费地 使用了起来 这干劲 这主观能动性 放在仙门的外门弟子里 也是相当罕见的了 在脆体药包替换这方面 时间虽短 进度却还是颇为可观 主要是黄总等六位 寄命弟子 起到了很好的小白鼠作用 他们从鼠道人手中 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脆体药包 浑然不知道 这些都是 进行了各种摩改版产物 反正苏平净化灵药再守 苏平也不担心 他们会坏掉 实在不行 浪费十分之一零药 还是能把出问题的 倒霉蛋给救回来的 嗯 这云家三天两头来信 还真想 把孙女嫁给我呀 领月山庄 刚刚结束了 与季家的季虎会面的苏平 接到信件后 微微错愕了下 情不自禁摇了摇头 如果没有得到 钓鱼游戏逆天改命 这机缘 对自己这种一乡人而言 自然是极好的 现在 却是完全没有必要答应 再次回信 谢过了这一好意后 苏平继续看了下去 得知了海外群岛 因为迁移了不少修仙家族之脉 倒是颇为热闹 甚至几个大家族 合伙在一座海岛上 办起了方式 这方式连九夜山的方式都不如 毕竟没有林脉家成 也没外门弟子参与 看起来更像是散修舞者们参与的黑市 买卖的东西 自然也价值不高 却剩在人多量大 还来自四面八方 又有修仙家族 拿出凡尘底蕴来交易 出现的奇功异法颇多 很受那些修仙无望的舞者们好评 苏平却是看到这疑了一声 想到了什么后 他没有亲自去 而是招来了两位牧民而来 投靠了自己领月山庄的散修 这两散修都是两位七八十岁了 还在练弃一层打转的老修士了 仙门的招募另下来时候 他们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 还是看清了自己本事选择了放弃 而是转头来投靠苏平 比起仙门 好歹苏平在凡尘的名声 要好上太多太多 尤其是这儿的流民们 基本上都饿不死 更是令他们归心 把家族都歉移来了金雀城附近 并愿意为苏平办事 以求得未来可以老死在家族庄子里后 后人可以继续得到一二庇护 苏平找了这两老修士过来 递给了他们一个橱袋 袋子里没有零食 而是中品为主的各种没入门的担药 都是来自周璇小道长这段时间的成果 以强骨 疗伤等作用为主 上品单牵扯略大 哪怕低阶苏平也没敢给 这些中品的正好拿去这海外群岛的方式 交换物品或者换成当地通用货币 你们应该知道 我体修有成 但是苦于只是凡尘的监察史 很多练法只能靠自己摸索 所以也只好另辟蹊径 采纳百家之所长 希望能找出一条合适的路出来 更进一步 你们这次过去海外群岛那边参与方式 遇到不是名册里的功法 只要有可取之处的 你们都可以买回来 事情办得好 我许诺 你们都可以成为山庄的一等客亲 苏平给出许诺之后 两位老修一课都没犹豫 就答应了下来 并且在心中为苏平的话语声 感到了共鸣 散修不易啊 不受重用的外门弟子 也修行不易啊 要临时没临时 要功法没有功法 体修入门之后 还要去找其他散修和舞者的功法 来研究学习 唉 大家都修行得不容易啊 老修士们恭敬退出 苏平却只靠着神识 感觉到对方情绪激动 还以为是被自己的信任给感动了 这样的方式 能收到的功法 毫无疑问是以舞蹈为主 能见到一二散修摸索自创的 勉强能到练弃一二层的所谓神功 就颇为不易了 苏平只是打算 扩充自己的藏书库存 说不得什么时候某本功法就能拿来当胡萝卜了 又或者结合一些功法和药材的契合特性 或许能多出来 改不了药材 就改功法这一条路 做完这一切 到了下午 苏平牙齿里放好了药剂胶囊 放好武器的储物袋 放在了衣袖内 把神识收缩了一部分到了体表 压制自身修为 让自己变成了炼器四层小修士 同时 气血稍稍放开 展露出比脆体小成多一点的血气强度后 苏平快步离开了领月山庄 前往了金雀城的城主府听令 两天前 苏平就通过仙门木牌 得知了巡查使会在今天前来巡查 并收取这一年的供奉 在城主府和城主 还有各大家族的组长们 让专业的侍女煮了茶水 又招来了歌姬 大家一起听区看戏品茶 慢慢等了一会儿 总算听到了 天空传来了呼啸风声 一艘三十多米长的仙舟 飞抵了金雀城上空 并开始缓缓降落 城主府门前大型广场上 苏平和城主等人 自然连忙起身迎了上去 苏平注意到 这次仙舟甲板上 并非那位背上有三把剑的熟人 而是一位冷着脸 好像一块冰块的青衣女修 这女修背着一柄长枪 目光如电 扫过了城主等人后 哪怕察觉到了苏平脆体小城 也只是一顿就移开了目光 在她看来 苏平顶多得了一点脆体机缘 不需要高高在上的她去在意 修为上 苏平能感觉到 和自己差不多 也就练气七层 刚刚不如练气后期 感觉上气息轻浮 基础也没自己牢固 还没脆体加成和神识帮助 这样的女修 如果双方都没底牌 弑手空拳干架的话 自己应该可以同时 打两三个不带累的 加上发现对方确实没察觉到 自己真正修为 苏平心中大定 越发轻松地看着城主 与那女修身边的随从交涉 赤原仙门 对管辖地界的凡尘城市 会收取一定量供奉 供奉不多 遇到天灾人祸 也会免除或者推延 主要起到一个显示 仙门存在 以及巡查使本人 简陋的激励效用 从供奉里截留一部分 归巡查使自己使用 也是仙门默认的 属于巡查使的好处之一了 随着城主招呼了武者们 搬运库房里的灵米 药材 以及各种稀奇古怪之物 运抵甲板 供奉不多 或者说一个凡尘城市 一年就收集够资格的 本就不多 很快就全部运到了仙州里 就在大家等待着 巡查使是要稍作休息 大家陪着吃饭喝酒 还是就那么一走了之时候 那清冷女修身侧 出现了一个苏平熟悉的女修 却是那位在生仙会上 疑似有着特殊灵体的技嘉女 这女修此刻 已然练弃一层 并且从装扮看 颇受重视 那一身崭新的发袍 还有头上的饰品 可都是入了街的发气 清冷女修回头 看向对方时候 嘴角也扯出了一丝微笑弧度 而后 清冷女修看向了技嘉 嘴唇微动进行蜜语 技虎本来欢喜的表情 渐渐尴尬 战红了起来 苏平有着神识 本来不打算偷听的 可恨技虎就在身侧 而那清冷女修的蜜语 在苏片里也漏风的厉害 她无奈只能顺路听到了内容 也明白了技虎感受 却是那位被技嘉 既以厚望的技嘉女 通过生仙汇入了仙门之后 竟然被一位内门精英弟子看中了 并且 那位精英弟子 还是出身仙门 一大修仙家族 溯源起来 可联系上一位资历颇深的长老 这是技嘉女 这辈子最大的机缘 也是技嘉的福切 所以 为了技嘉女 可以心无旁贷地修仙 他们这次前来 便是为了技嘉女 可以亲手斩断 与技嘉之间的联系 哦 对了 技嘉女已经不姓纪了 她从今日起 会改姓为淳于 淳于是 苏平微微一震 记忆里关于这个姓氏的 仙门记载 浮现在了脑海内 赤渊仙门 确实有一位淳于长老 不过这位淳于长老的血脉子弟 可是略微有些多的 不是嫡系的话 待遇可能也就云驾 东黎家那样的 修仙小家族差不多 不过 对方竟然要那技嘉女改姓 看来是真看重对方血脉 准备娶了对方 为家族添砖加瓦 却又不想和金雀成的 穷亲戚结亲 于是来了这样一手 当然 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 这女的灵体 适合某些断情绝育的功法 对方这是在帮她铺路 让她改姓那位淳于族人 则是为了以后收回投资 提前布局 不过无论哪一种 似乎都和她这奸茶室 没啥关系 苏平默默看着 技虎最后拱手朝着仙舟 拜了又拜 旋即 一个除物袋 被那清冷女修扔了下来 落在了技虎脚下 我乃淳于秋雨 今后十年 我应该都会是此地巡茶室 淳于家有功避上 有过避法 既家有功 十年内有事都可联系于我 清冷女修大庭广众下 给出了许诺 四周之人不明情况 还以为技家女被对方看中了 所以爱屋即屋 有族长忍不住惊呼出声 并羡慕地朝着技虎拱手 技虎心中苦笑 却是再次谢过了巡茶室 行事比人强 他不让也得让 至少这淳于家的修饰 也不是一点好处都不给 这一句话 等于是十年的庇护了 如果是以前 恐怕技家就能靠着这句话发展壮大 接替下一任城主 也由未可知 只是 技虎有些担忧地看向 那低着头 不敢看自己的女儿 他总觉得 这机缘太大 自己那女儿 未必接得住 而一旦出了事 自己可是无力 也没理由相助的 仙舟飞去了技家 在城里的别院 也是那技家女长大的地方 技虎告罪离开 去见他女儿 可能是作为技家女的最后一面了 以后再见 别人也是姓纯玉的天骄之女了 目送众人离开 苏平忍住了去技家偷听的念头 转身便回去了领月山庄 适于修炼 等到仙舟化作一道金光远盾离开 苏平这才重新启动了湖中洞天 消失在了修仙界 天空中 仙舟甲板上 清冷女修 看着两眼通红的技家女 淡淡道 哭吧 好好把心中积累的情绪都哭出来 这样以后就都不会哭了 你的体质 最是适合我族的神通 带回去族里 族长会亲自为你换骨换血 从此你便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淳于族人 嗯 技家女默默点头 心中闪过一丝担忧 只是事到如今 在她选择了淳于一族招揽那一刻起 似乎就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水蓝星 尼尔伯家得势 一处靠着模块化快速修建起来的大别墅里 黄总扑斥一声 从一米深的浴缸里伸出了圆滚滚的脑袋 大呼了一声 舒服 浴缸里的热水早就变凉了 颜色也从一开始的暗绿色变得浅绿 而且 浴池里的水早就超过48小时了 黄总却还是舍不得换水 毕竟这可是一周才拿到一包的脆体药包浸泡出来的灵水啊 不反复加热把药力彻底榨干 他黄总可不舍得换 并且 要不是鼠道人严厉提醒过了 不能喝 真的不可以喝 黄总恨不得泡完之后 就把这些水全当日常饮用水 慢慢泡茶 全部喝下去 真修功法 就是不一样啊 就我这体质 也能那么快就有腱子肉了 睡眠也是感觉好的不能再好 黄总照着镜子 只觉得镜子里的自己前所未有的健康阳光 这让他觉得 这段时间花钱如流水的代价 实在是太值了 而后看了看时间 想起了今天要做的事情后 黄总脸色严肃了起来 他穿上了正装 想了想 又脱了下来 换上一套定制的发袍 并披上了一件黑斗篷 戴上了鼠纹面具之后 这才充满了神秘感的 趁着夜色 开车去了举行法会的寺庙 寺庙里 那些免费甚至贴费打工的法师们 恭敬地等待着黄总的到来 你们的努力 上师都看在眼里 我也看在眼里 黄总进入寺庙后殿 在那对着这些法师们 熟练地扯起了虎皮 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我也是知道的 不过能不能成缘分很重要 我 只能为你们提供一个机会 黄总说完后 法师们连连点头表示认可 而后 他们很标准地跪下扣手 并高高举起双手上的金色盘子 盘子上放着他们采集到的 包括自己 以及信得过的亲友的血液样本 法师们相信 眼前的黄总可以把他们的血液 带去给那位神秘的上师 甚至鬼神的眼前 从而让他们有机会得到看重 获得真的超凡传承 这段时间 他们那么努力地白打工 可不就是求的这个吗 而黄总也确实没有说谎 欺骗这些努力的法师 黄总只是察觉到 这帮人的那点小心思之后 顺势而为 让他们成为了血液标本的收集者罢了 这也算是一场 异国他乡发生的双赢交易吧 同时 另外几个金明弟子 也在各地奔波 收集着不同人群的血液标本 希望可以帮助蜀道人找到买谷地传承弟子 从而立下大功 黄总收好了法师们 恭敬送来的标本后 默默装箱离开 然后黄总故意走得很慢 再快要踏到门槛时候 当着那些法师们的面 这黄总竟然 一下子消失了 让那些法师们双目瞪大 又一次齐刷刷地跪下 祭拜了起来 变得安静的寺庙后殿里 许久 伴随着冷风从敞开的门洞吹来 令趴在地上的那些法师们 打了一个寒颤 才有一位年轻一些的法师 鼓起了勇气 朝着贴钱最多的那位老法师询问道 塔普法师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他在我们眼前 一下子就消失了 这不可能是什么机关 毕竟这寺庙每一寸地方 我们都亲自走过 看过 这厚殿的每一块地板 我都亲吻过 被称作塔普法师的老法师 脸色凝重 双眸在黑夜里 也仿佛有光地看着黄总消失的位置 郑重其事地说道 这是真实的神秘力量 在我们眼前展现 这些东方人 掌握着真正的神秘传承 我以前只是半信半疑 但是现在 我不会犹豫不决了 我会马上通知我的孩子们 还有徒弟们 让他们带上所有家 才敢来帮我 塔普法师缓缓说完后 率先站起身 走出了后殿 其余法师们迟疑了下 也下定了决心 要加大对此法会的投资 那位一直当谜语人 故作神秘 吊足了他们胃口的黄总 既然在今晚 让他们看到了 神秘真实存在的证据 那么他们 自然也要投套暴力才对 至于说什么 把这是上报 那是绝不可能的 最多就是告知心腹亲信 让他们好好跟着自己 办理好这法会 讨好东方神秘势力的欢心 以方便将来 希望得到一丝机缘 虽然如此一来 其实消息 还是不可避免会外流 毕竟人一多什么消息 都是不可能保留住的 但是这种口口相传的 神秘事件外流 就和满大街 都有的各种报道外星人 地底人的小报新闻一样 传多几手之后 传的人图一乐 听的人也一样 就图一乐了 没人叫真 这里面还有几分真假 湖中洞天之中 黄总六人响应召唤 熟悉地回到了买谷地 就好像回到了家一样 他们来到了山顶 发现这买谷地的山顶上 多出来了一间瓦房 十凳子 十桌子 也都回来了 在墙角 还看到了不知道 牌子的垃圾桶 他们对此也不感觉意外 还以为是蜀道人从其他 几名弟子那儿拿来的 黄总他们一直自从那一夜之后 就相信了蜀道人有别的情报渠道 别的几名弟子 苏平对此了解之后 却也不去点破其中错误 他按照蜀道人的风格 表扬了黄总等人几句后 便照例拿出了血脉石板 啪哒 一滴滴血液样本 没入到血脉石板之后 而后被输入法力进行检测 嗡 就在大家都不觉得 会有什么异常出现的时候 血脉石板突然出现了变化 先文浮现出 黄总他们看不懂的复杂文字 血浮灵铁 苏平立即看了过去 同时神识一刷 扫过了黄总等人提供的编码 相关血液标本 立即进行了多次检测后 将激发出血脉石板反应的 那一滴血液主人编码 给找了出来 沙纳瓦提 激动地等待着蜀道人 检测结果的黄总六人 听到了一个有些陌生的单词 微微一正 最近几周 都在和那些加德法师 打交道的黄总反应了过来 连忙弯腰笑着道 我知道 这是尼尔伯智慧女神的名字 他们那儿的女孩子 都喜欢取这种名字 黄总说到这 只停顿了一下就继续道 这次提供的血液样本 名叫沙纳瓦提的只有一个 是那位寺庙主持法会的 塔普法师的孙女 苏平神时 已经扫过了黄总 他们提供的记事本 知道对方所言没有错 微微点头后 又摇了摇头道 这女子是一个有天赋的 可惜并不符合 我买谷地的传承 不过能寻到一个 有点天赋的 已经不错了 这次 你们都有功劳 但是传承一事 还是不可怠惰 买谷地的传承 不能在我的手中断了 可嗨嗨 苏平定下了接下来的基调 开始给予奖赏 除了新的一篇 武道气血锻炼功法外 苏平心情舒畅 还按照黄总六人 不同的体质特点 教导了他们 不一样的武道打法 有神势帮助 苏平简直化身为了 有几十年经验 在身上的大宗师 轻易就能选择 最适合他们 学习修炼的武道打法 黄总学会了一套蛮熊拳法 那位大亨 会了一套裂锋腿法 其余几人也各有绝技 都颇为兴奋 如同凡老孩童 为了中二少年 恨不得马上就在这山顶上练习 此次找到沙纳瓦提 黄总算是手工 所以 除了应有的 每周一包脆体药包外 苏平还格外给了一颗 强身健体单 这是周旋小道长 前天才练制出来的 乞丐版本的气血单 主才辅才 都用了大半代替药材 结果要练出来之后 功效连十分之一的气血单 都比不上 只能拿来换东西 或者赏赐用 黄总立下大功 也算是够资格 当一回首先是要的幸运了 没错 给苏平是要 对于水蓝星的黄总他们来说 绝对称得上幸运 毕竟 这可是真正的超凡丹药 最差也就是没有效果 副作用会被净化 最好则是靠着这一枚单药半步 踏入超凡门槛 虽然不至于就能一个打十个那么夸张了 压制住各种病痛同时 体力充沛感觉上 如同重获青春 还是有机会体验的 其余几人都羡慕地看着黄总 暗叹他的运气实在是不错 竟是能第一个找到有天赋的 苏平照常留了这六人 在买骨地修炼到了清晨 才送他们离开 这次他们回去 除了药包 还带上了苏平 以蜀道人名义 交给他们的黄金和各种珠宝 这些都是苏平 从领月山庄的存货里拿出来的 都用神识检测过了 和水蓝星的 同款比起来 没有什么特殊 他拿出来交给黄总六人 不是给了他们私用 而是要他们帮忙换成钱之后 这笔款项专门用来为他办事 随着苏平在尼尔伯的摊子 慢慢铺开 要花钱的地方 也是越来越多 虽然说现在黄总他们的身家还够 可是 这不是长久之计 没有真正赚钱的产业在 就黄总他们这些小土豪的钱财 哪怕靠着装神秘 躲避了大部分敲诈勒索 也一样花不了多久 收集各种或许是的天才地宝 大量名贵药材 还有招募人手做事 乃至已经搭好线的军火贸易 每一项都是一个财富的无底洞 苏平也不想基民弟子 跑去借钱贷款成为老赖 然后被深挖出了真相 发现原来是信了邪修的话 为了修行才欠下了那么多钱 所以最好就是算好总账 他们愿意供奉 可以把力所能及的流动资金拿出来 放在总账里花 而不是死撑着最后出问题 黄总六人都是商人 自然明白鼠道人想法 感激之余也暗暗松了口气 加德市法会寺庙后殿 清晨阳光刚刚照耀在了塔顶的时候 黄总回到了后殿门槛上 眯着眼熟悉了光线后 左右看了看的黄总 并没有发现其他人留在这里 显然昨晚被他吓了一跳的法师们 并不能为不先知黄总还会回来 至于监控 这寺庙也就正殿 前院有几个监控 控制是还是他们的人控制着 这些法师们可没权限去观看 黄总没有离开 而是直接来到了那位塔普法师居住的厢房 轻轻敲了敲门 门打开之后 塔普法师有些诧异地看着黄总 正要问好 就发现对方首先向自己行礼 顿时 同样是老奸巨华之徒的塔普法师 就心中咯噔了一下 意识到了什么 而后双方一阵友好交流之后 黄总得到了承诺 满意离开不久 塔普法师就欣喜若狂地 把主持法会重任 暂时交给了两位副主持身上 自己则是带着心腹 立即开车冲向了自家村子 或者也可以说是自家的庄园 作为一个老牌法师 塔普法师同时也是当地最大的地主 整个村子都是他的 所有人都是他的家仆和家生子 那个被检测出有天赋的孙女 沙纳瓦提 便在这里受到着仆人们很好的照顾 塔普法师原本是打算把沙纳瓦提 好好培养起来 而后与另一个村子的继承人联婚的 现在嘛 自然是不需要这个打算了 甚至于 塔普法师觉得自己 应该趁着还有权威 帮助沙纳瓦提把路铺平了 让他成为新的组长 至于自己法师位置 他倒是清醒的 知道这配布上能有超凡传承的孙女 当天 随着塔普法师的归来 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所有人都知道了 沙纳瓦提是被鬼神选中的人 以后会得到鬼神恩赐 成为比塔普老爷还要伟大的法师 至于沙纳瓦提本人 一直被家族子女教育培养的他 并没有什么反动心理存在 并且 多少也接触网络见过世面的他 虽然有点不太相信 爷爷描绘的美好未来 他还是很相信 塔普法师是不会害他的 于是在准备一番之后 待到傍晚 仿佛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送亲仪式一般的 塔普法师将他的孙女沙纳瓦提送去了寺庙 这让后知后觉的其他法师们 无不羡慕极度恨 并觉得自己的后辈 怎么就生不出这样的孙女出来 而直到现在 都没有亲眼见过 东方人神秘力量的其他各方 却是不法有人皱眉 觉得那些神棍终于露出马脚了 这就憋不住 开始搞神女那一套了 不过 那位塔普法师是不是疯了 贴钱去帮忙就算了 现在更是连自己孙女也送过去了 真是老糊涂了 就是可惜了 那个叫沙纳瓦提的孙女 听说可是一个少见的美人啊 湖中洞天 苏平在等待着新人到来之前 于买古兑布置着新的阵法 并在做好准备后 闲来无事 选择了抽卡解闷 湖中洞天之中 苏平端坐在了浮华如梦寺内 开始抽卡 他这次没在十连抽 而是选择了单抽出奇迹 垃圾桶 垃圾桂 狐狸玩偶 狸猫灵钱罐 单抽依旧是九次普通之后 才出现了紫光 咦 是新的伙伴卡 苏平看到紫色光芒下浮现出来的人影 坐直了身子 露出了有兴趣的眼神 见习驱魔法师 伙伴 品质 珍惜 湖中洞天专用 可升级 驱魔法师 苏平看完了说明 立即好奇地将这位伙伴召唤了出来 眨眼间 伴随着四周空气温度降低了少许 一位白发白眼 留着清爽短发 身穿淡青色 映着云纹发袍的俊秀少年狼 出现在了苏平眼前 这白发少年落地之后 好奇地看了看四周 才把目光看向了苏平 有点腼腆的弯腰做了一个道理 洞天主大人 你好 我乃驱魔一族 见习驱魔法师云空 我天生兵系灵体 会兵系天赋咒术 应该比较擅长对付各种妖魔鬼怪 说着擅长内容 白发少年云空 有点不自信地摸了摸脑袋 终于来一个能打的伙伴了 并且一抽出来和白鹤童子一样 都在练其后期修为 吃惊艳书的话 直接大圆满应该不难吧 突破到二阶 也就是助击修为 不知道有没有升级条件 苏平神识扫过这驱魔少年 对他修为有了一个大致判断 而后苏平便让这驱魔少年 在自己面前展示了下自己本事 于是 在这浮华如梦寺庙内 一个白发少年 双手捏印一声轻鹤 浑身冒出一股冰寒之气爆发了出来 刷一下 将让方圆十多米变成了冰寒之地 十多米距离 这并非寒气 就不能扩散更远 而是为了集中寒气 加强这十米距离范围内的杀伤力 并且 这冰寒之气爆发只是开胃菜 下一瞬间 白发少年头顶上空 就凝聚而出了一把 至少二十米长的冰晶巨剑 眼看着就要落下 这地方可不能自动回复啊 苏平忽然眼皮一跳 想到了关键之处 赶紧来到了冰晶巨剑的下方 脆体后期 加北斗贪狼之拳 顺势轰出 白气笼罩拳头 产生的权益刹那间 与白气虚影贪狼合二为一 打在了那缓缓落下的剑尖之上 当即 砰的一声 巨大的声响 在这寺庙内部 发生了震耳欲聋的共鸣 驱魔少年云空 也意识到不对 赶紧后退 停下了自身咒术 使得被轰碎的碎裂的巨剑冰块 在半途就飞速融化消失 狼狈归狼狈 倒是没有产生更坏可能 苏平也通过刚刚那一拳 在神识帮助下 差不多确定了眼前伙伴的战力 刚刚那冰晶巨剑 就是天赋咒术了 放在修仙界 已经算是某种小神通了吧 不然普通炼气后期 凝聚法力施展的大招 威力没那么大不说 更是绝做不到顺法 虽然现在用不了 只是多了一个记忆幻想 等以后升级了 还是应该有大用的 苏平带着驱魔少年云空 回去了不怕被打坏的 赵月听风格 为他安排了房间之后 开始尝试着刷好感 和临时小说就能打发的 湖面巫女不一样 这位驱魔少年云空 更喜欢斩妖除魔 只是 这湖中洞天可没有他能斩的 买谷地的幽灵们 苏平还是有用的 还好靠着提供房间 加上美食美酒与好茶 少年的好感度 还是在缓慢上升之中 忙完这一切 苏平这才算着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化身鼠道人 回到了加德市 夜色降临 尼尔伯加德市 举行法会寺庙山门处 却有上千人 欢呼着举着火把 人们进行着盛大的祈福仪式 上百辆万国牌子的汽车 卡车停在路旁 时不时鸣笛增添气氛 几处卡车上还摆放着发电机和音响设备 播放着法会必备的送金声 就是这本该正经的送金声 经过了本地人的各种音色添加 配合如今这场景 反倒是有了点群魔乱舞的错觉 好在这附近没有什么高僧 那些乡下法师们都觉得 只要热闹起来就没有什么不好的 并且他们也不准这些渔民们 在祭祀之外进入寺庙 倒也保护住了寺庙内的清静 偏殿 一位中年法师微微皱眉 放下了手机 这些家伙根本不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什么 哼 居然觉得塔普法师供奉沙纳瓦提 是疯了 鬼神啊 我也想要得到供奉的机会啊 这位法师心中低语 随即把刚刚打电话劝说他 提供寺庙黑料的某位中介人 拉入了黑名单 这些根本不相信神秘的家伙 竟然还想着寻找什么骗局证据 从而作为把柄 好控制这次的过江龙 找死 也请不要连累自己 法师不由想到了消失的帮会人员 打了一个寒战 他内心觉得 那些人一定是被鬼神给整个吃掉了 不然怎么会现场什么痕迹都没有发现 沙纳瓦提被安排住在了一间重新装修过 还没人住过的房间里 外面 塔普法师和十多个弟子亲自守在外面 坐在蒲团上祈祷着 沙纳瓦提有些担忧地坐在床上 他并没有去学校上过学 是靠着祖里请的老师上的课 靠着家人和受限制的网络认识的世界 对他而言 父母尤其是爷爷说的话 就是真理 就一定是对的 沙纳瓦提脑子里 不断回想着塔普爷爷的告诫 他抿了抿嘴 一直想要让自己保持着 端坐在床上的姿势 却是因为 到了该睡觉的时间后 沙纳瓦提开始睡意来袭 摇摇欲坠 忽然 房间的光线变得暗淡了起来 吱吱吱 塔普法师和沙纳瓦提 都同时听到了老鼠叫声 不由打了一个寒颤 睡意全消 沙纳瓦提瞪大眼 看到了门自动打开 却偏偏出了吱吱之声音 看不到人影 鬼神来了 塔普法师他们心有所动 纷纷趴在了地上 低着头 不敢去注视房间里会发生什么 苏平靠着隐身咒来到了房间 看着眼神里带着恐惧的沙纳瓦提 这女孩梳着马尾 有着颇为分明的五官 穿戴着好似侍奉神明的长裙 裙子上挂满了金银首饰 这是一个不输给大明星的美人胚子 不过这不重要 苏平眼里 它的灵体才是重点 血浮灵体 各大先门眼里 都会被重点照顾的一种特殊灵体 拥有这种灵体的修饰 百分百会是浮路记忆方面的天才 同时 这种灵体的血液氢染的浮指 能拥有某种提升化浮成功率的玄妙作用 对于某些成功率特别低的浮路而言 这一点极为重要 在这种血浮灵体之上 血脉石板里还记载了一种血浮圣体 那种圣体的血液甚至可以强行提升浮路等级 在炼气期就可以制作出注击期的浮路 就是全都可遇不可求 哪怕是修仙界 这种圣体也都只存在于历史记载里 不用害怕 苏平缓缓俯下身 捏起了沙纳瓦提的下巴 开口安抚 而后 邀请寒幻化而出的一枚吊坠 出现在了沙纳瓦提的眼前 并让看不到隐身苏平的她 惊恐发现这吊坠在半空飞向自己脖子 并与自己肌肤亲密贴在了一起 就在她迷惑似乎没有什么触感时候 她的耳畔传来了一个温和的询问声 沙纳瓦提确信自己没听过这语言 但是她就是听懂了这里面的意思 想起了爷爷教会的沙纳瓦提 闭上眼选择了同意 于是沙纳瓦提消失在了房间中 吱吱吱叫声和冷风也在这一刻消失无踪 塔普法师等人感觉到没有动静 在颤颤巍巍地抬头 看到了空无一人的房间 鬼神 是鬼神来接走沙纳瓦提啊 沙纳瓦提会成为鬼神的巫婆 我们也会得到鬼神的庇护 塔普法师也是一个懂扯虎皮的 察觉到自家孙女真被选中 神秘消失之后 她立即张嘴喊了出来 然后这消息很快就蔓延开去 让其他法师们也一个个听到了加油添醋后的接走过程 令他们嘴里更酸了 湖中洞天内 伴随着一阵恍惚 沙纳瓦提发现自己一下子坐在了草地上 情不自禁地睁开眼之后 这位美丽少女就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阴气深深 到处都是白雾和黑影 还有鬼火跳跃闪烁 发出怪笑的好地方 沙纳瓦提眼里开始含泪 靠着塔普法师一直以来的教导 让他很早就接触过了这些鬼神妖魔的画像 加上意识到一切都是真的 自己真被鬼神看中了 这才总算没突然哭出来 结结结 蜀道人发出笑声 亲自来接着沙纳瓦提 看到蜀道人 沙纳瓦提颤抖了一下后 使用了东方通用语问号 苏平对此不意外 周边这些地区 让家族弟子精通东方通用语是尝试了 甚至很多扎根千年的大富人家 本就来自东方 也一直没忘记文字语言传承 苏平微微汗手 领着沙纳瓦提前往了埋谷地后山 靠近了人脸大槐树附近 看似挥手 实际上是使用了湖中洞天的布置权限 当着沙纳瓦提的面 让一座抽卡抽出来的瓦房拔地而起 而后拿出储物袋 把生活物资还有各种工具拿出来之后 蜀道人便交代了沙纳瓦提一番 让他好好在这里进行修行 同时也许诺了沙纳瓦提 等他修行有成 是可以放假回去探家的 沙纳瓦提也在一阵恍恍惚惚之后 渐渐回神了过来 能是天生灵体的他 自然也是聪慧之人 并有着和周玄小道长 类似的上师问道之心 以前只是苦于没有环境 更没有机会 现在浮至心灵 马上跪在了苏平面前 跪卸了苏平的传法恩赐 并发出血誓表明了忠诚 苏平出于对血浮灵体的尊重 给予了沙纳瓦提一点点外力帮助 让他得以顺利的练气入体 而后 除了和周玄一样的练气初期功法 苏平将浮露初解 练气期浮露篇交给了他 又留下了相关的练手材料之后 这才飘然离开 而在加德市最高档 目前已被东方投资客注资的酒店套房里 几位经营了加德市地下市场 几十年的老板聚集在一起 商议着最近的骑士 不久 他们纷纷接到了电话 得知了 他们对那些法师的拉拢与试探 竟然全部失败了 并且 其中步伐有几个 还是和他们有关系 之前就收了好几次钱的友好合作伙伴 这一次 也无情拒绝 并拉黑了他们 这让这些地头蛇们 敏锐嗅到了不正常的气息 这生意我就说了不好做 别管是不是鬼神 能让那么多人一夜间就没有的力量 反正我们在场的 没一个能做到不是吗 那些法师别人不知道 我们还能不知道他们的底细 就一群见钱眼开的神棍骗子 和没见识的小地主 他们会突然那么齐心 我宁愿相信是真有鬼神 也不会相信他们突然间准备携手合作 把那寺庙做大做强了 我了解过 那寺庙这段时间搞的法会 他们根本不赚钱 一个稍微胖一些的男子率先表态 在这里面有问题 并准备退出不干了 另外几人沉默了会 才有一个地中海男子道 我说实话吧 上次消失的还有巴哈杜尔将军的亲信 将军很生气 要我们一定要找到是谁干的 又是怎么干的 听到这话 其余几人微微一震 也心中明白过来 难怪那么多人跑来加德市调查 原来那个嚣张跋扈的军阀的人 也被波及了 不过亲信什么的听听就好 想要敲诈时候 路边小兵也能是心腹亲切 但是 从这段时间都没明目张胆 跑来找那些东方人 麻烦这一点来看 那位将军也在忌惮着鬼神 嗯 想想也对 整个尼尔博甚至整个周边小国各种小势力 哪一个不对这些鬼神之说心有忌惮 这不是上面几位信不信的问题 而是支持着他们的大部分人信不信才是问题 不搞清楚 哪怕成功敲诈了一大笔钱 也会睡不安稳吧 万一下面人大部分都信了 将军得罪了鬼神要被惩罚了 这就是给有一心之人和势力可乘之机啊 思索着 房间里有人想要赚这一笔钱 并趁机搭上那位军阀的人脉 也有人坚定了退出的决心 不打算烫这一浑水了 也是这个时候 他们收到了消息 塔普法师的孙女被鬼神亲自接走了 还是众目睽睽之下 在许多法师弟子们的面前 就那么消失了 沙纳瓦提众目睽睽之下的消失 老师依旧是信得更加敬畏 不信的还是不信 只不过加德市这些开会的地头蛇们 他们没收买成功法师们 却还是有法师的弟子 或者其他仆从等消息渠道的 从这些人口中互相验证后 他们脑海里大致出现了当时的场景 随着四周的光线突然间昏暗 空气变得冰冷 呼吸似乎都困难起来后 老鼠的怪叫声在人们耳畔响起 让人头昏眼花 恶心呕吐 然后 鬼神来了 人们看不见鬼神 鬼神却能影响着现实 他打开了正门 直接将那沙纳瓦提 拉入到了虚空之中 消失无踪 这已经减弱了许多魔改内容的版本的故事 依旧让他们不太愿意去相信 但是多方求证之后 一个事实是 沙纳瓦提确实消失了 更多密谋者选择了观望 甚至退出 于是乎 在这一夜 一场针对东方投资者们的阴谋 还在情报收集阶段 就已因为神秘而烟消云散了 金雀城 领月山庄 苏平请来了金月城监察室的那位罗老福师 这位罗老福师 之前去过云家拍卖会 运气不错 躲过了一截 后来他意识到不对 明明是监察室 却不在金月城居住 而是带着娇妻美眷 跑去了另外一处方市常住 他在外门人员还行 之前几位好友 更有一位成为了某个内门弟子心腹 于是在巡察室那边 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了 反正这年月缺了监察室的城市 也不缺这一个了 只是人一多 还住在了方市里 这生活可就不容易了 于是 罗老福师尝试着重操就业 却愕然发现 现在画幅这一行也是越来越卷了 不乏有年轻福师靠着身体 好玩起了薄利多消 年老体衰的他 精气神早就大不如前 最近还沉迷酒色 身体亏空的厉害 画幅效率太低 卖掉了也只能勉强过活 于是 在接到了苏平的邀请之后 这位罗老福师思考再三 在安全和穷二选役中决定了拼一把 只带了两个最宠爱的娇妻 就过来了领月山庄担任福师教席 罗老福师却不知道 他这教席真正传到解惑的对象 不是那位金雀城的监察室 而是一个隐藏在了湖中洞天里 刚刚炼气入体的辅导天娇 每次这位天娇女有了迷惑 苏平自己很多时候也不会 但是没有关系 他直接跑去找罗老福师询问答案即可 甚至还出了零食 让这位罗老福师在投影时面前 记录了自己对于福禄初解的人生经验 而后 苏平就把这投影时 用法力添加了通用语配音之后 给了沙纳瓦提反复观看 罗老福师是一个聪明人 还是一个想通了修仙执念 提前养老的福师 从苏平时不时询问出的问题 他就隐约猜测出 有一位刚刚学习福道的天才在崛起了 这天才不会是那苏平 罗老福师教导过 虽然对方似乎自我感觉良好 但是经验丰富的罗老福师知道 这就是一个没什么福禄才能的普通修士 这样的修士 画福一辈子也问不出来 那些直指福禄之道核心的问题 罗老福师起了好为人师的念头 如果可以 他是希望能培养一位未来福道天骄 来让自己百年后扬名的 只是想到 那苏平竟然搞得那么复杂 摆明是想要隐瞒 他也就吸了这不切实际的念头 想要活得久一点 还是少知道一些为好 苏平有了神识加成 也不再怕山庄里有一个炼器中期 进入衰老期的老修士 会发现什么 并且 领月山庄本身也没哪一处不对劲的 好东西都在湖中洞天里了 最多就是金雀城监察史 为什么那么爱锤掉这个研究问题 又多了那么一个老修士研究 仙门地界大至太平 无事发生 苏平便继续安心修行 甚至写信 希望外门熟人 再介绍一位炼丹方面的老修士给他 好让周旋小道长得炼丹进度 也可以稍稍加快 然后 再又一次锤掉周期结束 苏平在领月湖和水库两个钓鱼点 一共拿到了120点钓鱼经验后 苏平突然得知了 仙门北方地界十多个城市 赫然在一夜之间 负面于邪碎爆发上 传闻有一座城市上空出现了邪神化身 并统领着数百邪修 突袭了仙门 在那一处大型方式 而后好似约定好的一样 十万大山的妖兽们 再度发起了猛烈攻势 多处防线告急 尽管仙门很快发了通告 赤渊仙门已经和大金光寺 达成了合作协议 今日起 大金光寺的修士将会前往北方 帮忙封印邪碎 驱除邪神 整个仙门地界依旧惶惶不安 这个时候 哪怕是那些天天喊着好日子 要来了的大户里的老人家 也意识到时代变了 赤渊仙人见风之下 四海生平的仙门盛世 似乎要结束了 这期间 依旧不断有上古遗迹 被邪气潮影响 封印消失重新现世 每一处还是有不怕死的修士 冲了进去想要寻找仙缘 只是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修士们渐渐发现 越是后面出现的上古遗迹 就越诡秘危险 甚至最近一处上古遗迹 修士们进去后发现 里面早就被邪碎占据 怪物们醒来之后 反而霍乱了周边好几处城池地界 以至于仙门长老都三令五身 不准各个修仙家族 擅自去探查那些新出的上古遗迹 只是这些修仙家族们 有多少人肯听话 却是谁都不知道了 大乱之下 总有人不甘心当棋子 成炮灰 也总有人觉得自己会是天命之子 可以得到仙缘逆天改命 甚至一个不小心 便能如初代赤渊仙人那样 横空出世 打出一个大大的仙门 而后留下了飞声的神话 苏平给外门熟人的信件 大部分都渐渐没了回信 反倒是苏平自己 不发有终于知道了 他脆体小成的师兄弟们 来信邀请他一起去做任务 甚至有一个外门师兄 跑来没找到苏平 留言希望苏平能和他们 一起去探寻某处小型遗迹 按照那师兄说法 他有了机缘得到了不少秘密 探寻那小型遗迹 十拿九稳 甚至不需要苏平进去 只要在外面帮忙灌输法力即可 对此 苏平自然全都谢绝 倒是那位镇法师兄 可能是惦记苏平的灵石 还在坚持回信 让苏平了解了仙门外门最近的情况 按照这师兄的观察 北方出大问题之后 许多长老和真传弟子 就不见人影了 倒是公过堂那边 一口气给了许多奖励丰厚的任务 不少外门弟子都心动截对而去 此外还提及陈恶蒙越来越强势了 提醒苏平 小心一些 别和陈恶蒙的人起了冲突 陈恶蒙吗? 苏平想起了九夜山遇到的那些 围剿阴面修士 并为了保守秘密 对无辜伞修下手的那些人 苏平对他们观感并不好 不过现在的他 自然是不会去主动招惹的 陈恶蒙的背后至少是真传弟子 那可是至少铸鸡的大修士 要冲突 也得等自己铸鸡 并能一个打十个了再说 哎 铸鸡啊 练气七层之后 修炼速度就慢下来了 偏偏练气后期的丹药 哪怕是废丹 现在的我也没渠道购买 苏平看完信件 心中多了几分对铸鸡的渴望 却还是没打算为了加快修为 跑去接任务 等等 不接任务 我还是可以拿上品单 去换取功勋的吧 至于身份 仙门的招募令 可是还挂在山门上的 化身为驱魔少年云空的话 练气后期修为足够进入外门 得以去功过堂了吧 到时候再随便接一个任务离开 仙门得了上品单 不会觉得吃亏 应该不会在意我一去不返吧 就算在意 那也是驱魔世家云空的事 与我苏平何干 思索完这一条路 似乎没有什么麻烦 并且 苏平在得到神识之后 接下来的测试就发现了 伪装成为记忆幻象之后 在记忆神器庇护下 自己的神识和脆体后期修为 也能得到庇护不被发现 只会展露出记忆幻象 本体修为和气息 这令苏平不由意识到等 以后自己铸鸡了 也能靠着这伪装 成为一个看起来是练器修士 感觉也是练器修士 打起来才会发现是铸鸡的大修士 从而给那些袭击者知道 什么叫做半猪吃老虎 一天后 隐藏在了竹林内的云山方式里 迎来了一个 留着白色短发的俊秀少年法师 虽然说 坐拥二阶下品林脉的云山方式 是仙门官方方式 一个练器后期的少年修士 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并暗暗猜测 这会是哪一位修仙家族的天才俊杰 白发少年看了看街市 谢绝了来打招呼的知客 便静止去了方式内的仙门据点 据点里的外门弟子不过练器似曾 看到这白发少年眼里闪过一丝嫉妒 也不敢乱来 尤其是听说 对方是来响应招呼令的散修 心里虽然不太相信 动作上却是更加谦卑起来 以对方修为 加入仙门后选择留守 大概率会是直视 说不得就能管到他这个小小的外门弟子 谢过师兄 白发少年拱手朝着那外门弟子行礼 举止语气发自真心 令那外门弟子错愕了下 或许是没想到天骄可以那么礼貌 他抢言笑了笑 连忙把登记好的木牌交给了苏平 同时摇动铃铛把信息传了出去 接下来 苏平只是等一会儿 便被提前召见进去了内堂 一位内门弟子和两位外门直视 一起面试了苏平 惊讶于白发少年气质的内门弟子 得知这名叫云空 来自北方小国驱魔世家的修士 颇为擅长斗法之后 内门弟子起了一丝计较之心 以考核为由约战了苏平 苏平淡淡看了眼对方 对方没有脆体 只是练气七层和自己相当 看年龄至少四十了 这年纪这个修为 看来也是没什么灵体加持了 在这些人眼里 那自称云空的白发少年 犹豫了下后 腼腆地点了点头 便在四周修士听闻消息 觉得这次能看到内门师兄 展现仙门法术大展神威的时候 双方来到了轿场 然后 只是一招 刚刚换出两把短剑的内门弟子 护体金光就被抓破 然后被白发少年抓住了面门 轰的一声 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时候 内门弟子的整个脑袋 埋进去了轿场施板砖里 鱼波更是震动的四周地面 哗啦啦出现了蜘蛛网一般的裂纹 这是苏平第一次和飞动天的 练气后期比武 然后苏平就发现 这内门弟子和白鹤童子比起来 实在是差太多了 这就是仙门普通练气后期弟子的水平 哪怕没用法器和符咒 也还是太水了一点 有神识和脆体加持 对方在自己面前完全就是 错落百出啊 都不需要动用其他底牌 只需要用脆体后期加圣体 带来的纯粹力量 先轰击对方薄弱处 破开对方护体防御 而后抓住对方脸蛋那么一砸 似乎战斗就结束了 这到底算不算殴打小朋友 比试之后 白发少年云空 被十分友好的 直接送出了云山方式 然后直接拿着通行木牌 前往了不远处的一处云雾缭绕的高山 那儿便是集合了这附近上百座城市 升仙会招募的外门弟子 都会在的山门所在 这样的山门赤渊仙门也只有四处 只会接待仙门弟子 现在倒是多了招募来的外来修士 也因此 苏平得以又一次踏入这熟悉的地方 这他苦修了二十年的充满记忆之地 故地重游 心境却是已经极大不同 苏平目不斜视 只在心中感慨后便朝着功过堂而去 苏平离去不久 几位白袍修士飞了过来 寻找着一个白发少年 却是片寻无果 他们是陈俄盟的成员 这次是从内线那边得知了 有一个斗法极为强悍 依次法体兼修的外来修士 接了招募令 加入了仙门 迫切想要提升战斗力的陈俄盟 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人才 派出了人来想要招揽对方 却不想某人目的明确直接离开 让这些人错过时机 公过堂外院 专门负责奇珍医保 和上品单收购与兑换的一处柜台上 一位浑身枯瘦皮肤好似树皮的老修士 观察着苏平拿出来的十多枚上品单 品阶都不太高 大半甚至没入阶 但是确实是上品单无疑 可以拿去给那些刚刚练起入门的天骄苗子服用 再看看白发少年 猜出对方应该是那些外来修士 老修士照单全收 换成了功勋 然后老修士听到了白发少年 想要兑换炼器后期或者脆体后期 能用丹药的请求 对此他并不意外 先门赶出招募令 就是因为有炼器后期 能用丹药或者辅助密法来吸引这些外面的修士卖命 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对方表示知道自己功勋不够 所以他不要上品单 只要中品甚至废品 理由嘛也很直接 他们知道非上品单有问题 但是都这个时候了 增强自己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可惜了 老修士看着决心吃中品 甚至废品单的白发少年 眼里闪过一丝稀才之心 在他看来 这白发少年是跟错了门派了 如此天资 要是在赤渊先门 现在至少也是内门精英弟子了 上品单不敢说管购 每月总是有份额的 何苦去吃中品废品单 从此断绝到图 只是现在这局势 先门是不可能让外来修士成为核心的 肯公平交易 就已经是迫于形式不得以为之了 并且他这位老修士 也真的只是资历老而已 并不是什么大能游戏红尘啊 练器后期能用的陪神单 脆体后期可用的脆体灵髓 效果强力归强力 对道徒影响可也是极大的 吃一枚中品 注击概率至少下降一层 一枚废品 终生最好不要尝试注击 老修士做了自己的最后提醒 看到白发少年 还是坚定的点了点头 他叹息了一声 按照白发少年的功勋和零食 把几个木盒拿了出来 和之前的培元丹气血丹不同 练器后期的丹药效力更强 服用者一般也有了扎实的修为基础 不会在突破大境界前出现严重副作用 所以价值也随之提升 比如那些外门直视 基本没有晋级希望 通常就会购买一枚中品 甚至废品的丹药服用 来增强自己的修为 吃多几枚后 虽然道徒无望 却胜在法力会雄厚许多 也能多学习一些赚钱技艺和自保技能 好在 只要不是上品单 练器后期的中品废品单 虽然也不便宜 却还在苏平承受能力范围内 花光了功勋 苏平身上多出来了五枚中品单和十五枚废品单 而后苏平扫了下任务栏 随意选择了一个任务之后就匆匆离开 以至于看着他背影的老修士隐约闪过一个念头 这少年拿着招募令跑来 其实就是为了兑换那十多枚练器后期单药 就算是如此也不稀奇 反正我们也不是白白付出 总要有功勋和零食来换的 老修士想到这摇了摇头 不再理会这白发少年 类似的是虽然罕见 却也不是没有 不过这点小聪明 在仙门看来没有什么 甚至那些换了秘法的外来门派 为了得到后续功法和丹药 总是会忍不住再回来 并为了功勋 乖乖为仙门服务 糟糕 射人怎么跑那么快 早知道就该留人看着门口了 仙门外门的山门外 几个承恶蒙修士得到消息 跑去了工过堂 然后才知道那白发少年接了任务 就急匆匆离开了山门 于是他们几人 又赶紧爆发身体潜力奔了出去 带到飞出山门 依旧没发现那白发少年的踪影 为首的不用露出了气急败坏的表情 低声骂了起来 身边气喘吁吁的师弟 小心翼翼道 师兄 这人那么重要 要不我们给守门弟子打好招呼 等他下次再来 你懂什么 此人只是一招 就把你们的宋师兄击败了 至少也是体修中的天才 东黎师叔最喜欢有天赋的体修 听闻此事后 必定会将此子名字列入关注名册 说到这 为首那人拿出了一个青铜罗盘 有些不死心的念念有词 并脸色胀红 喷出了一口舌尖血 但是罗盘吸光血之后 依旧毫无反应 让这人脸色苍白下去 同时露出了眼不住的失望神色 罢了 今天是我失策 我会去找师叔领法 你们几人轮换驻守山门 一旦对方出现 务必留下对方 等我前来 是 师兄 其余几人也意识到了 那白发少年的被重视程度 纷纷心中一领 赶紧拱手行李 至于苏平 在成功换了丹药之后 直接快步离开了故地 这期间他察觉到了 有人朝着自己密语 估计是想要交好自己 不过苏平对此 都在故作沉思 没听到状 静止离开 在回去路上 经过外门弟子居住区域时候 苏平没看到以前的故人 却是瞧见了 之前生仙会上 那位成竹府的子弟 看起来混得不太行 被安排在了林田地块 种植林米 而后苏平 就直接离开了山门 故意绕开了云山方式地界 从另外一座城市绕路 恢复了本体身份后 才回到了金雀城 湖中洞天 苏平得了丹药后 便忍不住准备尝试 沐浴静心 饱餐了一顿之后 苏平才拿出了一枚 中品陪神丹吞下 嗡 似乎是十方巨灭体继续起笑 苏平发现 丹药进入腹部后 化作热流的速度 比老修士提供的参考小册子里的 要快得多 这对脆体后期 可以承受这速率的苏平而言 自然是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一夜冥想之后 苏平就感觉到 自己练起七层的修为 猛涨了一大截 并且 药力应该还有小半在 慢慢发挥作用 两天一枚丹药 抵得上我之前一个月苦修 果然还是科药修炼好啊 苏平探完 回忆起参考册子内容 普通炼器后期修士 哪怕是上品丹 最好是一个月一枚丹药 天赋特别好的 也最好是两周一枚 才能把药力最大化吸收 苏平两天一枚的话 肯定会有小部分药力浪费 只是苏平更看重修炼效率上的最大化 且中品废品 好歹用起来没那么心疼 至于后续丹药获取 这次扇门之行 让苏平发现了 先门普通炼器后期的水瓶狠水的同时 也发现了 只要能合法得到功勋 功过堂并不在乎换点东西 给那些外来修士 所以 只要自己这边不断产出上品丹 哪怕只是低阶丹药 也可以换取功勋后 去换废品的高阶丹药 理由嘛 就自己这点量 都不需要说 别人也会帮忙脑补吧 比如 门内其他炼器后期修士 尽急无望了 看到同门服用丹药后 效果不错 于是也加入起来求够 反正先门不愧 他苏平也不愧 又是一场双赢的交易啊 唯一问题就是周璇小道长那边了 湖中洞天 修炼结束的苏平 看向周璇的目光也柔和了许多 毕竟这位炼丹弟子 已经开始为他提供修行资源支持了 于是苏平心念一动 白鹤童子便提着新一批材料 给予了补给之后 盘西在了周璇小道长和那通灵狸猫面前 有些语气僵硬地鼓励了几句之后 留下了一条烤得烂熟的大鲸鱼 猫 通灵狸猫秀了秀 想要先帮伙伴尝尝味道 却是嘴巴还没咬住鱼皮 就被白鹤童子提着了厚脖子的毛肉提了起来 这是仙师恩赐下的鲸鱼吃了大补元气 仙鹤童子把通灵狸猫扔出去很远的距离 转头对向周璇说道 周璇小道长之前吃过小青鱼 知道这种鲸鱼极为美味 同时对身体也有好处 他不好意思地看了眼通灵狸猫被扔出去的方向 而后也不矫情 点了点头便连鱼骨鱼刺 也一起放入嘴里咬碎吞下 周璇现在炼气入体 五道小成气血充沛之下吃了鲸鱼 又在这湖中洞天灵气浓郁之地打坐吸收 再加上之前他炼制的强身丹药 苏平也有留下他服用的那一份 一个早晨结束 吐出一股白气在空气里成型的周璇 赫然五道气血大成 已然能在修仙界里算得上一流五者了 当然这只是身体素质达到了 打法还有经验依旧需要积累 周璇小道长却是觉得自己神功大成 颇为开心地在湖畔边瞎打了一阵 甚至把草地都踩出了好几个小坑 直到看到了通灵狸猫要和对方摔跤 然后被一只不到他膝盖的狸猫给摔了一个底朝天后 周璇才清醒过来 意识到自己刚刚魔正了 这才会多少本事啊 一只狸猫都打不过呀 竟然就自满骄傲了 周璇啊周璇 你可是要修仙长盛的 怎么能因为小小的一点成就便怠惰了 周璇赶紧起身 朝着通灵狸猫弯腰拱手谢过 便开始继续种田炼丹 同时 灵光鱼池之中伴随着一阵暴虐气息爆发 不断吸取了刘文甲龙鱼的甲龙血消化修炼的大黑鱼 也终于借着苏平恩赐下净化灵药 驱出了各种缺陷的契机突破了某个限制 竟是一下子连跃三级成为了相当于炼气四层的黑龙鱼兽 花 疯狂吸取灵气 隔空吞下了海量苏平准备好的肥肉 白糖等高能量食物后 大黑鱼吃稳成功进化到了五米多长 结合宽大的背部已经可以勉强载人 配合隆重血脉加持 苏平觉得他在大海里的话 应当不会比虎沙要差 看起来还行 下次去玄龟岛可以不用渔船了 不过你也不要骄傲 我给了你那么多资源 下次不突破到炼气后期 体型不再大一倍 你还是要被我给一鱼九吃 苏平淡淡说完 话音一落 刚刚自我感觉良好的大黑鱼 就再次呜呜呜呜的沉默 进去了灵光鱼池之中 埋头修炼 苏平看向了灵光鱼池 作为小型鱼池 已经养了三条青鱼鱼 和一条刘文甲龙鱼 只剩下一个湖中洞天 专用鱼货的名额了 好在哪怕多出来了 也只是没有格外加强罢了 还是可以继续把鱼鱼塞进去养的 安排好了湖中洞天内的生产和布置 苏平回去了领月山庄 仙门又开始动乱起来了 不过樊城的金雀城 看起来还没被波及 流民们在城外安家置业 在大富人家们慷慨解囊下 已经筹备着准备春耕 小金光四的僧人也来过了一次 表示祈祷效果很好 法阵运转正常 封印法器要不了多久 应该就可以收回一批了 这让还留守在城市里的高层们 都很振奋 有人希望借此立功 然后和家族申请换人 苏平听在耳里 心中也是兴奋 觉得自己差不多 可以回去看看那些 在故乡的封印法器了 应该也能收回一批 换成功德了吧 希望一切顺利 不会出现什么错落 这样自己也可以慢慢 扩大功德田范围了 待到小金光寺僧人离开 苏平也开始新一周的锤钓 这次两次一阶钓鱼 共刷新了110次 难得的分别钓出了珍稀余货 在书库钓鱼点 获得了第二条刘文甲龙鱼的同时 也在领月湖钓鱼点 最后一次锤钓时候 有了惊喜 获得钓鱼经验加1 获得赤蟹红鱼加1 目前钓鱼等级4级1330-2000 第三条赤蟹红鱼 苏平很惊喜 这对他来说 比之前得到的 刘文甲龙鱼还要重要 毕竟刘文甲龙鱼虽然可持续利用 却需要时间积累 赤蟹红鱼却能马上生效 并影响自己练气和脆体修行 是全方位的提升 没有犹豫 苏平直接吃掉了这条赤血红鱼 使得自己拥有了十分之三的十方巨灭体 也借助这一强化的冲击 苏平只觉得浑身热血一击 神识力量体质都得到提升 步入脆体八层境界 这看起来只是脆体后期一个小境界 却往往可以卡住一大批人一辈子的时间 多少外门直视 一辈子就在后期七层不得寸净 苏平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突破的事实 也不急着回去故乡 而是先按照计划 闭目读取金雀城地界群属记忆 继续维持着这片地界的安稳 这段时间 苏平步伐有遇到邪修或者劫修路过 对这些路过的 苏平一般不会动手 但是他们一旦打算隐藏在金雀城地界搞事 那就不能怪苏平表示此乃取死之道了 一个时辰后 一条大河的河畔旁 一个一脸猛逼的红衣女修依靠在大树下 不敢置信地看着远处河岸边上的尸体 那十多具尸体里最差的也是炼气一层的散修 最强的三个更是炼气中期的外来修士 也是因为它们存在 让这出来做任务的外门弟子红衣女修招架不住 很快败下阵来昏迷被擒 却不想刚刚醒来 却愕然发现那些劫修 全部化作了尸体 躺在了河岸边 似乎是有高人路过救了自己 红衣女修想明白了前因后果 朝着远方拜了拜 这才离开了现场 树林里靠着神识 轻易掩护了自己被察觉到的苏平 目送女修离开了 这才转头看向了那些劫修尸体 他们的储物袋和值钱物品 早就被苏平拿走了 那些尸体吗? 苏平想了想 还是决定派出老鼠 带着燃烧瓶 一把火烧一个干净 至于那位女修 苏平没打算现身英雄救美 对方能在自己赶来之前没死 只能算命运垂青 活该有自己 这样一位大善人相助 苏平准备等会就去水兰兴 于是找了一处山洞 打开了储物袋 检查这次的战利品 这次的劫修 明显不是以前的散修组织 打开储物袋之后 也毫无意外 让苏平找到了证据 好几个储物袋里 都有着传宫预检 是另外一个门派 水月门的弟子 并且领头那位 还是内门精英弟子 不过精英弟子 也就炼器四层 却也符合水月门 这种小门派抵运 从信件里 苏平也知道了 他们突然化为 劫修的原因 却是他们那位 位于南荒之地的门派 在他们跑来当 响应招募令没多久 便遇到了得了 仙缘强大起来的仇家 给直接覆灭了 成为无根之瓶的他们 本打算好好做任务看看 能不能有新的大腿包 结果仙门这边 同样越来越乱 一场大战下来 这个门派最强的几位 全部化作了枯骨 吓傻了的他们 便干脆原地化作结修 并跑来了凡尘地界 准备闹大之前 凑够盘缠 然后跑去海外群岛观望情况 这些家伙 应该会有功勋吧 算了 这种功勋拿了就是麻烦 还是老老实实换单要好了 并且这次收获 除了零食 腰瘦肉 零米零药外 倒是有意外之喜 苏平从一个除物袋里 找到了一枚 特别的散发着紫光的玉碱 这玉碱 竟然得用神识才能读取 读取后发现 竟然是水月门的根本功法 水月无形法 这一门功法 直指筑基圆满 并且对灵根属性 没有特别要求 如果有水系灵体自然最好 没有也可以修炼 差别只是效率快慢 这一点只要可以嗑药 加快修炼速度 对苏平而言 就问题不大 对苏平来说 这门功法 要比自己的大陆或强不少 并且最关键的是 至少炼气大圆满之后 自己不用特别去找 筑基功法了 功德可以拿去换 更多有用的东西 比如 那北斗贪狼篇的筑基篇 以及北斗柱死精 其余破君 七杀两篇 苏平觉得 拥有圣体和净化灵药的自己 活该拥有北斗柱死精 这等上古神功 说不定 在这越发古怪的修仙界里 自己已经是这北斗柱死精 南斗柱神功这两上古神功 唯一适合修炼的修士了 大慈大悲四 法会的热度 在经历了那么一段时间之后 也渐渐不再引起世人关注 也就原慈大师知道 寺庙的厢房里 多了那么几十位资历不低的道友 成为了长期住客 另外 上面协会那边 也询问了好几次 也都被原慈大师 谜语人搪塞了过去 反正经文内容 还有广播官方 也早就收集过了 里面都是劝人向善 驱邪避恶的内容 没有什么不良导向 并且最关键的是 大慈大悲四 也没有就此法会影响力 开始搞集资 搞神秘组织 对信徒们 也就是多了一个新要成 要愿意为 驱邪出一份心力 所以 在苏平夜里敲敲过来的时候 大慈大悲四 在夜色下看起来 还是那一个普普通通 香火鼎盛的凡人寺庙 即便如此 苏平依旧不会亲自冒险 而是站在远方 派出了灵鼠小白小灰 带着群鼠去打头阵 目前来看危险不大 起码寺庙后殿 还有许多地方 都没有安装上新的监控 显然上面 察觉到了大慈大悲四 似乎有些异常 只是最近有异常的多了去了 没出大事前 也就没有那么重视 不至于为了寻找 莫须有的超凡踪迹 就大动干戈 苏平这次来 也没打算去找原慈大师 他悄悄地来 让小白小灰带走 进化成功的封印法器 再把新的封印法器放了进去 整个过程便算完成 不错呀 一次法会 加上这段时间积累 便进化了三十个封印法器里的斜碎遗骸 这就是人多优势吗 精确成时间更久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是完全进化干净的 当然这也和他们太分散 每处祭祀地点也就几千到一万多人在祭祀 并且还多是同一批人的缘故 这成绩也是超乎我一开始预料了 苏平看了新闻 这段时间 原慈大师接待了上百批专门来祭拜的团队 散客以及慕名而来的信徒更是数不胜数 这金刚伏魔法阵至少承受了数以百万计不同信徒的信念 并且其中不乏有虔诚的信徒 起到了以一当百的作用 在观察了原慈大师这些高僧们的本事后 哪怕他们都是繁体肉胎 苏平却不怀疑他们引导信徒在短时间内虔诚的本事 三年一次的大型法会 一年一次的小型法会 还是太慢了 这种能得功德的法会 应该有机会就举办才对 为了功德 还是得用点心才行 苏平想了想 通过灵鼠小白看到了原慈大师还未入睡 而是在打坐念经之后 黑夜下被拍了隐身咒的幽灵使者飘浮在了寺庙后方的山崖处 并熟门熟路地飞去了原慈大师的房间 动 动动 正在打坐的原慈大师忽然听到了敲墙声 微微一震之后 原慈大师意识到是佛缘来了 连忙起身看向了装饰墙壁到了一声 请进 然而 原慈大师错愕的是发声了 幽灵使者没有从墙壁过来 而是来到了房间门口 推开了门 从原慈大师眼里 那就是大门无风自动打开 伴随着阴冷的夜风吹来 一个阴森森的声音在一无所有的前方响起 若非原慈大师也是去个浮华如梦寺 见过幽灵使者的 现在非以为是遇到了恶鬼所命不成 幽灵使者也是无奈 他可以穿墙 帮忙带的小盒子却穿不了 只好飞到正门从门槛进去 好在原慈大师不在意这些 听到幽灵使者声音后 他欣喜若狂 再得知了尊者们对这次法会表示了满意 并希望以后可以多举行类似法会 原慈大师自然是连忙表态同意 并表示他其实已经和那些同道们商量过了 一个月后 还是在大慈大悲寺会举行一场更大的法会 这一次许多之前没来的团队这次都会前来 那些虔诚信徒们更是早就翘首已盼了 有很多虔诚的早就对上次能来的信徒们羡慕至极了 苏平听到这回答颇为满意 幽灵使者也就以尊者赏赐为由 给予了原慈大师一小盒强体丹药同时给了一篇武道功法 一夜过去 住在了大慈大悲寺的那些同道们 就惊讶地发行原慈大师的精气神 竟然一日不见就仿佛年轻了十岁 并且与之对视时候 还会因为对方锐利有光的眼神而自行惭愧 死 好你的原慈 你还说你不会真法 这些同道们激动了 要不是地方不对 恐怕早就赤博上阵求法了 而苏平这时候已经回去了尼尔伯那边 同样把净化成功的封印法器收了回来 不过对于那些法师 苏平却是没有给予好处的打算 这也符合这些法师们对鬼神的一贯认知 喜怒无常 刻薄寡恩 不滥杀无辜 便是一个好鬼神了 更何况 苏平心中已然清楚 那塔普法师的孙女就是最大的胡萝卜了 等那沙纳瓦提小城之后 回家一趟 保证这些法师们 半辈子都会充满动力的 为驱邪大业而竭尽全力 哄 赵月听风格前院 苏平一拳轰出 和驱魔法师云空 换出了的冰金巨剑砸在了一起 拳翼和冰剑同时爆炸的瞬间 云空四周浮现出了十多把冰金长剑 如同御剑术一样刷刷刷刺向了苏平 苏平挥动拳头 拳头上不时有一丝白气缠绕一闪而过 每一次都能泯灭对方一把长剑 最终 苏平与对方战到了力气耗尽 这才平手分开 有进步了 这次没有靠着湖面巫女的赐福 也能和云空打得不分胜负了 果然一味苦修是不行的 需要不断实战才能加快药力消耗 增快修为增长 打完这一场实战 苏平只觉得昨天吃的陪神丹药力 几乎都化作了热流 被自己的细胞组织吸收 这办法确实很好 实战配合苦修也算是劳逸结合 只不过就是有生命灵药 没有后顾之忧的苏平 有条件这样做了 不然正常修士 哪有为了修炼动不动就和同经节的修士 硬碰硬干架的 许多时候 叫场斗法 也就是适可而止 讲究一个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否则受伤了 伤到根基了 那就得不偿失了 打完之后 感觉浑身极为舒服的苏平 忽然扶制心灵 连忙服用了净化灵药 破掉了这段时间的单独 顿时 仿佛一直以来的枷锁被解开 苏平有了一种身轻如燕的错觉 法力暴涨了三成 不过这不是重点 更重要是 神石又一次增加 到现在 他的神石 已然可以扩散到 方圆二十米内 了如指掌 最大可延伸到一百五十米 还能有隐约感应 苏平不知道 刚刚筑基的修士 有没有那么强的神石 毕竟他对筑基了解 大部分来自说书人和小说 里面提到的筑基 大多是方圆百米 就是不知道 是了如指掌 还是有一定感应能力 这方面 在有神石之后 苏平能感觉得到 差别还是极大的 好在 在脆体步入八层之后 如今也步入到了练气八层 实在是可喜可贺 苏平进行了一次十连抽 以示庆贺 这次十连抽 终于来了一模一样的伙伴卡 胡面巫女 于是 正在阁楼上 一边慢条斯理的吃着油豆腐 一边看着两个修士 打架姐们的见习胡面巫女英 成为了此战之后的第二个受益者 伴随着紫色光芒 从他身上冒出 胡面巫女英 发现自己成为了正式巫女 全面提升下 作为辅助的她 修为虽然还是维持在练气后期 没大的提升 伺服技能带来的加持 却变得更强了 尤其是附带的雷纹攻击 获得格外提升 提升了一个大境界 达到了练气圆满境界 一跃成为苏平对敌的 又一底牌 好事成双 苏平回到了修仙界之后 也难得的为自己放假 不管任何修炼相关的 放松了一天 第二天清晨 这才醒来 调整好了心态 继续为了修仙长生的大自在而努力 修炼 钓鱼 修炼 时不时出手 维持一下金雀城的稳定 带到小金光寺来了 僧人收走了一批封印法器之后 苏平也完成了又一次玄规岛 和其余两处钓鱼点的锤钓 使得钓鱼等级 又快要抵达升级边缘 目前钓鱼等级4级 1630-2000 这次去玄规岛 苏平试了下乘坐大黑鱼吃吻 发现他入了大海之中 正印了一句 如龙入海 哪怕是在灵气不足的海外群岛 也能气息暴涨 实力达到炼气六层境界 可惜离了海水之后马上尾了 恢复成为炼气四层的小黑龙鱼 不过这惊喜也让苏平决定了 把两条刘文甲龙鱼的龙血 都优先提供给他 期望着这大黑鱼可以早点不如炼气后期 成为自己的又一大助力 小金光四已经开始收取进化成功的封印法器 那么各处有功德杯的大型方式 应该也开始有人去换取功德了 我这时候过去 应该不会吸引太多注意了吧 苏平心中有些异动 这段时间他去水兰兴水库钓鱼时候 也顺路去回收了封印法器 目前手中的已经净化的法器数量达到了50之数 他不知道这数量的封印法器功德是怎么算的 又不想被小金光四抽成 便打算再去一趟金云山方式 算算看还要存多少功德的同时 也补一点货 另外山门那边也差不多要去一趟继续换丹药了 上次换的中品丹 废品丹在苏平发现实战可以加快吸收后 哪怕省着用眼看着就只剩下一枚了 金云山方式 苏平用了上次那位白鹤童子的身份 先是在方式里把需要的材料采购充足 这才找到了大金光四的注点 在芝克僧有些惊讶的目光中 苏平把一件又一件的封印法器交给了功德碑 经过一阵计算 功德碑上飞出了一枚铜片 铜片上铭刻着一行数字 功德一万三千零五十 苏平看了看这功德 又回想着功德碑里那些物品的价格 似乎自己这功德还挺多的 另外每一个封印法器兑换的功德也不尽相同 应该和封印的邪碎原来强度有关 功德碑最贵的几样物品都在数百万功德以上 不过那都是领宝级别的宝物了 苏平现在兑换了也用不了 至于苏平最关心的神通 千手万臂大字在原神法相神通的价格 则是只需要八万功德 参考大次大次的经验 多来几块功德填 这些功德应该还是比较容易凑齐的 至于现在这些功德 苏平也不打算存起来了 他出来一趟可不容易 随着伸手按住功德碑进行兑换 很快 功德碑发出一连串金光 各种小门小派难以得到的四五百年药材 珍惜零米种子 记忆辅助材料被兑换了出来 尤其是一门价值五千功德的青铜丹炉 据闻来自丹顶宗的捐赠 是炼器器修饰最好用的丹炉 便是铸鸡器的丹方 这青铜丹炉也完全可以承受 把东西放进了储物袋后 苏平快步离开了方式 和上次不同 这次的苏平算得上身怀巨款 也因此 刚刚离开金云山方式不久 苏平就感觉到有人紧跟着飞了出来 只不过 苏平没打算扮猪吃老虎 立即加快了脚步 闸眼间就消失在了密铃里 使得冲出来的机队心怀鬼胎的小团队们 纷纷错愕了下后 赶紧跟着进去了密铃 旋即意识到了 对方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几个呼吸间 他们就被拉开了很远的距离 并很快丢失了对方踪迹 这还让他们怎么去半路抢劫 有人回神过来后怕不已 觉得对方真要对上 自己等人绝无还手之力 也有人不甘心地选择了立即上报这一消息 白鹤童子的画像 随之出现在了不少炼器大圆满修士的桌面 修为上赫然写着 对方疑似脆体大圆满 脆体大圆满的修士啊 几个在当地的修仙家族 立即下达了寻找命令 却不是要劫财 而是希望出大价钱 交好这样一位天骄 毕竟在现在的修仙界里 需要大量药物强化体质 然后还能够脆体大圆满的 已经颇为罕见了 如此修士大概率有着体修相关灵体 未来铸鸡有望不说 成功铸鸡之后的道徒 也要比不少同道要高出不少 这样的修士 已经值得一些铸鸡折节下交了 苏平靠着速度够快 避开了未知的麻烦 并在中途恢复本体 去了一处大城市 体会了下民间生活乐趣 顺带着等待记忆权杖时间冷却完成 这才又换成了驱魔法师云空 这白发少年的形象 准备前往了工过堂 换取丹药 只是 才抵达云山方市所在区域 苏平就愕然发现 前方竟然正在激烈交战 天空中 数百款式一样型号不一的仙洲 正在空中互相激战 云山方市内部起了大火 火焰之上 有人高声蛊惑 兄弟姐妹们 阵法已经破了 仙缘就在眼前 仙道仙德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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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